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剧五八黑猫 第二百零九集 一个人的力量固然无法与国家机器对抗 但是当你根本找不到目标呢 对方就像一个危险的影子藏匿在黑暗里一样 随时可能会对自己造成致命一击 白人男子吩咐手下把两个作战人员的尸体抬走 送去检验 分析弹道 对比唐县痕迹找找看 这把手枪有没有在别的地方出现过 事实上 当一颗子弹从枪堂中射出去的时候 子弹会无可避免地从唐线进行摩擦 然后在子弹壁上留下独特的纹路 通常可以拿这个摩擦的痕迹进行比对 两个纹路一样的子弹一定出自同一颗枪堂 这东西就像是人类的指纹一样 独一无二 在数据库里 只有出现过的子弹都会进行唐线记录 扫描什么时候得到这个子弹的 当时发生了什么 这把枪属于谁 等等 白人男子在想一个问题 这个会不会是某个已知的危险人物 也许可以通过唐线痕迹 窥见一二 可是他想了想 自己印象中好像没有谁能够强到这个地步 现在没有办法再得出更多信息了 只能期待化验对比出的结果 这个神秘的狙击手忽然出现后 然后又忽然消失 查找了无数个监控都没法再发现那个人的踪迹 这件事情就像是一根刺一样 扎在了国家安全局的喉咙里 对比结果很快出来了 手下的人犹豫着汇报 射把枪是我们自己人的 只不过他已经死了 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线索断了 这个狙击手就这样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野里 关于这个神秘狙击手的线索彻底断绝了 就好像对方真的消失在了夜空中一样 这个情况让国家安全局非常的不安 因为对方的种种迹象表明了一个事实 对方不仅具备一身杀人技巧 并且并不介意杀人 还有那把狙击枪不见了 不过在这方面确实是国家安全局想错了 人和非常介意自己杀人的事情 今晚的事情就如同是一场梦 当他转身走进冰冷的黑夜时 那种不真实的感觉慢慢的增加了 自己杀了二十多个人 远程居杀那二十多个人 其实并不如近身杀掉三个人赶出来的身 当一条鲜活的生命在人和手中消失的时候 他那心中那点悲悯情绪始终萦绕不去 但是他不后悔也并不恐惧 所有后悔都是多余的 杀都杀了还能怎么样 在结束战斗后的第一时间 人和用了自己最快的速度 拆卸狙击 放入那位狙击手的专用箱子里 人和竟然还在箱子里看到了额外的十枚子弹 加上这些 他手里只剩下十七枚子弹 十七条人命 他必须带走这把狙击枪 还有自己的手枪 现在不管会发生会不会查到之类的事情 有枪在身 才能确保自己面对抓捕的时候 还有反抗的能力 为了活下去 他也不能把这把狙击枪放在这里 人和提着箱子 避开监控摄像 向着刘二宝他们所在的社交赶去 他刚刚已经收到刘二宝短信了 已经接到了杨夕 这让他心里稍稍地松了口气 只要杨夕没事就好 自己做的这些 也不过是希望杨夕有个能安全撤退的路线 换了只有他自己 身在美国的话 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不过 现在的问题在于 怎么和杨恩联系 恐怕杨恩都自己没想到 他会这么快出事了 只有联系上杨恩 才能尽快让对方 给自己 杨夕 安排退路 现在的情况来看 刘二宝并没有暴露 所以 任何决定 让他们明天早上飞机直接离开 远离这个漩涡 事实上 他明天坐飞机离开也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杨夕怎么办 他能把杨夕一个人留在美国吗 不能 这是一个很坚定的答案 不能 不是什么患难见争情之类的想法 而是任何坚定的认为 杨夕就是他今生的生命中 命运馈赠的最宝贵的礼物 不能丢失 不行 现在还不是去找刘二宝和杨夕的时候 他必须先联系上杨恩 让对方给自己和杨夕 安排好撤退路线再说 谁知道明天会不会有更大规模的抓捕行动 或许这个抓捕行动 今晚就要开始了 他不能再等下去了 只要能早一天回到中国 就不会有任何事情 任何忽然改变方向 向杨恩他们的方向追去 然而 凭直觉追了一样近一个小时 都没有看到这群人的任何踪迹 是的 如果能让自己那么轻易地追上的话 对方早就被美国国家安全局抓住了 那怎么办 电话肯定是不能打的 任何皱眉重新折粉方向 向刘二宝那里去了 杨夕看见任何的第一眼 就豁然站起来 拉住他上下打量 想要看看他身上有没有受伤之类的 不过还好 任何身上一滴血迹都没有 整个人精神状态也不错 就是情绪低落些 你没事吧 杨夕担心地问道 没事 任何笑了笑 你爸也没事 放心吧 他们已经撤离了 不过咱们现在没法走 你留在这里 明天我要回到朱利亚音乐学院 等你爸爸联系我 这就是任何想到的办法 既然自己联系不上杨恩 那就等着杨恩来联系自己好了 他非常能够确定的是 自己的身份并没有暴露 所以他在美国的身份 依旧是小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学生 而不是那位神秘的狙击手 人和非常清楚 如果杨恩他们这次获取的情报 真的和棱镜计划有关的话 那么一切电子通讯设备 都已经不安全了 杨夕的电话一定会被监听 并且跟踪 所以他们早就让杨夕扔掉手机 一切他们之间的通讯 都由刘二宝的手机来隐晖联系 所以他必须回到朱莉亚音乐学院 而且还得让杨恩知道 他已经回到了朱莉亚音乐学院 仁和相信杨恩不会做事 不管自己的女儿困在美国的 刘二宝当时就愣住了 你 你要回去 这在他们看来 简直是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今晚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仁和竟然还要孤身一人 回到朱莉亚音乐学院里 回到公众的事业里 这胆子是有多大呀 可是 仁和已经别无选择 他不是电影的主角 他没法带着杨夕 沙穿边境前往墨西哥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正当杨夕准备说什么的时候 仁和已经不容置疑地说 不用劝我了 我已经决定的事情 你们是没法改变的 相信我 我没有暴露 而且我必须去等待你爸爸联系我 这样才有最安全的偷渡车退路线 这也是他为自己考虑的事情 把杨夕丢在这里 这辈子也就白白重生了一次 自己后半生都在后悔里度过吧 那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当晚上 只剩杨夕和仁和两个人相处的时候 你 你又杀人了吗 杨夕看了一眼 仁和手里的手提箱 犹豫地问道 仁和没有说谎 而是坦然承认 杀了 还不少 他眉间凝结的抑郁 也是今晚杀了太多人的后遗症 影响不大 但仁和本身就不是什么 见惯生死 心狠手辣的人 肯定还是会有影响的 他现在担心的是 如果他杀人太多 杨夕会不会对他产生什么不好的看法 然而 是他多虑了 杨恩以前就给杨夕说过 仁和非常不简单 甚至 这方面的考虑 想让杨夕远离仁和 当今晚 仁和徒手砸碎 杀手紧骨的时候 杨夕那一瞬间就明白了 仁和到底有多不简单 他不是傻子 他是在战区待过的人 所以很清楚 仁和能够那么干净利落的杀人 意味着什么 可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单纯的小姑娘 杨夕早就明白一个道理 这还是杨恩告诉他的 当敌人开始不择手段的时候 你的仁慈 其实是一种懦弱 所以他不介意仁和杀了多少人 他介意的是 仁和自己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你睡吧 我看着你睡 杨夕给他铺好了背路 然后把仁和推到里面 自己就躺在他旁边 用自己柔软的小手 轻轻地抚摸着仁和的脸颊 哄他入睡 仁和原本心中的悲鸣与暴气 交替的情绪 竟然在这轻柔的抚摸中 渐渐淡去了 不知不觉 便进入了梦乡 杨夕看着眼前 已经进入睡眠的少年 不知道心里在想着什么 眼神温柔 这一刻 他又回想起晚上仁和 义无反顾回归战场的背影 宛如一座泰山 坚实可靠 众有万君 第二天一早 杨夕醒来的时候 身边的位置已经空了 他明白 那个人已经孤身一人回到了 朱利亚音乐学院 仁和站在朱利亚音乐学院门口 望着眼前漂亮的玻璃房子 这个朱利亚音乐学院 本身就像一个艺术品 矗立在纽约的市中心 想想自己当初为了杨夕而来的时候 在网上 先是给人家写谱子 然后又过来现场演奏 可谓是费尽周折了 但想一想 这段时光其实是非常美好的 没什么顾虑 每天与学生为伍 受人尊敬 就连人和自己都没想过 自己会如此的受人爱戴 那些学生看自己的眼神里 不像是歧视的粉丝 没有特别狂热 有的更多的是对艺术 知识水平的向往 多么美好啊 人际关系就是这么单纯 甚至有时候人和都喜欢这种感觉 但是这一切都要结束了 此时此刻人和站在这里 虽然暂时是安全的 身份人就不为人知 但谁知道危机会在什么时候 从天而降呢 谁也不知道 孤生一人回到这里 危险不危险 一定很危险 因为他将自己重新放在名处 而对手 却永远在暗处观察着一切 这里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 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都会区之一 纽约都会区的核心 一个世纪以来 纽约在商业和金融方面 发挥着巨大的全球影响力 纽约是一座世界级的城市 直接影响着全球的经济 金融 媒体 政治教育 娱乐 与时尚界 其中 联合国总部也位于该市 因此 纽约也被公认为世界之都 纽约的市中心 车水马龙 川流不息 然而 这诺大的纽约里 仁和也只是孤身一人而已 他要顺利地 让天驱或者杨恩知道他们没事 而且重新与他取得联系 从而顺利地获得对方安排的撤退路径 仁和深深地吸了口气 走进了朱利亚音乐学院里 一路上 他所遇见的每一位学生 都会亲切地叫他一声小教授 在这个地方 没有谁的声望 能比仁和更高了 约瑟夫也不信 他今天不是来教课的 而是要与音乐会的承办生 约在约瑟夫那里见面 怎么能够让自己在北美这个地方 有快速传播的渠道呢 让杨恩他们重新注意到他 当然是要搞点事情出来 而且这些事情越大越好 到了约瑟夫办公室 对方已经全部到齐了 说实话 现在音乐会承办商们 最感兴趣的就是小教授之名了 这个年轻人 在古典音乐爱好者中 拥有非凡的影响力的小教授 不仅钢琴水平是大师级 就连创作的曲子 现在也被列为经典中的经典了 这样一个人开一场音乐会 会是个什么效果 而且他们非常期待的是 这个关头小教授是否能带来新作品 如果能的话 那么这次的音乐会就一定稳了 当然 有获得就要有付出 他们已经做好在分成问题上退步了 但具体还要看看 该怎么谈 人和作家个校党 呃 办音乐会是绝对可以的 不过还是那句话 现场不得带入一切摄像设备 以前你们可能在这方面管理不是很严格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其实对我来说 就这一个要求 做不到的话就算了 音乐城万商们 原本以为人和要的是钱 结果没想到 对方最看重的是这件事情 这让他们有些意外 而约瑟夫在旁边有些纳闷 这位小教授 经的一年一分钱薪水都没要 自己也没什么来钱途径 但是就是好像对钱根本不在乎的样子 只有音乐本身才最重要 嗯 颇有一代宗师的风度啊 是金钱名利如粪土一般 在场的大家呀 都豁然起敬一样 但对于人和来说 这些小钱 压根就没让他放在眼里 音乐和油画 对现在的他来说 已经完全是兴趣爱好了 有这两个爱好 也是非常不错的 其他人哪里会知道 坐在他们面前的 就是中国国内最年轻的亿万富豪呢 而且市值还在向百亿 慢慢的逼近 承办商们赶紧承诺的 这个啊 小教授您放心 既然您提出来了 我们就一定会加强这方面管控 不会在这里出什么差错的 仁和点点头说的 嗯 为了配合你们宣传 我可以做出新的音乐 这点你们可以放心 音乐会的时间 就定在下周五晚上吧 我会在这周 把曲子发出去 给这次的音乐会造势 承办商们听了 当然是狂喜 没想到 自己最梦寐以求的事情 竟然就这么达成了 完全不费功夫啊 现在大家对于小教授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不就是想让他继续创作下去吗 之前的卡农 克罗蒂亚狂想曲 至爱里斯 悲怅第三章 现在可都是最最炙手可热的 古典音乐中的经典 只不过 音乐会放在下周五 会不会时间太紧了一些 这倒是对他们的宣传工作 有了一定困难 毕竟 卖票是需要周期的 而且不说这个 反正音乐会的人数 也不像演唱会那么多 只要在发烧友之间 宣传到位 把门票卖出去了 也不是什么难事 可问题在于 不到一周的时间 就能做出来一首经典的曲子吗 承办商们 眼觉有些难以置信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写谱子可不是一朝一夕 能够完成的事情 大师们有时候 一首曲子写上两三个月 都很正常 仁和好像知道 他在想什么一样 笑的 啊 你不用担心太多 一周的时间足够了 他看着仁和笃定的表情 也就不再问什么 也许 人家胸有成竹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无发黑猫 第210集 仁和把剩下 如何还能顺带宣传 朱利亚音乐学院的事情 交给约瑟夫去谈了 而他要考虑的是 怎么样让这场音乐会 更加具备知名度一些 这个问题的着手点 还是要在新歌曲的创作上面 当最新的歌曲 在网络上传播的时候 影响力在短短两三天之内 就能快速发酵了 仁和站在自己办公室里 向外面望着忙碌 走过的人群 思考着 自己这次要选择 什么样的歌曲 而外面形形色色的行人中 说不定 就藏着天大的杀鸡 不管是办音乐会 还是写新曲子 仁和要做的 不过是让自己在杨恩那边 曝光的更充分一些 让他们知道 仁和就在这里 过来找他 选择什么样的歌曲呢 仁和站在透明的落地窗前 有些出神了 现在自己生命都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还得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思考周密的计划 这是仁和从来不曾遭遇过的情况 前世今生 仁和的生活都很平稳 他以前就非常明白 自己之前之所以能够安逸的生活 完全是因为 有人在为他看不见的地方 在战斗着 等一下 在中国边境以外的战斗 从来没有停止过 每个中国人 不是生活在和平的年代里 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里 但当这一切来临的时候 仁和还是有些猝不及防了 莫名其妙的 自己已经卷入这场漩涡中了 那么他现在要做的 就不是惶恐 而是面对 命运到来的时候 人们无从选择 但仁和能做的就是 在那个如雪的夜晚 在那个高丽的天台 拿起那把主宰一切的狙击枪 为了自己活下去 仁和不介意 杀出一条血路 仁和的兴许慢慢平复着 思考着接下来的事情 以及许许多多 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这个时候 他也想趁着风暴来临前 做个任务 获得完美级奖励 以确保自己 在面对生死杀鸡的时候 有更多的保命手段 他现在手里 只剩下一个完美级奖励了 不够 歌曲选好了 土耳其进行曲 这首钢琴曲 也是仁和非常喜欢的 一般最喜欢两个版本 一是钢琴王子理查德演奏的 一个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 很多人都以为 这是莫扎特写的音乐小作品 其实不是 它是A大调奏鸣曲里的第三章 后来改编成了 现在的土耳其进行曲 这首歌曲很有意思 最大的隐藏属性 就是雅苏共赏 外行爱听 初学者愿意学习 大师也愿意演奏 所以 土耳其进行曲 在前世的影响力一直很大 而且音乐平台上的点播数量 一直都排名在前十 这样一首歌曲 绝对适合在这个时候 让这场音乐会影响力发酵 仁和尘思着 如果对方想要和自己接洽 那么观众众多的音乐会现场 就是最好的机会 甚至可以说 从音乐会散场的那一刻开始 仁和尘就要提高警惕 随时准备动起来了 他翻身 从办公室向着清风走去 喊了两个学生 帮自己录制新歌曲 两个学生脸上闪过一丝惊讶 小教授竟然又有新作品了 而且还要直接录出来发布 能够亲身经历这种事情 简直太激动了 要知道 外界对于小教授的演奏水平 还没有什么太多感觉 毕竟大师也是很多的 但是 作曲能力 却如同神迹一般 迄今为止 所作的四首歌曲 每一首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两个人跟着小教授 往清风走去的时候 就偷偷摸摸地给同学发短信 这种事情 当然要通知好友 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结果这一通知不要紧 就在仁和刚刚坐在钢琴前面的时候 已经有一大堆 朱利亚音乐学院的学生 呼呼啦啦地往清风涌来 全部都是来听小教授新作品的 这就是仁和在朱利亚音乐学院的影响力 那些音乐就像是具备魔力一样 可以讲 这些本身就热爱音乐的学生 聚集在一起 别管学什么的 音乐本身是没有界限的 有时候 流行音乐看不起摇滚乐 摇滚的嫌流行音乐不够牛逼 甚至电音方面 还有无数人觉得飞的技术不够过关 事实上 不管任何音乐 都应该回到音乐本身 仁和笑了笑 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结果 整个琴房里立马听不到半点声音 就好像 大家的呼吸 也都屏住了一般 下一刻 仁和的手指 就在琴键上跳动起来 土耳其进行曲 是一首欢快的曲子 欢快到 好像能够感染到听者的心情 而这首曲子的魔力 在仁和的时间 绽放得更加是淋漓尽致 所有学生 仿佛忽然放下心中的抑郁 慢慢地开心起来 阳光从透明的落地撑 投射进来 刚好就照射在 仁和和钢琴上 所有学生 就看着这位 朱利亚音乐学院 最富神奇的小教授 欢快地弹奏着 宛如时光正好 青春正怒放 仁和本来心情 也有些抑郁 但是 这一首曲子弹下来之后 自己竟然 也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当他演奏结束的时候 整个琴房 呜呜呜呜呜的学生 就开始疯狂地鼓掌 之前有人说 小教授能够创作出来 四首经典钢琴曲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以后还能不能 有作品都难说 结果 第五首经典曲子 就这样诞生了 他们都是学音乐的 所以非常清楚 这首曲子 绝对足够经典 那优美的旋律 在听到之前 简直是难以想象 此时 掌声经久不息 整个朱利亚音乐学院 都能听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当掌声落下的时候 有个学生忽然问道 小教授 您是不是要办个人钢琴 独奏音乐会了 人和笑道 是的 记得帮我多宣传啊 这个钢琴曲 放在网上的时候 一定要在标题上 注明 下周五 就是我的音乐会时间 我可是 有票房分成的 好的 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在他们眼里 小教授总是有点 不识人间烟火的 就像是 一代艺术宗师一样 结果人和反转起来 说到票房分成的事情 他们还觉得 挺有意思的 当这首曲子 被放到网上之后 土耳其进行曲 还有小教授自身的影响力 都在快速发酵着 这段视频迅速的火了 并且因为小教授的原因 更是上了报纸 朱利亚音乐学院小教授 再创经典曲目 人和就在一边 冷眼旁观着 他那是为了什么票房分成 只是要更方便 杨恩他们知道 自己的计划而已 他相信 杨恩在安全之后 一定会关注 自己这边的事情 毕竟 他一定也想知道 自己的宝贝闺女 是否安全 人和甚至觉得 对方应该能够猜出 那天晚上天台上的人 就是自己 毕竟 自己在过往的经历中 已经展现了不少惊人之处 不过没关系 风雨将至 人和现在能够做的 只是耐心的等待 那一线生机 且土耳其进行曲 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天罚系统 在人和弹奏出 土耳其进行曲之后 便发布了任务 任务 一小时内 步行一万步 限期一天 未完成 惩罚宿主 一个月内无法开枪 惩罚很要命 这种时候 如果不能开枪 自己的生命安全 一点保证都没有 但事实上 人和对于此时 天罚系统任务 是感谢的 因为 对方给的这个任务 实在太好完成了 就像对方明知道 人和有危险 所以 干脆送他一个奖励好了 谢谢 你还是 挺有人情味的嘛 人和叹息着笑了下 但 他没有得到 天罚系统的任何回应 虽然这个天罚系统 平时总是搞事情 但真到了关键时候 每次还都挺靠谱的 此时 人和手里掌握着 两个完美级奖励 心里 也算是踏实了一些 这一周的时间以来 人和都保持着 身居简出的生活 白天待在 朱利亚音乐学院 晚上 回家休息 哪都没去 他还学着电影里的情景 在门缝处 洒下了一点点薄薄的灰尘 回家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看 有没有人进过他房间 人和也不知道 这个方法有没有用 但是 聊胜于无吧 然而 某天晚上 他也敏锐地听到了 隔壁屋子有动静 是 轻轻地关门开门的声响 会是谁呢 杨恩 还是 美国国家情报局呢 人和没法确定 也不敢这个时候去露面 与其在这个时候 强行冒险 还不如 等着杨恩他们周五来找自己 而且 对方不是杨恩的可能性 会更大一些 人和觉得 杨恩现在没理由 会忽然造访杨夕的公园 这次的事情 又给人和提了个醒 对方 仍旧没有放弃 而人和现在 则应该更加小心 避免 自己也被对方 列入怀疑名单 要知道 自己的身份 其实是经不起 专业人士推敲的 如果自己在对方视野之外 还好说 一旦自己进入对方视野 暴露是迟早的事情 他此时此刻 如同走在一个细细的钢丝之上 身下便是无尽的深云 时间到了周五 下午下课之后 人和便从容不迫地 拎着一个普通的箱子 向音乐会演奏厅走去 那里距离朱利亚音乐学院 并不是很远 走路就能抵达 人和看着周围的人群 忽然感觉好生羡慕 卖热狗的大叔 热情洋溢的笑容 一对情侣 依偎着 从他身边走过 他不是羡慕这些人幸福 而是羡慕 他们此时还能掌握 自己生活的主动权 不用像自己一般 身不由己地 走向明天 人和也想过 自己一个人大可以安全地回到国内 毕竟他的身份根本没有暴露 但是杨夕呢 他要为杨夕拼出一条生路 前世经生理 这个快餐的时代 太容易告别了 性格不合 可以成为理由 对方家境不好 可以成为理由 对方给不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也可以成为理由 都没有错 然而对于人和来说 所谓他今生 想要弥补给自己的爱情 并不是简简单单地 甜蜜自己 而是 真的可以为这场爱情里 奋不顾身一次 不考虑得失 不计较回报 仅仅就是这个 他想要那么做 仁和来到演奏大厅的时候 观众还没有开始检票进场 他随着工作人员的引领 来到更衣室 换上杨夕为他买的西装和皮鞋 把衣服拿出来的时候 内心忽然一片柔软 那个女孩 平时自己都舍不得买贵一些的东西 却总是帮着自己 买上各种各样的昂贵物件 而箱子西装的下面 正是狙击枪的组件 今晚不同以往 仁和在路上 看每个人 都好像是杨恩他们派来 跟自己接头的 但事实总证明 是他太过敏感罢了 他担心 过了今晚 依旧没人来与他接洽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也就说明 杨恩也没有余力 能够送他们出去了 能够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很多 比如 潜伏人员已经被抓捕 没有继续安排 其他人员撤离的能力 那到时候 自己应该怎么办呢 杨夕又该怎么办呢 直到即将演出开始的时候 依旧没有他要等待的人出现 神和深深地吸了口气 将箱子锁好 然后缓缓走到舞台上面 当仁和走上舞台的时候 他自己都愣了一下 能够容纳两千人的音乐厅里 已经坐无虚席了 每个人都在用期待的 善意的眼神看着他 坐无虚席 这种情况在平常是很少见的 就连承办商们也大喜过望 要知道 平时办一场音乐会的门票 也不过是28美元左右 而仁和的则是98美元 却意外的比以往更加受欢迎 这简直就是一棵摇钱树啊 承办商们已经考虑 仁和下一场演出的日期 是什么时候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位从容淡定的小教授 很可能不知道 什么时候就要开始 自己的逃亡生涯 北美办音乐会的事情 大概是最后一次了 仁和看着台下 每一位观众的表情 轻轻地笑了出来 这就是支持自己的人 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被那么多人推崇喜爱的感觉 真的很不错 当他弯下腰的时候 全场的掌声如雷鸣般响起 许多人这还是第一次 亲眼见到小教授的真实面目 大家都知道 他的年纪非常小 可是见到了才明白 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那个舞台上的少年 在灯光下 好像是独一无二的星成 也正是这个时候 才有人终于明白 为什么朱利亚音乐学院的 学生和老师 总是在赞美 这个如诗一般的小教授呢 不知道当他们得知 这位小教授一周之前 还用一杆狙击枪 如死神一般收割了 二十多条生命的时候 会有什么感想 这种反差 恐怕会让人很难相信 那个死神 与眼前文静的小教授 有任何关联 可这种反差也是一种美 一种极端暴力 极端矛盾的美 仍合作在钢琴前 他第一首弹奏的是 至爱里斯 轻柔的音乐 弯转动听 第二首弹的是卡农 轻快鸣息 第三首是 克罗地亚狂想曲 倔强而又充满希望 第四首是 图尔奇静行曲 热情而又跳脱 当图尔奇静行曲 这首新曲子响起时 所有观众都秉激宁气 不过 也有人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偏偏把悲怆 放到了最后呢 仍合自己也在想着 当第四首歌曲选择的时候 他不知道为什么 就想在结尾的时候 弹奏悲怆第三章 而不是图尔奇静行曲 当他杀人之后 这一个星期里 心里总是 莫名其妙地 响起悲怆的旋律 那一次次在情剑上 中击 仿佛就是他在 那个如血的夜色里 抠下扳机一般 那是血液都在燃烧的感觉 那是 雷鸣散去的声音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舞发黑猫 第211集 当杨恩看到新闻上说 小教授在网上 重新发布新歌 并且还要开音乐会的时候 当时都震惊地面面相续 零号倒吸一口冷气 难道 那天晚上的人不是他吗 不然 他怎么能那么淡定地 还剧创作新的曲子 而且还要开音乐会 在他们想来 一个少年当天晚上 用一把狙击枪 狙杀了那么多人 本能反应 也应该是躲起来 等风头过去才对 结果人和不日 反倒是 大摇大摆地出来 而且弄得 人静皆知的样子 还有 半音乐会 又是什么了 会不会是 他可能真的不是 那个狙医手啊 毕竟我们都没见过 在17岁 就能把狙击 玩成那样的 而且 他过往的经历中 他并没有什么 真正的战斗经历啊 猴子感叹道 就算有 但是 大家想想 当初我们第一次 杀人的时候 是个什么反应 我是整整两天 没有睡着觉 这应该算是很好了吧 我吐了两天 我是近距离 你开枪爆头 那时候 给我恶心的不行啊 老王唏嘘道 所以 现在想想 那个狙击手 真的是他们 我觉得 这也太不符合常理了 他才多打呀 猴子继续分析道 林浩当初 是最先肯定 人和就是那名 狙击手的人 可是现在 仔细想想 狙击手的训练时间 可是要远超 其他一般兵种的 而人和连训练的机会 都没有 他怎么可能 是那个狙击手呢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觉得 那个少年本身 就是在创造奇迹 而他 则是在天驱里 和对方 打交道最多的人 所以他下意识 就觉得 对方很有可能 就是那个狙击手 可是 现在听大家 那么一分析 好像 确实不大可能是人和 而且如果是 自己杀了那么多人的话 绝对不会有心情 去开什么音乐会 那么 那个狙击手 到底是谁呢 还有 人和在这种时候 办音乐会 是要干什么呢 杨恩一直沉默着 此时 忽然开口说道 会不会 是他联系不上我们 所以就用这种方式 告诉我们 他已经回去了 咦 这倒是可能啊 老王恍然 不然 没道理 这个时候 还开一场音乐会啊 这是不是 想让我们去找他 毕竟 现在老杨的闺女 已经没法 从郑城去到 回国了 所以他必须 想办法 和我们联系上 才行啊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是非常大的 林浩严肃说道 不管他是不是 那个狙击手 说实话 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 就是先把杨夕 给送回国 不能让一个小姑娘 跟我们冒险 这也不是大老爷们 应该干的事情 正说着呢 林浩转头问猴子 什么时候 有回去的机会 周五晚上 纽约总领馆的人 会来接老杨 他就安全了 其实那天晚上 就有机会 我们晚上十一点的时候 准时跟着运输车出去 那个时候 会有咱们的人 之前贿赂好的 安检人员放行 在亚利桑那州 边陲矫正的 道格拉斯通过 周济八号公路 偷渡墨西哥 然后 那边会有咱们的人接引 只要出了美国 过境就很安全了 事实上 这条路本身也挺安全的 咱们也应该走了 再不走 咱们也有危险 等等 也是周五 音乐会也是周五吗 林浩愣了一下说道 嗯 那就当天晚上 建议人和阳西一起离开 这是最合适的安排吧 猴子 你去音乐会上 把他和阳西带回来 也不知道 他把阳西藏到哪去了 行 就这么先决定了 周五晚上行动 林浩确定的 这次他是总指挥 已经牺牲了一名战友 不能再有人牺牲了 这次 阳恩获取情报很顺利 如果人和在场的话 就会知道 他们截获的这则情报 真的和棱静计划有关 而详细程度 其实还不如人和知道的多 毕竟 前世里是一个安全顾问 亲自爆料 而现在 也不过是简单的情报而已 当阳恩安全了之后 林浩等人就应该离开了 期间出的唯一意外 就是那天晚上的 大规模抓捕行动 如果没有那个狙击手的话 大家有可能 就得都交代了 那个狙击手到底是谁呢 老王笑道 老杨啊 我们走了之后 你要自己保重啊 没事 不要出领事馆了 阳恩成声道 感谢大家 通力合作 还是拜托各位 一定要安全地 把人和和我女儿带回国去 说起来 真是有点对不住 我自己女儿 如果不是因为我这么当子事 他还能像普通人一样 继续学习 老王笑道 不是我说 既然进了这一行 就不要顾虑太多事情了 你不是也没想到 会出这啥吗 不是 你前一任大使在的时候 屁事都没有 有了也是纽约总领馆 出面解决 结果到你这里 就变成你的事 何该你倒霉 嘴上说着倒霉 但是 大家心里都很坦然 早就看开了 现在 就等周五晚上音乐会开始的时候 他们直接在音乐会上 乘乱把人和带走 如果不是有个音乐会 大家还真不敢靠近那个公寓 还有朱利亚音乐学院 猴子远远地看过一眼 有些便衣 眼神一眼就能看出来 唉 终于要离开美国了 大家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正因为这两天 梦里悲怂的生意 所以仍和决定 把悲怂第三章 留到最后 当情声响起的时候 仍和仿佛又回到了 那个血色夜晚 枪声在响 生命在消逝 所以现场不少观众都感觉 这悲怂 好像与他们之前在网上听过的 又有不同了 这情声如疾风咒语般落下 所有人都好像置身于 某一个战场一般 血腥而又浓烈 躲藏在观众里面的猴子 一边心疼自己进来 还得掏98美元 一边感受着 这音乐里的某种力量 忽然有某个瞬间 猴子也觉得 对方就是夜晚 那个狙击手 这种感觉太强烈了 可是 看着对方穿着西装 坐在舞台上 弹奏着钢琴 这种反差来得太过猛烈 让猴子总感觉 这个世界有着某种不真实感 但是 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猴子四处观察着 周围观众的神态 以确定 是否有国家安全局的便衣在这里 而他还要在音乐会结束的时候 带着人和撤离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今晚十一点 就是大家离开着的时间 一旦计划确定下来了 谁都不能再等 哪怕是猴子自己没有暗示回去 也只能继续潜伏在美国 重新寻找安全离开的机会 当人和情声结束的时候 他站起来面向观众鞠躬 此时的人和 也看到了观众席中后排的猴子 他怎么可能认不出猴子来呢 在看到猴子的时候 人和心里 算是有一块石头放到地上 对方既然来了 就说明自己判断的没错 对方有把握让他撤离 不然对方根本没有必要来 神科不知道 他们是否已经猜到 自己就是那个狙击手 不过不重要 重要的 就是杨夕能够安全撤离 如果换了只有他自己 他早就走了 根本不用等到现在 台下掌声经久不息 这位年轻的小教授 在最后一曲的时候 实在给了大家太多震撼 那首不一样的悲怆 实在是画面感太强了 这让不少人都由衷地感慨 小教授的钢琴曲 果然是要现场听才行 在录制视频里的音质 影响太多了 完全没法听出精髓来 如果小教授 下次再办音乐会 他们一定还会再来的 这场音乐会空前成功 其他哪怕大师级的演奏家 能有一半的上座率 就是很好的事情了 然而这时候 座无虚席 古典音乐领域 也终于出了一个 偶像级的人物 猴子在这个时候 慢慢地向后台靠去 他要在那里等着人和 此时已经是九点多了 他们从这里出发 还要去接阳西 这一来一回 时间就在路上耽误了 如果不能赶在十一点之前 到指定地方会合 其他人不会等自己的 因为自己也不会等其他人 当事情超出预料之后 就意味着 变数增多 是不是被捕了 被捕之后 有没有反水 不能把自己的生命 寄托在别人的人性之上 这是天条原则 所以即便大家都知道 彼此的信仰坚固无比 但难保不会出现意外 人和谢幕后 静止往后台走去了 他知道猴子肯定已经等在那里 生死攸关的事情 绝对不能出现意外 果不其然 刚到后台就见到猴子 此时猴子穿着长T恤 就像一个大学生 完全看不出 有一点天驱精锐的样子 他开门见山 有没有办法撤离美国 这才是他最最关心的问题 甚至可以说 杨恩现在的安危 都不是特别在乎了 他此时在乎的 唯有杨夕一人而已 有 今晚十一点准时出发 你还要杨夕和我们天驱一起 杨恩已经没危险了 猴子解释道 行 等我两分钟 仁和说吧 回到更衣室 迅速换成变装 提起他锁着的箱子 跟着猴子朝外面走去 猴子诧异地看了仁和一眼 没想到 对方在这种情况下 还注重把变装换了回来 这个时候穿西装出去 一定很乍眼 换是肯定的 只不过猴子还没想到 这种事情竟然让仁和先想到了 他想到了 林浩给他说的 这个少年在危机之中 总是一场冷静 猴子 现在算是见识到了 而且他有些纳闷 仁和提的箱子是什么 狙击箱吗 猴子心里 隐隐猜测着 不过心里也觉得有些好笑 没想到 自己听了对方几首钢琴曲之后 也开始怀疑 对方是那位神秘的狙击手了 要知道 他可是最先提出质疑的 是他自己先说 仁和应该不是那个狙击手的呀 不过 猴子也没多问 两个人快速地朝着外面走去 猴子的车 停在旁边的地下停车场里 他们打算先去接阳西 然后再会合 现在算算时间 应该是充裕的 而且已经算上 可能会发生堵车的时间了 然而这时候 仁和忽人身体紧绷了一下 离他最近的猴子忽人敏悦地发觉到了 诧异地问他 怎么了 别回头 你来得适合 有没有人跟着你 仁和一边走 一边皱眉的 猴子惊诧了 没有啊 我还专门兜了圈子 没有从朱利亚音乐学院那边过来 如果有人跟着我的话 老杨应该早就被抓起来了吧 仁和平静地说道 刚才有两个人 在店里喝咖啡 结果 现在已经跟在我们后面了 他们本来是在不同的桌上的 结果 现在却相距很近 身态也差不多 我们暴露了 可能是你的长相 已经被对方发现了 猴子内心真的愣了一下 他们刚才的确路过了一家咖啡店 可是 从玻璃橱窗看进去的时候 根本看不清里面有多少人 实在是人太多了 什么样的人都有啊 结果旁边的少年就丑了那么一眼 就能确定 跟在他们身后的两人 刚才在那家咖啡店里 而且分熟两张桌子吗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因为之前商场里 他和老王莫名暴露的事情 林浩和他提过一嘴 这个少年记忆力超群 他还不太相信 能怎么个超群法 猴子更加相信 上次只是个巧合罢了 而不是因为 自己多次出现在对方余光里 就被对方记住了 但是现在看来 林浩才是对的 对方的记忆 确实超群到可怕 人和问道 离停车场还有多远 一百五十米左右 又乖进入地下停车场 猴子跟他一边走一边说道 两个人平静地向前走着 可是猴子很清楚 以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尿性 身后这两个人 一定已经呼叫队友了 说不定 正在向着这里包抄 他们只有两个人 恐怕很难突围了 猴子纠结了一会儿说道 等会儿 我拐进地下停车场 你就继续往前走 假装不认识我 市郊炙肉品厂外面 十一点会准时停口一辆运输车 上去就能一路穿过边境线 他这是打算为人和吸引火力 猴子从来没想过 自己会有这么无私的一天 说实话 谁不自私呢 但是猴子内心惨淡地笑了笑 老一辈的教科书里 战士不就是要为人民牺牲了吗 耳濡目染呗 不可能的 我们两个都已经暴露了 仁和平静地说道 说不定对方对我 还要更感兴趣一点 猴子愣住了 为什么对你更感兴趣了 你们每个人的相貌 应该都暴露了 但是当天晚上 只有一个人还没暴露 仁和平静地分析道 这个时候我和你走在一起 而且从来没在他们视线里出现过 你们觉得他们会认为我是谁 猴子心里翻起了滔天巨浪 你真的就是那个狙击手 仁和此时的话已经足够明白了 对方清楚当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且也很清楚 那个血色夜晚的狙击手 一定会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局更加感兴趣的人物 如果不是当天晚上身处其中的人 怎么可能知道这一切呢 那唯一一个身份不明的 不就只剩下那个狙击手了吗 猴子内心翻腾着 自己一直都在质疑这件事情 实在是也太不可能了 但是事实给了他最好的答案 而且猴子有点想不明白 这个少年的心理素质真的如此强大吗 在狙杀了那么多人之后 还能写出来一首歌 并且还能如此泰然自若地 开了一场演唱会 这得是多么强大的内心才能办到的事情 在这之前 大家觉得可以否定对方就是那个狙击手的理由 此时看来 这巨大的反差是如此的可怕 这个少年真的只有17岁吗 当两个人拐进停车场之后 便开始一路狂奔 直到拐进一个视野死角之后 人和平静地蹲下身子 打开箱子熟练地主装狙击枪时 猴子就眼睁睁 地见证着这一幕 当狙击枪出现的那一幕 事实已经证明了一切 一支硕大的狙击枪 就在短短的时间里完成组装 猴子自问是自己 也不会比对方更加熟练了 可是 对方是在哪摸的枪啊 车厅哪了 人和测试问道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无疤黑猫 第二百一十二集 这个时候 仍和仔细思索着 刚才发生的一切 安全局很有可能 只是在街上偶然看到猴子样貌 所以才会发现 有人跟踪的事情 那是不是说明 对方还不知道猴子 车牌号之类的东西 那么 也许他们是可以 蒙混过关的 毕竟 地下停车场会有四个口 从另外一个口出去 或许 真的能够有一些生机 虽然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可能 但是 仍和愿意一试 但是 当下最该做的事情 就是先解决掉 后面两个尾巴 不能让他们看见 自己和猴子 上了什么样的车 不然对方在对讲机里 随便说一下 自己和猴子 就真的很难逃走了 仍和此时 已经听见了 轻微的脚步声 向着这边靠拢了 对方步伐 小心谨慎 所以仍和有理由判断 对方的枪 已经拿在手上了 就在猴子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仍和已经电光火石地掏出一只手枪 从转角闪了出去 后面的两个人看到仍和持伤出现的时候 没有丝毫惊慌 举枪表射击 可是 仍和的速度实在比他们快太多了 猴子已经发现了 对方在瞄准的时候 压根不用动脑子一板 完全是本能地举枪抠下扳机 两枪爆头 清脆的枪声 回荡在整个地下停车场里 是如此的突兀 结果就是 对方还没有将枪口抬起的时候 仍和就已经一气呵成地 完成了一系列动作 猴子脑子里想着 如果仍和的对手是自己的话 恐怕 自己也跟地上两具尸体一样 死透了吧 猴子倒吸一口冷气 这个少年杀人时 是如此的干净利落 动若雷霆 开车 从另一个入口出去 仍和平静地说道 地下停车场 是两个入口 两个出口 对方的人就算包抄过来了 也可能是堵在出口 那就干脆从入口出去 猴子带着仍和快步上了车 其间多次欲言又止 仍和也没有心情和他闲聊什么 他必须全身贯注地 注意着周围的情况 他又杀人了 但是 这都不算什么 仍和的心里 一片冰冷 活下去 活下去 自己必须活下去 在两声枪响之后 也许 对方会放弃 抓活口的想法 如果真的到了 被包围的情况下 仍和和猴子 也只能浴血奋战了 电影里飙车突围的情况 在现实里很难复制 首先就是路况问题 如果堵车的话 你能一路撞过去吗 猴子开着黑色的越野车 朝着入口冲去 见到恒兰时 根本没有任何停歇的意思 直接撞了出去后 向着西风 一路平稳开走了 并没有特别快 就像是一辆普通的行车 猴子呈声说的 虽然这会让对方 花费点时间 还要去调查监控 才能确认我们的车型 但是 这也很可能 把这些人全部给带过去 要知道 我们的速度没有那么快 对方会反应过来的 下个街道 骑车 我们打车去接阳西 仍和一边平静地说的 一边调整后视镜的角度 方便他随时观看 后面跟着车辆 此时不知道为什么 猴子下意识地 就想征求仍和的意见 并且觉得对方说的就是对的 平时老王在他面前说话 都没带那么好使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仍和的瞳孔 固然收缩了起来 你的车已经暴露了 后面一辆黑色越野 已经跟了我们两个路口了 会不会是小河 闯红灯 仍和坚定地说道 猴子眼瞅着 刚刚变成红灯的路口 咬咬牙 一脚游门闯了过去 然而 后面黑色的越野车 竟然也跟着闯了过来 此时已经确定无疑 车辆已经暴露了 对方很聪明 这辆车说不定早就守在入口了 但是没有张扬 很可能是觉得 只抓猴子一个人是不够的 还想找到其他人的藏身之地 如果没有及时发现的话 说不定真要害了其他人 仍和缓缓闭上眼睛 这已经是一个死局了 如果这时候汽车的话 两个人的跑步速度 怎么可能有车子快呢 只要后面的车子 一定能够跟上的话 自己和猴子两个人 必死无疑 甚至可以说 哪怕甩下一两个接口 意义都不大 仍和果断在座位上 朝着后面玻璃上开枪 结果让仍和有些意外的是 自己的子弹 竟然没能射穿对方的玻璃 防弹的 不行 不能两个人一起被留在这里 旁边这个猴子 就是杨夕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如果两个人都被留下了 杨夕怎么办 他想要找天罚系统 换取一个小时的时空回溯 然而 没有得到天罚系统的任何回应 这个奖励 真的只有一次 不会再重复了 但 现在的情况必须有所改变 不然两个人都要死 也许 某种方法是可行的 可是 天驱值得信任吗 仍和忽人拿枪 顶着猴子的太阳穴 我现在说的每一个字 都请你听好 杨夕现在 就在公园大道 173号 对方现在一定更加在意我 等会儿我跳车 给你吸引对方注意 你才下个街口 趁对方注意力 在我身上的时候 穿过巷子去其他街道 换乘出租车 任何将枪口狠狠地 顶在猴子脑袋上 猴子能感到 那枪口的冰冷 以及枪口后面的暴力情绪 任何继续冷声说的 说实话 我不是太信任你们 我还是更相信我自己 我不是白白给你吸引注意力的 我觉得我有可能死不了 并且 如果我活下来得知你们没有带走杨夕 那么你们天区的所有人 都要开始小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猴子一边开车 一边感受着身边少年的暴力气息 好像自己这个时候 稍微说错一句话 对方就真的有可能开枪一样 实在是 之前狙击箱的印象太过深刻 还有刚才干脆利落 连杀两人的凶悍气焰 就连猴子这样的人 都有点心生畏惧 放心 我们一定会带走杨夕的 如果他错过了时间 我就留在美国保护他 猴子没有生气 其实 他也很清楚能合作出这个决定 很可能是当下这个时间典礼 唯一的办法了 猴子自问 是没有那个能力 拖住美国国家安全局的 这个时候 猴子不得不承认 这个少年的确比自己更强 自己一个拿着国家工资的作战人员 竟然还有一个普通少年 给自己打掩护 是因为 对方想给自己的爱人 拼个出路 猴子心里 其实是不好受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人和不再说话 他收回枪 平静地等待着 直到现在 他也没有完全信任猴子他们 不过 给他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就是现在 人和忽然在车辆高速行驶的过程中 拉开车门跳了出去 背后还背着那把狙击枪 既然身份已经暴露了 那么 可以隐藏的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猴子惊诧之间 原本还想说 如果需要跳车给他说一下 捡个素什么的 结果人和完全没有考虑他这变因素 说跳就跳了 后面的车辆看到人和背着狙击跳下车来 当时就是一惊 以为人和跳车 要从其他地方逃逸 人和敢跳 他们却不敢 正如人和所料 对方确实对于人和本身更加感兴趣一些 那个狙击手的身份让他们头疼很久了 这样的人在美国待着 许多人都会睡不着觉的 安全居的车在这个时候 一个急停 副驾驶座位上的人准备下车 在人和翻滚的过程中抓捕人和 结果人和仅仅是在地上翻滚了两圈 便支起身子 担膝跪地抬起手来 副驾驶上下去的作战人员 精彩地看着人和冷漠的面孔 还有黑洞洞的枪口 子弹穿过门与车的缝隙 打在作战人员的胸前 这些人穿着黑色的西装 里面压根就没有风带衣 一朵血色的花朵 在他们胸前渲染开来 以枪毙命 这车子是防弹的 仍和那对方是一点办法没有 但是自己跳下车了 对方总不能还待在车上 就是这诱导对方驾车的一瞬间 也就是他开枪的最好机会 落地泄力这种事情 对仍和来说早就驾轻救赎了 所以别人不敢那么跳车 神何确敢 此时安全局车上的人 已经惊骇莫名了 早就知道这个狙击手枪法 神乎奇迹 可他们觉得那只是狙击而已 而刚才那翻滚泄力后 瞬间起身开枪 并且抓住了最好时机 射杀自己队友那一幕 实在是太过一气呵成了 而他们能够感受到 那个少年眼神中的冰冷浓重的杀机 那一瞬间 其他人甚至有些不敢下车 好像下车脱离了这个防弹车体 就会一定面临死亡一般 仍和没有恋战 起身便跑 他也没空再关心别人 要关心的是自己 整个安全局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他身上 一个人靠着两条腿跑路 又能跑多久呢 自己又不是无敌的 在车上作战人员犹豫的一瞬间 仍和转身 向着身后另一条巷子跑去 刚才那一枪也绝不是多余 而是要足够震慑这些人 为自己争取更多时间 而这个时候 猴子一定没跑远 自己拖的时间越久 对方也就更加安全 仍和不是要为猴子争取时间 而是要为阳西争取 他在楼宇间快速狂奔着 不停穿过一些车辆 难以穿越的地区 这两天 他一直在疯狂地 从卫星地图上 了解纽约大大小小的街道 就是生怕忽然出现这样的情况 别人或许记不住 纽约这庞大的城市交通体系 但是仍和可以 仍和仍仿佛再次回到了 那个如雪的夜晚 一切血液中的疯狂因子 全都被燃烧起来 仿佛棋局再次开始 这纽约就是诺大的棋盘 可这棋盘上没有帅 没有车 没有炮 只有仍和这么一个小卒子 在亡命天涯 而他身后 则是凶神恶煞的追兵 他只有一个人 没有人 能够再帮他了 这个时候 国家安全局 分布在纽约的人员 恐怕都在从 朱利亚音乐学院附近 向着这边赶来 仍和跑的 是与朱利亚音乐学院 相反的路线 不然就成自逃罗网了 此时 正值晚上十点 不少纽约市民都看到 一个背着狙击枪的少年 在街道之间玩命地奔跑着 而后方国家安全局的人 一直在追踪他的足迹 然而他们却惊讶地 发现一件事情 追不上 他们那么多人开着车 竟然追不上对方 后方的指挥官 皱眉地在对讲机里说道 雷祖 开车越过去 从前面堵住他的去路 两辆黑色汽车 瞬间从队伍中 穿插而出 影轻轰鸣着 如同两头巨兽 要责人而食 沉合很清楚 这么跑下去 绝对不是办法 他之前赌的 就是自己的命 看看能否在对方 所有人都追上来之前 杀出一条生路 他的狂奔不是没有目的的 风向一直在向 越来越接近海边 纽约本身 就是美国最大的海港之一 人和觉得自己豁出命 钻进海里 以自己的体力和游泳能力 绝对能游出去 甚至可以找到合适的机会 攀附上游轮 不管这游轮是去哪里 先离开美国 总归是好事 再退一步 就算游轮也没有 人和已经做好打算 顿顿吃生鱼 然后依靠自己的盛宴技能 一路游回中国 别管多困难 总会有一线生机 然而 就在他快抵达海边的时候 穿行在小巷子的人和忽然听到 巨大的引擎轰鸣声 穿越了自己的路线向前驶去 不会有别人了 必然是美国国家安全局 要在前面拦住他的去了 如果让对方封锁了道路 自己一个人 怎么可能在平地上 突破十多个人的火力封锁呢 刹那间 人和心里忽然闪过一丝迷茫 生机已然断绝 想要出海的想法已经破灭了 自己 真的要孤身一人 现在这个繁华的梦想之都了吗 棋盘上那个小小的族子 已经身陷重围了 天罗帝王已经不想 似乎插翅难逃 然而 仁和眼神慢慢坚定 并且暴力起来 他反手摸着背后冰冷的狙击枪 鱼死网破 也不是不行 在今晚到来之前 仁和已经做了足够多的充足准备 只是这狙击枪的子弹 他一直弄不来 这种大口径子弹 在这个时候 不管在黑市上买 还是贿赂射击俱乐部购买 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因为仁和不知道 会不会在哪个环节出现问题 比如有人报警 比如黑市上 哪个人就是国家安全局的线人 仁和不敢冒这个心 所以他的狙击枪只有17发子弹 这就是今晚鱼死网破的最后底牌 四周能听见无数引擎轰鸣的声音 整个世界嘈杂起来 仁和内心的世界却无比平静 即是没有用的 仁和已经决定要鱼死网破了 说起来挺有意思的 沈和笑了 没想到自己重活仪式 竟然没能够好好活到晚年 以前 他还想过等老的时候 每天就和杨夕 坐在他的四合院 那棵核桃树下面乘凉呢 那个时候 方叔王审可能已经不在了吧 那么自己就轻手做卷饼给杨夕吃 结果 自己可能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前方一公里就是大海 已经很近了 杨夕此时距离他的位置 可能也就是几公里 两个人身在同一个城市 看着同一片星空 却要迟迟天涯了 仁和忽然想起来 Tiger的一首诗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生和死的距离 而是我站在你面前 你不知道我爱你 现在想想 老太真那么扯淡呢 这世上最远的距离 明明就是生死 偏偏到了这个时候 自己还想那么多呢 过了今晚 这个世界上 不再有诗一样的小教授 不再有骑士 不再有清和派系的 幕后大老板 来的时候挺匆忙的 那就 有钻研的走办 人和眼中燃烧着火焰 向身边最高的楼 狂奔而去 那里 就是他的狙击点 是他 最后的战场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舞吧黑猫 第二百一十三集 此时 从旁边忽然冲出来 两名手持手枪的黑西装 对方看到人和抬手就射 美国国家安全局 本来打算活捉人和的 然而 他们现在已然明白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方那神奇的反应速度 还有神乎奇迹的枪法 简直是在威胁所有人的生命 这是最凶悍的暴徒 然而 就当这两名身穿黑西装的战斗人员 手还没抬起来的时候 人和的枪声就已经响了 事实已经证明过无数次了 人不可能比子弹快 但是人可以比手快 而人和就是那最快的一个 当生死不再成为顾虑后 国家安全局或许会发现 此时的这位狙击手 要比以往都更加可怕 两枪爆头 人和根本没有丝毫停顿地 向着高楼跑去 当他来到高楼前面 直接开始手脚并用地向上攀爬 他清楚地记得 刚才死的那两个作战人员 在看到他的时候 眼中一闪而过的惊讶 似乎的惊讶 竟然会在这里看到人和 他们都以为人和会继续向前跑的 却没想到人和竟然会在这里 选择狙击点 这个时候 选择狙击点不是找死吗 高楼虽高 也不过是一座孤岛罢了 上得去下不来 当生死危机来临的时候 人和的动作更快了 他迅速来到平台顶上 连喘狗气的功夫都没有 便抬起来 开始狙击 这时候 远处街道长负责 设立观察哨的人 才忽然有人惊呼道 Shit 高楼上有人 此时 所有抓捕人员心中 闪过一丝阴霾 他们都知道 自己在抓捕的是什么人 他们可都清楚 在那天晚上 发生了什么 快找掩护 有人怒吼着 在场的可不知 所有车辆都是防弹车 一台防弹车就要上百万 就是安全局 也不可能把所有经费 花在这上面 而且对风12.7口径的 狙击穿甲弹 说实话 想要穿透防弹玻璃 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防弹玻璃 可不是什么子弹 都能防的 然而就在下一刻 这原本就嘈杂的夜空中 忽然响起一声 雷霆般的声响 那是狙击枪的声音 那个人 开枪了 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是在抓捕前开会的时候 大家对于这位狙击手的了解 也许是在今天这个抓捕过程中 对方展现出的杀人能力 让他们在狙击枪声响起时 瞬间 有种绝望的感觉 然后 当他们发现死的不是自己的时候 还会有种庆幸 就在这时 就在大家前方道路上 急驰的一辆黑色越野车 轰然爆炸 对方竟然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 一枪打爆了 越野车的油箱 人和在天台上 平静地笑了 自己的子弹有限 那一个个的汽车油箱 都像是为自己 量身定做的炸弹 这群坐在铁壳里的对手 恐怕都没想到 自己会拿油箱开刀吧 那巨大的爆炸声 和车上燃烧的火焰 把天空都给染红了 又一辆车子 化作一段火团燃烧起来 又是第三辆 仍和用它强大的身体素质 平举狙击 这是任何一个狙击手 都难以想象的 平举没问题 但准头就下降太多了 而且自身也没办法 承受那么多次后座力 神和内心一片平静 不再有迷茫 不再有暴起 不再去想生死 也不再去想未来 也许 自己没有什么未来了 这一声声连续不断的枪响 宛如一束束雷霆 在夜空中爆炸 那就 与雷鸣一起散落吧 街道上 只要任何目光所及的越野车 都在爆炸中成了一团团火焰 像是生命在夜空中呼喊 也像是任何的一场狂欢 美国国家安全局 恐怕都没想过 自己这样一个国家机器 竟然会被一个人 给逼到这个份上 对讲机里 有指挥官疯狂的怒吼声 下车 防围内车高楼 任何的瞄准镜里 看到那些车里 一个个都做的规避动作 从车上跳下来的人 也不管那些高速行驶中 已经无人驾驶的车辆 会撞向哪里 竟然弃车了 任何撇撇嘴 自己竟然用一己之力 逼得这些人 连车都不敢坐 应该会轻视垂鸣吧 军事档案的解密时间 一般都是五十年 前世2017年 好像就是 肯尼迪总统遇害事件的 解密时间了 结果 任何还没等到呢 就穿越来了这里 那么 五十年之后 人们知道 今晚发生的一切 会不会 为它震惊呢 任何手里的子弹 并没有多少了 当对方数十人 化整为零的 向他包围过来的时候 他就笑了想 内心毫无波澜的 急促的 将剩下的狙击子弹 打完了 每一发子弹 都是一条人命 依旧毫无例外 然而今晚 再也不能放走 这个狙击手了 如果这都让对方逃脱 恐怕 国家安全局的局长 都得引咎辞职 今晚的事情太大了 八辆车忽然爆炸 此时 就如同火炬板 摊在路边 指挥官皱着眉头 因为他知道 这件事情太大了 恐怕过不了多久 那群新闻媒体 就会像蝗虫般蜂拥而至 这恐怕是国家安全局 在美国境内 遇见过的 最凶悍的暴徒之一了 不过 指挥官忽然眼睛一亮 枪声停了 没子弹了 放弃了 不管是哪种可能 都是个好消息 狙击枪就是 对方手里的杀人戾气 如果对方真的没了子弹 那就意味着 自己这边的伤亡 一定会减少很多 仁和看着国家安全局的 作战人员 四面八方地朝这里包围过来 这就是国家安全局 为他布下的天罗地网 然而也就是此时 神和脑中 忽然闪过一些光亮 如果这些人 都已经弃车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 自己其实还有一线希望 毕竟 当初自己因为跑不过汽车呀 所以才选择了殊死一搏 鱼死网破 而专门打邮箱 其实只为了增加杀伤力 却没想到 导致对方所有人汽车 过来包围自己 之前来不及想太多 此时仁和看着楼下几乎上百人 蜂拥地向着这栋高楼跑来 最快的都已经进入高楼内部了 眼瞅着仁和是插翅难逃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但现在想想 自己其实未必冲不出去呀 但是冲出去之后呢 就在这个时候 天边传来直升机螺旋桨 与空气摩擦的巨大声响 一束白色的光线 正从直升机上打下去 很快就会从远处 到达仁和所在的楼顶 有直升机在天上 自己就算能冲出去 又会怎么样呢 仁和这时候 平静地在脑海里问道 两个完美奖励 换一个逃出生天的风法 怎么样 而就在这个时候 庞大的信息忽然灌输进仁和脑海里 天罚系统压根就没和仁和 做任何商量的 便给了他这些信息 随之消失的 则是他身上仅剩的 两个完美级奖励 仁和愣了足足两秒钟 因为天罚系统给的灌输的信息 也正是整个纽约市排水系统图 也就是下水道 纽约市下水管道 总长10600公里 壮观的地下砖结构隧道 完善的排水设施 是美国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相比的 由于其宽阔敞量 前世纽约下水道是007系列 叠中叠系列的常客 而且原本污秽的下水道 曾经因为意味 导致联合国会议一度终止 纽约甚至花了大价钱 改造了16家污水处理厂 以及下水道内的通风结构 这是一座巨大的地下迷宫 美国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与之相比 全美国也只有纽约 才有这样的排水系统 如果没有路线图的话 工人在里面走久了都会迷路 但此时 这个路线图就在人和脑中 城河忽然有些想笑 自己空有大师级的格斗技巧和枪械水平 却没有与之匹配的战斗思维 如果有的话 自己早就想到下水道了吧 更何况前世电影中的明星下水道 他忽然有种绝处逢生的感觉 仿佛这无尽的黑暗天空中 边际忽然升起了光明 那光明就像是一团烈火 在人和内心里燃烧着 外面正在向他冲来的人 还有天上那个直升机 恐怕都觉得棋盘上这个小竹子 已经进退不得了 然而仁和的底牌还没有翻完 仁和仿佛已经看到了他们的宁小 还有那些翻腾的鲜血 他已经杀了太多人了 美国国家安全局恨不得现在就能将他枪毙 但是谁也没想到 这颗小棋子又会突然跳出棋盘 当仁和身后的天台门被撞开的时候 远处的指挥官拿着望远镜 正观望着天台上的一切 然而他的位置太低了 还看不见天台上发生了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人影忽然从天台上一跃而出 宛如一只巨大的飞鸟 这栋高楼高十层 是这片区域中最高的楼层了 但并不是说周围就没有其他建筑了 就在他两边 各有一栋七层楼 相距也不过是八米多的样子 如果按照常人想象中 哪怕是专业人员 也不敢跨越这样的高度和距离 所以大家都没想过 仁和会跳楼逃离 但是仁和敢 而且他已经飞身一跃跳出了天台 就像他穿越而来 第一次跳教学楼一样 心中先是忐忑 而后宁静 可惜 这里不再有阳西了 就在所有人都冲进仁和所在的高楼时 仁和却以如此惊人的壮举 飞越了旁边相距足足八米的高楼 八米而已 又不是没有跳过 唯一需要注意的 只是落地泄力而已 这高度 就连仁和自己 恐怕都有些受不了了 但这就是唯一的升级 指挥官拿着望远镜 嘴巴张大 他万万没想到 仁和会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 横跨八米多距离 飞身一跃 这已经是接近人类极限了吧 这是什么样的身体素质 他眼睁睁地看着仁和落到旁边的楼上 指挥官在对讲迈克里疯狂怒吼 空中A组 告诉我情况 指挥官现在只能指望直升机的视野 能够继续追踪对方的踪迹了 不过 他心中有个期望 如果对方这一跳把腿摔断 自己说不定还可以生情对方 然而 对讲机里的声音传来 使他希望破灭了 报告 目标人物 从该楼天台跑下去了 还能跑 这一跳之后竟然屁事没有 空中 紧紧盯着他 指挥官向直升机下达命令后 便亲自前往目的地赶去 而天空中的情况一直不断反馈过来 报告 目标已下楼 目标已下楼 目标朝东南方向跑去 目标即将拐进福特路 目标已拐进福特路 我们即将抵达福特路上空 目标 目标不见了 报告 这颗棋盘上的小竹子 真的跳出去了 杨夕带在屋子里 静静地坐在沙发上 电视是开着的 一直都停留在新闻品档 他也知道了 仁和要在今晚开一场音乐会 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 恐怕就是今晚了 杨夕顶着新闻频道就想试试看 能否从新闻上看到什么 不过 他也很清楚 这不过是一个奢望 新闻怎么会随便报道 国家安全局的事 远处的爆炸声响 根本传不到他这里 所以杨夕仍旧是对外面 一无所知 他们的爱情 似乎总要比别人磨难更多一些 也更加轰轰烈烈一些 杨夕心里总是想 好事多磨 一定是好事多磨 但是 杨夕现在有些不确定了 这磨难 竟然是要用上仁和性命 作为赌注了 这七天以来 仁和都没有和他联系过 但是 杨夕始终在关注着 他的动向 当初仁和就是因为 想让杨恩重新联系上他们 才毅然决然地 回到了朱利亚音乐学院 所以当仁和发布新作品的时候 杨夕的心就悬了起来 对方竟是要在这个时候 还去开一场音乐会 杨夕自己都难以想象 对方内心深藏着多大压力 这不是他该承受着 别人十七岁的时候 还在校园里 无忧无力地上学呢 自己的爱人 却要面对生死了 这种感觉 忽然有些心酸 此时想起 仁和当天晚上 反身回战场的人和 那背影 是如此的深沉 与厚重 这个时候 外面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杨夕神经一下紧绷起来 悄悄地走到门口 透过猫眼看对面 正好看到猴子焦急的神情 他悬着的心 终于放下了一半 就在京都玉席当天晚上 杨夕就见过猴子 猴子负责保护他和苏如青 既然猴子来了 也就说明仁和已经成功地 和杨夕他们取得联系 杨夕小声地把门拉开 猴子闪声进门后 看到房间只有杨夕一人 急速说道 烧烧的东西 现在就跟我走 出境的车 十一点准时出发 我们只有四十五分钟了 杨夕没接话查 而是皱着眉头 问道 仁和呢 对方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仁和 猴子愣了一下 不是 你先跟我走 他随后就到 仁和交给他的任务就是带走杨夕 虽然仁和说自己很有可能不会死 但是猴子经验丰富 他很清楚一件事情 那就是一个死局 已经没有人能够活着出来了 在离开的时候 猴子还从后视镜里 看到仁和下车开枪的一瞬间 他坐着出租车 朝着反方向离去时 还能看到十多辆 呼啸着擦肩而过的车 那里将变成一片死地 猴子心里已经明白 仁和很有可能 已经出不来了 哪怕是天驱所有人都在 也出不了那个局 毕竟 这里可不是中国的朱城 所以猴子一点都不想回答杨夕这个问题 因为 他心中有愧疚 如果是他掩护人和 他有没有那个能力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舞八黑猫 第二百一十四集 但是自己作为一个 拿着国家工资的战斗人员 竟然还需要一个 十七岁的高中生掩护 猴子觉得 这将是自己一辈子的心结 他甚至 不敢去回想 那个少年的笑脸了 也有点 不敢再面对杨夕了 之前自己被拿枪顶着脑袋 想想都不算什么了 猴子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 要带着杨夕离开 完成对方的遗愿 杨夕却本能地觉得不对劲 猴子哥 你告诉我 审核怎么了 他没事 只不过 说自己还有事情而已 猴子 故作轻松地说道 放心吧 等你到了国内 他就去和你会合了 你说实话 杨夕冷着脸 他心里 仿佛拢上了一层乌云 把他整个心房都给包住了 那种酸死的心情就凝聚在那儿 随时都会爆发出来 杨夕觉得自己可能快要发疯了 他真的很想相信猴子说的话 如果这个时候 人和忽然出现在门外 可有多好 可是猴子现在的表情 太心虚了 此时此刻 种种迹象 好像都在给杨夕传递着不好的消息 也就在此时 电视新闻频道里 忽然传来异常高亢的男记者的声音 哦 各位观众 大家晚上好 现在临时插播一则新闻 就在十分钟前 这里发生了一场 本年度最严重的枪战 大家看到我身后还在燃烧的车辆归属于美国国家安全局 一般子弹是打不爆油箱的 狙击穿甲燃烧弹才可以 并且听着枪声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这场枪战里 有狙击枪的参与 现在我们无从得知 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执行什么任务 也不知道 现在是个什么样的进展 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美国国家安全局 正在面临本年度 在美国出现的最可怕的暴徒 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个 我想说的是 国家安全局 为什么要在纽约市 执行这样的任务 进而对我们的公民 造成了安全威胁 据我所知 刚刚汽车爆炸事件中 就有七名普通公民受伤了 这大概就是 美国媒体的尿性了 在不知道作战详情的时候 他们总是会 先把矛头指向美国政府 然而 事实总是证明 指的没错 现在对方被困在 一座高楼上 我们的摄像机都能看见 对方竟然只有一个人 虽然拍不起 面不画面 但是 一个人都能把我们的 国家安全局 逼到这个地步 我们 有任何安全可言吗 现在 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 要过来拉几间线 本台会随时 跟踪后续报道的 猴子听到 对方被困在 一座高楼上的时候 心里就是一阵紧抽 他已经能够想象 任何的结局了 除非这时候 忽然爆发全民战争 有一整支 建制的部队 过去营救 不然的话 结局已定 然而 他忽然看着 杨夕脸上的泪水 一瞬间 顺着那张 憔悴的脸 向下流淌 猴子这是第一次 见到有人 如此平静 而有悲怆的表情 那张脸上 没有任何表情 有的 只是晶莹的泪水 杨夕只感觉 在听到新闻的煞难 内心中的酸涩情绪 再也无法控制 那个凝聚的点 像是忽然被引爆了似的 向外汹涌地爆发开来 心脏 像被人撕裂开来一样痛楚 无法抑制 那一刻 杨夕觉得 自己生命中的一束光 好像消失了 那漫天的星辰光芒 都开始动摇 然后 向下坠落 那一刻 他的内心世界 几乎被这星辰坠落的崩塌 你叫什么名字 杨夕还能记起 当初那个少年 在那个虽然破旧 却阳光明媚的教务 出办公室 对他说的第一句话 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人生焦点 他还记得 刚刚随着杨恩走进校门 便看见对方 从教学楼天台上 飞身一跃的一幕 是那么的惊心动魄 相信我 想起这三个字的杨夕 还能想到 对方那同 星辉般灿烂的笑脸 是那么的自信 自信到 让人不由自主地折服 骗子 杨夕泪水 如决堤的河流般 根本没法阻断 那心中的悲怆 就像一场夏天的暴雨倾盆 就好像 天都要塌下来了 狙击枪 国家安全局 杨夕在看到新闻的一瞬间 便知道 新闻里所说的人是谁啊 就是他呀 也只有他 才有 那样万夫莫敌的勇气吧 犹如神明 可是杨夕想到 人和此时一个人 陷在那么多人的包围之中 就觉得 自己的心脏像要碎掉了一样 只有他孤身一人在那里 那种孤独 杨夕能够感同身受 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话 自己这个时候 应该站在那里 陪着他 走完这生命里的最后一程 然后一起去死 是他对吗 杨夕平静地问道 站在一旁的猴子 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只能硬着头皮说的 说实话吧 其实我以前 根本就不愿意相信爱情 大家总说爱情 就要付出自己的一切 奋不顾身去爱一次 但是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呀 哪有那么无私的人呢 所以一直在想 爱情就好像钻石伤人们 婚庆伤人们的一场骗局 但现在我相信了 她是用自己的生命 换来了你的一线生机 你应该珍惜的 杨夕忽然叹了口气 她都走了 我还有什么可珍惜的 那一声叹息 好像要给自己的一生 画上句号 这一辈子也有到此为止 哪怕活下去 也只是肉体罢了 那最灿烂的星辰 都已经消失在天空上 此身已经无可留恋了 杨夕现在恨不得赶紧自杀 说不定两个人的灵魂 还能在这繁华的城市上 空相遇 在杨夕心里 那个少年没有人可以与他比拟 甚至客观上来说 他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佼佼者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猴子觉得有点不妙 杨夕这是要殉情的节奏啊 他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 可是他不能让杨夕死在这里 因为他答应过任何 他不是什么君子 没有什么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的 猴子只是想让自己后半生 不用活在自责里 那个少年用自己的生命 换去了自己和杨夕的生命 那自己就必须得完完整整的 把杨夕给带回去 猴子悄悄地走到杨夕身边 却听见杨夕护人说的 你以为我去寻死吗 不用打晕我了 我自己跟你走就好了 猴子愣住了 他护人看着眼前那个女孩 女孩脸上的表情是那样倔强 这个女孩好像和其他女孩 有点不一样 但是具体哪里不一样 猴子觉得自己的文化水平 是描述不出来的 不死就好 不死就好 这些杨夕回身去屋里 别的什么都没拿 只是轻轻把人和送他那串 钻石吊坠戴在脖子上 然后跟着猴子出门了 当他们抵达肉连场的时候 老王他们在那里等着 猴子看着他们一个个的愁眉苦脸 蹲在地上抽烟就知道 这些人应该也是从新闻里知道 发生了什么 不过 大家当着杨夕的面 都不会多说什么 他们很清楚 此时此刻 心里最不好受的是谁了 杨夕上车前 深深凝视着纽约的天空 轻声说道 不用担心家里的叔叔阿姨 我会替你好好活下去的 等到他们去世了 我就来陪你 老王在旁边小声问道 我们这里 有加密的卫星电话 老杨在纽约总领事馆里 也有加密的卫星电话 你要不要和他报声平安呢 不用了 杨夕平静地摇头 以往他都是个乖女儿 也不曾责怪过自己父母 因为他的父母 也为他付出了很多 可是 他现在 有点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杨恩和苏如卿了 那个人已经走了 也许 会魂归故里吧 对方可能会在天空中飘荡着 跨越大阳 回到中国 说起来 整件事情都是因为杨恩而起 杨夕不是要把所有责任 都推给自己爸爸 他只是 现在不太想面对 一切导致人和死亡的 人或事而已 等星星平复之后吧 又或许 永远也平复不了了 小小的运输车 一路向南驶去 他们将从八号洲际公司 穿越边境线 抵达墨西哥 然后从墨西哥 飞回中国 一切都将结束了 几天之后 人妈在办公室里 忽然听到秘书敲门说道 卢总 有个女孩找您 还是个明星 那个 叫杨夕的明星 人妈有些诧异 杨夕我知道啊 不过 他来干嘛 我也不知道 您要不要见见 他现在就在大厦门口呢 秘书问道 嗯 那就让他来办公室吧 人妈平静地说道 在人妈想来 这个叫做杨夕的女孩 还是自己儿子的同学来着 是不是要来洛河集团 谈什么合作呢 可是和洛河集团合作 也不应该直接找他呀 杨夕这个女孩 人妈也听说过 人漂亮 据说出了名之后 也一直很低调 从不接商业 这么淡薄名利的明星 还真的很少见了 据说背景不凡 然而就在下一刻 杨夕敲门后 推门而入的一撤 人妈愣住了 对方的神态之憔悴 根本就不像一个明星 人妈刚想 寒暄一想 却见 眼前的女孩 忽然开口 您好 我是任何的女朋友 她走了 以后我就是您女儿 您就把我 当做任何来看待就行了 说话间 杨夕被勾起了无数回忆 泪水再次流了下来 人妈心里 闪过了一丝 不祥的预感 而此时 人和还一拳一拐地 走在复杂的纽约排水管道里 大声地抱怨 我 真他妈臭啊 不是 说好的下水道整改呢 说好的宽敞明亮呢 我尼玛 臭气熏天道难以忍受 这就是整改了 那没整改之人啥样啊 难怪联合国会议都被迫终止呢 这七天以来 人和都躲藏在这个巨大的地下迷宫里 当初飞越两栋楼的时候 他左腿还是受伤了 毕竟那两栋楼的高度落差就已经够高了 哪怕是人和也没法避免的受伤 应该是有些骨裂了 所以 前几天逃离战斗区以后 基本都在养伤 不过好在是 他的身体素质 让他的回复能力都要比别人快一些 别人是伤惊动骨一百天 而人和此时已经没有太大影响了 只是走路时 还会有些疼痛罢了 要是换做一般人 跳下来的时候可能就死了 侥幸不死 钻进下水道也跑不了多久 美国国家安全局也不是傻子 人和的忽然消失 用脑子想想 大概就明白 他是钻进下水道了 绝对不会觉得 人和还会什么隐形术 所以这两天 人和都遭遇了好几只 下来搜查的作战小组了 各个排水系统 可能通往外界的出口 都有士兵把守 所以人和想直接从下水道逃脱的想法 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然而 这个下水道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人和在这个下水道里 极度沾光 当这个下水道的路线图 都在他脑子里的时候 这里就是他的主场 嗯 一个有味道的主场 所以 哪里稍微有点动静 他就跑没影了 也甭看他腿上有伤 国家安全局的战斗小组 该追不上 照样追不上 安全局的人都无语了 这货在下水道里 跑得个兔子一样 这几天 他们每天都得下来搜查 就那么几百号人手 哪里能查彻底啊 如果动用大量警力军力 外面的媒体 还不得上天了 当天 国家安全局对外宣称 已经杀死暴徒了 不然 国家安全局公信里 恐怕要玩犊子 拿着纳税人的钱 那么多人抓一个暴徒 还没抓着 那说出去都是耻辱啊 政治 永远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不是说 他们知道 那个狙击手的下水道里 他们就能派出 足够的人手来搜捕了 原本安全局以为 几百号人了 应该够了 结果不仅没抓住人家 还捡员了两个 都是在下水道里 地毯式搜索的时候 一个照面 就被人和击杀 每个作战小组的成员 都非常明白 他们现在正在面对着 自己入伍以来 见过的最难对付的战争机器 本来对方手里还没枪 结果 现在分别送具手枪 半自动步枪各两把 还有闪光弹 手雷恩美 这泥马 搞不好执行个破任务 还要死在下水道里 不过 人和觉得自己老待在这里 也不是办法 虽然这里的空气 不至于像国内某些下水道一样 充满了氮气 随便扔个鞭炮 都能把井盖炸飞 但是 问题这味道 真心不好闻呢 人和每天晚上 都会偷偷摸摸地 在偏僻的地方 爬到马路上 偷点东西回来吃 结果闻着这个味道 真是有点吃不下了 后来 干脆大摇大摆地 坐在外面吃 吃完了再回去 因为是城市的偏僻处 所以 这一次两次的 没被路面监控拍到 但总有拍到的时候 国家安全局检索监控摄像头的时候 就惊讶地发现 他们正在追捕的目标 就坐在一个掀开的井口旁边 吃着东西 脸上黑悠悠的 啥都看不见 如果不是人和背上 还背着两杆自动步枪 他们还真就不知道 这就是他们要找的目标 这大晚上的 一个难民一样的选手 背着两杆步枪 在井口吃面包 这 什么感觉啊 不是 你能不能低调点 你低调一点 我们只当你已经跑掉了 就不用再查下去了 你有没有一点当逃犯的觉悟啊 当然 这只是他们心里想想罢了 这搜查呀 是必然要继续的 但是 他们也在头疼 这货如果就待在下水道里 该怎么办呢 以往大家觉得 纽约的排水系统真是好啊 不管下多么大的暴雨 都不会淹没城市 但是 他们现在 头一次如此痛恨这个下水道 你建的那么复杂 那么宽敞干啥 这要是割落成 基本上 人和跳下去 就被 熏死在里面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舞发黑猫 第215集 国家安全局 临时开会决定 在各个交通要道 要架设灾难搜索时 使用到的生命体征感之一 在某个夜晚 只要查到对方在哪处下水道 就全面封锁 然后逮捕 说实话 人和现在在下水道里 是一点都感受不到 来自安全局的压力 这里简直像是天生 为他准备的逃生通道一样 还好 杨夕出国留学的选择是纽约 说实话 在别的城市 他估计已经死透了 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人和就是这样安慰自己 他不知道 杨夕是否已经回到国内了 他也没空管别人 现在最危险的 就是他自己 他下定决心 顺着下水道去一趟公园大道 173号 那里早已人去楼空 而且门窗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这说明杨夕应该是安全离开了 杨夕一走 人和心里就很坦荡了 无牵无挂的 不用再去担心谁 这种感觉也挺好 只是 在这个异国他乡的下水道里躲藏着 还是会有些孤独 有时候 人和在城市正中心下面 听着头顶井盖外面 车水马龙的声音 都会有点想念 怀念过去的生活 人和还不知道 天驱 杨夕 杨恩他们 都以为他已经死亡了 也不知道杨夕现在已经对人妈 合盘托出 他的歧视身份 以及过往干过的事情 人和也不知道 杨夕现在已经住进他家里 就睡在他小屋里 以人家人自居 更不知道 杨夕现在不接苏如清和杨恩的一切电话 只是安心地在人和家里 干着家务活 如果知道的话 他现在最该思考的是 该如何面对未来即将暴跳如雷的人妈 想想都可怕好吗 然而就在国家安全局 高层在看到 人和大摇大摆吃面包 并且重新跳回下水道的一幕 已经被刺激的发誓 要花费巨大代价 击毙殖民暴徒的时候 人和已经悄悄地从下水道出来了 多庆了公园大道173号洗支热水澡 并且下定决心 坚决不回那个臭水道 闻那个臭味了 此时 小教授的身份 已经在美国国家安全局那里 全都暴露了 对方虽然没有声张 甚至似乎完全不知情的样子 但 人和不在这方面抱有任何侥幸性理 那群人不说 大概是因为自己干活 手脚也不干净 私下里意图绑架中国大使这种事情 如果放到外交层面上 大家脸上都挂不住 即便杨恩是乔中出去的 并且改换了身份 但问题是 他毕竟是大使 逮住了吧 你可以假装不知道 没逮住 你还是歇歇吧 其实 这就是间谍层面的较量 没人愿意 把他上升到政治高度 仍可以在回想 之前发生的一切 虽然 他和猴子并不是在音乐会上被抓住的 但他的脸都被看到了 对方也都不是傻子 直接对比入境护照 还有签证信息就好了 立马就能锁定目标嫌疑人 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对方不仅会知道仁和的小教授身份 还会知道仁和在中国的身份 毕竟 仁和当初的一切护照信息 都是真实的 他也不知道 最后会发生那么一档子事 要是早知道的话 甭说用什么假身份入境了 美国这地方 他都不带来的 差点把自己给玩死在这 不过 他也不担心 美国会有人去中国找他麻烦 只要他逃回中国 这件事情就算是告一段落了 如果他再来美国 恐怕真的需要假身份了 可是那又何必呢 仁和并不是那么喜欢这里 他也不需要来这里 寻找工作和创业机会 他就觉得 落成挺好 不能来就不来呗 多么简单的一件事 对方不仅能通过他的入境信息 查到他的小教授身份 甚至还能查到他哥伦比亚大学大学生的身份 这都是在互联网信息里的 冷静计划是什么 就是在整个网络里搭建出一个巨大的搜索引擎 输入关键字就能出现相关信息 学籍信息 工作信息 这些都不例外 也不仅是网络 还有电话通讯 以及短信之类的 只要是通过服务器基站的一切信息 他都能知道 仁和也不知道 杨恩得到的是什么情报 但是 如果是前世的2007年 冷静计划可是已经启动了 而斯诺登将在几年后 把这一切都曝光出来 他洗完热水澡 窝在沙发里 思考着这件事情 这美国人又是来迫害阳西 又是追着自己满街跑 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 仁和可不是什么大度的人 这么大的仇要是不报了 他自己都觉得委屈 简直对不起自己的下水道里 呆在那七天了 但是怎么报仇呢 他现在就连网络上联系许诺都不敢 他一个人的力量 又能闹出来多大幺蛾子呢 这里可是人家的主场 还是想想 怎么先逃出这个巨大的囚龙再说吧 这个繁华的纽约 对别人来说 意味着收入与机会 对于仁和来说 确实和囚龙没什么两样 不过 在这个城市里并没有那么紧张 电影里经常演什么美国政府通过监控 脸部识别系统就能找到自己想要找的人 这都是典型的扯淡 人和看了美国这道路上的监控级别 除非最大的交通道路交纱口 其他摄像头像素和国内也没有太大区别 都是半夜闯红灯都拍不清车牌号那种 其实 开过车的老司机大部分都很清楚 除了那种带闪光拍照的高清摄像头 其余的基本都一个鸟样 如果仁和当初不是为了给猴子吸引火力 逃亡途中经过了不少高清摄像头 他现在就算大摇大摆的出去都没什么事情 只是有一个问题 他在美国的账户必然是不能用了 身上也只有几千块钱现金 也还好 自己用的美金都在阳西那里 对方逮捕不成阳西也绝对不会再做额外的事情 惹不必要的麻烦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关键是 自己怎么依靠这几千美金逃出美国呢 顺和觉得 就自己身上的几千美金啊 都有一种下水道的臭味 人和洗完澡 换上路上偷来的干净衣服 不像是电影里演的那样 主角随手都能把枪械给弃之不用了 他不是 到了这个时候 抢来的那两把手枪和两把半自动步枪 才能给他充分的安全感 起码要在必要的时候 他依然有着杀出一条血路的机会 原本的狙击枪 早在跳楼时就扔掉了 不然 背着那把狙击枪 估计 跳楼也跳不了那么远 说心里话 那把狙击枪 才是人和最喜欢的东西 当狙击枪 端在手里的刹那间 仍和觉得自己是这世界上最安全的人 那是枪械大师技巧给他的自信心 原本他觉得 枪械的最高级别 会不会是前世里刺客联盟电影中 子弹都能拐弯的枪斗术 可实际上 现实生活并没有那么神奇 答案是 不能 枪斗术的原理 看似和香蕉球一样 实际上 足球是有弹性的 而子弹是永不变形的固态 仍和慢条丝里的 把一把半自动步枪 拆卸出来放在一个包里 而另外一把 就藏在这个小小的出租屋里 当初 刘二宝他们租下这个屋子的时候 交了三个月的费用 因为当时所有人 都以为要在三个月里 拍摄骑士的新圈传片呢 结果 遇到了现在这么一茬子事 而剩下的两把手枪 一把在人和身上 而另一把 则 在他手边 人和沉沉地睡过去 梦里又回到那个血色夜晚 梦中的悲怆声音 响彻天地 而他则怡然不动地 矗立在高楼上 冷漠地开出一枪又一枪 杀人是会有后遗症的 人和虽然自私 但他并不冷静 也许是天法系统 当时强加给他的悲悯情绪作祟 他醒来之后 竟然发现自己流泪 这还是他穿越以来第一次流眼泪 也许是这个 到达出租屋之后 终于有片刻的放松了 所以 那种悲悯的情绪 来袭的时候 让他心神都有些失守 然而 那不是太难过的感觉 只是感叹生命太过短暂 人和的胆子很大 他戴上冬帽 一大早的出门买早餐的时候 就发现 市政工程的工作人员 正在拉开路旁的井盖 有人下去 不知道干什么 人和也没多想 只要不是国家安全局的人 他就不需要紧张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些人正在安装生命体征探测仪 为的就是布下天罗地网抓捕的 人和对此毫不知情 而国家安全局也不知道 人和压根就没有打算回到下水道里去 所以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中 国家安全局的人就有些纳闷 这些设备 好像都没什么用啊 在人和不知道的地方 一份文件被秘密地送入了 美国联邦调查局 也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FBI 而负责接受文件的人 正是当初在狙击现场复盘出 人和是怎么样进行狙杀行动的 那位白人男子 西蒙 事实上 国家安全局与联邦调查局 是有很大区别的 国家安全局负责的更多是 电子情报系统 例如斯诺登这样的人 在国家安全局承包工作期间 他所负责的事情 基本都是电子信息的侦查与监听 斯诺登在曝光自己的身份之前 外界甚至没人知道他在从事什么工作 每一个进入其中的人都在进行着保密的工作 而国家安全局的下属包括了陆军安全局 海军安全局和空军安全服务部 其实时至今日 功能都被略为弱化了 所以国家安全局在追捕人和的行动中 表现出了一些乏力的症状 在影视作品中 经常出现多个情报部门的称呼 甚至让人混淆他们的功能 事实上 他们的职责是清晰的 中央情报局 CIA 负责分析情报 永不发布国内任务 没有逮捕权 国家安全局 NSA 负责电子情报信息 他名义上是一个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部门 实际上 则是一个隶属于总统 并且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情报的所谓的密码组织 因为效率低 又被戏称为 没有这个局 联邦调查局 FBI 隶属于司法部 是美国最大的反间谍机构 和最重要的联邦执法部门 他与中情局并驾齐驱 FBI的任务是 调查违反美国联邦法律的内部犯罪行为 以及调查来自于外国的情报和恐怖活动等 其中 在外国反间谍活动中 暴力犯罪和白领阶层犯罪方面 FBI 享有最高优先权 仅仅从他们的职能就可以看出来 实际上 对人和最有威胁的部门 远不是CIA和NSA 而是FBI联邦调查局 这是真正的美国本土暴力执法机构 历史上FBI本身就臭名昭著 以不择手段著称 西蒙正式签收这份文件之后 慢慢地走回了办公室 他在这份文件里看到了关于那位狙击手的详细资料 人和17岁 中国人 哥伦比亚大学美术学院学生 朱利亚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 人称诗一样的小教授 其父母在中国都是比较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小教授 西蒙就很喜欢克罗地亚狂想曲这首钢琴曲 如果不是当时任务在身 恐怕他也会去参加那场音乐会的 之前他觉得没什么可遗憾的 毕竟这一次没听成以后还会有 现在他却有种深深的遗憾 对方这场音乐会怕是要成为永远的绝唱了 西蒙并不拒绝承认自己喜欢小教授的才华 那些经典钢琴曲目能让他在一天繁忙工作后安静下来 但个人喜好永远不能代替工作 而且说心里话 西蒙对于人和的狙击手身份 远要比小教授身份更加感兴趣 白天是小教授和大学生 晚上的时候是战争机器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种矛盾在西蒙心中似乎是充满了美感 这就像是欣赏一幅非常矛盾的油画作品一样 那种强烈的冲突让他感到沉醉 钢琴 油画 狙击 格斗技巧 游戏创业 这一切揉杂到一起竟然让西蒙也有些迷茫 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西蒙甚至在脑中描绘出一个身着燕尾服 身姿偏然 平举狙击枪的形象 他自己都被逗乐了 这怎么像是电影人物呢 他现在接到的文件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将小教授的案件移交给联邦调查局的罕见 此时 美国国家安全局因为市中行车辆爆炸事件 正处于媒体曝光的漩涡之中 再后来 井盖安装探测仪还一无所获 如果引发民众视为游行的话 那么国家安全局的公信力真的要受损了 而且国家安全局现在好像有着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 由本土更加暴力的机构FBI来接手 是最适合的出路 也就是说 西蒙现在就是负责抓捕人和行动的负责人 之前他到现场看了看 不过 因为是国家安全局的事情 所以并没插手 现在 终于有了正当的名义 他拿出一张纽约地图 寻找人和可能离开的途径 先是陆地举荡 平时有人偷渡去墨西哥 那是不想管 这个时候 要想封锁路口 其实是最容易的事情 西蒙甚至有情报得知 杨夕等人 当初就是从陆地途径离开的 但是 当时国家安全局 因为围捕人和的事情 顾不上别的 FBI向来都是一个 不择手段的部门 派人去中国搞事情 当然是不行的 但如果当初是他 他就会选择 把其他人兜金抓起来 然后 让这些人 碰自己找到这位小教授 其次是空中 纽约现在 一个民用国际机场 一个纽约州空军国民警卫队 第105空运连队机场 还有一个 纽约空军国民警卫队的基地 民用机场那里 已经提高了警戒级别 安检入口 不仅仅检查护照 还会检查对方是否易容 并且与同机画像进行对比 而军用机场 就更不用说了 对方根本就上不去飞机 就算上去飞机了 也会被机长发现可疑人员 如果对方真的上了军用飞机 那么等待他的 就是飞机落地 便会被抓捕的结局 那么 现在好像只剩下海上一条路 可以走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无发黑猫 第216集 那么 现在好像只剩海上一条路 可以走了 纽约的海岸线极长 如果对方有耐心 有体力 横渡一条海岸线 以磁吸附手段 并且携带氧气瓶 很容易的 就能在邮轮下面 长生达两个小时的距离 那时候 在乘着夜色爬上游轮 游轮里游客渔目混杂 并且角落极多 想找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更何况 纽约每天出港的游轮 都多得数不清呢 西蒙 手指有节奏地敲击自己的 梨花木捉台 忽然拿起电话说道 在近期 将要出港的巨型游轮上 以工作人员的形势 安排卧底 一旦有可以的情况 立刻安排游轮返航 向海警报备 寻求他们的配合 随时打捞 任何返程中跳海人员 任何不知道外界的情况 他只是需要思考 怎么才能安全地逃出美国 这个时候 任何忽然想到一个人 这是当初自己留下的后手 而这个时候 说不定 就能够成为自己的助力 鸡老明星 一晚的保镖 是蒂夫 对方是个专业的大盗 在城市的阴暗面 一定比自己知道的更多 说实话 任何也很无奈 空有一声格斗大师 和枪械大师的技巧 却偏偏缺乏很多特工 应该有的常识 比如 什么地方能搞到枪 什么地方可以办假证 什么地方能够偷渡 哪里有黑市等等 任何对此是一无所知 有的只是脑子里 整个纽约市的地图 还有排水路线图 所以 他有必要寻求帮助 当天晚上 总共四个贼 但其实 只有一个贼 对任何能够有所帮助 其他三个 不过是纽约州立大学的 在校大学生罢了 任何拿着新买的二手手机 拨通史蒂夫的电话 一切号码都在他脑子里 其实 超强技艺 才是他最方便的技能 电话接通之后 任何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 他笑的 哼 史蒂夫先生 我有事找你帮忙 史蒂夫在电话对面 倒吸一口冷气 他这段时间来 最担心的 就是骑士 给他打电话 自己的把柄 捏在人家手里 那还不是想怎么拿捏 就怎么拿捏呢 不过 骑士能找自己帮什么忙 应该不会有 太过危险的事情吧 史蒂夫想了想 冷静地问他 什么事情 骑士还用得着我帮忙吗 哦 用得着用得着 哎 你现在人在纽约吧 来一下公园大道 我在路口等你 任何笑眯眯地说道 这个人的把柄全在自己手里 而且不知道其他身份 以及发生的事情 所以暂时还是可靠的 当然 以后可不可靠 就另说了 史蒂夫挂了电话 慎重地考虑了很久 对方知道自己 现在因为赌博的事情很穷 那肯定不是图钱 对方也不差钱 对方知道了自己的能力 能够用得着自己的 大概就是自己的大道身份了吧 难道是 想让自己偷什么东西 但总归小心一点 就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史蒂夫换上衣服就出去了 现在伊万保镖的工作也辞掉 正闲在家里呢 那个死鸡老 他是伺候不了了 谁爱伺候谁伺候吧 自从伊万吐使之后 整个人都神经兮兮的 还有点变本加厉的意思 简直是个变态 史蒂夫来到公园大道的时候 正好看见仁和弦的无聊 站在路口等他 仁和朝他招了招手 朝着自己的住宿走去 站在路口等着 也是看对方有没有带人过来 如果带了 自己说不得 就要再杀出一条血路了 这个时候 小心谨慎一些 总是没错的 两个人进了屋子 史蒂夫当时就看到 仁和放在沙发上的手枪 瞳孔收缩了一下 什么情况 怎么还和枪扯上关系了 仁和平静地坐下来 跟史蒂夫解释自己的情况 啊 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的情况 哦对了 你的把柄和证据 我都已经随着油画一起运回国了 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情的话 嗯 你的事情肯定是瞒不住的 你懂的 我懂你妹啊 不是说要介绍情况吗 怎么一上来就威胁我呀 史蒂夫整个人都不好了 但是把柄在人家手上 又没法吭声 仁和乐呵呵地继续说的 前几天啊 国家安全局全力追捕一个狙击手 并且在市中心开火交战的事情 你听说了吧 这个新闻 现在被铺天盖地的报道 对方不可能没听说 史蒂夫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自己不会跟那件事情扯上什么关系吧 自己虽然是一名大盗 但是那件事情是什么 那是他瞄的超级暴徒一个人 在市中心对抗整个纽约国家安全局的作战小组啊 简直不是一个级别的好吗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仁和就笑道 嗯 那个狙击手就是我 史蒂夫当时就想扭头往外跑 但是想想自己的把柄还在人和手上的时候 就硬生生地停下脚步 他以前知道骑士很牛逼 牛逼的简直不是人 但他从来没有想过 对方已经牛逼的能够在市中心 那么疯狂地大开杀戒以后 还能从国家安全局手里逃脱 这他瞄是个什么概念 一百个自己上去也要全军覆没吧 这还是人吗 然而 自己跟这件事情沾上关系之后 自己的未来将何许何从 已经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生死都是未知的了 史蒂夫冷着脸说道 你想让我做什么 让我跟着你去开枪杀人 是不可能的 我没有杀过人 哦 别紧张 我只是想离开纽约而已 仁和乐呵呵地说道 你有什么办法离开纽约吗 会不会化妆什么的 嗯 比如几天不掉色 还比较自然的装扮 史蒂夫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原来只是想离开纽约而已 他想了想说的 哼 化妆没问题 后天 我可以送你到海洋绿洲号 当一个普通服务生 这艘邮轮将从芝加哥出发 后天经过纽约 然后前往麦尔密 最终会抵达亚马加的法尔摩斯 你可以在那里下船 至于怎么回到中国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史蒂夫这样的人 人脉还是有的 想悄无声息地送一个人上去当服务生 并不是太大问题 然而他想的是 如果等到对方出海之后 自己向FBI举报呢 游轮出海50公里之外 就没有网络了 但是 有些豪华游轮上是有的 但海洋绿洲号 就是没有网络信号那种 一旦对方出海 自己向FBI举报 到时候 自己不仅举报有功 而且还能杜绝 对方在网络上 发布自己犯罪把柄的证据 这样一来 自己好像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还能够拿到FBI给的线人奖金 这种情况下 自己偷倔强未遂的事情 根本不算什么 这位骑士也压根不知道 他以前还干过什么 所以 Steve心里有个想法 蠢蠢欲动着 然而 他忽然看见 人和乐呵呵地看着他 仿佛洞悉了他内心的想法似的 笑着说的 不是我要走 是咱们两个 一起走 当两天后 海洋绿洲停靠在纽约港口的时候 只见人和脸上已经做了妆容遮掩 乐呵呵地等在那里了 而Steve则脸色黑黑地站他旁边 他想要举报人和的美梦已经破碎了 这两天 他只要进了那个屋 就不用想要出门了 人和早糟地就买好了食物等日常用品 说实话 Steve也不敢这个时候逃跑 毕竟人和捏着他的把柄 说不定他一跑 对方就发布出去了 唯一的念想就是 对方上船之后 手机失去信号 自己可以给予对方致命一击 然而人和根本不可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没法把自己的生命付托在对于别人的信任上 也正是这个原因 人和干脆选择 Steve和自己一同上船 Steve总觉得人和好像已经洞悉了自己的计划 所以在面对人和的要求时 他还是莫名的有些心虚 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大奸大恶的人 想要出卖人和也不想自保而已 只是当现实情况让他无力挣扎的时候 Steve心情还是有一点点绝望的 人和对于他的严防死守 让Steve简直怀疑对方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少年 当然他瞄得不正常了 谁家的正常少年能成为骑士那样呢 还在纽约市中心和国家安全局拼了个鱼死网破 哦不对 网破了鱼没死 网差点都没有了 Steve心里莫名对国家安全局产生了一股子怨气 你们说你们是干嘛吃的 当初你们把他击毙了 哪有我什么事 你们那么多人竟然还让他逃出来了 Steve觉得自己只要活着回来 一定要和现在正在闹事的民众一起去白宫请愿 投诉国家安全局 当然 人和也不仅仅是威胁Steve 还有利益的诱惑 人和承诺Steve 只要将自己安全的送出信 就将支付五百万美元给他 这笔钱对于人和来说压根不算什么 五百万美元换条命是绝对值得的 这时候是Diff又陷入纠结 五百万美元 现在自己也戒赌了 如果能有五百万美元在手 那么自己的后半辈子都将衣食无忧 他也在判断人和是不是在骗他 谁都没见过骑士 也没人和他相处过 外界知道最多的就是骑士和牛逼 在极限运动领域如同主宰一般 但是对方的信誉呢 一无所知啊 可是出卖人和给国家安全局就能得到五百万美元吗 显然是不能的 而且一旦自己把人和出卖了 也就意味着自己将会进入国家安全局的视野里 人家也会反思 骑士为什么会找上你呢 对方怎么着也得观察他一段时间吧 被国家机器盯上的感觉并不好受 所以此时此刻 自己是险中求富贵 去争取那五百万美元呢 还是举报人和图个平安呢 是Diff内心中纠结无比 然而他本身就是一个大盗 冒险的事情早就不知道干过多少次了 血液中流淌的都是冒险的因子 而且他瞄得人和压根就没给他举报了机会好吗 你的人在船上吗 人和乐呵呵的问答 是Diff一看人和这乐呵呵的笑脸就有点不爽 凭什么自己担心受怕 对方却跟没事人一样 他都要快要揪心死了 每天吃东西都没胃口 晚上也失眠 结果这个少年倒是屁事没有 还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是Diff简直神探描返 然而当人和问话的时候 是Diff还得是老老实实地回答 嗯 就在船上 他是这首邮轮上的大副 上去能见到他了 嗯 那走吧 人和率先往船上走去 两个人的行李就在地上 人和一点拿的意思都没有 走你妹啊 是Diff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自己简直成了对方小跟班了 你还能再理直气壮一些吗 然而这个行李是不能放在这里的 人和抢的枪全在里面 是Diff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找人把行李给偷偷塞进来的 其实人和也是有些庆幸 没有经历过911事件的美国在安检方面 和前世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虽然带着枪上船会有些冒险 然而人和毫无选择 在陌生的国度里 没有枪就没有安全感 光是为了带这个行李进来 人和就付了身上谨慎的七千美金 现在人和已经身无分文了 银行卡在回到中国之前又不能用 这就非常尴尬了 然而进来之后 人和还兴致勃勃地问道 哎 邮轮上是不是有赌场啊 有 是Diff当时黑着脸说的 不过你要明白 我们是来当服务生的 服务生去赌场太忌讳了 而且你不是没钱了吗 你有啊 你不是还有两千多美金吗 声和乐呵呵地说的 不管前世今生 他还没进过赌场 不进去瞅瞅怎么行 只要传出了公海 人和就没什么好忌惮的了 说实话 那个时候让他游回中国都可以 是Diff当时都迷了 这还到底有没有王法了 惦记别人身上的钱都如此理直气壮 不是 老子他喵的上辈子干了多少缺德事 才会遇见你呀 要知道他痛改前非不再赌博之后 又从医外那里辞去了工作 本来也就没什么积蓄 现在仅剩的两千多美金 还被人和给盯上 他干脆不说话了 行 这个小祖宗想干啥干啥吧 只要能把对方送走 史蒂夫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史蒂夫闷不吭声地带着人和一起去见了大富 人和发现 史蒂夫与这位大富竟然还是以前的战友 也不知道人家怎么混的 他是怎么混的 竟然差距那么大 这位大富也很高兴史蒂夫能来 并且专门给史蒂夫和人和安排了一个干干净净的双人宿舍 两个人这就算是船员了 基础的服务生 人和倒是觉得挺新鲜 这也是一种人生体验 他每天要做的就是和史蒂夫一起 在游泳池边上 吧台里给客人取饮料和酒水食物 还是挺轻松的 而且还能看到非常多的比基尼美女 怪养眼的 谁又能知道 这艘游轮之上 如此不起眼的两个服务生 一个竟然是一个艺术品大盗 而另一个则是全球级巨星 骑士呢 就在仁和开始自己新鲜服务生生活的时候 联邦调查局的人也在游客中搜寻着 是否有小教授混入其中 就在这海洋绿洲号上 就有一位FBI的专业探员 巧的是 他也混入船员队伍中 不过负责的是客房部门 这样他就有更多的便利进出客人房间 并且确保有机会筛选到每一位客人 在他们想来 对方极有可能偷偷上船 并且混入游客中去 然而 他们也不会想到 仁和竟然能够找到 在美国史蒂夫这样的助理 而且也不是游客身份 而是同样的船员身份 联邦调查局一直有在观测海岸线 但是他们也万万没想到 仁和会是大摇大摆走上船的 如果让他们得知实情 士蒂夫这辈子也别想从监狱里出去 仁和在船上的时候 还有心思跟着调酒师们学学调酒 而且对方玩的花样也是一学就会 酒糊在他手里玩的是花样飞席 还自创了许多高难度动作 士蒂夫就在一旁生着闷气 趁他喵着没天理了 就在这船上 两个人同样是服务生 然而他每天收到的小费 撑死了不过二十美元 而仁和最少都是每天三百美元 这上哪说理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剧武发黑猫 第二百一十七集 这人家在船上逃亡的路上 都能发家致富好吗 自己要有那个能力 哪还用得着去偷艺术品啊 仁和也觉得很有意思 学习调酒的过程很有意思 收小费的过程也很有意思 明明已经身价过百亿了 要是十块钱美元掉地上 他都懒得见 但是 在这个穷困潦倒 身无分文 没法动银行卡的时候 每次收个十元小费 都能让他开心半天 就像前世里刚刚流行 抢红包一样 明明没多少钱 却抢得飞起 其实仁和能够高额的收小费 不仅因为他现在学到的调酒技术 因为就连原本调酒师的小费 还没他高呢 这一切都是因为 他自身原本的 加三的魅力属性 导致许多游客见到他 都会有种莫名的清净感 仁和虽然是化过妆的 但是也没有刻意化潮 许多游客都觉得 这个少年服务生 干干净净的 让人有种异常的好感 甚至到了第三天 有些女乘客 专门过来找他聊天 甚至把写有自己 房间号的纸条 塞给人喝 这其中暗示的意思 再明显不过了 每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是蒂夫感觉 自己废的要气炸了 自己每天被胁迫的 苦逼地跟着来到船上 结果还要每天承受着 巨大的心理伤害 简直没谁了呀 那些给人和塞纸条的 可不乏美女 其中甚至有一位 美国三线美女小明星 史蒂夫行中 也有某种疑惑 难道这个世界上 就存在着这么一种 干什么事情 都能出类拔萃的人 这艘船上 只有他清楚 人和的真实身子 对方在极限运动领域 强也就算了 还有一段美好的爱情 这些暂且不说也行 对方竟然还会画油画 还会写歌 还是个用枪的高手 甚至还是一个格斗大师 这你嘛 真是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啊 人和现在自己手里 也有些闲钱 史蒂夫的存款倒是保住了 只是史蒂夫一看到 人和在宿舍里 乐呵呵的数钱 就浑身不对劲 不是 我说你好歹也是骑士 怎么和没借过钱一样 第一次靠色相赚钱 还觉得挺不错的 人和一脸羞涩 并且矜持地解释道 我尼玛 史蒂夫转身就躺下睡觉了 他现在已经发现 这位骑士先生的脸皮 厚得堪比城墙拐角 躺了半天也没睡着 史蒂夫忍不住讥讽道 哼 那位小明星约你去他房间 你怎么不去啊 人家可是天天看你调角 还给你塞一百小费 你都不心动 人挺漂亮的 虽然没有你女朋友红 但内身材火辣呀 蜜桃屯呢 走路都会颤的 开什么玩笑呢 神和比一当 我卖意不卖身的好吗 你以为我和你一样 嘿 这给史蒂夫气的 神他喵的卖意不卖身 还有 怎么就和我一样了 我怎么了我 这什么时候才能抵达压买家呀 史蒂夫心中哭喊着 游轮现在才刚刚出使纽约三天时间 明天才能抵达迈阿密 等抵达亚买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史蒂夫总感觉 光是这一路上 人和说不定啊 就能发家致富了 你到底还有没有一个逃犯的觉悟了 第二天早起上班的时候 人和他们刚刚到泳池旁边的岗位上 就已经有女孩凑过来 借着买饮料的机会和人和闲聊 人和也很清楚对方的想法 不得不感慨 美国女孩确实在性格上和国内女孩有着很大的差异 倒不是说他们像国内说的那样 开放乱玩之类的 而是看到喜欢的人之后 会表现出自己的热情 不会故作矜持 反而人和越是拒绝他们善意的邀请 他们反倒对人和更加的感兴趣 男人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怎么这时候就蹦出来一个手伸如玉的呢 史蒂夫在旁边黑着脸擦着杯子 决定碧尔不听人和和那些女孩闲聊 而这个时候 那位小明星也来到人和所在的吧台前 笑颜灿烂的和人和打招呼 对方身穿比基尼 身上披着一条纯白色的浴巾 也不游泳 就是坐在吧台前面 刻意把美好的身段展现给人和去看 说实话 人和也是一个年轻大交伙子 也是有冲动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都还能保持着对杨夕的忠诚 他自己都要佩服自己意志了 然而 对于人和来说 感情未定的时候 或许可以挥霍旺盛的青春 可是 当你和一个人要在一起之后 所要付出的更多的是责任 而不是毫无克制的放纵 忠诚和信任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基石 就像是某种灵魂上的契约 彼此交付 然后 从此双方在彼此世界里 都是 独一无二的 仍和有些想念杨夕了 在这逃亡的路上 他前所未有的 想念哪个曾经 终结他孤独的女孩 也不知道 对方现在怎么样了 会不会以为 他已经死了 会不会 为他哭泣 此时 中国落成 杨夕早上起床后 先是把人和的屋子 重新整理了一下 出去找了块抹布 把整个屋子 都给擦了一遍 然后再扫地 拖地 甚至是擦窗库 他在用自己的方式 一寸一寸地 熟悉这个地方 那个少年 生活了16年的地方 每当他看到 与人和有关的物品时 都会心里一酸 继而 便有一种温情 从内心流露出来 就仿佛 自己重新见到了 那个少年一样 仿佛阳光还明媚 对方还在灿烂地大笑 可是 回过神来之后 杨夕就明白 一切都不一样了 这个世界上 似乎就只剩下他自己 杨夕觉得 自己大概会是 体会到人和 当初那种孤独了 而这段时间 老人和人妈 也沉浸在悲痛中 可是 人和的事情 本身就不适合生长 他们拖在美国的朋友 一直了解情况 后来 朋友们了解的事情 与杨夕的描述 并没有太多出入 只是 朋友们也不知道 那个深陷重围的人 就是他们儿子 也不知道 那个人 就是骑士 直到现在 还有无数人等着 骑士的新挑战视频 他们压根就不知道 骑士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是感觉 这次骑士视频间隔时间 有点长了 明明早就改成 敬请期待的封面 结果 到现在 也还没有新的视频放出来 不过 有一点没法确认的是 国家安全局 既没有宣布对方死亡 也没有宣布逮捕 这件事情 有点想要 不了了之的样子 可是 经历过那件事情的人 都认为 仁和当初的情况 是必死无疑了 杨夕回国之后 每天都在给老王打电话 想让他们帮忙确认一下 哪怕确认 仁和的尸体在哪 也是可以的 然而 老王他们 也没法成功得到 有关国家安全局方面的信息 这段时间 人妈连公司都没去 眼睛都快哭下了 可是 远隔重阳 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金钱在国家机器面前 永远是不值一提的 人妈对杨夕的感情 十分复杂 她明明就知道 是这个女孩 连累自己儿子 克死他乡 可 她却有点恨不起来 杨夕每天都会早起 给她做早饭 哪怕做得不好也要做 不管人妈说话多难听 杨夕也都是微笑在听 而且从不还嘴 而且不管人妈叫阿姨 而是 叫妈妈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 大玩家 这一声声妈妈叫的 人妈心都碎了 有一天夜晚 人妈起床 发现人和屋里灯还开着 她走进去 发现杨夕正躲在被窝里 在抽气着 人心嘛 都是肉长的 人妈也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 这个女孩 对自己儿子用情置身 难怪自己儿子 愿意为了她付出生命 之后 人妈找到杨夕专门谈了一次 我 很想责怪你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也怪不起来了 你走吧 重新开始 你自己的人生吧 可是 杨夕死活都不走 人和把她活下去的机会 给了我 以后 我就是为她活了 我的生命 不再属于我自己 我要做完 她想做的事情 人和曾经对她说过 想干的事情很多 比如 一桩飞行 比如 高空跳伞 定点跳伞 比如 冲浪 比如 悬崖跳水 还有 孝敬父母 杨夕慎只为自己 开始定制训练计划 希望有朝一日 等人妈和老人百年之后 她能有机会 去帮她完成 剩下那些极限运动 哪怕是 死在这个过程里 也无所谓了 那个时候 她大概四五十岁了吧 去做极限运动 基本上 和送死没有区别 然而 她是真的想要 早点死去 去陪人和 让她 让她 不再孤单 人妈对于 绝战的杨夕 也是没办法了 只好任由她 住在家里 期间 苏如青 专门来洛城 想要和杨夕 见一面 然后 带着她 回到京都 重新开始 新的生活 就连苏如青 也没想到 任何会 那么快 出现意外 而且 这个意外 并不是为了 玩极限运动 而是 就是为了 杨恩和杨夕 这妇女二人 所以 苏如青的心情 也是复杂的 她甚至不知道 该怎么和杨夕 开口 杨夕终究是没有见她 只是 电话里 说清了自己决定 便挂了电话 现在 谁也没法改变 杨夕的决定 杨夕闲着没事的时候 还会去十三中 这个 她与仁和 最初相遇的地方 站在校园里 她还无比希望的 时间能够重来一次 如果时间重来 她不会离开洛城 不会去美国 哪里都不去 就在这里 和仁和 厮守终生 仁和生前 总是和她说 最喜欢的 还是洛城 小城市 活得舒服 杨夕觉得 自己后半辈子 就待在对方 喜欢的城市 也很不错 走一遍 她曾走的路 吃 她吃过的东西 唱歌什么的 已经不重要了 这个时候 微博上的用户们 忽然发现 杨夕一如既往的 每天到A的 趋势互动一下 要说说 今天发生的小事 偶尔还会撒撒娇 可是 骑士不再有回应 每天如此 骑士好像从整个世界 消失了一般 有人推测 大概骑士去完成新的挑战 所以 没空回复吧 大家也在期待着 骑士回来之后 会和杨夕发生 怎么样的互动 之前一段时间 一群粉丝 每天就指着 看他们的互动 消息生活呢 今天我把你的屋子 打扫了一遍 你的屋子可真脏啊 把我累坏了 快夸我 那 我在你床头柜里 发现塞了两双 陈年脏袜子 我把它们给洗了 快夸我 那两双袜子 就在衣架上 随着窗外吹进的风 飘摇着 而杨夕 抱着手机 坐在仁和家阳台上 看着 发了呆 她多想这个时候 仁和能出来 夸赞她呢 想着想着 鼻子就酸了 眼睛就红了 你怎么 还不出来夸我呢 当杨夕打扫 仁和床底下的时候 忽然发现 自己那张素描画 就藏在下面的缝隙里 她想起来 仁和曾经开玩笑 给她说 我家有个熊孩子 我怕她把那张素描画 给祸害了 还专门藏到床底下 看到这张画的时候 杨夕感觉 仁和就仿佛 在自己身边一样 有时候 她都在想 仁和的灵魂 会不会已经跨越大洋 到了自己身边 说不定 就在这个屋里呢 可是 既然你在 为什么 还不出来夸夸我 诶 师弟夫 我们去赌场 怎么样 当海洋绿洲号豪华游轮 行驶到第五天 即将抵达迈阿密的时候 仁和忽然又想起了 自己关于 游轮赌场的兴趣 前世里看过那么多电影 都是在游轮上豪赌的 什么亚洲赌臣之类的角色 看起来很厉害 此时仁和手里的钱 已经不比 史蒂夫身上 所有的存款少了 史蒂夫开始深深地怀疑着 这个世界 是不是对他有点不公平 轻轻松松赚钱 并且还有美女头怀送抱 这简直就是他梦寐以求的生活 事实上 美国女孩敢爱敢恨什么的 那也是看脸的 而史蒂夫 长得并不这么好看 想去就去呗 史蒂夫在宿舍里黑着脸 不过我要提醒你的事 如果输光了的话 别指望我会借钱给你 嗯 他在赌博上面 蹉跎了自己钱半生 史蒂夫非常明白 十读九书这个道理 想要从赌博上面赚钱 那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这是一个无底洞 哪怕有再多钱 也不够甜的 他此时此刻 甚至有些幸灾乐祸的想看着 要是仍和能把他身上钱输光了 开多好啊 要是让这位骑士 在沾染上赌博的恶习 败光他的家产 史蒂夫恐怕心里能够平衡不少 神和乐呵呵的说道 放心啊 不找你见 反正我每天都有小费 钱嘛 够花就行了 说实话 他还针对这个没什么概念 在游轮上赚的钱 哪怕这会儿全花出去 也都无所谓 反正回国之后 他又是身价百亿的清和派系 幕后大老板 也不知道 清和派系产业怎么样了 在纽约大开杀戒之前 除了清和支付方面的工作 还需要慢慢改进 用了大量的工作 去慢慢改变 人们的生活习惯 这个难度啊 其实最大 而其他的几项 事实上已经都走向正轨了 尚人和没想到的是 在这一系列产业脉络之中 微博这个项目 忽然产生了超乎想象的用户数量 而这个用户数量 也将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 成为其他产业的助理 清和派系的十八个分公司 都不存在竞争关系 他们是一个完整的互联网产业王国 彼此是最好的良性循环 一荣俱荣 一损 其他也未必损 一个互联网中的庞然大物 正在慢慢的成行 说人和现在身价百亿 恐怕还有点低了 恐怕还远远不止 这种生活是史蒂夫没法想象的 他自己成为艺术品大盗之后 偷窃的总价值 也不过是一千多万美金 还全都堵出去了 这次如果不是老婆跟他离婚 带着孩子改嫁别人 他恐怕仍旧执迷不悟 然而 史蒂夫最淡疼的 绝对不是这位少年骑士的身价 到底多少 而是 对方哪怕身无分文 也像这一台活着的赚钱机器一样 丝毫不讲道理 他冷笑的 去赌吧 把身上钱都赌完了 咱们的骑士先生 还能用身体跟那位小明星换点钱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舞发黑猫 第218集 仁和撇了这活一眼 如果不是最近相处的还比较好 像这种冷嘲热讽的货色 估计得先哭上20分钟才可以 史蒂夫绝对不知道 自己与什么样的厄运擦肩而过 更不知道 仁和手里 还有着高级呕吐药水 这样的大杀器 高级呕吐药水 这种东西 到底有多么可怕 嗯 那真的是 谁用谁知道 就在史蒂夫幸灾乐祸的眼神里 下班后闲着没事干的人和 换上一身便装就出门了 然而 人和也不是打算直接去赌的 赌赢了古人高兴 赌输了也很不爽啊 所以 他是打算试试看 能不能利用天罚系统 弄点赌博方面的技巧 例如 德州扑克 21点之类的赌博游戏 事实上 都是概率游戏 各大赌场 对于算牌方面的事情 都查得很严格 算牌其实不算是违规的 然而 这个世界上 总是不缺乏聪明的人 普通人看到牌面的时候 只能看到输赢 而他们 在核官发出每一张底牌后 眼中看到的 都是概率 当然 这要数学非常好才行 但人和的数学水平 也就是一般般而已 超强技艺 固然可以帮助他计牌 但是 算概率的事情 对他来说还是太难了 算牌这种事情 玩得好了 一晚上 甚至能从赌场里 带走几百万美金 但 赌场的钱 也不是那么好赚的 在拉斯维加斯 算牌如果被抓住 被打到生活不能自理 那都是轻的 不过在邮轮上 并没有那么专业的人士 去观察赌徒 是不是在算牌 这是海洋绿洲号 它就是一艘普通的游轮 博彩也不过是附带项目而已 并不是一艘赌船 人和幻想着 自己能够在这艘游轮上 利用赌博方面的技巧 大杀四方 就像前世里看到港片一样 看起来实在太牛逼了 但是想要拥有相关技巧 首先它要创造出文化成果 然后完美地完成天罚系统 给予的任务 最后选定奖励方向 基础技巧需要一次任务 专精级需要两次 大师级则需要三次 神河觉得自己搞个专精 赚点钱就行了 没必要那么大费周折的 去搞个大师级的 实在是他要那么高等级的技巧 也没有用啊 回去和老人人 妈斗技主的时候用 那他们又不是开玩笑吗 这搜游轮上是有钢琴的 任何只要去弹两首曲子 立马就能有两个任务产生 但问题是自己逃亡身份本身 和钢琴的关联度很高 所以自己完全没必要 去惹这干麻烦 任何更倾向于 随便挑两首歌歌写出来 不如就考虑一下 回去之后杨夕星的 中文专辑的歌曲 反正杨夕的歌唱之路 还是要走下去的 早写晚写都是写啊 仍合在邮轮上 对杨夕的思念是与日俱增 所以一想到任务 下意识就想到杨夕 仍还没回国呢 就开始考虑 怎么给对方专辑选歌了 只是选什么好呢 哼 有了 王妃的京池 孙燕姿的天黑黑 一首是天后王妃的经典京曲 另一首是孙燕姿所有歌中 人气最高的其中一首 这两首正好给杨夕唱 天黑黑这首歌曲 曾经是人和前世里 最喜欢的歌曲之一 低音浅唱 总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然而歌虽然好听 却在仍和把纸笔找出来 把它们写出来之后 天罚系统便如约而至了 任务 一小时内 邮轮上募捐到一万美金 魏丸城 宿主必须跳海游回中国 任务 将募捐到的一万美金送出去 限期两小时 魏丸城 惩罚宿主 在甲板上倒立一天 仍和听到这两个任务后 迷茫地站了半天 邮轮上募捐 以啥名义募捐呢 自己是身体健全的人 人家游客凭什么把钱捐给他呀 你就说是要去做慈善 人家信你才行啊 其实 这个任务关键本身 就是如何取信于人 而且不仅要募捐来 还得送出去 送给谁呢 自己说要送给贫困山区小孩 两小时内也送不到人家手上啊 如果完不成任务 就要游回中国 那他们要 小半个地球了呀 除非逼不得已 任何绝对不过选择这条路的 还有那个 甲板上倒立一天有什么鬼啊 神和估计倒立不到两小时 船上的服务经理 就得找他谈话呢 该怎么完成任务呢 任何站在走廊里 想了半天 这个时候 是低附见任何出去了 心思就有些活络了 此时 游轮行驶在海面上 已经没有了信号 任何这个时候 一定没法把自己的把柄 给抖出去 按道理来讲 两个人应该是同样的待遇 都没法与外界联系 可是 他那位战友 也就是船上大副那里 是有一部卫星电话的 也许这部卫星电话 就是自己制胜的关键 然而 现在看来船上 好像也没什么危险 自己是不是 可以平静地 等待对方出国 然后去拿那五百万美金呢 没有危险 还能白得一笔巨款 这件事情对于史蒂夫的诱惑 实在是有点太大了 如果没有这笔钱 就算史蒂夫回去之后 也需要重操就业 冒险干一票 后半辈子 才能有足够的保障 正在史蒂夫思考间 任何突然又回来了 开门就对史蒂夫说的 来 配合我演一场戏 赶紧地 史蒂夫当时脸就黑了 我凭什么要配合你演戏啊 他心里就想 这人可真有意思 我是来送你出国的 明明就是和救命恩人一样的存在 结果怎么搞得像跟班一样 史蒂夫嘴上还嘲讽着 你应该让那位小明星帮你演戏 毕竟人家是专业的 史蒂夫必须承认 看到那位漂亮明星 向人和头怀送抱 他视心里有点不平衡 所以在说完这番话之后 史蒂夫就转身 面对墙准备假装睡觉了 然而 就在他刚刚扭过去那一瞬间 他忽然听到 背后有手枪上膛的咔咔声响 史蒂夫当时寒毛就全竖起来了 我演我演 你妈呀 一言不合就掏枪 这他们谁受得了啊 史蒂夫心里很明白 对方正在逃亡路上 是轻易不会开枪的 然而 对方那个战绩 实在是让人心里有些害怕呢 这他们要真敢跟国家安全局 在纽约市中心开战的猛人呢 史蒂夫难以想象 对方当时在高楼上的企业 有多么彪悍 他只是知道对方想杀他 潜质和玩一样 他非常怀疑 任何现在对于生命还有没有敬畏 当一个如此凶悍的人 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 那将实会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将会有无数人丧命他的手中 任何乐呵呵的重新把枪藏回了身上 笑着说道 我觉得啊 这对我们的合作会非常愉快的 嗯 你一定非常高兴 因为这是一件对你有好处的事情 有好处 史蒂夫将信将疑的看着任何 这货面对自己的时候满嘴胡话 压根就不可信好吗 可是 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 史蒂夫也发现了 对方其实还是挺靠谱的 在偷运行李进港口的时候 说要掏七千美金 任何很干脆的把身上所有钱都掏出来了 没有半点犹豫 也没有威胁史蒂夫去凑这个钱 所以 史蒂夫也有一些矛盾 放下任何收小费的数量完全碾压他之外 史蒂夫还是比较舒服的 并没有太多被胁迫的感觉 嗯 还有除了任何拔枪的时候 但这个事情肯定不能用本来面目了 任何让史蒂夫给他们两个人换了一副妆容 这倒是史蒂夫比较擅长的事情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任何带着史蒂夫往邮轮下面走去 目标正是邮轮上的自住餐厅 通常情况下 穿上每顿正餐都是自住的 想要吃得更好 可以穿着西装礼服去更高档的餐厅 不过一般情况下 自住餐厅里的人都是最多的 任何带着史蒂夫一路往自住餐厅的方向走去 史蒂夫有点迷茫 也不知道任何要干什么 更不知道自己要演什么 对方连剧本都没给自己说过呢 到了自住餐厅 任何看着正在用餐的上千人就很开心 人越多越好啊 就在史蒂夫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任何忽然开口大声地吸引着所有正在用餐的游客的注意力 大家好 很冒昧地打扰大家的用餐时间 事情是这样的 我身边这位朋友呢 患上了膀胱癌 可是他却没钱去救治 他家里还有孩子和妻子 妻子也没什么工作 在这个困难的时间里 能够与大家乘坐同一艘游轮就是一种缘分 只希望大家能够分出一点爱心 来帮助我身边这位患有膀胱癌的病人 史蒂夫当时就懵逼了 膀胱癌 我什么鬼啊 你还是不有病啊 大晚上跑出来闹什么幼蛾子 这个锅他可不背 然而就在史蒂夫刚准备出声反驳的时候 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 哭得那叫一个伤心啊 现场正在吃饭的游客们 有点懵了 这咋说哭就哭了呢 神河小声警告他 喂 好苦 别说话 给你赚钱呢 然后 开始卖力地给游客们讲述 史蒂夫前半生的悲惨遭遇 反正什么惨就说什么 一开始 游客们还是有点不相信的 然而 史蒂夫都哭了十多分钟了 还一点停下来的意思都没有 给他们的侧影之心 都硬生生地给哭出来了 有位中年白人妇女 将信将疑地给了十美元 他想着 不管是真是假 就冲着哭得如此动情 给十美元也不算什么事情吧 史蒂夫当时就快崩溃了 难怪人和压根连跟他沟通 怎么演都没有 他只要哭就好了呀 可是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人和要闹那么一出戏 而且 最大最大的问题在于 自己到底是怎么哭出来的呀 还有 自己这他喵的 要哭到什么时候呢 这两天史蒂夫 经常对人和冷嘲热讽着 早就想对他用眼泪药水了 今天这次 假称史蒂夫膀胱癌募捐 正好一尸二娘 人和觉得 自己简直太机智了呀 有了第一个人捐款 就有第二个 而且很多人一边吃饭 一边观望了将近二十分钟 就是想看看这事情 到底是不是真的 谁说 油轮上不会有骗子 还有美女开着豪车 在高速公路中间 谎称自己没钱加油呢 看了二十多分钟 此时 史蒂夫终于觉得 自己的眼泪快要止住了 他有点庆幸 自己终于不用哭下去了 虽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 但是史蒂夫也不是傻子 他敢肯定 这和人和是有一定关系的 只是 不知道人和是怎么做到的 他非常明白 人和一定是用了某种特殊手段 利用自己来博得大家同情 自己这么一哭 大家估计就会相信了 可是 史蒂夫宁愿不要这笔钱啊 眼泪慢慢止住了 这时候 忽然有人 上前询问他 呃 我想了解一下 膀胱癌的具体症状啊 人和看着对方眼神中的神色 绝对不是疑惑 而是怀疑 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搞不好对方就很清楚 膀胱癌会有什么反应 这么问 就是想看看 这两个人是不是骗子 然而 膀胱癌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人和杜撰的 他哪里知道膀胱癌 会有什么症状啊 这怎么回答 史蒂夫看着人和时不时 瞟他一眼 并且装作沉默不语的样子 心里忽然生起了 某种不祥的预感 所有人忽然看见 原本已经快止住眼泪的史蒂夫 忽然哇的一声又哭了出来 旁边开始有人责怪 那个问话的男子 喂 这么可怜的人 你得要质疑吗 那个问话的男子 有点懵了 这咋又苦涨了呢 也正是这个转折 整个餐厅里 开始有人陆陆续续的 捐款成功了 甚至有人掏出了一百美元 还有一个 一看就像成功人士的中年人 掏出了五百美元 并且认真地安慰着史蒂夫 史蒂夫此时 内心肩善日了狗一样 自己好不容易要止住的眼泪 忽然这个时刻又蹦了出来 刺起他喵的 没有一点点防备啊 绿色的美元 如同雪花一样 飞到人和的怀里 人和见差不多之后 就按着史蒂夫 给大家鞠躬 他可是清楚 这个史蒂夫这段时间 本身就没打算全力配合他 而且说不定 还想着怎么坑他一把 所以人和是一点愧疚都没有 更何况 这钱是要给史蒂夫呢 两个人回到宿舍后 把妆容洗掉 史蒂夫又黑着脸 红着眼 给人和补回了原来的妆容 人和就坐在床上数钱 一数之下 反而吓了一跳 这一口气竟然募捐了三万多美元 神和自己都没想到 竟然会募捐那么多 看来史蒂夫哭着四十多分钟 还是值得的呀 神和乐呵呵的想到 史蒂夫在旁边眼巴巴的 看着那三万多美元 人和从里面数出一万美元 递给史蒂夫 史蒂夫当时就迷了 不是 给我募捐的嘛 你留那么多干嘛 还有没有王法了 明明募捐了三万多 自己哭了足足四十分钟 结果你拿大头 怎么说也得平分好嘛 然而 人和的任务 就是要把一万元奖金 捐给别人呢 天罚系统可没说 要把所有钱都捐出去 不过人和想了想 为了保险起见 为了完美级奖励 神和又数出五百美元 递给史蒂夫 史蒂夫当场差点 把五百美元给人递上 这他们要糊弄谁呢 然而五百美元也是钱呢 自己身上原本只剩下两千美元了 没想到不到一小时时间 就募捐了那么多钱 史蒂夫都在想 自己回去还干什么艺术品大盗啊 天天哭不就得了 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常人觉得赚钱有多么难的事情 到了人和这里 好像都不再是问题一样 这种神奇感确实让史蒂夫 开始有点佩服了 骑士确实与众不同 而且不同的方面 还远远不止极限运动 越是和这个人接触 就让史蒂夫觉得 自己前半生都活到狗身上了 而此时 天罚系统开始发布奖励 宿主完成任务 评价完美级 可定向选择奖励 宿主完成任务 评价完美级 可定向选择奖励 两个任务全都完成 并且都是完美级 人和还是很心满意足的 自己今天晚上 也能试试去赌场 大杀四风的感觉了 他前世里也有玩牌 包括21点和德州扑克 只是输多赢赏 人和自己也没什么赌影 沉醉只玩玩而已 而现在 他则想要试试看 赌术到底是有多么神奇 有个专经级 应该不会输了吧 不然这技巧也没什么用啊 选择赌术方向 天罚系统平静地说道 检测到宿主 已拥有基础级赌术 奖励专经级赌术 此时 关于如何算牌的技巧 一股脑的被天罚系统灌输到人和脑子里 神和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人都愣住了 自己那也能算基础级赌术啊 第一个奖励 就让自己达到了专经级赌术 此时人和就有信心 用算牌技巧玩赚21点了 那第二个奖励把赌术提升的大师级 会是什么样子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剧五八黑猫 第二百一十九集 是赌神里那样飞牌杀人 换牌的出千手段吗 想到这里 人和的呼吸都屏住了 惊喜来得如此突然 简直没有一点点防备啊 人和压抑着内心的激动说 选择赌术方向 以选择赌术方向 奖励宿主 专精级 洗牌手法 呵呵 洗牌手法 手法 手狗蛋呢 人和当时脸就黑了 他就有预感 这个天罚系统啊 不会那么好心 自己要洗牌手法干什么 这洗牌手法 是结合算牌 计牌 技巧 把扑克洗成自己想要的牌 可是正规的赌场里 发到你面前的牌 都不会让你碰的 那就更不用说洗牌了 人和黑着脸 走出了宿舍 准备打算试试 自己的专精级赌术 好赖自己原本也就是 打算提升了专精级 结果 还算可以接受吧 史蒂夫就在他身后幸灾乐祸 史蒂夫非常明白 赌场是什么样子 一个新手想要在赌场里占便宜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史蒂夫觉得 自己幸灾乐祸是有理由的 这两天从人和那里 着实受了不少气 而且今天晚上 对方还让自己哭了足足四十分钟 他巴布的人和 在赌场里全都输光才好 到时候 对方依旧是一个穷光蛋 而自己 则有一万多美金 这种感觉简直美滋滋啊 人和下午换妆容去募捐 本身就是为了 晚上不被人认出来 不然 更募捐的款 就出来赌 恐怕被人发现后 那是要千夫所指的 赌场就在邮轮的下方 晚上九点 这里正是人多的时候 人和竟然还看到好几个 经常光顾他吧台的女孩 而其中 那位女明星 赫然就在一张 德州扑克的台子上 玩得正开心呢 迟到现在 人和都不知道 对方叫什么 他是丝毫没打算 和对方有任何纠葛的 他现在 就是一门心思的 想要尽快回到中国 经过纽约事件之后 人和无比的思念阳西 也不知道 对方现在怎么样了 下午选择歌曲的时候 人还想着 自己要不要 给这位 天天给自己 小费的女明星 写首歌 毕竟 人家是真的 每天真金白银地 送给自己 而且 为的是 让自己能够去 对方屋里 度过一晚 人和觉得 对方这种想法 太淳朴了 真是好人呢 可是转念一想 如果让杨西 某天知道 自己竟然 还给这么一个 女明星 写了歌 那估计 也就不用 国家安全局 来杀她了 杨西的目光 都能杀掉她 所以啊 哪怕是表示感谢 也不能这样 大不了 等自己离开 这艘游轮的时候 就把赌赢的钱 全送给女明星啊 人和没和任何人 打招呼 竟只走到一张 二十一点台子 让她坐下来 他吉大利 今晚吃鸡 何官说道 据说 发明这句话的 是一位 冰阳赌场的 中国何官 很久以前 这个赌场 都有一种 包含 三块鸡肉 和土豆蔬菜的饭 价值 一点七九美元 那时 赌赢一次赌局的 标准回馈是两美元 所以 当你赢了一次的时候 就有足够的银子 去买一份鸡肉饭了 仍和以前听说过 这些事情 他也不知道 是不是每位 何官都会说 这样的话 但是 在这艘游轮上 听到的时候 感觉还是很兴起的 就像是走进了 某个 并不属于他的故事 进入了 某个他曾经 从未体验过的角色 重活一次之后 出了哪些 仁和正在追求的 他认为重要的事情 他还想体验更多的 不同的生活 看看 更广阔的世界里 人们是怎么生活的 了解那些 人文风俗 前三局 仁和每次都下最少的筹码 然后利用这段时间 开始计算 牌面里所有点数的概率 当掌握了算牌技巧后 这个游戏 就变得有些简单了 只有过去与未来之分 发过的牌 就是过去 而何官手里没发的牌 才是每个赌徒的未来 当第四局开始的时候 仁和开始加注 这次 他带着自己身上 所有的家当 只给自己 留下了两千美金 对于仁和来说 虽然在船上 吃喝都是免费的 然而 给自己留条后路 潜意识 无时无刻的 不再影响着他 现在不是极限运动 也不是生死一线的 逃亡时刻 所以 仁和的普通人思维 又开始作祟了 这两千美金 留着也没什么用 他也没打算 在这个游轮上 过那么奢侈的生活 纯粹就是 万一留下两千美金 或许会有什么用处 总不能把钱都输光吧 事实上 他这样的人 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 合格的赌徒 第一局 神和赢了 第二局 人和还是赢了 第三局 人和输了 第四局 人和赢了 当一场游戏 被技术碾压的时候 就意味着 人和赢多输少之路开始了 没人能在赌局里保持不败 哪怕是人和也不行 但是他能够在这个过程里 通过概率的问题 把自己的损失减少一些 当盛面大的时候 他也敢下重注 人和不觉得 自己有赌博天赋 只能说 他在这场赌局里 天然就有一种心理优势 一 是他有技术 二是他根本就不在乎这点钱 输了也就输了呗 慢慢的 人和面前的筹码越来越多 赌场的负责人也意识到 这绝对不是简单的运气问题 算牌这种事情 在二十一点这个游戏里 也算是公认的常识了 负责人当然很清楚 这个游戏里总是会遇见 那么一两个妖孽的 已经有工作人员提醒他 七号台上有人硬是在一个小时内 赢走了三十万美元 其中赌局胜率就高达百分之八十三 很多人都在疑惑 正规赌场会不会出签 答案是不会 当一个何官为了给赌场赚钱而出签的时候 他的职业生涯也差不多即将走到尽头 他们是职业庄稼 却不是职业赌徒 如果从赌场赢走了太多钱 会不会出问题 答案是会的 所以拉斯维加斯的所有赌场 都在严防死守着那些会算牌的天才 而那些天才们如果被抓到的话 下场一定不过太好 游轮赌场的负责人皱着眉头 不知道在考虑什么事情 事实上 赢走三十万美金就不算少了 总有人在赌场里一夜暴富的故事流传着 这很正常 如果一个赌徒来到赌场 赢走三十万美金的机会都没有 那这个赌场的生意未来也不会太好 所以负责人打算再观察观察 看看这位少年到底是不是在算牌 或者看看对方的贪婪程度 然而就在他们刚刚做出决定的时候 人和就已经带着筹码去转任其他项目了 甚至还玩了一会儿老虎鸡 事实上老虎鸡这种东西 是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人和在老虎鸡上就输出去将近一万美元 然后又在德州扑克上输了将近一万美元 此时 人和亚根就没有去计算德州扑克的牌面 每次都是忙住跟到最后 赢也就赢了 输也就输了 图的就是一个开心 重点就是他自己也不缺钱呢 这让赌场负责人有些疑惑 看着小子之后的一些行为 简直是个棒吹啊 史蒂夫一直没睡着 就想亲眼看到人和带着沮丧表情回来那一刻 然而 当他看到人和提着一个装的一罗罗美金回来的袋子时 他就有点头晕了 这货怎么在赌场里都能赚钱了 史蒂夫看着人和手里提的袋子 咽了一口口水说道 不是 你千万别告诉我 这都是你赢来的 诶 全是玩二十一点赢来的 本来更多 后来玩老虎鸡和德州扑克又输了不少 人和乐呵呵的说道 这算什么 史蒂夫内心在哀号 为什么自己进赌场就会输得一干二净 别人进去就能带着这么多钱回来 赌徒有个特质 就是见不得别人赢钱 每次看到有人一夜暴富之后 就会幻想着 自己是不是也能够这样 史蒂夫二话不说 揣着自己一万两千美金朝外面走去 结果还没出门就被人和暗住了 你干嘛去呢 不是 你这个新手能赢钱 我肯定也可以 来来来 人和觉得自己有必要好好教导一下这个赌徒 来上一堂生动的实践课 你觉得有人能从赌场里赢钱 靠的是运气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我有技术 史蒂夫耿着脖子说的 技术 你要真的有技术 就不会说的那么惨了 你所谓的技术 不过是半瓶子水而已 人和善小的 你有扑克吗 我给你看看 什么是真实的技术 史蒂夫愣了一下 难道人和不是一个新手 他迅速跑出去 买了一副扑克回来 扔到人和手里 让我看看 你所谓的技术 到底是什么吧 哦 那不如咱俩玩一玩 二十一点 你不是说 你也有技术吗 既然你相信自己 那就把我手里的钱 全赢走吧 人和笑咪咪地看着史蒂夫 史蒂夫忽然心中 又涌起了不祥的预感 但是看到那几十万美金 他是真的有些心动 而且人和在过往的经历里 从来都没有表现过 赌博方面的经验 之前完全是一个 一个纯新人的样子 甚至连正规的赌场都没进过 好 我跟你赌 史蒂夫坐了下来 仁和把扑克在手里洗好牌 史蒂夫眼睛一眨不眨地 盯着仁和动作 生怕他作弊 然而 他根本就看不出来仁和的端倪 时间过去半个小时 史蒂夫喘着粗气躺回床上 现在他已经身无分文了 他很沮丧 为什么他总是赢不了呢 仁和笑着跟他分析 你对数学没有兴趣 其实 扑克都是概率问题 一副扑克的牌是有限的 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点数 都是拥有概率的 我需要做的只是依告概率 来选择如何下注而已 也会输 但是赢得多 因为概率站在我这一边 这莫名其妙的概率 给史蒂夫说的晕头转向的 事实上 仁和这时候也有些装逼的意思 明明在洗牌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牌都换好了 史蒂夫一局都不可能赢 而仁和这么做 无非就是要史蒂夫明白一个道理 史蒂夫确实不太适合赌博 因为他没有这个天赋 仁和给自己身上留了两千美元之后 把剩下所有钱都扔给了史蒂夫 这个世界上 其实钱是很好赚的 但赌博明显不是一条正路 这几十万美元 是我预支给你的酬劳 剩下的 会在我抵达中国河 给你转过去 仁和也发现了 史蒂夫这个人 心绪并不是很稳定 搞不好 什么时候就会反水 给自己一个亿万惊喜 而仁和现在要做的 就是给他一点甜头 并且把巨大的诱惑放在最后 促使史蒂夫能够真心实意地 把自己送到安全地方 哪怕是为了钱也无所谓 仁和的目的很明确 只要自己是安全的 那么他愿意付出足够的酬劳 史蒂夫在床上抱着几十万美元 呼吸都肿了 惊喜来得如此突然 自己这就算是已经拥有几十万美元了 而关键是他愈发地相信 仁和真的会把剩下的钱全部给他 因为仁和用行动让他明白 钱不是问题 史蒂夫坐起来认真地说的 嗯 其实你到了国外才应该更加小心 只要你一天没回到中国 那么一天就处于危险中 仁和挑挑眉毛 没想到回忆报来得那么快 怎么说 你在美国境内要面对的是 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 他们已经足够暴力了 但是 你没有面对过境外的CAI 中央情报局他们 虽然在国内没有执法权 但是在国外却一手遮天 嗯 史蒂夫摇头说的 找到你的位置 用无人机轰炸你 他们都干得出来 这是在美国境内完全不一样的待遇 无人机轰炸 仁和都愣了一下 不是 你别他们扯犊子了 CIA能有那么大能力和胆子 仁和还真有点性了 毕竟前世电影中的CIA 能量确实很大 哈哈哈哈 史蒂夫看着仁和差不多性了的眼神 自己笑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哈哈哈哈 放心吧 不可能的 除非他们想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真好笑啊 仁和黑着脸看着史蒂夫 今天剩下第三次流泪药水 差点就用出去了 看来 史蒂夫的心情也很不错 不然哪会跟他开这样的玩笑 不过史蒂夫 还是说了些有用的东西 嗯 按照FBI的风格 既然知道你可能从哪里逃逸 那么 海陆 其实是你最好的路径 他们一定会在这艘船上 安插他们的人 进行暗中排查 一旦找到你 就算你插上翅膀 也未必能逃掉了 仁和知道这时候史蒂夫是认真的 他想了想问他 嗯 加十万美金 你去找你的大副战友 要一下近期船上的入职人员名单 与此同时 邮轮上一个客房服务员 慢吞吞地回到自己宿舍 拿出一部卫星电话拨出号码 海洋绿洲号的乘客中并没有嫌疑目标存在 已确认 没有义容人员 继续寻找 扩大至全员 包括船员 邮轮管理层 我们已经抓捕一名马头 托迅行李的惯犯 据他交代 在4月19日当天 有两名嫌疑人找他 托迅一个箱子进入港口 看重量 里面很可能藏有枪支 电话对面的人继续说道 当天是离港口的船只剩下三艘 人在排查范围之内 其中就包括海洋绿洲号 拿走货物的人是谁没有调查出来 这个管犯也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说道 我明日开始排查所有人员 这名客房服务人员 平静地说罢 就挂断了电话 就在FBI探员开始排查船上 所有船员的时候 仁和也拿到了他想要的名单 本次起航前 加上他自己和史蒂夫 总共也只有四名新船员 仁和也有想过 对方会不会成为乘客待在船上 但事实上 史蒂夫否认了这个说法 FBI并不是傻子 在船上有一定自由行走能力 并且还能够毫无顾忌地接触船客的 就只有船员 如果是乘客的话 对方怎么方便搜查呢 而且这个人非常有可能是 客房部的船员 仁和狐疑地看了史蒂夫一 剩下两个新入职的船员 还真都是客房部的 他在怀疑这祸 是不是看过这份船员名单 才会这么说的 等等 你是从什么部队退役的 仁和疑惑的 在史蒂夫言之凿凿的时候 他忽然对史蒂夫以前的过往 开始感兴趣起来 史蒂夫的身手非常好 而仁和也非常确定这一点 只不过刚好遇到人类身体素质顶尖的自己 外加大师级的格斗水平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武发黑猫 当初史蒂夫的知道 自己 就是那个与国家安全局厮杀的人之后 表现出来的反应 更多的是抗拒卷入这场风波 而不是害怕 仁和自己认为 如果是前世的自己 在遇到这种事的时候 估计要吓尿了 而史蒂夫并没有 在之后的时间里 史蒂夫既能给自己一个船员身份 也能够把枪支带上船 这是一个普通退伍军人 可以做到的吗 仁和可不认为 所有的美国大兵 都可以像汤姆克鲁斯 在谍中谍演的那样 这个世界 并没有那么神奇 然而 史蒂夫对自己以前的身份 默口不言 似乎打算把秘密 永远隐藏下去 仁和觉得 自己找史蒂夫 还真是找对人了 对方明显不简单 只是因为退伍之后那点钱 根本养活不了他 所以才会变得如此落魄 在中国也是如此 许多军人退伍之后的日子 并不如意 仁和前世就曾经认识过一个 当过侦察兵 后来进过三军仪仗队的老兵 那会儿是公司要做军训 就把人家给请来了 15天的时间 也不过是支付3000块钱而已 可想而知 对方混得并不是特别如意 这次 也是史蒂夫拿到钱之后 认真分析才得出 联邦调查局已经介入的结果 对方好像对这方面的程序非常了解 仁和又稳当 那你觉得船上会有几个船员 一个或者两个吧 每天港口都会有无数只船 游轮去离港 就算是FBI也会出现人手不够的情况 他们根本不可能倾全国之力来抓捕你 因为他们做的事情并不光彩 史蒂夫似乎对这里面的道道很熟悉 如果当初抓到你了 那当然是最好的 可是他们没有抓到 这个时候他们就要仔细考虑 怎么才能够不让事件上升到 外交纠纷 那也就是说 剩下两个新船员 很可能都是FBI探员了 仁和觉得自己一定要躲着客房不走 自己没必要送上门确认 人家是不是探员 自己踏踏实实躲着他们就好 直到游轮驶出美国境内 仁和决定 一旦船只抵达加勒比 自己就直接下船联系国内 在美国境内有棱镜计划存在 自己连给国外拨个长途都不敢 他忽然想起什么事似的 给史蒂夫说道 诶 你不是大盗吗 这样吧 给你加五万美金 你偷偷去船员名单上 把咱们两个名字画掉 虽然是画名 但是对方肯定会把注意力 转移到新入职船员上的 非常感谢 钱我就不客气了 不过 名单早就删掉了 史蒂夫洋洋得意地说道 他也没想到 仁和的钱竟然那么好赚 之前他只是顺手删一下而已 没想到这个时候 顺手就赚了五万美金 史蒂夫觉得 仁和真的是这个世界上 最好的主顾 如果不是自己一心想退休 他还真愿意问问仁和 需不需要自己以后 帮他处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当天晚上 史蒂夫睡觉 都是抱着那一袋子美元睡的 生怕一觉醒来就没了 赌博发家梦 也被仁和用现实无情垂醒了 那剩下的希望就是 安全地送仁和出镜 然后自己享用着 自己的养老金 好好地和老婆孩子 过完后半生 当时间过了凌晨四点之后 整艘邮轮都从白日里的喧嚣 陷入沉寂 就连二十四小时经营的赌场 也没几个人了 一个白人男子 穿着便衣 从客房部的船员宿舍里 走了出来 他一路悄然走着 竟然是直奔大副的办公室而去 这艘邮轮上 一直都是大副在管理着 所有船员的入职 离职等等事物 如果他想知道 这艘船上有没有来新人 探员觉得 直接去大副的办公室里找找 就是最方便的事情 经过调查 这位大副是前CIA成员 一切档案本身就记录在案 忠诚度是绝对过关的 离开CIA之后也很安分守己 所以FBI有理由相信 对方并不会在国家级逃犯 这种事情上犯个什么糊涂 然而直接去索要名单 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万一对方也是同伙 故意舞弊呢 不如直接查档案 来得让自己放心 而且FBI和CIA 本身就是竞争关系 FBI在海外 也是有执法权的 两个部门出现小冲突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上升到集体之后 那就是一个集体的颜面 如果FBI申请 前CIA成员协助 那面子放在哪儿啊 这个世界上 确实有两点之间 直线最短的道理 然而成年人的世界里 大部分人都不会选择 这么去做事 而政治领域尤其如此 所以人们才总会质疑 各地政府 为什么效率那么低 那是集体思维导致的 探员悄悄潜入 大副的办公室打开电脑 破译一台普通民用电脑密码 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 探员也满怀期待 乘客已经被他排查完了 剩下的也只剩船员了 要是自己能够找到 那个凶悍的暴徒 绝对是大公一件 不过 探员也不想暴露自己 毕竟 那个暴徒到底干了什么事情 他们可是最清楚不过的 那可是敢在纽约市中心 用一杆狙击枪 杀出一条血路的人物 探员自己认为 自己是没那个胆量和能力的 探员打开大副桌面上的文件 将表格拉到最下面的 入职人员名细里 他清楚地看到 近三个月以来 只有他和另一名叫 George的客房部船员入职 George 就是自己宿舍里 那个呼呼大睡 还他们要有脚臭的人 会是那个暴徒 不 开什么玩笑呢 过了赌场饮之后 仍和在邮轮上的生活 又回归到服务生的正轨上 他和史蒂夫现在 心里都很清楚 哪位就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 而那位探员还蒙在鼓里 已经给上级汇报 海洋绿洲号全部排查完毕 无嫌疑目标 西蒙在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 接收着各方面传递而来的信息 他手指在石木桌面上 漫无目的地敲击着 总觉得 好像事情已经脱离了 自己的掌控范围了 难道 对方至今还在纽约 没道理啊 心理素质那么过硬吗 西蒙觉得 如果换作自己与对方交换角色 恐怕已经觉都睡不着了 没几天就得神经治 然后神经衰弱 其实 这样动辄一言不合 就让纽约失衡遍野的真正暴徒对抗 也让西蒙自己紧张不已 然而 对他来说 更多的却是兴奋 西蒙高中毕业时 选择的大学就觉得 自己简直是为那些罪犯而生的 他喜欢成为纽约市夜晚的一只黑猫 而那些罪犯则是 下水沟里的老鼠 以前的老鼠大多乖小 就算有那么一两只赋予完抗的 也不过是仓皇逃窜过程中 做出一些反击罢了 然而现在 忽然跳出了一只敢反过来杀猫的老鼠 在别人眼里或许会觉得可怕 然而西蒙却觉得无比有趣 他病态苍白的脸色 在自己办公室里显得尤其阴郁 明明该清理的内线都已经清理过了 杨恩的人也确定已经回国了 那么谁在帮助这个暴徒呢 西蒙很确定没有人帮助 对方压根不可能离开纽约 不然对方也不可能会在下水道里待上七天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有时候西蒙觉得 国家安全局那群人真的很蠢 其实最好的抓捕机会就在 对方还位于井盖之下的时候 只要投入足够的人手 那么下水道 就将会成为对方为自己寻找的坟墓 可是那群蠢货 竟然担心会因为舆论 而放走如此可怕的敌人 西蒙不介意 把这一切黑锅都推给国安局 西蒙总觉得 今天种下的鹰 明天就会有需要承受的锅 西蒙把窗帘拉开 平静地想当 不过 那应该是CIA的事情了 落成 人妈拿出钥匙 打开自己家门 看着窗帘起敬的客厅 说实话 以前他们忙 人和又不喜欢家务 所以家里这是前所未有的干净了 可是想到这屋里 从此少了个人 他心里总是空落落的 人们总说 这世上没有谁可以代替谁 然而杨夕的存在 仿佛让人妈漏了洞的心脏弥补上了 虽然心里依旧是空空的 但起码不会继续空下去了 人妈这一段时间总是在反思自己 实在是对人和的关心太少了 竟然让人和干出了那么多事情 这些事情其实就发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他这段时间才知道 自己家儿子写的作品 可不仅仅是一部昆仑而已 就连他自己也很喜欢的追风筝的人 也是自己儿子写的 还有现在那部风靡全球 并且疯狂吸睛的哈利波特 也是自己儿子写的 说到这些作品 肯定要说到清和基金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当初自己儿子不曾说过的事情 而杨夕对于人妈来说 就像一个故事匣子一般 人妈现在觉得 既然自己儿子不在了 那么能够从别人口中听听 关于自己儿子的传奇故事 其实也很不错 他听着杨夕给他讲 当初杨夕是怎么 一路追到珠穆朗玛峰 仍何又是怎么获得了 无氧登顶珠峰的第一人称号 并且把氧气瓶让给了别人 从来没有关心过极限运动的人妈 开始一遍一遍地 看骑士的视频 他在杨夕旁边咬着牙 哼着声道 如果人和回来了 一定要把他腿打断 但是说完又会沉默很久 要是真的能回来 该有多好 人妈终于意识到 自己儿子的传奇故事 是真的很传奇 相比之下 自己一手创立的洛河集团 好像都不算什么了 那是真正的勇气 所有人都没有勇气 像人和这样 去挑战自己的生命 那一次一次生死一线的经历 像是对于生命的怒吼 人这一辈子 到底是为什么活着呢 金钱 名利 人妈此时倒觉得 自己的儿子 反倒要比自己活得更加明白 但是 如果人和真的回来 人妈估计 还是会拿起扫把 先揍那小子一顿 嗯 揍一顿都是轻的 此时的人和 在亚马加的港口 忽然打了一个寒战 总觉得 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要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 仔细想想 自己都已经从美国逃出来了 还会有什么危险吗 他疑神疑鬼的 拉着史蒂夫 喂 老实告诉我 CIA不会真的用无人机轰炸我吧 史蒂夫哈哈大笑 哈哈 你还真信了 哎 哎 不过 千万不要再回到中国以前暴露行踪 不然 对方无人机不会派来 但是 一大堆精锐还是有的 史蒂夫话说到一半就停住了 他忽然在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CIA真的对人和有想法 那得派多少精锐 才能搞定这个少年呢 所有知情人都很明白一件事情 这个少年远比想象之中更加可怕 也正是因为人和的可怕 美国方面才会对他如此的紧追不舍 哪怕当初林浩他们逃出美国境内的时候 都没有让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如此上心过 搞不好就是因为人和的存在 让许多大人物半夜都睡不着了 以前大家都觉得 一个英雄 就算能力再强 也不可能独自面对国家机器 电影永远只能是电影 可是 在纽约暴徒事件之后 许多事情好像都颠覆了 人和站在峡坂上 看着不远处的陆地 游轮即将靠岸了 人和的安全也得以保证 史蒂夫犹豫了一下说道 呃 是不是该把钱转我了 美国政府在这种事情上 只会监视你的账户情况 却不会冻结 所以你转到我的私人账户上 我自己想办法取出来 沈和瞥了对方一眼 这个人果然不简单 在FBI监视的银行账户 他都敢要钱 并且自信最终能把钱拿到手 这本来就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 沈和笑道 回到中国再给你 他还是有些担心 史蒂夫拿到钱后 会肆无忌惮地举报自己 史蒂夫气急败坏地说道 我们之间的信任呢 我已经完成了我的承诺 沈和笑呵呵地笑道 既然谈信任啊 那你为何不相信 我会回到中国第一时间 把钱转给你呢 放心吧 以你的手段 现在肯定知道 我在中国的真实身份了 那你就该明白 我一点都不缺钱 史蒂夫沉默两脚后笑道 保重 欢迎下次再来美国 还来美国 仍和翻了个白眼 跳下邮轮 来给你送钱嘛 哎 有空来中国 我会好好招待你的 史蒂夫看着远去那个背影 听到好好招待这四个字的时候 忍不住打了一个寒盏 事到如今 清河派系在整个互联网里 开支散业的速度极快 一个个属于清河派系的APP 开始出现在人们手机里 微博是最耀眼的存在 而通讯软件TQ 则潜移默化地 植入在人们的生活里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TQ的病毒式效应 开始扩散开来 因为它的方便 功能多样化 开始征服着整个市场 社交软件就是这样 一个朋友觉得这个软件不错 很可能身边的人都开始用这个了 只要它足够有意思 清河的商城也已经开始上线了 步履维艰地拉拢着所有零售业 并且慢慢整合着物流方面的资源 清河商城的负责人 永远记得大老板说过的一句话 互联网时代 越方便的东西 就越容易被人们接受 这也是清河派系的核心总指 方便中国的生活方式 因为洛河集团旗下 现在已经扩张至 72座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帮助 清河支付 反倒是比人和想象中的 发展得更快捷一些 不少人都在说一件事情 拿着手机进入洛河的步行街 压根就不用带钱 这种新颖的事情很有意思 人们开始慢慢地 习惯于每天下意识地 打开TQ和微博上 看上一眼 上TQ看看有没有朋友留言 看看空间里有没有好友互动 自己昨天写的日志 有没有好友评论 也习惯于上微博看看 有没有新鲜好玩的事情 有没有新的明星动态 这些事情对于生活的植入 都是缓慢 却又快捷的 说它缓慢 是因为人口基数太大了 说它快捷 又因为它发展的速度 足够迅速 然而在这个时候 行内的人忽然敏锐地发觉到 清河派系的脚步 好像渐渐地停滞下来 似乎是在前行的道路上 遇到了一个岔路口 因为没人指路 所以不敢再往前走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舞发黑猫 以往的清河派系 可不是这样 那时候的清河派系 锋芒毕露 见风所指之处 顷刻间 攻城掠地 以前通讯行业 是一盘散沙 TQ 也不过是排名前三而已 然而现在TQ的用户群体 哪怕是这些通讯行业 加一起 也比不过了 一个互联网里 真正的庞然大物 已经崛起 而最可怕的是 这个庞然大物 也不过是那云雾中 看不清的帝国里的 一部分而已 而现在呢 清河派系的大佬们 不再出席公众活动 不再发表公开言论 也不再激进地开疆拓拓 有些人忽然疑惑 这种情况 怎么有点像是群龙无首的感觉 事实也正是如此 就连许诺在内 也不知道人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打电话没人接 网络上联系 没人回复 甚至清河的高管们 还忽然发现 竟然有人在通过网络 反查这边的情况 几个意思 高管们有些迷茫了 对方在网络上的来势 并不凶嘛 许诺一个人就搞定了 所以这也让许诺有些迷茫 不知道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想要通过这股网络上的力量 逆推回去的时候 对方却切断了一切来路与痕迹 对方是高手 网络里少见的高手 到底熟相熟弱也不好判断 毕竟没有什么正面交手 只是 许诺觉得 对方起码是和清河技术团队 并驾齐驱的存在 只是 许诺不太清楚 对方是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 清河派系的大老板 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 大家有无数个方向性决策 需要人和来决定 开拓者 确实可以独当一面 可是 向哪里开拓 却需要大老板来去定理 这个时候 痴妹王良都跳了出来 开始疯狂地接触清河集团的大老们 想要了解清河派系内部的实情 甚至有人希望 能从清河派系这块蛋糕里 切走一块 甚至许下高额的年薪蛙人 蛙人这种事情 一点都不罕见 甚至外界都知道 清河的高管门连离职后 都不得从事本行业的竞争协议 都没有签 事实上 清河派系的高管们 没有一个人去接触这样的挖角 年薪 不是他们期望的东西 如果真的只是为了钱 当初清河改革时 他们就大可以离开 他们现在是清河的股东 而不是一个小小的打工仔 这本身 也是他们对人和最满意的地方 那个少年 从来都不吝啬 给予他们金钱 名利 地位 这些东西 都是他们最需要的 而对方的目光 好像更高远一些 当更高的目标达成时 金钱名利 也不过是 挥手即来的东西 现在正是清河派系 拧成一股绳 奋发图强的时候 没有人会愿意放弃 即将到来的成功 重新开始 而且 还只是为了那一点点年薪 哼 年薪再高 能有未来百亿股份高吗 所以这件事情 在清河内部 就像一个笑话 在高管例会上 大家都会调笑 哪家公司又开多少钱了 另一个 就会站出来打脸调侃 真不值钱 自己身价 要比对方高一些 大家既然坦然 拿出来说的事情 就不过是需要担心的 需要担心的 都是大家不说的 比如 大老板到底去哪了 所有人都很憋慢 这种事情 哪怕是问许诺 许诺都是一问三不知 他们能看出来 许诺是真的不知道 到了现在 大家一脸的愁云惨淡 大老板不会在美国出事了吧 不然 网络上的攻击从何而来呢 然而美国爆发在新闻上那些事情 怎么看都和大老板关系不大呀 这又是枪战 又是火拼的 这些事情 怎么可能硬往大老板身上扯呢 大老板看起来 那么斯文一个人 一开始 大家还希望事情出现转机 可是时间越拖越久 大家心里的不安 就越发浓重 有人开始提议 要不要去洛河集团 找找大老板的老妈问问情况 这总耗着也不是个事啊 不过 谁去成了一个问题 人妈在他们的心里 简直如同皇太后一般的存在 前段时间 有跟人妈打过交道的大佬们 都有些害怕和人妈打交道了 跟别人还能寸赌必争 这和太后打交道 先天就处于心里劣势 这上哪说理去 没办法 谁让人家生了一个好儿子呢 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 许诺和人和的私交 本身就足够好 而且许诺又是清和派系的总裁 所以他去问 自然是最合适的 然而许诺可不那么认为 人妈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最清楚了 他在人妈面前 大气都不敢出一下 不过许诺还有其他途径 他是直接打电话给杨夕 让许诺想来 人妈都不一定知道 人和在干嘛 但是杨夕绝对知道 以前人和干的事情 大部分都是瞒着人妈的 许诺想到这里 也有些猜测 人和会不会是因为 新的极限运动 出现了意外 许诺简直 有点不敢想 人和玩那些东西 出点意外就是 非死即残 他很担心 人和会不会在那些事上 出现什么意外呢 近一段时间来 许诺都感觉 自己眼皮子跳得厉害 在人和忽然失联之后 好几次都梦到 人和倒在血泊之中 许诺现在最庆幸的 就是能在初中毕业后 跟着人和闯荡这个世界 直到两人在互联网领域 站稳了脚跟 如果谁说 谁对人和最有崇拜情绪 这个人绝对就是许诺 可以说 除了少数人之外 许诺是最清楚 人和在干些什么的人 此时 清和帝国即将成行 可是 这玩意儿 当初也不过是 人和随手为之的东西 对方真正的梦想 不是金钱与名利 而是生与死之间的挑战 想想当初 那唾手可得的高额股份 许诺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情绪 就好像演绎里讲的那样 有人以国事代我 我必国事报纸 许诺知道 字起文化水平低 这个比喻啊 一点都不准确 然而 道理是一样的 越成长 许诺就越能感受到 人和当初对自己 众比山岳般的信任 所以 他不希望人和出事 许诺拨通杨夕的电话 时间仿佛过了很久一般 对方才接起电话 许诺甚至能明显 从杨夕的语气中 听出憔悴的感觉 对方 好像更加平静了 但 这份平静 与以往是不一样的 甚至 还有些茫然与麻木在里面 许诺 小心翼翼地问道 呃 杨夕啊 人和他现在在哪儿 怎么联系不上他都 他 他 去了 很远的地方 杨夕说吧 就挂断了电话 这句话 搞得小胖子 有点云山雾绕的 他都有点迷茫 多远算远呢 美国就已经够远了吧 他还能远到哪儿 事实上 许诺这个时候 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 可是 他不敢继续深想象去 只是 鼻子一酸 就 差点哭了出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 大玩家 许诺的姥姥姥爷 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 都还在人世 他年纪还小 并没有经历过 真正意义上的生离死别 所以 当他心中有所猜测的时候 竟然完全不能够 接受这样的结果 那个带着自己 创业的少年 那个帮助自己 夺得马拉松冠军的少年 竟然 就这么走了 他很想大声地对杨夕说 他就是个骗子 可是 对方的语气 已经说明了一切 怎么办 这诺大的清河帝国 竟 忽然间连国王都没有了 那么 这个清河帝国 该何去何从啊 杨夕挂了许诺的电话号 就继续坐在 人和家的阳台上 看着 窗外的风景 其实能看到的 也不过是一片小区 和郁郁葱葱的 法国梧桐罢了 然而 他却觉得百看不厌 因为 这大概 就是人和看了 十六年的风景 今天的活 都干得差不多了 人妈带回来 一堆蔬菜和肉食 杨夕把它们 一一分拣出来 放进冰箱 肉类 都是切好吃后 放进冰箱的 不然想吃的时候 还得拿出一整块 来解冻 鸡蛋 就放在冰箱的最底下 大蒜和生姜 直接放在 厨房的厨柜上面 算 得赶紧吃 不然这个季节 很快就会发芽了 切肉的时候 杨夕还切到自己手指 一道细细的血线出来了 杨夕也不过是 随手找了个 创个贴贴上 眉头也没皱一下 这要是放在以前呢 她一定会发短信 告诉任何 自己的手指破了 让对方安慰一下自己 然而 现在的她 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 杨夕不会觉得 自己需要再找一个人照顾了 她本身就是独立的 在战区那些年 也都是那么过来的 杨恩才没有空理睬她 只是 杨夕在想着 当初任何为自己 背负那么多艰难的苦楚时 心里 会不会苦呢 真是为难她了 从洛城追到京都 再从京都追到美国 真是一个神奇的少年 好像就没有她办不成的事 人妈曾跟杨夕提到过 清河派系 现在群龙无首 必须有人在这个时候 挺身而出 这是在试探性地看看 有没有可能 让杨夕去接管清河集团 人妈觉得 这是对自家儿子 一个交代 她和老人是不缺钱的 杨夕如此深情地 对待自己儿子 人妈有必要觉得 要留给杨夕什么 而且她也想给杨夕 找点事情做 好让她从痛苦中 尽早走出来 这样一个人独处着 早晚要废掉的 然而杨夕一口就回绝了 她笑着对人妈说道 您多虑了 我真的没事 我就是喜欢 这番安静而已 而且您不明白的 清河集团这样的存在 无论是其他谁接管 都没法服众的 那些人 都是互联网行业的精英 都是您儿子 一手带出来的 不是谁都能够 折服他们的 哪怕是凝确的都不行 再经历过 人和这样的老板 他们已经不缺金钱 不缺名利了 能够折服他们的 只有更加高远目光和智慧 除了您儿子 没有人 有这个能力 杨夕继续笑的 我去了 也只会被他们笑话 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 竟然还想领导他们 您知道吗 清河派系 就像一只桀骜不驯的狼群 头狼还在的时候 大家各司其职 头狼不在了 他们应该也能 重新选出狼王 继续走下去 他们重新选择的人 应该会是许诺吧 您把清河 交给许诺经营就好 剩下的 都不用操心了 所以 杨夕依旧保持着 自己安静的生活 每天做点 自己想做的事 她甚至开始 自学素描了 因为人和会素描 忽然间 杨夕手边的电话 忽然响了起来 杨夕看着电话上 陌生的号码 还有国际长途的标识 她愣了一下 某种预感在内心里 犹如云朵般 快速聚集着 杨夕犹豫着 伸手拿起电话 却迟迟不敢按下接听键 因为她害怕 如果事情 不是像自己想象的那样 梦 就又破裂了一次 喂 你好 杨夕最终还是接通了 喂 我现在在雅买家 刚刚买到 飞京都国际机场的机票 你还好吧 我今天晚上凌晨 就应该到国际机场了 想不想我呀 仁和在雅买家 国际机场 用新买的电话和电话卡 给杨夕打着电话 笑得无比灿烂 也不管对面的人 是怎么想的 就说了一大堆 这让杨夕 感觉自己就像 活在梦里 和仁和不知道的是 人妈对她的事情 已经全部都知道了 许多人了解雅买家 大概都是通过奥运会 这样的事情 雅买家是个体育强国 在历届奥运会上 都表现不凡 但是 中国的大部分人 都不清楚 其实 雅买家至今都还是 英国的殖民地 属于英国联邦的一员 他们的国家元首 是英国女王 而雅买家的总督 是由英国女王的名义 来任命 这里属于 加勒比海域 从来都不是很平静 90%的人口 都是非洲黑人 而且 60%的人口比例 都在29岁以下 暴力冲突 经常发生 但都还在控制范围内 黑帮 倒是滋生了不少 国外的黑帮 与国内是不同的 国内 压根就没有 黑帮生存的土壤 国内的黑帮 拿到国外 不管是 雅买家 台湾 意大利 日本等地 都完全没有 可比性 这也是 国内百姓 生命安全系数 比国外高的原因 很多外国留学生 在中国留学之后 最深的印象 倒不是中国发展得有多快 也不是中国的文化 有多么博大精深 印象最深的是 实在是太太喵的安全了 在国外 哪怕是纽约这样的国际都市 在市郊被抢劫 也是家常便饭 在国内 这种抢劫 压根就活不下去 当然 也有国内的 生态环境的原因 骗区里出点什么事 骗警都知道 该去找哪个贼 外国有人 丢了一辆自行车 警察打几个电话 自行车 过两个小时 就被停在警察局门口了 这倒是 说不上到底是好是坏 仁和觉得 只要自己的安全 能够得到更好的保证 他懒得管 这些警匪之间 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当然 中国体制内 从来都不允许 有真正的暴徒出现 仁和在亚买加拿到机票 也不是那么容易 他回想当初 自己下船的时候 史蒂夫脸上 就有点幸灾乐祸的表情 后来才明白 问题出在哪里 买不到机票 他现在在亚买加 压根就是一个黑户 没有签证 没有护照 下了船 就被当地的黑帮盯上了 这细皮嫩肉的 还孤身一人 并且没有跟随 官方背景的团 还提着一个看起来就很不错的箱子 这种人如果不是肥羊 那什么人是 仁和正思考着该怎么弄到机票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周围有四五个黑人 虎视眈眈的盯着他了 神河也是一乐 竟然还碰到这种事了 不知道这些人能不能帮自己拿到机票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舞吧黑猫 第二百二十二集 他刻意地往偏僻树走去 对方很快就跟上来 结果到了角落里 他们就逼迫仁和把箱子交给他们 仁和很平静地把箱子递了出去 里面两杆半自动步枪 加一把手枪的重量 差点让接箱子的人没提住 腰都闪了 对方狐疑地认为 箱子里一定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当场就找仁和要密码打开查看 然而 箱子刚打开 他们就有点懵了 里面竟然是枪 然后再抬头 仁和的枪已经指着他们了 这你嘛 碰上军火贩子了 不是 你闲着没事 你提一堆枪 乱跑什么呀你 这他喵的不是欺骗国际有人吗 哎 电话有没有 人过来一步啊 仁和乐呵呵地说的 哦对了 留个账号 我回国来啊 给你转账 这就是仁和现在买电话的方式了 他本来就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为了达到目的 并不是太在意什么手段 现在 经过纽约一战之后 鬼才知道 他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不过 仁和觉得 留着对方五个人 还是太危险了 亚买加黑帮身上带枪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 仁和挨个把其中四个打晕 然后 才开始打电话 他第一个电话 先打给零号 要求天驱解决自己机票问题 没过十分钟 零号就回过电话来 直接去二十一号安全口 报姓名就可以了 这让仁和有点意外 没想到 天驱的能量还挺大的 事实上 雅买加所在的位置 确实很适合 作为渗透北美的切入点 对方早就经营在这里了 可是仁和却不知道 电话对面的零号 处于多么大的震惊之中 天驱认定仁和死亡 不是没有原因的 试问 当初谁在那样的环境里 能够脱身呢 不管是零号还是老王 恐怕都不行 必死无疑 一杆狙击枪 的确很烂 在那个如穴的夜晚里 仁和的狙击枪 给了他们太多的震撼 说一声神枪手 也不为过 可是 一杆狙击枪再狠 那也是纽约的市中心 面对的 也是国家安全局这样的 国家暴力机关 直升机都出动了 那一天的战况 有多么激烈 光是看看当天的 美国新闻就知道 虽然新闻也没报道 最后事情到底 发展到什么地步 因为国家安全局 封锁了消息 但是没人会认为 仁和还活着 而且后来 他们还买到消息 这个案子 在国家安全局内 结案了 结案是什么意思 没人知道 这个案子 已经被秘密 转移到了联邦调查局 他们只能粗浅地认为 仁和死了 当然就理所应当地结案了 所以 天驱最近 都有点害怕 接到杨夕的电话 就担心对方问 仁和到底死没死 好在的是 大概杨夕也已经绝望了 所以不再打电话了 猴子在路上 就给他们说过 仁和陷入战场的原因 就是为了 让猴子活下去 然后换取杨夕 离开美国的机会 天驱的人 拿着国家的工资 最后 竟然还被一个 普通老百姓给救了 这种事情说起来 所有人都要惭愧 所以杨夕的电话 就好像把他们 每个人的耻辱 重新揭开一遍似的 他们不介意 多耻辱几次 可是 他们也没法让仁和 死而复生 而且 他们震惊的是 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 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诞生了 寻常爱情中 奋不顾身之类的誓言 就像放屁一样 但是 现在仁和却用自己的生命 在 见证着这一切 现在 零号忽然得知 仁和没死的消息 这种感觉 太神奇了 就像天上 忽然有一道阳光 打了下来 整个世界 都明媚了起来 这让仁和一颗悬着的星 终于放了下来 要是史蒂夫那张 幸灾乐祸的笑脸 现在还在自己面前 果断 让他先哭上一个小时再说 当一切准备妥当 仁和才深吸一口气 然后 拨出了 杨夕的电话 所有人都以为 仁和已经死了 所以当 杨夕听到 仁和的声音那一刻 就像是活在梦里 对方现在就在雅买家 而且马上要回来了 今晚 就想抵达 京都国际机场 惊喜来得太过突然 导致 杨夕的情绪 一时半会儿 都有些反应不过来 像是忘了高兴一般 喂 喂 杨夕 仁和在电话对面 正把最后一个 黑帮成员给打翻 然后还有空把他们身上的钱都搜走 这几个黑帮成员呢 也是倒了血霉 你说你抢劫谁不好 非得抢劫一个 就连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 都没办法的暴徒吗 好在啊 仁和现在心里还保持着本心 不然 他们现在就不是昏迷那么简单了 杀人 对于仁和来说就是保命的手段 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 他是很清醒的 这还多亏啊 在获得大师级枪械技巧的时候 天罚系统让他体会过的悲悯情绪 杨夕听到仁和电话的呼喊声中 终于回过声来 他沉默了足足十秒钟 在平时 他也只是在夜晚一个人的时候 躲在被窝里 闻着仁和的气息 才会忍不住流下眼泪 在人妈和老人面前 都是故作坚强的 结果现在 这段时间以来内心的愧疚 酸涩 瞬间爆发了 其实在杨夕心中 仁和是被自己连累死的 因为如果没有自己的话 对方大可以一个人杀出边境线 或者说这些事情 本身就是因为杨恩而起 而把无辜的人和 扯入其中 所以 这也是杨夕现在 不想接杨恩电话的原因 不是他在责怪杨恩 而是因为杨恩确实是 间接导致人和死亡的原因之一 杨恩也很明白这一点 所以 他现在也处于愧疚之中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宝贝女儿 这一刻 杨夕拿着电话开始嚎啕大哭 就好像自己的委屈终于找到了出口 你怎么在亚买家呀 你怎么 在跟我打电话呀 杨夕哭得稀里哗啦的埋怨的 不哭不哭 仁和苦笑着安伟的 不是不跟你联系 我也是刚刚逃到亚买家的 我觉得在美国 现在可能开始了一个监听录音 所有境外电话 以及监视所有民众的计划 所以根本不敢上网 跟国内联系 也不敢打电话 冷静计划到底有多么可怕 人和前世是经历过的 虽然不确定 这个平行世界 它到底存不存在 但是 人和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去读 在冷静计划中 国内对国外的联系 更是重中之重 所以 如果人和要是一个长途打出去 搞不好 立刻会被监听 前世里 就连德国总理 墨西哥总理的电话 都在监听范围 仁和根本不觉得 自己能有多么幸运 到了亚买家 才算彻底安全 现在总算能够和国内联系 仁和在电话里 把自己当初如何逃出来的 从飞身一跃 钻进下水道 然后 讲到如何在下水道里 和那些国家安全区的 作战小组周旋 从离开下水道 讲到如何利用史蒂夫 混向海洋绿洲号 仁和这个时候 还有空讲了 讲在海洋绿洲号上 赌博赚钱的事情 至于 有美女给的小费 还被美女给了房间号 当然 理所当然的 被忽略了 她觉得 自己反正没犯错 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省得杨西 闲着没事吃醋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别看杨西平时 多么独立 但是改编不了 她这醋坛子的本质 杨西在听着仁和给她讲述 前因后果的过程中 情绪也慢慢平复了 她难以想象 仁和这样的人 竟然会在肮脏的下水道里 待了整整七天 她只知道 仁和在逃亡的过程中 一定经历了 非常忐忑的日日夜夜 杨西轻声道 辛苦你了 快回来吧 回来 我给你做你爱吃的鱼香肉丝 仁和听了也是心里有些酸涩 自己终于要回到那片热爱的土地了 她现在一刻都等不了 只想早点坐上返程的飞机 杨西继续说道 我现在就从落成出发 去京都国际机场 等你 等等 仁和愣了一下 她忽然觉得 好像有什么不对劲 不 你怎么在落成 然后 便开始轮到杨西讲述 仁和出事之后 她所做的事情 从回到国内开始 讲来到仁和家里 还有和仁和相处的过程 在杨西讲述的过程里 仁和的嘴巴是越张越大 这你妈 我还犊子了 当仁和从杨西口中得知 仁和已经知晓一切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 仁和老人不仅知道了她的骑士身份 知道了她过往的经历 也知道了 这一次她在纽约和国家安全局 大战一场的事情 按照仁和的性格 仁和觉得 自己要玩 打一顿都是轻的好吗 原本归心似箭的仁和 忽然间有点不想回去了 那当然 回去是必须回去的 只是该怎么回去 回去后怎么面对老人和人妈 才是重点 仁和干咳两声 你先别给我妈说我回去的事情 先让我缓缓 杨西在经历过心情的大起大落之后 现在听见仁和忽然怂了的语气 瞬间就笑了出来 我会帮你跟咱妈求情的 得 咱妈都叫出来了 仁和听了也是心情复杂 现在杨西就住在自己落成的家里 跟同样习似的 人妈和老人呢 也都完全接受她了 自己这老婆 应该是没跑了 仁和觉得经过这次事情 苏如青杨恩那里 本身问题就不算大了 现在 自己更是为了救杨恩挺身而出 对方根本就没有 再阻止自己和杨西在一起的立场 说实话 就算仁和再不愿意面对 人妈的怒火 他也必须要在这个时候 和对方报平安 晚一分钟 也就意味着 对方多伤心一分钟 所以哪怕是从这方面考虑 仁和也不能刻意拖着瞒下去 不然就太不孝顺了 所以挂了杨西的电话 仁和就顺手给人妈拨了过去 电话号码都在他脑子里 随手就来 拨出去的时候 仁和就开始紧张 他这个时候 压根就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人妈的怒火 电话刚已接通 仁和便听到人妈的声音 喂 仁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妈 我是仁和 我没事 晚上凌晨就到京都国际机场了 你不要太担心 好了 我要上飞机了 不说了 挂了 一连急促地交代完之后 仁和立马挂了电话 完全不给人妈发火的机会 然而 刚挂电话 他就又开始惆怅 现在可以玩挂电话关机这一趟 回去了之后 可怎么办呢 仁和按照零号给他的提示进入安检 果然如同零号安排的一样 当自己小声报上名字之后 就马上有专门的人 安排自己登机的相关事宜 崭新的护照 崭新的机票 护照上的名字不是仁和 看来这都是零号给他们安排好的事情 而且效率极高 此时 距离仁和给零号打电话过去 也不过是三个小时的时间 对方竟然拿出这么一整套的东西 看来 大家在和平年代 也没闲着 事实上 也本该如此 就在普通老百姓 享受着安宁生活的时候 还有无数的人在为着安宁生活奋斗着 就在纽约市中心枪战26天之后 仁和终于悄然地坐上了返回中国的飞机 在美国 他有着美好的回忆 比如和杨夕的日夜相处 和杨夕的私奔 和杨夕一起做专辑 在杨夕见证下的徒手攀岩 然而也有不好的回忆 比如 那个如雪的夜晚里的杀戮 例如零号这样的人 一定会认为 那样的战斗堪称是酣畅淋漓 可是 对于仁和来讲 那就是为了杀出一条血路 不得已而为之 回国 这就像是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 在仁和行里 似乎只要回到国内 自己就还是一个普通人 就可以忘记 曾经发生过的杀戮 他无比渴望 安静的生活 电话在给人妈打完电话 就已经关机了 这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大飞机 基本上都是返回国内的中国游客 貌似还是一个旅行团 仁和听着飞机上的游客们交谈发现 这群人竟然还是一批富人团 仁和都纳闷了 一群有钱人 跑到雅买加玩个什么呀 在他印象中 雅买加就是一个混乱的国家 如果他自己 绝对不过轻易选择 充满危险的国家旅游的 听了半天才明白 原来雅买加的首都 金斯顿 竟然还是度假疗养的圣地 仁和在飞机上很低调 他旁边坐着的是一对中年夫妇 带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 仁和没有意图和任何人产生交集 他现在脑子里想的只是回国 到了用餐时间 飞机上的游客全都取出自己准备好的食物 嘴里还抱怨着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小姐 食物质量太差 只有仁和按了服务键 麻烦漂亮的空姐 给自己准备一份飞机上的标准餐 他是真的没空再去准备什么食物了 而且当初在下水道里 每天能吃的就是大半夜 偷一下面包店的剩下面包 还得闻着臭味吃 现在能够吃到正经的食物都已经非常不错了 在游轮上 仁和每天能吃到的都是西餐 这次飞机餐是鱼香肉丝饭 好不容易能吃到中餐了 又是最喜欢的鱼香肉丝 简直感动得差点哭出来 别人恐怕很难想象 仁和这一路走来 在逆境中对于家乡的思念之心 鱼香肉丝 对于他来说就像是提前看到了家乡一样 周围的游客注意到 孤身一人的人和 狼吞虎咽地吃着飞机餐 大家也不会说什么 但是对于人和的各种标签 早就贴上去了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就是这点不好 总有人喜欢以貌取人 神和没空注意这个 大家都是平水相逢的 下飞机之后再无交集的可能 他也将回归自己的生活 他旁边那个漂亮女孩出于好心 分出来一个饭盒递给人和 这是我们之间准备的 你也尝一尝吧 人和明白了他的善意 或许自己加三的魅力属性又发生作用了 不过他还是拒绝了女孩的好意 微笑着表示自己已经吃饱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无发黑猫 第二百二十三集 女孩也觉得 自己怎么脑子一热 被人给送吃的 好像有点过于热情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觉得身边这个大男孩 身上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他 这种东西 若有若无 若隐若现 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他也没想发生那什么 只觉得想和对方说出话 这种感觉 真是来得太莫名其妙了 就连人和自己都不知道 除了加三的魅力属性以外 当他真正经历过战火之后 身上又多了许多 说不清道不明的气质 那是杀伐果断之后 积累的心境 以及这份心境的外在体现 一路上平安无事 没有人劫机 没有人冷嘲热讽 没有枪声 这就是人和期待了一个多月的平静生活 人和在飞机上沉沉睡去 时间过了13个小时 飞机降落在京都国际机场中 没有出现 史蒂夫开玩笑说的 CIA的无人轰炸 也没有再出现任何波折 人和终于回到国内了 当他下飞机 脚踩在中国土地的时候 心里充满了感慨 这时候 他身边一些中国游客 开始向着外面走去 人和走在最前面 他已经迫不及待的 见到阳西了 虽然人妈也可能等在外面 但是早死晚死 不都是个死吗 人和相信 人妈总会原谅他的 事实上 人妈现在想见到 自家儿子的想法 多过于怒火 他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先见到这个 无法无天的小兔崽子 发火啊 那是回家之后的事了 所以当任何从出口 出来那一刻 人妈冷眼看着 和阳西抱在一起的儿子 淡淡地说了句 先回家再说 就转身上车了 到了车上 他的眼圈才开始红起来 只有亲眼见到自己儿子 他才能确信 自己儿子真的没死 没死就好 回去再好好算算这笔账 今晚先让儿子吃顿好的 儿子都瘦了 事实上 任何并没有瘦 纯粹是 人妈自己的心理作用 任何此时 站在出口看着 外面给自己接鸡的人 杨西戴着口罩与墨镜 和自己拥抱在一起 任何闻着杨西的发香味 终于确认 自己真的已经从炼狱 回到了人间 而杨西后面 则是许诺 以及清河派系的 所有大佬 说实话 任何也没想到 会有那么多人来迎接自己 现在 这些人 都是各个领域里 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此时 大家忽然在许诺的带领下 齐声大笑道 欢迎大老板回家 任何抱着杨西同时 鼻子酸酸的 谢谢大家 今晚我请客 咱们吃好的 在他身后 刚刚到出口站的游客们 刚出来 就看到任何他们 一行二十多人 登上了机场外面的车队 溢水的豪车 而任何 就在所有人的簇拥中 看起来相当震撼 有游客忽然疑惑的 诶 那个女孩怎么看起来 有点像哪个明星啊 那些人 好像是 清河派系的高管吧 一个他们眼中的土小子 怎么就摇身一变 变得那么耀眼了呢 看错了吧 呃 肯定是看错了呀 回到国内的当天晚上 任何首先和清河派系的 所有高管 在京都吃了顿饭 实在是 这段时间攒下的 需要决定的事情太多了 清河派系 驻足不前 都已经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 这半个月以来 外界对于清河集团的猜测 纷纷如云 有不少人都猜到 清河派系 现在是群龙无首的状态 一群大鳄 都想在这个时候 钻空子挖墙脚 就席间啊 大佬们像交纳投名状一样 开玩笑似的汇报着 这一段时间 找他们挖墙脚的那些公司 这么做 其实就是为了表示 自己没有二星 事实 正如杨夕对人妈说的那样 这些人在人和的带领下 已经不缺金钱 不缺地位了 能够吸引他们的 只有未来那广阔的前景 那个 现在还隐藏在云端的帝国 他们都知道 大老板应该是在美国 遭遇了什么变故 但具体发生了什么 他们是不知道的 他们也没有想要去 探寻大老板隐私的想法 而且他们也很难把眼前这个少年 与一个暴徒联系起来 不管他们社会上地位多高 也不过还是身处普通人的世界 战火 与他们没有丝毫关系 人和在席间梳理着他们 最近遇到的问题 其实总归都是一些 因为眼光不够长远 而导致的方向性问题 而这些事情 在人和这里都不算问题 当这些事情 被一件一件地解决的时候 清禾派系的大老们 微笑着面面相许 那位高瞻远竹 目光长远的大老板 终于回来了 人和举喜酒杯 感谢大家这段时间 为清禾集团的付出 清禾今后的速度 还要再快一些 这个时代 永远都处于变化之中 尤其是我们互联网领域 现在 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领域的 最前沿 狂奔着 绝对不要给任何人追赶的机会 朱军 我们能不能继续领跑下去 其实关键点不在我 而在各位 城山水先笑着举起杯子 大老板放心吧 这里面有我们的股份呢 哈哈 一定效力 大老板放心吧 现在全中国的年轻人都知道 在这个年轻人难买房的时代 在清禾好好干 都能分费房子 二十年之后呢 还能用现在的成本价 就获得一套房子 我相信啊 虽然落成身处三线 但是 未来一定会有大把的青年才俊 来供我们趋钱 人才战略这场仗啊 我们清禾 首先就赢定了 这杯酒喝完 今天的局啊 也基本上要到散场的时候 清禾集团就是人和的根基 自己未来想要做成什么事 大部分都取决于清禾派系 是否能在这个商业乱世中崛起 既然要做一个最大的玩家 人和必须先紧握自己 手中的筹码 而这些清禾派系的大佬们啊 也不是没有人想要跳槽过 其实还有风投机构 开出了更高的价码 比如更高的股份 清禾派系的大佬们 也不是没人动摇过 然而 似乎只要人和一回来 他们动摇的心思就淡了 如果人和不回来 事情就将往另一个方向发展了 但是只要人和回来了 他们很难生起 与人和为敌的心思 哪怕只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 实在是因为这个对手 在互联网世界里 智慧太让人仰望了 而且他们能够在外面立足的 互联网眼光与战略 都是人和给的 所以与其与冒险 投资机构合作 还不如大方的和人和合作 起码只要好好干下去 哪怕失败了 也不会被人和轻易地抛弃 他们也很庆幸 此生能遇到人和 像是给自己的后半生 加了一份保险一样 哪怕事业失败了 人和也一定会给他们一口饭吃 这是他们非常确定的 一群人欢天喜地地找地方 进行其他娱乐活动 京都的夜总会行业 一直比其他地方更加繁华一点 让人和没想到的是 许诺这个小胖子 竟然比那些老油条 更喜欢这个 这两年啊 他赚的钱 是除了人和以外最多的 哪怕天天泡在这种地方 钱也花不完 人和能给他的劝告就是 嗯 要有节制 人和和杨夕 一起坐着清河集团的专车 往刘海胡同去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越接近刘海胡同 人和就越是紧张 现在 人妈对她的一切都是知根知底 对于杨夕将自己的事 和人妈合盘拖出的人事 人和也是哭笑不得 真要知道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自己当初就算冒死 也要先和杨夕联系一下 现在算是进退两难了 自己未来的极限运动 怎么办呢 人妈要是能允许她 继续玩下去啊 人和觉得 太阳能从西边出来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人和一步走进四合院的时候 正好看见 人妈坐在庭院里喝茶 方叔和王婶就在旁边 殷勤着伺候着 小火炉子里烧着热水 添着茶叶 人妈的到来 对于老两口来说 也是一个意外 一开始 他们都甚至不知道这是谁 然而 当他们知道 这就是东家的母亲号 那个热情境 差点让人妈有点受不了了 老两口啊 一直和人妈续道 东家有多照顾他们 人妈也是从阳西嘴里才知道 自己儿子竟然早早地 就在这个刘海胡同里 用四千万 治下了一个四合院 自己当初给儿子那栋别墅啊 对方竟然都没住过 都是方叔王省定期过去打扫的 嘿 这个儿子真是要上天了啊 什么事情都敢瞒着自己 不过啊 这四合院买的真是划算 他自己就是做房地产的 现在刘海胡同的这套别墅啊 早就升值过亿了 这还只是一年的时间 四合院啊 这东西真是卖一栋少一栋 升值呢 是早晚的事情 连他自己也想过 要不要置办两栋 当成家传的产业 留给人和 没想到的是 儿子走在了自己前面 人妈有时候啊 也会弄不懂 自己这个儿子 在初三之后的人生 忽然向着一个 莫名其妙的方向 妖孽了起来 他看到人和一脚进来 然后想跑的身影 人妈从容地把茶杯 往石桌上一顿 你还会弹钢琴呢 还成了朱莉亚音乐学院 诗一样的小教授呢 也不说 弹一首给妈妈听呢 人和当时看见 人妈这神态 心里就大叫坏事了 人妈这是 要算总账的前奏啊 人和此时 很想和人妈谈谈 什么是理想 什么才是 人这一生 最该追求的东西 人如果没了梦想 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可是这话到嘴边啊 马上换了个风格 你想听啊 我什么时候都可以谈 杨夕倒是少见 人和这副狗腿的模样 人和现在的样子啊 简直恨不得 跑上去给人妈 揉肩捶腿 儿子买了四合院 也不说 请自己的妈妈 过来住两天 晚上 老方给我做的卷饼 他说 这是你最爱吃的 我以前也没吃上一口 人妈继续淡定地说的 您想吃 就住在这里 天天让方叔做给您吃 对吧 方叔 人和赶紧给方叔使眼色 方叔在旁边啊 心领神会的赶紧憨厚地说道 哪怕您大半夜想吃 我大半夜也爬起来坐 这段时间 方叔一直很忐忑 忐忑的 不是因为人和意志不在这里 而是自己朴素的思想导致的 无功不受禄 种地的时候啊 自己种的种子 精心照料之下 只要不遇见天灾 好好地除虫 除草 施肥 自然会有一个好收成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这其实啊 就是最朴素的思想 和因果无关 然而现在 他们这段时间来 一点活都不干 却享受着 人和给他们的高薪 他们把这事 告诉了上大学的闺女 毕竟 闺女上大学了 道理应该比他们懂得多 闺女也是思考了半天才达到 这家主人 很可能是个地位显赫的人 既然对方宅心仁厚 你们就继续干下去吧 这是对你们的信任 你们也没累着了 还另外一个别墅 我去打扫 我不能心安理得地 享受你们的劳动果实 所以现在 方叔和王婶 是真的闲了 连安供园那套别墅 都是闺女去打扫的 他们呢 看好这套四合院就行了 方叔一直觉得 自家闺女 是个北大的大学生 不能再敢粗活了 但是啊 闺女死活不同意 坚持要分担一些工作 说起来啊 老两口还是比较欣慰的 这闺女没有白养 然而 人妈的怒火 哪是那么容易笑掉的 她示意 方叔给自己添点茶水 然后继续淡定地说道 哎 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 才知道我儿子还会画画 一幅画价值千万 也不说 给自己老妈画一幅 在谁面前应激 也不能在自己老妈面前 太应激 人和就是那种 和丈母娘刚正面 都会怂的人 在自己老妈面前 人和当然认怂了 呃 画 现在就能画 人和现在是一脑门的汉 只想自己家太后 能够息怒啊 当儿子的 实在没必要 在这种时候 和亲妈抬杠 杨夕就在旁边啊 好笑地看着这一切 她很清楚 人妈到底有多爱 自己这个儿子 当初自己 刚刚把人和出事的事情 告诉人妈的时候 人妈真是两天两夜的 没合眼 一个个的电话拨出去 自己儿子的消息 却依然是石沉大海 那两天 人妈饭都没吃一口 看得杨夕都心疼了 以前 人和总是和杨夕说 自己是放养的 然而后来 杨夕和人妈 这对同病相连的母女 聊天的时候 人妈就会抱着一堆相册 跟杨夕讲 人和小时候的事情 人和小时候啊 想吃冰糕的时候 会说自己饿了 人和幼儿园尿床的时候 会说自己出汗了 人和有一次 差点在商场里走丢了 人和得过幼儿园 穿衣服比赛冠军 也是这时候 杨夕才意识到 其实许多事情 可能我们自己都忘记了 但是 父母却不会忘记 那时候 他无比地想念杨夕和苏如青 他尤其记得 当年那场大火之后 苏如青抱着他 在火场之外 嚎啕大哭的场景 自从那天之后 他再也没有见过 苏如青哭了 人和终于没事了 杨夕自己的心结 也算是去了一半 他决定 今天晚上 要给自己父母打个电话 然而 人妈那边 还在继续埋怨着 儿子真是长大了 什么都不给自己老妈说 谈了个这么好的女朋友 也不领回家看看 人和当时都迷了 不是 不是你们说的 不让早恋吗 现在态度转变了 他看向旁边的杨夕 可想而知 杨夕这段时间 有多招人妈喜欢 事实也正是如此 本来应该是婆媳关系 结果就因为人和 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杨夕简直像是 成了人妈的闺女一样 两个人的沟通的事情 比人妈和人和沟通的还多 杨夕这段时间 一口一个妈的叫着 人妈早就把她 当成自己的女儿了 说实话 人妈忽然觉得 这样也挺好 而且这段时间 她非常清楚一件事就是 杨夕对自己儿子 用情有多么深 作为亲妈来讲 人妈永远不希望 自己儿子涉险 但是自己儿子 真的为了杨夕 甘愿冒着生命危险 留在纽约 她也要看看 这个女孩 到底值不值得 自己的儿子那么做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五八黑猫 当一切事情都尘埃落定之后 人妈也在感叹 自己儿子在爱情方面 确实无可挑剔 作为女人 大部分人都在赞赏着 纯真的爱情 讨厌人渣 让人妈比较欣慰的是 自己儿子 在这方面就很好 面前这两个人 简直创造了一段 当事轰轰烈烈的 爱情故事 而杨夕 也确实 值得自己儿子那么做 这才是人妈后来 不在内心里 责怪杨夕的原因 因为她值得 杨夕也从内心里 感激人妈 能够理解这一切 虽然她心底的愧疚 不会因此减少 但是 能在这种时候 被人理解尊重 总是会让人心安一些 人和眼瞅着 人妈和杨夕 有点要统一战线的意思 当时就有些蛋疼了 人妈瞥了她一眼 既然谈恋爱了 那就好好地谈 别辜负人家 小夕 有空了 也安排我和人和 和她爸 跟你父母见一下 把这事定一下吧 杨夕在旁边 好像拿到上方宝剑一样开心 这下子 人和算是跑不掉了 她觉得 自己当初 直接到人和家里 这个决定 实在是太明智了 人和都愣住了 你们不是不允许我早恋吗 你这个年纪啊 在你爸武汉老家 都该有孩子了 什么早恋不早恋的 我没说过 人妈现在彻底不承认之前说的话了 哎 您说了算 人和说着 就打算拉着杨夕进屋说话 只要人妈不提极限运动的事 一切都好说 结果 当场就被人妈眼神一瞪 我说过 让你走了吗 咱们的账 算完了吗 其实人和心里很清楚 人妈之前说的 都是对她来说鸡毛蒜皮的小事 什么谈情不谈情 画画不画画的 都是人妈的铺垫而已 现在才刚刚进入正题 也就是 人和最想回避的事情 极限运动 这其实 是她一直以来 无法和老人 人妈调和的矛盾 因为 生命只有一次 所以 父母对此 才会无比重视 在父母眼中 极限运动是什么 和找死 没什么区别 现在的人妈看来 自己儿子在这个社会 已经有了 安身立命的本钱 清和派系 就算没法像人和想象中 一样崛起 也不会差到哪去 和老一辈的人谈梦想 其实 很难说得通 因为他们经历过 变革的时代 本身就太缺乏 对于这个时代的安全感 我们经常见到的就是 哪怕富商家庭 也会希望子女有个铁饭碗 然而 人和没法在这方面妥协 他现在经历的 不是简简单单的人生 而是重来一次的珍贵机会 他可以不要金钱 不要名利 但是不能让自己 这辈子留下遗憾 人妈冷声说道 以后不许再去冒险了 我和你爸 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我们可不想 白发人送黑发人 人和这个时候 很想好好地和人妈谈谈理想 但是他也非常明白 这种事情在父母那里 根本没有缓和的余地 既然回国了 经历这次巨大危机 你的心也该定下来了 人妈继续说道 想不想上学都随你 不过我还是建议 你接着走下去 活到了 学到了 你的人生路还有很长 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 不能再去冒险了 人妈非常清楚 自己儿子现在 极限运动领域 是个什么地位 说实话 他有些隐隐骄傲于 自己儿子 竟然能在极限运动领域 创出如此成绩 然而问题是 哪怕人和在这个领域 再成功 他也不想 让人和继续了 每个人表达爱意的方式 都是不同的 人妈表达母爱的方式 就是希望 人和能够健康幸福 不求他能够 大富大贵 说实话 人妈也很明白 自己儿子 同龄人里 可能已经是 最优秀的之一了 不管他愿不愿意 看到的领域 他都必须承认 自己这个儿子 已经足够优秀 而且说实话 自己这个儿子 已经完全脱离了 自己的掌控 他也没打算掌控什么 只是担心 自己儿子出现生命危险 人和沉思了片刻 还是咬着牙 硬挺着说道 其实 金钱在我眼里 已经成为数字一样的存在 赚更多的钱 没法让我的内心 变得更富足 我想追逐梦想 可能你们不太懂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 但如果完不成 后者后退 我觉得我这后半辈子 一定会后悔的 梦想啊 人妈坐在四合院里 有些恍惚 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她的梦想 就是能够成为一名舞蹈家 然而在十七岁的时候 就被人和的老爷 给送进了部队 当上了一名女兵 考上军校 然后认识了老人 最终双双转业 两个人的事业都很成功 人人渴望的金钱名利 在她这里从来都不缺少 然而 自己当初想要当一个舞蹈家的梦想 早就破灭了 她总在想 等自己能够退休养老的时候 去学学钢琴 或者国画也都很好 总比无休止地赚钱强 现在自己的儿子 忽然也跟自己提到梦想这个字眼 就像 他当初十七岁那年 和父亲恳求不去参军 而是学习舞蹈一样 梦想 大概就是毕生 都将残存执念的东西 有些人完成了 有些人 却要 带进坟墓 当历史在自己儿子身上重演的时候 人妈自己要怎么选择 尊重 还是 扼杀呢 在今天之前 人妈思考过很久 因为 她已经很明白 自己不再具备左右人和意志的能力 谁还没见过几个叛逆的孩子 成和 这已经算是好的了 所以 不仅是人和在想对策 就连人妈自己 也在想折中的办法 可是 她想了这么久 也没想出个所以然 实在头疼 梦想 这个词汇 实在是太过美好了 人妈站起身来 理智地说道 从小就看着你 一点点长大 从小你就很听话 可是不知道 为什么你现在忽然变得那么有主见 又做出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甚至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接触过枪枝 我很意外 也很为你骄傲 如果你不是我的儿子 我都会认为 你是当代社会的一段传奇 可你 偏偏是我的儿子 我不能那么看着你 在危险的道路上走下去 然而 我也非常明白 你决定的事情 我可能无法阻拦 既然如此 我只有一点要求 你们俩 给我生个孙子 在孙子 出生之前 不要再进行危险行动了 这就算是 你的一点孝心了 人妈这段话说的尤其平静 可是 人和也能听出来 这话里隐藏的一丝悲伤 似乎人妈已经做好 失去人和的打算了 儿子长大了 自己既无力阻止 又不想扼杀她的梦想 那么她能做的 就是给人和留点念想 不让自己和老人 孤独终老 人和在她心里 已经死过一次了 那种感觉 那是几乎悲痛的 让她没法承受的感觉 现在却要默许儿子 重新去冒险 这种决定 对人妈来说太过艰难了 而人和和杨夕两人 一脸懵逼 面面相训 生个孙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杨夕的脸色 一下子刷得红透了 方叔和王沈 在边上看这对小情侣的模样 乐不可知 在他们村里 仁和他们这个年纪 确实可以生小孩了 然而 生孩子这种事情 对于杨夕和仁和来说 都是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事情 太可怕了 半年前 还千叮咛万嘱咐的 千万不要早恋了 现在都开始要求 自己赶紧生个孩子 没有一点点防备啊 其实 人和内心里还觉得 挺有意思的 两个人 从偷偷摸摸地谈恋爱 到现在被双方家长认可 同龄的同学还在干嘛 还在上学 还在玩游戏 还在享受着 无流无虑 却也无知无畏的人生 就在同龄人 还在上高二的时候 自己都要被逼着生小孩了 这种感觉很荒谬 但也感觉很厉害啊 人妈扔下这句话就走了 刘志仁和和杨夕两个人 在四合院里尴尬着 两个人在造人这条路上 连第一步还没跨出去呢 方叔和王沈在一边是笑盈盈地看着 给杨夕看得是害羞到不行 自己钻进次卧睡觉去了 仁和坐在院子里 咋叭咋叭嘴 他倒是很想借着这个机会 和杨夕更进一步 关键是 人家现在不愿意啊 总不能自己生孩子吧 第二天一大早 人和刚刚睡醒走出院子 方叔就一脸惊喜地看着人和 东家醒了 给你准备好了早餐了 可是当方叔把早餐端过来的时候 人和都懵了 这啥 露血 大补的 方叔乐呵呵地说道 人和当时脸就黑了 这方叔还挺会补刀的啊 他在方叔殷切的目光下 喝下这小半碗露血后 差点吐了出来 方叔还在一边热情地叙道着 他们村里就有养露 还会有公园呢 去找他们买 这也是村里的一大营生 谁家媳妇坐月子 男人补身子 都是喝露血的 特别管用 可是人和觉得自己现在压根不用补啊 不过人和也没郁闷太久 等杨夕醒来的时候 他就乐呵呵地看着方叔 给杨夕也端过去一晚 这东西啊 还是方叔托四合院卖家崔强给弄来的 崔强这一听啊 是人和家的事 立刻就义不容辞地交代手下人办了 对方在京都这地界做生意 靠的就是一颗玲珑心肝 喝完露血之后 就是正常的早餐 也不知道 是喝了露血还是怎么的 杨夕一大早的 脸就红红的 人和一边叼着面条一边问道 呃 你还上学吗 我是打算继续上学的 当初从寺中离开的时候 我办的是休学 没有办退学 现在回去 应该可以跟着进度继续上 别看咱妈说的好听 上不上学都无所谓 我要不上学了 她能续到我好几年呢 人和现在说咱妈这两个字 也是顺嘴了 之前是杨夕在说 现在反倒给杨夕搞得害羞了 现在已经稳定情绪的她 都想不明白 自己当初是怎么在人和家坚持待下来的 上学是肯定的 校园生活一直是人和向往的 当初决定当甩手掌柜放权出去 也是因为她想拥有更多的自由 悠闲的生活 前世的社会上厮混那么多年 本身最渴望的就是能重返校园 哪怕和同学们一起玩玩叨塌 一起大大斗地主 甚至闲着没事干 她都很乐意 学生时代 大概是大部分人最最喜欢缅怀的时光 在那段时光里 可以为了朋友和别人打群架 可以在路边和兄弟们喝得酩酊大醉 可以一起凌晨看球 看刀的比赛 那是充满荷尔蒙和思想碰撞的时光 没有利益关系 没有利用和背叛 同学之间的矛盾也是无伤大雅 每个人都在自己最合适的年纪里 意气风发 风华绝带着 所以仁和早就想好了 当他回归正常生活之后 还是要继续上学的 不过 到底是回四中还是去哪里 他自己也没想好 我也要上学 不过 我应该职业去中央音乐学院了 回国之后 妈妈就安排好了 杨夕喝了口豆浆说的 还是学钢琴 虽然以后的钢琴 肯定是跟你学了 不过 我还是希望能拥有更多的朋友 这话倒是让人和比较有感触 对于他这样 曾经的学渣来说 学校里学习的东西 真能在进入社会之后 派上用场吗 未必吧 而这些时光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 就是收获了几个朋友 前世的就不说了 经生里初中认识了许诺 高中又认识了 蒋浩阳 刘斌 李一帆 刘家敏他们 事实上 那一段段友情 就撑起了这些个时光 中国的体制就是这样 有杨家的能量 杨夕自己素质又过硬 现在特招进中央音乐学院 也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仁和自己该怎么办 到了这个时候 仁和也没必要 非得和杨夕在一个学校了 两个人都住到一块了 上不上一个学校 又有什么关系呢 重点是上学 至于到底去哪个学校 仁和倒是无所谓的 他打算问问周老 有没有门路再说 他以前的同学恐怕都想不到 仁和在担当过 朱利亚音乐学院小教授之后 又重新回到国内 而且还要跨过高中 直接去读大学 仁和的人生已经自由了 不再拘束于 寻常人的轨迹 犹如超脱了一般 但是他也没打算在大学生活里 有多么高调 毕竟身份这种东西 会影响朋友之间的感情天平 仁和也没打算 让谁捧着自己过日子 用寻常兴去面对寻常生活 就足够了 清和基金 此时已经成为国内 最耀眼的慈善基金会了 全因为哈利波特第一部 在全世界畅销 让清和基因这一段时间 迎来了好多大动作 资金充足 没人敢随便拉高 支教老师的薪酬水平 然而清和基金就敢 在这段时间里 甚至有一些曾经支教过 又因为经济原因 羞愧离开的优秀支教老师 重新回到了支教岗位上 这些才是让人和最最欣慰的设计 因为他们在帮助这些 品格崇高的支教老师 完成自己的梦想 又能改善自己的生活 谁都有追逐好生活的权利 他们离开并不是他们的错 而是这个社会 还没有发展到更高的阶段 现在人和来帮他们圆梦 这件事情本身对于人和来说 就是有意义的 人和和周老约好了 明天一起吃饭之后 就和杨夕一起来到寺中门口 故地重游 这是当初 他们彼此度过的一段快乐时光 也算是两个人的母校 在门口看着里面的学生 匆匆忙忙地从教室里奔赴操场 奔赴图书馆 奔赴食堂 小麦铺 人和觉得有点恍如隔世 自己离开的时间不长 却已经经历了太多事情 纽约一战之后 他的心境 确实有了另一个方向的变换 变得更加沉静 变得更加渴望平静的生活 他宁愿 那一场场的杀戮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舞吧黑猫 第225集 当仁和和杨夕 站在寺中门口 感受着同龄人的 蓬勃气息时 仁和觉得 自己终于把这段 不算好 也不算坏的回忆 给放下了 今晚 应该不会再梦见 枪林淡雨了 新的校园生活 也即将开始 他们将会认识 新的朋友 新的同学 新的生活 杨夕轻轻地 拉住仁和的手 他非常清楚 仁和的心里 一直有一块石头 压着 因为 他杀过人了 此时此刻 他甚至能够感受 身边人的心情变化 由衷地 为仁和感到开心 因为他觉得 仁和终于 从纽约的阴影里 走出来了 没有悲悯 没有愤怒 只有平静 然而仁和觉得 这件事情没完 不是说 CIA还敢顶着 中国的高压 过来兴风作浪 而是仁和觉得 当初对方 施加给自己的那些东西 自己 有必要还回去 他是一个 记仇的人 从来都是 两个人离开 四中门口时 校园里 忽然有人惊讶到 我怎么好像看到 杨夕和那位 清和社团的社长 并肩离开了 你眼花了吧 他们两个早就出国了 一个在美国 一个在英国 杨夕的男朋友 可是骑士 别乱点鸳鸯谱 不管是仁和 还是杨夕 都是属于四中的 一段传奇 杨夕是在进入校园之前 变成了国内的 天后级人物 然而 在离开四中 出国留学后 又成了国际举行 但生活依然低调 现在 无数人每天刷新微博 就是为了看看 杨夕又和骑士 说了什么样的话 然后再看看 骑士有没有回复 这样的影响力 绝对不是一般人 可比拟的 当初有人觉得 杨夕将要过气 结果 骑士却带着杨夕 用十首英文歌曲 征服了全世界 尤其是 Shirke的MV 简直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那个创意 让人们 兢兢乐道着 有人还在幻想 如果杨夕能够在自己 婚礼上 演唱一首歌曲 该有多好 而人和 则是另一个方向的传奇 在大家都不知道 他身份的情况下 自己组建了清和社团 然后席卷全球的杀人游戏 横空出世 现在哪怕是远隔重阳的外国 也有无数人 在玩这个游戏 又因为这个游戏 京都四中里 设立了清和奖学金 以及让所有人羡慕的 清和社团内部奖学金 此时 清和社团的成员 已经扩充至11人 入团的要求 已经严格到 令人发指的地步 甚至最终考核 要在凌晨4点 连续回答对36道题目 并且时间不超过36分钟 才能过关 文科的答文科体 理科生答理科体 然而还有一些历史题 实事题 不管是文理科 都要回答 难度让人汤姆结舌 却依旧有无数人 趋之若鹜 能够进入清和社团 已经成了身份的象征 它象征的不是身份 家事 而是一个人的能力和智力 清和社团 已经取代了 京都四中内部的所有社团 成为了最优秀的代名词 可以说 清和社团内部的11个人 就是京都四中里 最耀眼的11个人 不过新入会的成员们 总是希望 蒋浩阳他们 能够帮忙认识一下创始人 因为那位 已经流学海外的创始人 简直就是一个传说 太让人心之向往了 然而更加夸张的是 直到人和离开之后 大家才知道 原来人和还是清和游戏的 幕后大老板 京都四中的学生 本来就要比一般的学生 更早地接触新鲜事物 现在清和派系那些软件 他们都开始用了 女孩最喜欢的是清和美图 这个软件的工作原理 简直让他们感到惊奇 而男生则是爱玩清和开发的游戏 京都四中的学生 都是自鸣不凡的 他们从来没想过 会出现这么一个人 这么一个社团 能让所有人都清新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 有人开始拿出 当初七天横幅的事情 戏称为七天创造世界 那位精彩绝艳的清和创始人 确实为京都四中的社团历史 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四中的学生们 将以此为标杆 来要求自己的人生 人和当天晚上 等所有人放学之后 他还私下里回来 拜访了一下老校长 先确定一下 自己是否能够回来上学 他不一定回来 这要看周老那边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四中算是他的一条退路 没合适的地方去了 他也不介意回到这里 他刚敲开老校长办公室的门 就发现老校长 已经笑盈盈地站起来 对他调侃的 以前我觉得 这是你挺能折腾的 这次你还是 重新刷新篓的看法 倒是人和愣了一下 您都知道了 让他想来 虽然老校长门声遍天下 但是自己在美国发生的事情 其实很隐秘 除了自己的父母 天区 外交机构等等知道 别人应该都不会听说过 自己的学生啊 当然要多关注一些 老校长笑着给他倒了杯茶 也不说自己的消息来源 继续调侃他 我还在担心啊 你的心情大变 不过 既然你能跨进我这个门 就没让我失望 这次人和倒是很快明白了 老校长也在担心 他杀人战斗之后 会有心境上变化 变得暴戏 或者抑郁等等 都是很有可能的 既然他能坦然回到寺中 八成是要说复学的事情 那就意味着 他还保持着本心 老校长忽然感慨道 当年我只是一个学生 脑门一热 就去参加了南边的战争 回来后 有两年时间 我觉得自己都疯掉了 能看到你精神那么正常 我很开心 人和正色的 我那是逼不得已 我不杀人 人就杀我 我也是为了杀出一条生路 我不会为了杀人而杀人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哪 老校长喝了一口茶水说的 怎么 想回了上学 学籍还在 你回来了 我可以特批着 你跟着高啊 继续读书 学籍在就还好 我来找您 试先看看 我能不能回来 当然 如果我能职业进入大学 对我来说不是更好吗 人和解释道 高中对我来说 稍微有点没意思 京都四中这样的地方 都被你说成没意思 你是泥猴子 是要车腾到天上去啊 算了 随你去吧 不过 你回来了 还会影响其他同学学习呢 不过 京都四中 不会举荐你去哪里 我只能保证 你想回来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回来 不知道为什么 老校长 由衷地喜欢自己这个学生 明明这个学生 不是他喜欢的性格 可是他总能在这个学生身上 发现一些 让人惊艳的东西 当初 放弃那么多金钱不要 反而送给学校 做奖学金 这种魄力 寻常人没有 多才多艺 能在高中的时候 就成为世界级音乐名副的小教授 也远超常人 这次经历杀戮 但是 人就保持了本心 在老校长眼里 也是堪称奇迹 起码 他自己是做不到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这样的学生 多给一份优待 并不为过 那我先谢谢您了 既然目的达到 人和起身 就准备走了 不料 却被老校长喊住 我 一直在好奇一些事情 当然了 这 只是我自己的猜测 也没给别人说过 旁人知道 你是去了英国 我知道 你到底去了哪里 我想问 你和杨夕 其实他只是从别人那里 隐晦地知道了任何的事情 却对前因后果不太清楚 因为牵扯到了机密 不是他应该接触的 人和的身形 顿了一下 转身 对老校长 灿烂地笑道 您倒是还有 问这八卦的心思 我要重新审视下您了 甭猜了 等着喝喜酒吧 到时候 给我们 封个大红包啊 老校长释然 这就对了 人和请周老 吃饭的地方 就在 自己的四合院里 现在好多人啊 把这座四合院 理所当然地 设为大家聚会的大本营 苦了 方叔和王审 经常要匆忙地 做一大桌子菜 菜样 都是农家的家常菜 却 仍旧有周老这样的人物 趋之若鹜 他们觉得 能够在闹市里 享受一片室外桃源 本身就是一件 很美好的事情 当天中午来的 可不止周老 还有周老的好友 大导演 张鸣 以及一位 人和没有想到的客人 夏宇婷 张鸣一进门就笑道 我还以为 咱们都算是忘年交了呢 结果 你也没有邀请我 来这里吃过一顿饭 怎么的 嫌老头子我 吃得多呀 神河苦笑道 瞧您说的 我这知道您 比较忙嘛 怕麻烦到您啊 说实话 他是真没想到 张鸣这样的大导演 愿意和他结交 两个人的关系 本身就像萍水相逢一样 只是当初选角的时候 相处了一天 之后 也没有做过 再多的沟通 张鸣也曾希望 仁和能够加入编剧团队 然而 仁和哪有那个空啊 他确实很希望 昆仑能够按照原著拍出来 但事实是 这种事情 就算他加入编剧团队 也不会有太大改善 国内一直都是这样的 编剧始终处于弱势 除了少数的大师 其他的编剧 在剧组的话语权 是很小的 当初 张鸣还调侃 说给仁和 开一个好价钱 结果 周老孝说 这少年啊 根本就不差钱 张鸣一直都很郁闷 怎么个不差钱法 直到 最近那些事情爆料出来 张鸣才明白 人家是真不差钱 然而 他今天来 不只是 真的想要跟这个 才华横溢的少年交朋友 还有 自己的目的 仁和的正事 还没想好 怎么和周老说 只听 张鸣先说的 哈利波特 能不能让我来拍啊 现在的哈利波特 是真的活 那一幅 魔法世界画卷 盛开之后 全世界都为之倾倒 然而 哈利波特的拍摄 任何事 真的不能交给他 也不能交给中国人 这倒不是 重阳媚外 而是他心里很清楚 虽然这部小说的 这个世界 是从他手里 写出来的 但 实际上却不是 中国人的想象力 从来都不匮乏 然而 任何需要找一个 对欧洲文化 最了解的导演来拍摄 那 灰红的魔法世界 也必须让这样的人来构建 让中国人拍摄的话 难免会有偏差 就好像是 如果让外国人 来拍摄武侠世界 他们也拍不好 一个样 总有人说 艺术是没有国界的 这句话很对 然而 艺术形式是有国界的 这就是 文化壁垒 任何笑着 委婉拒绝了 尝道 这个真的不是 我故意和您过不去 您的指导水准 我们都很清楚 然而 哈利波特和追风阵的人 这两部片子是特例 他们 都不能交给您来拍 张鸣脸上 也没什么尴尬的神色 反而大笑的 成 哈利波特不给我拍无所谓 那你呀 就把昆仑的后续写出来 交给我吧 哼 原来是冲着 山海经三部曲来的呀 人和恍然大悟 其实 这个 才是张鸣的真正目的 这个倒是没什么问题 自己已经休息了好一段时间了 把山海经后面两部写出来 也没关系 而且 他们的字数少 不像哈利波特那样长篇巨著 光是抄起来都费劲 他虽然 现在不像当初写昆仑那么缺钱了 但也正因为不缺钱 才会 有空想干点 自己想干的事 现在短期之内 极限运动 肯定是不能玩了 起码是稳住人妈在说 人和在想一个问题 他也不图歧视的虚名 完全可以不以歧视的名义 偷偷玩 他去玩极限运动 依旧让刘二宝拍摄视频 然而 这些视频现在是不发出去的 直到有一天 他觉得 自己终于算是完成了自己梦想 不用再去拨命的时候 再一起放出去 这个时候 在人妈那里也好说一点 保证 以后不再玩就行 走一步 看一步吧 谁也没法 把自己的人生规划得很完美 张明见仁和答应下来 就开心地吃喝了 这个时候仁和才知道 夏宇婷之所以也来了 是因为 他已经和周老张导成了好朋友 周老张导也很清楚 夏宇婷和仁和是好友 坐在餐桌上 杨夕敏感地发现 夏宇婷偶尔看向仁和的目光 有些不同 但是 他也不会想太多 因为他足够信任 仁和不可能会在这方面 犯下什么错误 不过隐隐的危机感还是有的 仁和越来越优秀 未来必定会有如云的美女 希望能够投怀纵抱 世人总说希望男女平等 然而 人就有太多美女 希望依靠强者 这都无口后非 只要能让自己生活好一点 哪条路都没有错 别人也没有权利 去评价别人的人生 就在这期间 仁和才知道 就在这半年里 夏宇婷好几次去过美国 甚至还当了一部 大制作电影的女二号 现在国内影视圈子里的地位 一直水涨船高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 大荧幕当家花旦 夏宇婷今天的表现很文静 大大方方的和阳西交谈 甚至已经快成为好朋友了 两个人在旁边说着话 完全不管周围的大老爷们 今天的夏宇婷穿得很休闲 就是一件短袖T恤 和一条牛仔裤 然而短袖T恤实在是太贴身了 将它美好的身段 展露无遗 腰身处细细的 让人看了就想要 忍不住握住那里 仁和嘛 当然不能乱看 他仔细询问着 周老有没有办法 给他弄进大学里 不管是钢琴小提琴 还是美术 他面试都没问题 打铁还需自身硬 仁和现在身兼多行业 大师级技巧 想要通过面试 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他自己不行 也不好意思和别人随便开口啊 周老倒是有些为难 他以前就帮仁和以权谋私过了 不仅给京都户口的指标 还举荐他进了京都寺中 现在他倒不是不想帮人和 而是他已经退休了 人走茶凉都是应有之意 周老自己也不知道 离开京都暴野集团后 还会不会有人给他这个面子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巨无疤黑猫 第二百二十六集 尘儿这个时候 反倒是张导笑了起来 哼 你也别问老周了 这事我帮你办了 中戏想不想去啊 表演戏导演戏 还有舞台美术戏 戏剧文学戏 电视艺术戏 拱修部 别的学校不敢说 中戏啊 我还是能要来一个名额的 周老拍拍脑门 笑着解释道 哼 我都忘了 张导啊 还是中戏的 终身荣誉校长 没什么实权 但是 说出去还挺唬人的 荣誉校长 这种东西啊 就是一个虚名 然而 能够得到这个虚名 本身也能够说明很多事情 起码能代表着张明这个人 在中戏 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外界的人看张明 或许只觉得他是一个好导演 然而中国体制内部 错综复杂的关系中 没人知道 张明的家族影响力 其实也很大 当初昆仑选角的事情 第一时间 就是在中戏宣扬开来的 这几年 张明一路捧红的明星 大部分都是中系的学生 包括夏宇婷 夏宇婷看起来成熟老练 其实 现在也不过是个中系的大三学生而已 成和也没想到 自己上学的事情 在这个地方柳暗花明了 他不介意 自己学的什么专业 去上什么学校 最重要的 也只是学校本身而已 原本他还想着 要不要依靠天法系统 考上清华北大呢 因为他知道 依靠自己必然是没希望了 考上清华北大 是他小时候开玩笑式的梦想 却不是他自己的梦想 所以没什么执念 只是想去看看 中国真正的精英们 是个什么样子 大部分人小时候啊 都会被家人调笑 长大了 考什么学校啊 清华北大 所有小孩 都是这样骄傲地说着 然而事实上 考上清华北大 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而且即便考上清华北大了 也不意味着 人生就一定成功了 没有谁的人生 是能够被一所学校所决定的 高考 是人生分叉路上的 取得社会分配资源的一条捷径 考得越好 也就意味着 靠近社会的核心越近 但 这也是影响因素之一罢了 人和现在的心态都已经变了 真的宛如一只闲云野鹤一般 昨天晚上 他走后 老校长还又给他打了个电话 意思是 要把他放进校友名人堂里 也就是说 老校长打算 把人和的照片 放进教学楼的走廊里 当初 哪怕是捐赠出一个 清合奖学金的时候 老校长都没有提过这啥 那可是每年上千万的资金 似乎在老校长眼里 金钱还不如 人和在纽约一赶大居 厮杀起来 激动人心 人和觉得 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最终导致 老校长决定 把自己放进校友名人堂 老校长问他 画像下面准备标注什么话 人和想都没想 直接说道 此广告位 长期招租 老校长当时黑着脸 把电话挂了 人和本来还以为 这句话不可能出现的 结果 今天上午蒋浩阳 给人和打电话 说 他的画像 现在就放在高二五班的门口 下面赫然是一句话 此广告位 长期招租 这幅画挂出来的时候 整个京都寺中 都被引爆了 简直太震撼了 绝对的大新闻呢 寺中的名人堂 挂着的都是什么人呢 要么是中年的成功人士 要么是科学家 结果 人和这么一个年轻的面孔 在里面显得有点格格不入的 这件事情在学校的管理层 也是有争议的 有人疑惑的 这小子再妖孽 也不过是一个商人嘛 怎么这么早就挂上去了 然而 老校长并没有给他们说具体原因 只是坚持那么做了 在四中眼里 老校长真正决定的事情 还真是没人能够反驳的 所以就这么挂出来了 可是你挂就挂吧 画像下面应该是写座右铭的地方 你写广告为招租 他们又怎么回事 老校长闲聊中笑道 咱们四中啊 老说自己开放开明 锐一进去 可是都死读书的学生 算什么开放开明啊 不出这么一两个妖孽 我都愧对上一任校长 也愧对组织交给我的重任 这幅画像 再次为人和传奇人生 加上了一道光环 就在大家还以四中为荣的时候 人和已经进入了四中的名人堂 这是什么意思 四中以他为荣 而那句广告为招租 就像那个少年的一种 调侃自嘲精神一般 神和也想过 自己其实没什么资格 去写什么座右铭 去鞭策他人 他能做的 其实就是把自己的人生活好 所以与其写什么座右铭 还不如不解 哪怕当初在山村支教的时候 他也只讲道理 从来都不讲格言 现在已经初步定下来了 人和将要在九月份去中系 成为一名大一新生 十七岁的大学生 也不算特别突兀了 杨夕听到人和将要和夏宇婷 成为校友后 还犹豫了一下 不过想到夏宇婷 常年都在外面拍戏 也不回学校 于是释然了一些 虽然他很信任人和 自己也足够优秀 但架不住人和在他心中 实在太过耀眼了 谁又能想到 天后阳夕竟然会在别人面前 有那么一点点不自信呢 去中系 已经成了定局 没人想到 中系学生们 强迫头要参加的剧集作者 就在身边 而且人和的身份 虽然曝光了 媒体却一直没有机会 拍到人和 所以他这副面孔的曝光度 还是很低的 不过 张明也开玩笑说了 如果人和不在开学前 把山海经再写出来一波 他就要反悔了 虽然知道张导这只是开玩笑的话 但人和还是有点哭笑不得 为什么别人上学都是平平淡淡的 结果自己上学就如此坎坷 还得写出两部作品 跟人家交换 事实上 人和是很成情的 毕竟就算两部作品写出来 张明也拿不到什么钱 对方只是想 把这三部曲给拍完整罢了 反后 他们坐在核桃树下乘凉 周老说了一下 关于清河基金的事情 他想要再扩大支教老师的队伍 然而人和没有同意 原本 他对哈利波特的前景很乐观 现在反倒是周老太过乐观了 在人和看来 千亿美金的大饼 那是很长远的事情 没有专业的运作团队 是很难实现的 就算实现了 这笔钱也不是一下就到手里的 前世里 哈利波特经过十多年的蛻变 也没有完成这一步 各个周边还在慢慢发展着 主题公园也没有建成 然而 如果再进一步扩大支教团队的话 哪怕现在清河基金财大气粗 到时候也会慢慢地吃力 教育嘛 本身就是国家的事情 与其自己抢风头 把国家该做的都做了 还不如多思考思考 怎么可持续发展 周老想了想也同意了 他早就开始无条件地 相信人和对局势的推断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现在时间才刚刚来到五月份 距离人和和杨夕 重新回到校园的时间 还有足足四个月 蒋浩阳给人和打电话说 清河社团今年暑假 又要由他带队进山村支教了 而且时间是三十天 不再是短短的十五天 问人和还去不去了 人和想了想 还是不去了 说实话 现在清河社团 去山村支教的更多意义 是魔力新成云的意志 而人和的意志 早就不需要魔力了 哪怕去山里待上一年 恐怕也不如人和当初 在下水道里 待上七天来劲 当初 他一个人走在 黑暗的下水道里 最多也只能听到 老鼠的声音 还要闻着那 无边的臭味 有时候在黑暗里走着 他也会觉得 这个世界 只剩他一个人了 而前方的下水道 却永远也走不到尽头 杨夕总想让人和讲讲 当初的下水道里 是怎么生活的 但人和始终不肯讲 因为那是一次 很深的恐惧 人和会不会恐惧 会的 不管是第二次速降滑雪 还是第一次登顶珠峰的时候 人和都会有种深深的恐惧 然而 这次在下水道里的体验恐惧 是不一样的 那是一种无边的孤独 所以 他更愿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爬出下水道 坐在井沿上 啃啃放了好久的面包 然后 看看那个 他已经 阔别了一天的繁华世界 那个时候 天上的霓虹 与下水道的黑暗 就像是两个世界 人和无比渴望 回到陆地上的人间 有人总说 一个人在密闭的空间 待久了会疯掉 人和没有疯掉 只是 有着一颗无比渴望 重建光明的星 他不告诉杨夕的原因 一是杨夕本来就很自责了 自己作为男朋友 没有必要增加对方的心理负担 而是 那些个场景 他也不愿意 重新回想起来 没人知道 他具体经历了什么 他只要好好的回来就行了 也正是因为那些经历 在他回来之后 杨夕才会觉得 他心里人人压着某个包袱 直到看到寺中的时候 才彻底释然 当然 这也是人和想让美国政府 付出点代价的原因 这个筹 他会记下去 直到他让美国政府 付出足够的代价 这两天 人和都在疯狂地写着 《山海经》的第二部 与第三部 《沧海》 《临飞经》 这是他与张导的玩笑约定 用两部作品 来换取自己进入中细的条件 杨夕这算第一次见到人和写作的样子 人和好像完全不用思考一样 每分钟在笔记本上敲出四百多 甚至五百多个字 他深深地怀疑 人和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 你写其他东西都是这种速度吗 杨夕坐在他身边问他 一开始要慢一些 后来就快了 人和实话实说 一开始他没有高级速级员的技巧 所以慢一点 有了这个技巧之后 当然要快上许多 然而杨夕也不清楚他意思 所以还是觉得匪夷所思 这两天 人和的事情也不仅仅是血 他没事了 就想往杨夕身边凑 毕竟自家太后都说了 生个孙子 你想玩肩运动就去玩吧 这就是最好的借口啊 然而杨夕根本不吃他那一套 当初在纽约意乱情迷的时候 差点把身子交给人和 结果现在却矜持了起来 他是真的不好意思 而人和越是耍流氓 他就越是不好意思 关键点就在于 他是压根就没想过 自己在十七岁的时候生小孩啊 这也太糟了吧 十七岁同居 他是真的不介意 反正心里已经认定人和了 如果人和使乱中气 他也没想过 还能和别人再拥有一段爱情 人和为他付出那么多 两个人的感情又那么好 身子给了就给了 但是十七岁生小孩 想想都恐怖就好嘛 到时候办婚礼的时候 孩子都能上小学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俩 其中一个离过婚 生过孩子呢 而且这也不符合国家政策呀 杨夕脸红着想的 人和抓住他义正言辞地说道 你看啊 我们陆学也喝了 方叔王省现在天天比我们还操心 我们不能让大家接着我们操心啊 不是 咱们国家的老龄化呀 现在越来越严重了 再过二十多年 就会面临没人干活的情况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应该早早地 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中 为祖国为雨绸缪 早早地把孩子生下来 他也能够早早地投身于 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方叔在旁边听了都懵了 不是 自己东家是第一个把这种事情 说得那么上纲上线的吧 自己当初要有这嘴皮子 哪会二十七岁才娶老婆呢 在方叔他们那儿 二十七岁娶到老婆啊 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杨夕呸了人和一口 就自己回屋练琴去了 臭不要脸 这架钢琴是人和昨天送给他的 练琴也可以在家里练嘛 意思是他以后就常住这了 两个人就这么莫名其妙地 开始了父母眼皮子底下的同居生活 双方父母虽然还没见面 却不约而同地认同了这个情况 人和都觉得自己重生的人生 像是在往一条奇幻的道路发展 要知道他们两个现在实际上 还应该是高二的学生来着 洗手间的牙刷和杯子 从一个变成了一对 毛巾从一条变成了一对 吃饭的时候 两个人在院子里 拾桌上面面相对 方叔和王婶死活 都不愿意和人和一桌吃饭了 本来 人和喊方叔一起来吃饭的时候 我方叔还答应着呢 结果就被王婶拧着耳朵给拧走了 小声骂着 方叔没点眼力见 人和一边吃饭 一边给杨夕讲着故事 从前啊 有一只小白羊在森林里迷路了 遇到一只小黑羊 他问 小黑羊怎么回家 小黑羊说 你让我黑黑黑我就告诉你 杨夕低着头吃饭 都不敢抬头 看人和狼一样的眼神 人和继续讲 结果啊 小黑羊指的路是错的 他走啊走啊 遇到一头小山羊 他又给人家问路 结果小山羊又说 你让我 忽然间 人和画风一转 小白羊终于回到家里 这时候 他发现自己怀孕了 你猜 他怀的是什么羊 这个问题把杨夕问得愣住了 什么羊 你让我 嘿嘿嘿 我就告诉你 人和神秘兮兮的说道 哗 杨夕当时差点就掀桌子了 臭不要脸 人和眼瞅着 跟杨夕清热是不行了 只好继续安心写着 山海经后面的两部续作 如果把昆仑放在前世里 到底能不能像现在这么活 答案是不能的 这是有环境因素的 前世里 金庸 温瑞安 古龙等等武侠宗师 明珠在前 昆仑的诞生 有时候 总让人觉得 欠些火候 第二部 沧海诗后 想要把小人物在江湖中 历史中 大时代中随波逐流的感觉写出来 然而 对比金庸的手法 还是要弱了一些 思想层次也差了一些 例如 读者会吐槽 昆仑的主角 竟然帮元朝灭宋朝 元朝是外来民族 主角这是背叛祖国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舞发黑猫 第二百二十七集 不过 人和觉得这也都是没必要的 小人物在时代里 提什么国仇家恨 都是虚的 把古代的历史 套在自己精神枷锁上 也是没必要的 看个小说 也没那么多讲究 人和自己对于古代历史 也没什么代入感 非要让他觉得 自己和宋朝有什么关系 他也办不到 灭了就灭了 人和觉得 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昆仑在前世里 并没有大火 甚至 版权商人在选择 影视版权的时候 昆仑都被挤到后面了 然而 现在没有金庸 没有文瑞安 没有古龙 所以 昆仑在武侠的地位 就太过妖艳了 无数人都在期待续作 想知道 后续故事剧情 并为了那个 纯粹的武侠梦 燃烧着热血 有人开头 就有人跟风 当昆仑大火后 一批 类似昆仑的武侠诞生了 其中 步伐比昆仑文 必更好的 但是 人们擅长的事情 就是 记住第一个 昆仑的作者 在他们心目中 就是新生代武侠鼻祖 地位 毋庸置疑 人和用了三天时间 就把第二部 《沧海》写了出来 并且毫不犹豫地 交给周老 作为 清河基金的版权收益 继续为公益事业 做出贡献 而这次 影视压根不用卖了 清河基金 自己来运作 关于沧海的 全部版权操作 游戏 则是继续让 清河游戏做 以清河游戏 现有的力量 不出一个月 就能把沧海的游戏 给做出来 这种东西 对他们来说 已经太过简单了 甚至都不需要 人和再给出 什么指导意见 当然 如果到了这个时候 比如细节的东西 还是需要 人和去把握 那只能说 清河游戏 团队力量太弱了 然而 事实不是这样的 清河游戏很强 甚至被誉为 全世界最强 仅仅两个月时间 DELTA的同时 在线人数 就达到670万人 没有任何一个游戏 可以与它匹敌 而清河游戏 每个月的净利润 竟然达到了恐怖的 1.2亿美元 也就是 9.6亿左右人民币 这是远超人和自己想象的 一开始 他只觉得 如果能和前世里 一样就好了 然而事实上 前世里 仅仅140万同时在线的时候 DELTA的月利润 就已经达到 0.45亿了 而且这个平行世界的游戏 又是匮乏状态 当一个 制霸级游戏出现的时候 情况远要比前世 更加乐观 清河游戏 成了名副其实的全球级 西京利器 外界对于清河集团的估值 也是水涨船高 并且无数人惊讶于 他的创始人 也不过是一个17岁的少年 仁和 就是中国现在最年轻的亿万富豪 这件事情已经毋庸置疑了 并且他还是洛河集团的 唯一法定继承人 很少有人 面对这样的财富 毫不动心 所以 微博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 仁和的关注数量 开始几何式的井喷 从100多万粉丝 忽然涨到了3000多万 并且每天还在以极高的速度增长着 仁和的微博 一直都在交给清河的宣发部门运行 自己偶尔上去发一条 他手机的默认账号是歧视的 仁和的微博内容也很简单 基本上都与DOTA的版本更新 比赛的结果等等有关 也有清河的员工精神面貌什么的 不炫富 不发私生活状态 看起来十分正经 然而 不知道从哪条微博开始 下面忽然出现了一些 奇怪的评论 仁和 我想给你生孩子 老公 你今天午饭吃了什么 老公这个词 忽然就诞生了 而且 有无数人跟风 其中一打半都是抠脚大汉 在调侃打趣 一开始 清河的宣发部门有点懵 自家大老板怎么有那么多老婆 后来发现这是被人带节奏了 大家有点哭笑不得 这就是金钱的魅力吗 不过 自家大老板 确实是全中国最有钱的年轻人 这点 毫无疑问 有人把这件事情和仁和汇报了一下 仁和也愣了一下 这不是前市里王校长待遇吗 怎么出现在自己身上了 大家老公老公的叫着 仁和忽然就成国民老公一样的人物了 更多的粉丝在关心一件事情 仁和现在 有没有女朋友 许诺给仁和打电话的时候 都在咋巴嘴 现在 微博粉丝数量排名前三的上号 两个是你 一个是杨夕 这种盛名 是前市里无数人可求的 有粉丝就有经济 做个广告就有大把的钱货 仁和也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 微博不仅是一个自媒体平台 还是一个赚钱的地方 一旦微博能够和钱沾上关系 用户数量 必然水涨船高 仁和甚至交代清和美图还有团购 邪程等等 从网红中选择代言人做广告 知名度 一方面 能利用现在这些价钱还并不高的网红 来提高知名度 另一方面 能让这些网红尝到甜头 以此来提高微博的知名度 当清和派系成型之后 抱团取暖 共计同舟 就成了常态 也成了清和集团手里的最大的一张王牌 没有人能够像清和这样 共享资源的如此彻底 这就像大家一起到地主 牌还没有发完的时候 清和已经放出王炸 然后一条龙打了所有人一个春天 这让同行感觉很无力 以前大家还在观望清和的未来 摊子不那么大 你们清和确定所有项目都能成功吗 结果现在清和告诉大家 能 我们所有项目都能成功 谁让我们有个高瞻远瞩的大老板呢 最关注仁和微博的两个账号 其实还是杨夕 所以当初那么多人一起喊老公的时候 杨夕脸都黑了 仁和倒是对这事儿没什么太多感想 他看到自己影响力那么高的时候 就赶紧让宣发团队 让改换微博策略 自己的公众号 开始疯狂发出一些打DOTA的视频 甚至公布了自己ID 还不要脸的喊大家一起来玩DOTA 这个ID是宣发团队给仁和弄的 现在宣发团队中其中一个高手 每天做的事情 就是拿仁和的ID打DOTA 然后不厌其烦地接受好友请求 为的就是让仁和的微博 成为一个DOTA的宣传平台 无数人就因为他的微博宣传 开始接触DOTA 也有很多妹子疯狂地 加仁和ID来加好友 宣发部全体员工 都有些佩服自家老板 竟然能够豁出去这么不要脸的做广告 那些加好友的选手都不知道 仁和压根就没有玩 当然 宣发部内部也规定得很清楚 这个好 禁止一切与粉丝互动的行为 就是单纯地打比赛 杨夕仔细确认了好几天 看到仁和并没有因为受欢迎 而做出小人得志的状态 也没有对任何一个粉丝 表现出感兴趣的态度 这时候 他才慢慢地重新开心了起来 并且在吃早饭的时候 欣慰地拍了拍仁和的肩膀 嗯 不错 借骄借躁 继续努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仁和乐得看杨夕吃醋的样子 因为难得看得杨夕不淡定 当沧海写完 发给周老之后 与这部关联性的任务 也随之而来 不过 这部也换到了 两个任务的豁免权 因为 它的收益 是交给公益事业了 任务 检测到宿主西北方 七百米 有一位小朋友迷路 请宿主将他送回 全城门北大街 一百二十一号家门口 未完成 惩罚宿主 发烧 一个月 诶 这么简单的任务 这小朋友 要是住在某个 戒严的地方 自己或许还没法进去 可是 全城门北大街 一百二十一号 好像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呀 小朋友的形象 已经被天罚系统灌输在人和脑子里 也并不难找到 任何跟杨夕打了个招呼 就冲了出去 西北方七百米 那应该是 德胜门大街上才对 就在他刚刚跑到德胜门大街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小朋友 一脸迷茫地看着周围 确实像是迷路的样子 任何有点疑惑 这难道是天罚系统的亲儿子 不然 怎么会需要自己亲自过来送他回家呢 这个任务 从里到外都透支一丝诡异 让任何有点看不懂 也许是天罚系统 体谅自己刚刚逃回中国 所以没有给他发布高难度任务吧 任何微笑着走过去问 小朋友你好 你迷路了吗 由于魅力直加三的缘故 小朋友一看到任何就有些亲切感 他乖巧地点点头 哥哥 我迷路了 任何的笑容更盛 看来这个任务没什么毛病 他继续笑道 那哥哥送你回家吧 啊 哥哥 我不回家 我要去中国儿童中心和同学们集合 你能告诉我 中国儿童中心怎么走吗 小朋友说的 任何当时就懵了 这种感觉怎么有点他喵的 似曾相识啊 人家不想回家 你非要我送别人回家 这好久不做任务了 你突然给我搞这个 上一次 人家是不想过马路的老太太 你非让我把人家扶过去 这次 又是个不想回家的小朋友 任何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对小朋友笑道 小朋友 我还是送你回家吧 这个时候 小朋友也觉得不对劲了 他慢慢地后退着 想要跑路 结果 任何一把就把小朋友 给扛了起来 开始朝着全城门北大街 一百二十一号跑去 小朋友当时就疯了 这人怎么回事 不会是人贩子吧 传说中人贩子抓的小朋友 都会卖到山村里 好害怕 任何为了不引发群众围攻 也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不管小朋友在肩上如何地嚎啕大哭 就是一路狂奔跑路 路人还没反应过来 怎么回事呢 任何就已经从他们身边跑回去了 跑路的过程中 任何回头看看 不少人惊诧的眼神 哭泣再慢点 他们就要报警了 有些人还在想 这是人贩子吗 这人贩子 已经如此猖狂了 任何一边在心里狂喷天罚气筒 一边继续狂奔 他也很崩溃啊 他能怎么办呢 这个天罚气筒 现在是越来越会搞事情了 这种事情干多了 自己搞不好要玩 当初在扶老太太过马路的时候 任何都在害怕 在不进枪的美国 老太太从包里掏出一把枪 把她崩了 这他们要上哪说理去 小朋友要去的中国儿童中心 其实就在回家的路上 全城门北大街 与德舍门大街中间的位置 中国儿童中心 隶属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是一个国家级的综合性 儿童少年校外教育 和儿童发展应用科学研究的事业单位 是中国儿童事业对外交流的窗口 小朋友估计是在学校组织下 去那搞什么活动 也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跟着同学老师一起走 结果迷路了 结果就遇到了 可怕的 非要送她回家的人和 路过中国儿童中心的时候 小朋友认出了自己的目的地 然后看着那向往的地方 在一点一点的远去 那白色的墙和红色的房顶 是如此遥远 小朋友当时就崩溃了 这都遇见什么人了呀 人和也很愧疾 欺负小朋友算什么本事 然而 要怪就怪天发系统 这个系统 恶趣味简直越来越重了 等他找到全城门北大街 121号的时候 把小朋友往门口一放 从兜里掏出来所有现金 大概4000多 然后扭头就跑 他是真担心有人报警了呀 万一要是这种事情 被警察叔叔带走 自己的脸往哪放啊 与此同时 天发系统也发布奖励 宿主完成任务 任务评价完美 可定向选择奖励 仁和跑到家里的时候 已经是满头大汗了 也得亏现在只是微博 刚刚兴起的时候 这事要是放在前世里 估计自己随便被人拍张照片 放到微博上 分分钟被人人肉出来 当天啊 自己就能上头条了 一定会有类似的标题什么 清禾大老板竟以 贩卖人口起家 现在这种任务啊 搞得人和 都有点不敢随便写了 虽然手里有两个任务豁免权 但是用来换豁免权的任务 本身是不可以豁免的 怎么办 只能硬着头皮写了 不光是张明在期待后两部的问世 主要是太多的读者在期待了 而且能混个武侠宗师的名号 对于任何来说也很不错 不过 最近一段时间 任何打算在写完最后一部《零飞经》之后 回落成一趟 他需要找许诺办点事情 这件事 关乎着当初美国政府恶心他这口气 能不能出了 既然事情是因为棱镜计划而起 那任何就把棱镜计划曝光出来好了 事实上许多事情在没有被发现前 很多人一无所知 好像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一样 然而 任何前世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后就明白 其实这些事情有很多漏洞 美国的网络安全真的那么无懈可击吗 并不是 事实上 不管是在斯诺登之前还是斯诺登之后 美国的网络安全一直都在出现问题 而且还出现了好多次 最典型的就是罗德马丁事件 罗德马丁被称为斯诺登第二 因为马丁在美国其他政府部门和安全部门承包商工作过 当时美国检封城 马丁从1996年8月起 不断窃取国家安全局 中央情报局 美军网络司令部等部门的机密情报 马丁在自家住宅和汽车中 储存了大概50TB的机密文件和数据 这么大的空间 足够存储5亿份包括图片和文字的文件 所以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政府机密失窃事件 这些涉密文件 包括国家安全局 含有敏感内容的简报和报告 包括2009年 该部门制定的保护美国情报信息的方法和流程 此外 马丁还存储了中央情报局 美国网络司令部等部门的海量涉密文件 其中 包括发射情报收集卫星 打击恐怖分子嫌疑人的计划与行动信息等等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无疤黑猫 第二百二十八集 再来看看 马丁这个人 其实在美国的国家安全系统中 非常普遍 马丁 曾经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顶级黑客团队成员 负责制作并使用特定软件 入侵外国计算机系统 窃取他国情报 这是一位顶级的黑客 想要从他们身上获得情报网络 那不是许诺可以做到的 这是真正游走于网络之间的黑客 对方存储的信息也都只是硬盘里 并且隔绝一切网络 然而 这种藏匿情报的手段 在黑客眼中确实很安全 但问题是 他忽略了物理搜查手段 这样的人 在美国安全承包商体系中 也不是个例 因为马丁出事后 美国国家安全局 调查了将近九百名网络安全顾问 结果发现 其中二十七名工作人员 都私藏了大量的情报 不仅威胁到了美国的信誉 还威胁到了美国的本土安全 因为这其中包含了大量的 卫星发射信息 以及导弹军队部署 正因为这种情况 美国国家安全局最终决定 辞退一千一百二十九名 网络安全顾问 以此来寻求自保 仍和不懂黑客技术 也没打算通过天罚系统 来掌握顶尖的黑客技术 对方也是大师 自己就算掌握了大师 也不过是和对方打个平手而已 如果仍和以为 通过天罚系统就能够无所不能 那可就太天真了 就好比 如果没有超强的身体素质 没有各种药水的人和 想要和零号打架 那也是胜负难料的事情 因为对方也是格斗大师 而且还非常善用匕首 在网络中 双方变成了公平的对手后 仍和不指望自己能掌握 整个网络世界的权柄 那不现实 天罚系统也不是傻子 但就算如此 仍和也有办法来报复美国政府 当初围剿他时所做的一切 仍和要许诺做的 就是找到美国国家安全局 下属的所有网络安全承包商 再找到这些员工的名单 以及住址 剩下的就简单多了 史蒂夫这个大盗的把柄 还握在仍和手中呢 前段时间 仍和一回来 就把五百万美元转给了史蒂夫了 而且是没有计算 之前在船上给过的钱 又整整的给了五百万美元 表示感谢 这货现在正带着老婆孩子 在夏威夷度假呢 逍遥自在 两个人呢 也莫名其妙的成了朋友 虽然仍和再用人家的把柄 威胁人家 实在有些不地道 但仍和还是打算 和史蒂夫做这一场交易 那些网络安全员们 并没有经过正规的 反侦查训练 家里也大多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不然某位前雇员 也不会因为家里 遭遇普通的失窃 而曝光许多东西了 现在想想 仍和可能会觉得 美国政府有些蠢 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但是仍和也并不觉得 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里 能比对方好多少 屁股决定脑袋 设身处地地在那个环境里 也许就有很多 注意不到的事吧 仍和必须用史蒂夫 他不想再和天驱 有太多瓜葛 虽然这些偷取的情报 天驱他们一定很想要 甚至杨恩也会很想要 但是仍和拒绝让自己的复仇行为 成为不管任何一方的政治筹码 小人物 有小人物的爱国方式 仍和甚至不打算暴露自己的身份 在纽约狙杀事件之后 他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狙击手 美国国家安全局本身动机就有问题 出了事情 就是他们理亏 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 大家都会选择性地忘记 因为当初杨恩的动机也是在危害 美国的公共安全 而美国也没有证据 如果棱镜计划曝光 让对方知道和自己有关 自己不光是不能去美国了 恐怕这辈子出国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身居中国的狙击手 和一个能够随时危害美国公共安全的人 这是两个性质的事情 仁和还有好多极限运动是要去国外的 远在夏威夷的史蒂夫 看到仁和的电话时 就已经有点不好的预感了 史蒂夫在与仁和相处的过程中 总感觉自己就是吃亏的一方 这种感觉莫名其妙地产生 然而史蒂夫却高度认同 这说到底还是因为仁和拿着他的把柄 虽然赚的钱足够他养老 但是都是他不太想干的事情 当初如果送走仁和的计划失败了 史蒂夫自己也只能去亡命天涯 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悠闲 美国政府绝对不会允许 一位疑似叛国的前CIA成员存在 所以史蒂夫现在就非常不想接电话 第一个电话直到铃声结束 他都没有接起来 然而仁和并没有再打第二个了 寻常人会觉得麻烦可能已经过去了 可是史蒂夫看了这部沉默的手机 却想再感受无声的嘲笑 因为他的把柄还在仁和手里 对方已经回到中国没什么屁事了 自己还要在美国生活呢 他一时犹豫之中不接电话是可以的 但是他必须回过去 前段时间他对仁和的性格和人品也有了大概的了解 粗粗的总结一下 史蒂夫觉得仁和还算是一个好人 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一个真实的好人评价已经不太容易了 这不是女孩拒绝别人时随手转发的好人卡 史蒂夫觉得仁和应该不会无耻地曝光自己 但是还是架不住自己心虚 他把电话拨了回去 开口就笑道 哦 我的老朋友 你回到中国之后过得好吗 仁和才没空和史蒂夫瞎扯的 他乐呵呵地说 行了 甭扯那么多了 我需要你啊 帮我偷点东西 我现在已经退休了 史蒂夫咬牙切齿地说的 嗯 没关系 我不介意 仁和笑道 我真的不介意 史蒂夫脸都绿了 你不介意什么鬼 老子介意啊 他决定认真地和仁和解释一下 嘿 朋友 我当初送你出国就是因为我不想再过着违背法律的事情 你要明白 我不会再跟这种事了 你让我说完 仁和给自己倒了杯水 看着电脑上许诺发给自己的名单说的 这次让你偷的只是一些平民老百姓 因为商业关系 他们家里存放着一些关于代码的硬盘 你也知道 在中国我进行的是互联网产业 这些代码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 仁和说的是实话 这些网络安全顾问家里摆设与安全措施 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没什么特殊地方 这些顶尖的黑客在网络上呼风唤雨 结果在现实生活中安全意识却很低级 这就是当初事件频发的原因 而且仁和也不介意 史蒂夫知道名单后去查询这些人的真实身份 当初斯诺登的女友就不一般 查了半天也只知道斯诺登在一家安全公司而已 并不知道这家网络安全公司服务于国家安全局 而斯诺登自己也是国家安全局的在编人员 当然 棱镜计划曝光事情发生之前 没人会往这些公司上联想 以为他们就是正常的网络安全公司 但仁和很清楚他们的特点 而且仁和也是不确信的 只能让许诺扩大搜索范围 多抽取几家 然后大范围盗取 偷到就偷到 没偷到也无所谓 因为总能偷到 所以哪怕史蒂夫身份特殊 他能够查到的也不过是 网络安全局的普通员工 CIA和国家安全局并不资源共享 在信息流上 国家安全局是高于CIA的级别 CIA在境外武装力量 反过来高于国家安全局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史蒂夫也很清楚 自己在人和面前没有拒绝的余地 他宁声说的 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真正的朋友 所以我想知道 在这件事情之后 你还会继续威胁我吗 是这样的 你看 只要你完成了这件事情 我不仅双手奉上报酬 还会亲手把你当初写的保证书 给你寄回去 你看怎么样 仁和笑着说的 事实上 他也没打算继续利用史蒂夫了 在报复美国政府之后 他就是真正的普通人 他只需要过好自己的富贵闲人的生活 史蒂夫沉思了足足一分钟之后 叹了口气说的 把你要偷的人的详细资料发给我吧 哦对了 发在那个秘密的邮箱 不行不行不行 以发邮件的形式肯定不行 你找一部加密的卫星电话 我在电话里告诉你 仁和摇摇头说的 既然本身就是要曝光棱镜计划 那么就不能用邮件 当一份包含了90%以上 安全雇员名单的信息 通过美国服务器发出去 仁和不幸 这不会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 说棱镜计划 就是现代社会的天眼 也不为过 不怪前世里 棱镜计划曝光后 会引起那么多人的恐慌 史蒂夫疑惑之中 去找了一部卫星电话 付费给仁和打过来 然后就听着仁和 一个个的念名单和家庭住址 一口气就听他念了50个 当史蒂夫在本子上 记到第50个的时候都迷了 你等会儿 这50个人都掌握着 你需要的代码 仁和矜持地笑了笑说 是的 史蒂夫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自己要偷50个明居 确实如仁和所说的那样 明居很好偷 对他来说 压根就不是什么问题 然而量大呀 好 何止你现在开始走量了 史蒂夫很确定 这份名单绝对有问题 他现在甚至不敢让别人帮忙 调查这份名单有没有问题 不然出事之后 被人出卖怎么办 他只能自己去查 结果查了一个晚上 反而更加疑惑了 这些人确实在五家 不同的网络安全公司任职 这五家网络安全公司 在对外方面都有很正能的生意 起码看起来是没什么破绽的 史蒂夫甚至实地去其中一家踩了踩点 结果发现确实没什么问题 就是普通的明居 他又给仁和打过去电话 这活我接了 不过你要保证 后续不会再有什么问题 如果出了什么事 危害到我的家人 我哪怕亡命天涯也不会放过你 这个时候 他也不在乎什么保证书不保证书了 当初案的指印 哪怕原版销毁了 也无济于事 仁和还可以复印无数份 史蒂夫现在只能指望 仁和的人品 如他了解的那样能过得去了 仁和不急 所以史蒂夫也不急 仁和还专门交代这件事情 不要影响对方的夏威夷度假 毕竟打扰人家的正常生活 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史蒂夫压根就没觉得 仁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他带着老婆孩子回到纽约 大半夜的跑到郊区的一间民宅中 谨慎地看了看四周的环境 这才走了进去 这里就是他的安全屋了 地下室里有他用过的所有装备 房子的所有人也跟他毫无关系 就算这间安全屋被查出来了 也没什么事 CIA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海外 他们在国内是没有执法权的 在国外怎么设置安全屋都没人管 然而在国内就不行 史蒂夫以前常年在欧洲工作 但这并不妨碍自己对自己祖国的熟悉 许多人对于安全屋的印象 应该是满是武器之类的科幻场景 然而安全屋的定义也只是 藏身之所而已 所谓狡兔三窟也不过如此 史蒂夫的现金 与他现在可以用来逃命的东西都在这里 当危险来临时 他会安静地待在这里 一旦事态不可逆转 他会在这里进行简单的易容 并且带上新的证件与装备 离开 也有人说 安全屋从来都不安全 所以史蒂夫在建好这个安全屋之后 也来了不过三次 他想让这里永远都在美国政府的视野之外 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偷东西 其实很难 但对于史蒂夫来说 只是需要做更多工作而已 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服装要款 要严格地调查这条路上的监控 调查的时候还不能出现在监控的事宜 他虽然现在看不明白 人和到底要让他干什么 但问题是 他总觉得人和要搞一个大事情 万一是 他是讲 万一是真的出了大事 美国政府到时候 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物 史蒂夫来到名单上的一家 他先从车库里搜查开始 对于藏东西 搜东西 他是横角 剩他意外的是 竟然在第一天晚上 就偷了一个疑似人和所说的移动硬盘 就在车子底盘下面卡着 对于旁人来说这很难找 但是对于史蒂夫来说 劝之太简单了 不止底盘下面 车子的副驾驶 作为前面的柜子上也沾了一个 总共是两块硬盘 任何之前给他说过 这些数据都是以T来计算的 这些硬盘应该会很好找 但是史蒂夫自己都没想到 竟然会这么好找 他决定 今晚的行动先到此为止 自己只要回去看看 这个硬盘上有什么东西之后 才能明白任何到底要干什么 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才会让任何开出这么高的价吗 名单上面五十个人 偷一个人就是十万美金 这加起来总和就又是五百万美金的横财 有了这笔钱 自己不仅能够安心养老 还能过上十分富裕的生活 史蒂夫不清楚 任何为了复仇真的是下血本了 就为了那七天在下水道里暗无天日的生活 回家之后 史蒂夫断了网线 打开电脑 接上硬盘 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任何到底想干什么 断网线 是防止着硬盘里会有什么通过网络 暴露他的东西 这台电脑用过之后 他也打算扔掉了 谨慎谨慎再谨慎 这就是史蒂夫现在心里想的 而任何之所以把这件事情交给史蒂夫 原因就在于 他知道史蒂夫很谨慎 他也自己不想暴露 然而 当史蒂夫打开这块不设房的硬盘 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文件与图片时 肠子都快毁清了 文件名很通俗易懂 就是一份份美国国家安全签发的文件 甚至还有安全局截获的CIA FBI的文件 其中CIA的一些文件 史蒂夫简直再清楚不过了 你妈呀 这是上了贼船了 什么商业竞争 什么狗屁代码 史蒂夫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人和让他偷的人 都是国家安全局的安全顾问 也是这个时候 他才知道 国家安全局下属的机构 竟然是以普通的网络安全公司形式存在的 这就是CIA和国家安全局 信息不对等的结果 甚至CIA的很多行动信息 来源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局 史蒂夫看着电脑上满屏幕的机密文件 恨不得把电脑砸了 硬盘也砸了 沾上这种事情 如果以后暴露了 绝对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而且 他在这些文件里 也发现了许多连他都不知道的事情 比如 棱镜计划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舞发黑猫 第二百二十九集 这个计划他一眼看下来 竟然是看得自己浑身冒冷汗 原来 民众日常的所有网络信息 电话信息 全都被监控了 只要输入关键字 就能搜查任何人的蛛丝马迹 史蒂夫觉得 自己得好好想想 自己以前有没有说过什么 不该说的话 大洋彼岸那个少年 会不会就是冲着 棱镜计划来的 或者对方已经知道了 棱镜计划的存在 不然为什么两个人 之前通话的时候 任何要求他 必须用加密的卫星电话呢 史蒂夫很敏感的旧任务 任何的目标 很可能就是棱镜计划 可能任何又能从 这个棱镜计划里 获得什么收益呢 他很清楚 任何与中国政府 并没有什么太大瓜葛 如果不是政府 谁会对这么一份计划感兴趣 吃饱了撑的吧 史蒂夫拿起卫星电话 拨给任何 语气十分不友好 嘿 你就是这样 坑自己的老朋友吗 不是说 这是普通的生意代码吗 说实话 之前史蒂夫差点就信了 因为任何给的这些名单上 这些人完全家里 就像不设房一样 怎么也想不到 这些人 竟然会和国家安全 有什么关系 如果不是这样 史蒂夫宁愿冒着被判盗窃罪 也不愿来干这个呀 坑爹呀 不是 你们国家安全局 是这么办事吗 仍和却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当初斯诺登 人都跑出美国到香港了 美国才开始真正的抓捕行动 还他们要的失败了 事实上 美国的特工行动 远远没有电影里拍的那么厉害 当然 在中东等战区国家除外 查到什么了 仍和乐呵呵地说的 既然史蒂夫知道真相 那就说明 对方真的得手了 你要的 是不是冷静计划 史蒂夫冷冷地问他 一千万美元 所有的资料都给你 我们两亲 如果你再想威胁我 咱们就鱼死网破 史蒂夫觉得 自己如果接着和仍和打交道 自己迟早会死在钱上 当仍和听到 棱镜计划的时候 心里就乐开了花 没想到 对方还真的偷到了 既然偷到了 那么剩下的名单 也不用去管了 一份文件 以及里面的详情 图片 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不过 史蒂夫开的价钱 还是太高了 仍和开始搞价 咱们说好的是一家十万美元 你现在才偷了一家 所以你打算付给我十万了 史蒂夫的电话对面 已经咆哮起来 你是不是疯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会支付给你五百万美元的 仍和乐呵呵的说道 不过 一千万的事 就不要再想了 不行 必须一千万 史蒂夫现在心里大恨着 然而仍和开始跟他摆事实讲道理 你看啊 如果 我忽然说我不买这份情报了呢 史蒂夫愣了一下 如果仍和不买 他还真的没有别的地方买了 而且 所有人都以为 军事情报是天价的 可是 实际上呢 当初 东南县布防图泄露的时候 卖情报的人 也不过是赚了五万美金而已 和仍和的想法是一样的 史蒂夫不愿意在这种事情上 和别人有任何牵扯 干完这一票 他就真的要退休了 所以 卖给人和是他唯一的选择 或者不卖 直接砸掉 但是 他又不舍得这笔钱 史蒂夫知道 自己的本质上 就是一个财迷 这个时候 他又转念一想 五百万也不算少了 他脱协道 五百万就五百万吧 希望 你下次再给我打电话 不会是还有这样的事情需要我去做 这些资料 我怎么给你 如果少了 还好说 这硬盘里 装了足足五十T的东西 行了 放心吧 安心养老 我只要棱进计划的资料 其余的这块硬盘 你有空 就帮我想想 扔到华盛顿的总领馆就行 任何想了想 把剩余自己不要的资料 交给杨恩 也算是自己为国家做点事吧 虽然 自己并不想跟这些事情沾边 至于怎么扔 还不被人发现 那是史蒂夫的事情 而史蒂夫在一瞬间 就在脑子里想好了 用航拍飞机 吊着送进去的办法 只能说 树叶有专攻 第二天 任何邮箱里就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 邮件的总大小也不过是一个多计的压缩文件 邮件发过来的地址 任何还让许诺查了一下 位于 开门群岛 任何对于开门群岛倒是一点都不陌生 这里 是一个碧水天堂 开门群岛 位于亚买加西北方向268公里 迈阿密南方640米的加勒比海中 由三个主要岛屿组成 也是英国的一个鼠岛 英国的殖民地从来就没有收敛过 当初如果不是中国国力日渐强大 恐怕香港都收不回来 而任何庆幸 自己生在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所以他并不排斥 自己力所能及地为国家做点事情 只要不威胁自己的安全就好 开门群岛这个地方 鱼龙混杂 前世里 阿里巴巴的一些资产 就在开门群岛 如果有人留意过 就会发现 阿里巴巴抢住 阿里爸爸 阿里妈妈 阿里奶奶 阿里姑姑等商标 那家公司 地址就在开门群岛 具体地址为 开门群岛 大开门岛资本大厦 一座四层八四西邮箱 这些都是公开可查的事情 其他公司也有干过这样的事情 比如锤子手机就抢住了钉子 比如雷军也注册了自己的名字 并且还是第十类商标 这些都属于防御性的注册 想到这个事情后 人和就打算让清和的行政部也去注册一些 包括自己的名字和清和有关的所有商标 以防出现什么恶心人的事情 还有网站域名什么的 这件事情让人和明白 史蒂夫确实是足够谨慎的 自己没有找错人 而这次 也是人和前世今生里第一次接触这么正式的机密情报 他读的是津津有味 也更加坚定了自己不会再去美国的想法 不过现在还不是曝光的时候 就这么突兀的曝光 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前世里 斯诺登是冒着生命危险 才最终让所有媒体蜂拥观众 那是以生命为代价 进行的博弈 但是人和不打算这么做 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先渲染气氛 然后一口气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出来 最终让美国的民众去自己去质疑美国的政府 这件事情不可能推翻什么 前世里斯诺登也没做到 人和就是想出口气 给他们找找麻烦 先把他们情报系统里 最引以为豪的地方 给颠覆再说吧 至于怎么让美国民众陷入人和想要的情景中 他忽然想到前世里最知名的反乌托邦 反极权的小说代表 1984 这本小说刻画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 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 假想极权的社会主义 通过这个社会中的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细致刻画 揭示了任何形式下极权主义必将导致人民甚至整个国家的悲剧 人人的生活都在被监视 民众没有自己的自由 政府就像一个具备完全统治力的野兽 所有意志之下的人都需要征服 当初 这本小说刚刚出版的时候 在美国和欧洲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无数人推崇并融入自己的政治理念中 但也有人反感 因为这部小说里的生活实在太过压抑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不过 这部小说写得太早了 任何决定想方设法 在这本原著上尽量改进一些 加入一些现代元素 让读者能够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产生共鸣 而且还要在文章里 暗示棱静计划的存在 任何没把握 能完全保留这部小说的文学性 思想性 因为它本身的水平并不高 而他要做的就是利用这本小说 不是指通过这本书能成名 任何也不知道 这一部跨越了时代的小说 在二十一世纪能有什么样的作为 毕竟时代不同了 但是任何有钱 他要用钱把这本书推到高位上去 起码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讲的是什么 要是自己在美国也有一支网络水军就好了 任何打算让这本书先在欧洲发酵 然后再剑职美国 深河感觉 自己现在简直比杨恩更像一个战士 沧海已经写完 并且交付给了周老 任何得到的是一个完美级奖励 还有两个任务的豁免权 周无梦有一天领着人 拎着一大麻袋过来 四合院来找人和 沧海以为这些是周老从山里带的土特产 结果让他没想到的是 车里面都是山区小朋友的感谢信 这让人和很诧异 前世今生还是第一次收到谁的感谢信 心中真挚的言辞让人合作在四合院里 有些感慨莫名 那些山区的孩子感谢他们清河基金 能够赠予他们干净明亮的新学校 甚至感谢他们能让曾经深深崇敬 却因为生活问题离开的支教老师 最终回到他们身边 这些老师 怀揣着梦想与坚定的信念 去到大山里 最终 却被现实打败 有些人会说 是这些老师信念不够坚定 还有人会更恶意地说 是这些老师太误之 可是指责的人 却享受着优越的城市生活 就有什么资格去指责别人呢 起码人家还去尝试过 人和觉得 这绝对不是那些老师们的错误 这是现实的错误 有错误就要去改变 不管是谁去改变 人和自己首先就要做出自己的贡献 周老弟给人和一个信封 笑道 这里啊 是你们当初支教的地方 那位不辞而别的老师写的信 他已经回去了 并且也纳入了我们的支教计划之中 他以前的山村里啊 一个月的收入也只有四百块钱 回到我家了也只有两千八百 我们现在给他开了五千一百块钱 回去之后他结婚了 这次回到山里 就连他老婆也跟过去了 说呀 是要一起偿还当年的内疚 仍和点了点头 和周老相识一笑 我们想要帮助的 不正是这些人吗 那些没德行 没能力的老师 我还真不屑于帮他们 周老喝了口水 回忆的 四十多年前 我下乡的时候 去过那些山里老乡的家里 那时候啊 大家吃的还不如现在呢 但现在也好不到哪去 虽然时代一直在发展 可是 时间在他们身上 还是一直停滞的 我们的生活变好了 成了改革开放 先富起来那批人 说好的先富带后富 却成了笑话 您也别一股思甜了 能享受到好生活 就是好事 仍和笑了笑 您啊 就放心地用清和基金 去先富带后富 不用担心我这边了 哼 得 还让你看出来了 你呀 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打倒目的的周老 笑着离开了 却留下人和 一个人在院子里沉思 他很清楚 周老今天来是为了什么 不只是跟他 分享快乐那么简单 还时常地用一些东西 来激发人和的善念 说实话 清和基金 虽然不用养人鼻息 自己想怎么做慈善 就怎么做 一切都和别人没有关系 虽然有时候 媒体也会有负面方向舆论出现 但问题在于 清和基金 并不会出现任何的影响 而最能够影响到 清和基金的人 其实 还是人和 周老有时候也担心 万一哪天人和不想做慈善了 怎么办 也知道 这清和基金里的版权 可都在人和手里 尤其是 现在哈利波特大火的时候 几亿几十亿的美金啊 周老真担心 人和会后悔 不过 今天周老很开心 因为人和并没有 任何一点后悔的意思 似乎 清和基金那些钱 根本就不在他眼里一样 周老也有些感慨 当年那个青涩的少年 如今竟然掌握着 这么庞大的 互联网帝国 那个时候 自己跑去和洛成科 和签约 结果被一碗面就给打发了 事实上 人和之前还觉得 自己这次写沧海 最大的收获就是 一个完美级奖励 还有两个任务的豁免权 然而 现在看来 最大的收获 应该是为清和基金 增添了助力 然后 获得良心上的安定 这 才是他最大的收获 他赶紧抓紧时间 写第三部 零飞警 也好早日投入运营 多赚一分钱 就能 多帮助别人 更多一些 现在 周老也很忙 原本是在山区里忙 现在 则在 版权运营上忙 因为版权太多的缘故 导致 周老被清和基金 所有成员 一致拒绝离开总部 压根就不让他进山了 一个是 他年纪确实也大了 再这么折腾下去 他那几个儿子 都该不乐意了 第二个原因是 清和基金里 确实没人比周老 更擅长文学方面的事情 有周老在 大家也都安心一点 分工有所不同 实际上 版权方面运作 比进村子 要重要得多 因为 没有钱 大家也都不用进去了 周老这边 又要负责运营 哈利波特 又要负责 昆仑 沧海等作品 确实是忙得 有些 云头转向的 现在 哈利波特的 全球官网都开了 周边 也要马上投入生产 这些收入啊 也都不是个小数目 不过 周老还是坚持 一定要做 精品的周边 千万不能 砸了自己的招牌 而仁和所能做的 就是尽快把 山海经三部曲的 灵飞经给写出来 一方面 是为了自己的武侠梦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 清和基金 哪个男孩年少时 还没点 仗见天涯的武侠梦了 然而事实上 仁和很清楚 在现实生活中 是不太可能的 就算现在 身为格斗大师的他 也做不到 武侠小说中的 飞檐走壁 梦 终归只是梦 仁和现在更希望的是 通过谁再弄一杆 狙击枪 哪怕不用 放在家里 看看也是好的 收藏嘛 这属于个人癖好 纪念自己 当初的那一场杀戮 这事 他没有自己去办 现在也没有 这方面的路子 仁和总觉得 自己哪怕在国内 也得有点防身的手段 这就像是 饿了很久的人 兜里要是没点吃的呀 心里都会不踏实 经历过他这场杀戮之后 仁和也觉得 有点缺乏安全感 灵飞经即将写完 仁和别的都不担心 最担心的还是天罚系统 忽然蹦出来搞点事情 他总觉得 下一次任务 不会那么简单 他先是把 1984给剪了出来 用豁免权豁免掉 然后再聚写 灵飞经的最后一部分 1984这本书 仁和美打图让它成为 清和基金的产业 这本小说的发布 还另有讲究 所以也不能去换 豁免权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舞发黑猫 第二百三十集 1984的发布 是悄无声息的 仁和这次回到了落成 只和许诺两个人 在操作这件事情 仅仅只是一个晚上 许诺用了非法手段 把1984挂在了 无数个民营网站上 这种手段太暴力了 仁和也由此 明白许诺的技术 已经远超自己想象 当初的天才儿童 如今已经成长起来 难怪 清和集团的技术部门 都服气许诺 之前 仁和还以为 是许诺身份的原因 结果现在看来 不只是总裁的身份 他自身的技术 也足够过硬 此时 许诺的房间里 九块屏幕 显示着不同的画面 仁和也看不懂 索性全部都交给许诺操作 许诺一开始还纳闷地问 不是 我的亲哥 你搞这么大个事 就是为了宣传一本小说 而且 这小说上也没署名啊 你这样发出去 一分就都赚不到吧 不为了赚钱 为了报复 仁和在许诺旁边 拨着花生 两个人搞这么大事情 结果 身边放着啤酒 花生 鸡爪等等零食 搞得要看事业杯一样 许诺犹豫了一下 是要报复美国吗 我入侵了一些地方 可能猜到你们 当初发生了一些事情 真的要报复美国的话 咱们就搞一次大胆 我陪你玩到底 许诺在事后 费了无数的功夫 大概才明白 仁和身上当初遭遇了什么 而且知道的 还不是特别详细 仁和想了想 喝了个啤酒 笑的 算了 跟你啊 也没什么秘密 有些话 在仁和心里憋了很久 他没法和杨夕说 没法和人妈说 因为他们会担心 也会放大 仁和身上遭到的苦难 所以仁和不能说 然而 这些事情在他心里 还有另外一面 他喝过酒之后 眼睛亮亮的说道 哎 你知道不 以前啊 咱们都在电影里 才能看到那种情节 情报战争啊 那时候我本来想走的 结果 跟杨夕离开的时候 遇到人了 我当时想 既然杨夕被盯上了 那我就必须找我 那个老丈人 不然 没人能安排杨夕出境啊 我当时 徒手爬上了十层楼 当机立断的 杀掉了观察少和狙击手 然后用一杆狙击枪 你知道那一刻 我是什么感觉吗 就感觉 掌握了别人的生命权柄 生或死 只在我的一念之间 后来 没办法呀 联系不上老丈人 我就开了一场音乐会 等他们来找我 结果在当天晚上暴露了 我让天驱的人先走了 我一个人 一杆狙击枪 和全世界在战斗 那种感觉虽然很孤独 但是啊 我明白了 自己有多么强大 仍和一口酒一口酒地喝的 他很久没有喝过酒了 也很久很久 没有和许诺喝过了 这些事情啊 憋在心里 就像是锦衣夜行一样 自己成了电影的主人公 一样无敌的存在 却不能让人知道 这种感觉对于仁和来说 有点憋屈 可理智告诉他 这种事不该对别人说 那就只能对许诺说了 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第一个朋友 对于仁和来说 这次纽约之行 就像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食不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 杖剑杀人 天涯可惧 这诺大世界 竟无人是自己敌手 仁和每每想到那一幕的时候 血液都会重新热起来 他不想杀人 只是这种圆梦的感觉很好 而且他不杀人 人就杀他 也没什么可以惭愧的 当然 仁和也没风 并不觉得自己可以硬挡子弹 只是偶尔也会想一想 如果有一天 自己仍然需要返身回到战场的时候 他还是会去的 仁和这一晚上 喝多了 梦里 梦见自己重新回到天台上 为了保护谁而战斗着 血液燃烧着他神经 而双手 前所未有的稳定 许诺看到熟睡中的人和 不知道说些什么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仁和喝成这样 烂醉如泥的样子 在许诺心里 仁和从来都是无所不能的 他所开创的一切 对于许诺来说 就好像是一个新的纪元一样 现在已经有无数人 开始使用着清和支付 来支付自己的水电费 而清和TQ 也成了国内最大的 通讯软件行业 根本没有一家公司 能够与之抗衡 清和搜索 还在起步阶段 然而这种方便的搜索模式 让所有人都尝到了甜头 一个巨无霸即将诞生 一个网络的新纪元即将开始 而这一切都是他们 共同努力的结果 仁和对许诺说过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它允许人们拥有梦想 但这也是最坏的时代 所有人怀戴着理想 前赴后继的被埋葬 当初许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忽然感觉自己的生命 像是要怒放了一般 能跟着身边这个少年 一起身处于这个时代 并且站在风口浪尖里 改变这个时代 他感到与有荣焉 这段时间 还有很多领导来参观清和 然而不管什么时候 清和都是由许诺出面的 他也在快速成长着 却从未想要离开过 他只想和清和一起面对 未来的一切坎坷 然后与身边这个人去世界的最高峰 看夜 那个时候 等他老了 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和自己的孙子 孙女 吹着不着边际的牛逼 你爷爷当年一跺脚 互联网都要震三震了 许诺甚至不清楚 自己和人和的友情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但现在已经很好了 就让他继续下去吧 许诺自己穿上了衣服戴上钱包 去了洛城最有名的夜总会 许诺不仅向往成功 也向往灯红酒绿的生活 这与他成功太早 也有一定关系吧 那你的小姐姐真好看 仁和曾经劝说过 纸醉精迷 不过是过眼云烟 找个厮守终生的人 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说着还会露出甜蜜的表情 许诺感觉 自己被喂了一嘴的狗粮 上哪去找杨夕这么好的女孩 许诺觉得自己找不到了 索性也不找了 她还小 还可以玩很久呢 就在许诺处理好网络上所有事情 去夜总会的时候 欧洲各大网站 已经因为许诺的一点小动作 爆炸了 网络攻击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哪怕在前世里 2017年的时候 互联网历史上 对于企业的攻击 顺时攻击 曾达到一个可怕的数字 黑客从来都没有从生活里消失 而是更加强壮 更加的有组织 有纪律 人们正常生活过程中 是很少真实地知道 黑客世界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切 好像都是密而不宣的事情 然而 它真实地存在着 仁和也低过了自己对于1984宣传手段的预计 他以为这样能够让更多人关注到这本书就好了 因为这本书本身是正经的 然而 当黑客攻击手段忽然密集出现 并且以一种爆炸且霸道的手段攻击了一百多家企业官网后 这就成了一个现象期的新闻 前世里 杀毒软件本身就是一个骗局 前世里杀毒软件卖的本来就不好 甚至公司自己的生活都顾不上 大家认为这是危言耸听 然而 当杀毒软件的商人 自己开始开发病毒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变得很危险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他们一边开发着病毒 一边宣扬着自己的杀毒软件 就像是 左手拿着利剑杀人 右手推销自己的盾牌 现在 整个欧洲都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网络袭击 陷入了恐慌 实在是因为 攻击的范围太大 攻击的手段又太犀利 一击击走 干完坏事就消失 只为了挂一本书出来 而且这本书本身还在宣扬着 反对极权主义的思想 这个黑客 简直像是网络世界里的民主战士 这就让人觉得非常传奇了 所以欧洲人民一边恐慌着 要求政府提供网络安全方面的保护 追查这个凶手 一方面看着这本书 体位里面的反对极权思想 和人和之所以不让许诺攻击 欧洲任何官方网站 也是担心事情会闹太大 甚至当时就会引起激烈反抗 现在 改编后的1984 在影响力方面已经完全超越了前世 前世里说他是反极权主义的代表作之一 然而真正看过的人其实并不算多 现在不一样了 所有人都想知道这本书里到底讲的是什么 就连媒体都在报道 媒体一开始报道对黑客攻击的事情 然后慢慢地就对1984这本书进行深刻的评价和剖析 注意力竟然慢慢地转移到了这本书的内容本身 许诺第二天早上回来的时候 任何刚刚揉着脑袋睡醒 他们关注了一下欧洲的舆论媒体 任何当时和许诺就愣住了 我玩大了 你不会被追查吧 不会 服务器里都找不到我的痕迹 许诺自信地说道 你交代过吗 不能暴露 不暴露就好 事情搞大了最好 我就怕事情不够大 他利用了近乎先知的手段 去谋取了关于冷清计划的一切证据 如果没有前世经验 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着手 但既然他真的弄到了这些资料 那么就要好好地给美国一次反击 谁能想到两个人可以反击一个政府呢 任何很想知道 当自己获得资料手段被曝光好 美国国家安全局自己会有多么诧异 恐怕他们都不知道 原来泄密可以如此简单 去家里偷个硬盘就好了 全世界的间谍都要羞愧 自己怎么没有早点想到呢 这就是一层窗户纸 可是他偏偏由任何捅破了 许诺当然知道 任何最终要干什么 昨天晚上喝酒的时候 任何就已经说过自己的全盘打算了 这个计划里 没有许诺是不行的 任何问许诺 害怕不 害怕 许诺老实地承认了 但是啊 这种和世界为敌的感觉 很爽 是的 很爽 许多人都曾幻想过 自己哪一天 如果能够为了爱人 或者重要的东西和世界为敌 那可是多么的畅快 甚至可以说 许诺年幼时开始接触计算机 本身就对黑客有一种崇拜 因为黑客能够掌握网络世界里的权柄 少年的叛逆期是有破坏欲的 只是 任何提前把许诺的破坏欲给转变成了创建一个帝国的成就感 创造成就感总要比毁灭的欲望更加真实与充实 任何摇了摇头 和世界为敌 美国政府还代表不了世界 不过啊 你不害怕就好 现在1984的名声已经宣扬起来了 并且很快因为新闻的关系 传到了中国 俄罗斯 美国 日本等等 传到了各大州 大家对于黑客袭击的新闻更感兴趣一些 但是也没人能够无视新闻背后的这本书 这几天 网络上讨论的竟是反极权的事情 再说 如果所有人的生活被监控了 将会多么恐怖 似乎谈了这个 大家的思想就上升了一个档次 迟到这个时候 没有任何人意识到 这件事情后续还会发生什么 事情到最终 大家可能对于这个黑客更加感兴趣一些 这个黑客是谁 如此犀利地攻击欧洲这么多网站 就为了上一本书 而且书为什么不署名呢 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本书是他写的吗 他真的是一个民主战士吗 所有人都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 就好像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位 敢于挑战权威的侠客人物 有能力就会被人崇拜 事实上 很多人并不会去管 这个人到底是好是坏 足够传奇就行了 反极权主义 终于如同人和期望的那样 传入了美国 美国的人民也在同样反感着极权主义 不过他们认为这些事情 距离他们还很遥远 而人和要做的 就是等待那边土地上的人 已经带入到了反极权主义的情绪中时 在点燃最后一颗炸弹 引爆那里的一切 经济 情绪 生活 足足等了一周的时间 仁和和许诺才重新回到那间挂满屏幕的操作间 仁和把一系列资料交给许诺 其中包括棱镜计划的开始 哪个部门授权 授权文件 由谁来执行 由谁来具体操作 具体的人员名单 那些安全顾问 全部都将暴露在公众的事业之下 还有 他的监控范围有多广 像其他国家元首 还有谁在监控范围之内等等 一切一切 强而有力的证据 不容美国政府抵赖 开始吧 仁和坐在黑暗的屋子里 屏幕在他眼前明灭不定 在计划真的开始前 仁和也在考虑一个问题 要不要直接把资料丢出去好了 这样还省事一点 可问题在于 当前市斯诺登曝光棱镜计划之后 虽然民众们很愤怒 很恼火 示威游行全都做了 政府公信力下降 股市也遭到动荡 按道理来说 影响应该是很大了 可是仁和觉得还不够啊 棱镜计划在曝光出来后 很久才开始收缩范围 美国政府承诺 不再监听民众等等 然而 这个计划并没有真正停止 一切都因为 事情来得还不够猛烈 因为美国政府当时 一直在宣称 为了安全来牺牲一些公民权利 当时 美国经历过911事件 所以美国民众对于安全的认同度更高一些 毕竟 人都要死了 还要隐私干什么 然而 这个世界里 没有911 恐怖袭击 一直被控制在 美国国境以外的地方 民众对于生命安全 还没有特别的感官 因为 也还没失去过 当不考虑生命安全的情况下 隐私和自由 当然成为了精神世界的第一许久 现在 仁和又用了一本书来推波助澜 并且在反极权讨论最关键的时候 把一切真相都推到大家面前 然后 让他们自己去酝酿后续的一切 仁和感谢美国政府干了那么多见不得光的事情 才给了自己最好的复仇时机 现在 全世界只有仁和和许诺杨西三个人 知道仁和后续计划 史蒂夫 也只是看到1984这本书之后 隐隐觉得和冷静计划有什么关系 毕竟 冷静计划的史蒂夫眼里 就是一种极权主义的体现 你凭什么坚持自己的公民呢 虽然隐隐联想过 然而具体的 他一点都不清楚 而1984这本书 又是从欧洲流传过来的 并不是在美国本土直接爆发 所以也没有引起美国方面的注意 谁都不知道 有一场风暴 将会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有两个17岁的少年操控着 席卷整个北美 仁和没有与世界为敌的能力 甚至也没有那个勇气 他始终认为 自己还是一个普通人 想要报复是正常的情绪 选择自己可以承受的后果 也是最基本的条件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舞发黑猫 第二百三十一集 又是夜晚 许诺用出了自己早就准备好的后手 北美三百家名企网站 忽然连续在一晚上陷落了 官网上只有一个东西 一个叫做棱镜计划的压缩文件 可供任何人下载 至始至终 许诺都没有去挑衅美国的官方任何网站 挑选的都是一些有知名度 并且好下手的软柿子 仁和也不建议许诺那么做 只把文件送出去就足够了 何必去找死呢 人家负责一个国家安全网络方面的顶尖黑客 还找不到你一个小孩吗 许诺的技术也不是无敌的 所以还不如挑软舍子念 美国公民正处于一个反极权主义情绪极度高涨的环境中 甚至每天都有三百多个反极权主义的自发组织在北美成立 也就是这时候 棱镜计划被曝光了 人们陷入到了震惊之中 他们在文件里清楚地看到了一百多张立正的图片 那时有人用棱镜系统搜索了一百多个公民的关键词 并且拍照保存了下来 在斯诺登的爆料中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某些安全顾问喜欢没事的时候随意打开摄像头去偷看电脑对面的女生 有些女孩在自家里穿得十分担保 自己都不知道摄像头被打开了 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所以斯诺登强调 他从来不允许自己女朋友拿掉笔记本摄像头的遮挡物 民众愤怒了 如同人和所愿望的那样 愤怒了 这文件其中保存的事情 还有安全顾问利用职权 调查富商的家庭背景等一切信息 然后对这个富商进行搜刮 富商们也愤怒了 里面还有这个系统对所有移民以及外国人进行的高级别监控 移民们也愤怒了 最重要的是 这里面有包括对德国 墨西哥 加拿大等政府首脑的电话窃听 蒙国也愤怒了 美国国家安全局忽然一时间成为了众矢之地 因为文件里面清楚地显示 这个计划就是他们在开展 而美国政府同样难辞其咎 因为这件事情也经过了议院的批准 也就是说 事实上 美国的高层们都知道这件事情 这时候 最震惊的 其实是史蒂夫 他原本以为 人和药这份资料是为了中国的某些利益 而现在看来 这一切更像是人和对于美国政府的一种报复行为 不求名 不求利 就是想要摧毁美国政府的公信力 非常任性 有时候 当一个强大的人开始任性的时候 就会让事情变得非常可怕 人和强大嘛 起码 史蒂夫给出的评价是强大 直到现在他还想不明白 这也太唯一所思了吧 可是 他现在什么都不能说 因为 他就是帮凶 史蒂夫在家里苦恼的 快把头发给薅秃了 自己怎么沾上这么一个可怕的人呢 神盒的钱啊 一点都不好赚 美国政府高层此时 暴跳如雷 这么重要的计划 竟然在不知不觉之间泄露了 没有一点点防备啊 不是说 上次杨恩并没有得到太多有用的信息吗 那个告密者已经被锁在牢里了 没有第二次和杨恩接下的机会 那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美国国家安全局到底在干什么 美国总统赶紧出面进行危机公关 发表演讲 表现的义正言辞 然而 事实已经摆在眼前 民众的怒火 已经在之前的反极权主义的情绪下 燃烧了起来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在了自己身上 太可怕了 民众们感觉到了一阵心寒 现在 政府官员们看着满城市游行示威的群众 其实最想知道的是 那个黑客到底是谁 杨恩坐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 静静地看着这发生的一切 他总感觉 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有点不太对劲 隐隐透着一丝诡异 前几天 一脚无人机从角落里飞了进来 就停在草地上 上面还有一块硬盘 一开始大家还以为 这是炸弹呢 紧张得不行 但是想想不对啊 在大使馆里 谁敢袭击那不是找死吗 别说中国不乐意 就连美国也不乐意啊 美国自己可以在外面 秘密逮捕进行间谍行为的杨恩 却不能忍受 他在正常外交活动时 无故地遇袭 杨恩拿到这块硬盘 一打开看 就有点猛 50T的资料啊 这种东西 以前都是他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 自己在外国费了那么多功夫 也搞不到那么多 而且这么有用的资料 这种东西落在中国手里 就意味着 美国要花费上亿 甚至几十亿几百亿 不可估量的资金 重新进行战略部署 这玩意哪来的 是谁要放在这里的 来得太蹊跷了呀 来得太容易了 甚至让杨恩觉得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这他们要别是谁挖的坑吧 故意扰乱视线 可是如果只是一个陷阱的话 这也太真实了 而且挖坑的手段也太低级了一些 说他真实是因为 如果想要假造50T 并且包含图片的资料 这得花费多少钱财和人力物力 有必要吗 说他挖坑手段低级是因为 这么一架小小的无人机 带着硬盘就飞进来了 呃 你还敢再明目张胆一点吗 所以 杨恩潜意识里判断 这些资料 很可能是真实的 有必要立刻送回中国 让总参去鉴别这些情报真伪 然而 在资料还没有被偷偷运回中国的时候 一名顶尖黑客曝光棱镜计划的事情 就已经发生了 发生的是如此的突然 然而对这一切 中国是乐见其成的 反正也不是自己干的 看笑话就行了 这么多年了 美国总在说 中国的黑客多 中国老是利用黑客进攻美国 还不尊重人道主义什么的 现在正是了 你美国才是最大的黑客攻击聚集地 就别指责别人了 这个时候 保持沉默是最好的 推波助澜 不利于两国以后的关系发展 毕竟贸易还在继续 生活也还在继续 杨恩看到德国 墨西哥等国家首脑提出抗议 就觉得乐呵 美国有的瘦了 一时间 美国九大网络运行商股价开始暴跌 也影响了许许多多的股市经济 本来就有经济危机存在 结果一个棱镜计划曝光 像是一个导火索一样 九大网络公司的经济体量 对于股市的整体影响 其实不大 但架不住 大家对于美国政府都很失望 示威游行的队伍从中国大使馆门口路过 杨恩开心的 恨不得给他们提供茶水点心 这时候 最适合中国浑水摸鱼 开展一些以前被严防死守的事情 就像一面镜子 终于裂开了一丝缺口 机不可施 然而 杨恩心里也有一个问题 这事到底是谁干的 自己前两天 刚刚收到一个硬盘 里面包含着大量机密 里面有国家安全局大部分机密 唯独没有 棱镜计划 然后 没几天 棱镜计划就曝光了 但其中如果说没有联系的话 杨恩自己都不信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可是这个人 为什么要把资料无偿的给中国呢 是一个中国人吗 不知道为什么 杨恩下意识的 就想到自己那个便宜女婿 他自己都不清楚 这个想法从何而来 只觉得这么神奇的事情 也只有自己那个神奇的女婿 才能干出来吧 然而 他很快否定了 仁和现在就在国内 他总不能 跨着大洋操控无人机吧 这根本不可能 杨恩根本没想过 仁和还可能有个帮手在美国 而且杨恩觉得 如果仁和想给自己什么信息 直接给就好了呀 他也不清楚 仁和现在 亚根就不想和他的工作 沾上一点边 所以 杨恩又陷入沉思 他决定 先把那个硬盘送出去再说 至于美国本土 现在发生这个事情 看看笑话就好了 仅仅是曝光一个棱镜计划 就能让美国 半年时间里喘不过气来 美国中央情报局 总部位于华盛顿区 与吉尼弗利亚州的交界处的 蓝里郊区 在华盛顿地图上 有清楚的标示 所以说 中央情报局的地理位置 并不是什么秘密 中央情报局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地位和功能 相当于英国的军情六处 它是唯一的一个独立的情报部门 中央情报局 分为四个主要组成部分 情报处 管理处 行动处 科技处 情报技术人员 多较有高学历 或是某些领域专家 该机构的组织人员 经费 活动严格保密 即使国会 也不能够过问 这不是动作电影里 被科幻的CIA 而是现实存在的 它有独立的经费 有庞大的人力 有自己的智能 有自己的科技部门 也有自己独立行动的人员 事实上 CIA虽然在国内没有执法权 但是在国外 它永远是 最应该被恐惧的一个 情报机构 所谓电影里的超强特工 美女特工 都是真实存在的 当然 美女们干的事情 更多的不是去战斗 而是去策反高官和科学家 前世里 1978年 联合国秘书长 苏联高级外交官 谢弗钦科叛逃 就是一例 基本流程就是 首先通过中间人接触 其次建立友谊后 进行游说 劝说 然后必要时 直接打入敌国 前世里 2001年11月 一直由美国中情局 专家和特种兵 组成的特别分队 携带数百万美元现金 秘密进入 伊朗首都 德黑兰 与一些部族酋长 进行谈判 有好几个酋长 被拉下水 答应同美国特工合作 最后安排潜逃 这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美国中央情报局 一直活跃在世界各地 他们做的事情 可不仅仅是反恐 就在今天 一个行动小组 悄无声息地成立了 目的就是为了 追查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 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在中国有没有特工 有没有现任 毫无疑问 这是绝对存在的 前世里 两名行动小组成员 约翰和理查德 在中国行动中被关押 关押时间长达20年 之后 美国对两个人颁发了 卓越情报工作十字勋章 仅仅是因为 两人在被关押审讯期间 没有交代 任何在中国有关线人资料 以及小组成员资料 两个人的精神值得敬佩 然而 美国政府这种行为 却必须比一 中央情报局成立 针对棱镜计划事件 曝光行动小组 名叫马克佩恩的人 担任行动指挥官 然而当他开始处理 这个任务的时候 却发现 对方的线索 竟然无迹可寻 事实上 在泄密的一周内 美国国家安全局 就已经找到了泄密的原因 首先 泄密的源头 基本可以确定为是安全顾问 不然 不会有那么多的详实图片 他们逐个排查着 每一个安全顾问 终于发现 一名安全顾问 在审讯过程中 情绪有些不安 最终确定 泄密事件的起因 正是因为 安全顾问 私自带走信息 藏在自己车里 在车库中被盗 泄密的原因 竟然是如此的简单 如此的愚蠢 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 已经引咎辞职 他的职业生涯 大概到这里也就停止了 会有新的 国家安全局局长接任 可是 找到了这些线索 好像并没有什么用 正因为原因太过简单 所以才无据可查 当天晚上他家被盗的时候 周围的监控 甚至连可疑人物都没发现 对方轻而易举的 取走了这份情报 而且很明显的是 对方来到这里 盗窃的目的 也很干脆直接 就是冲着资料来的 其他东西 一个都没懂 此时 史蒂夫非常庆幸 自己当初的谨慎 马克佩恩翻看着 所有资料与线索 他沉思着 到底是谁偷走了资料 又或者是这位安全顾问 自导自演 情报本身就是他发出去的 关键是也没有动机啊 国家安全局初步判断 嫌疑人是来自国外的 因为他们所能追查的 网络线索也只是证明 攻击来源于国外 这才最终由CIA出面 处理这件事情 中情局无小事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 接受过这样的挑衅了 与此同时 一个案子也从FBI移交过来 赫然是之前纽约市 一个人与整个纽约为敌的事件 当时CIA内部还嘲笑 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 竟然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如果是CIA在场的话 一定能够立马击毙 一个狙击手而已 CIA里多的是精锐狙击手 后来也再没听说过这件事情 他们以为已经将对方击毙 结果现在才知道 竟然还被对方给跑掉了 简直是美国情报机构的耻辱 马克佩恩看着那个狙击手的资料 一个17岁的少年 手里拥有着一个商业帝国 本身还是一个狙击手 并且在战斗中全身而退 事实上 马克佩恩觉得 自己对这个少年的兴趣 远远大过这个黑客呀 不过 这个人不能动 最多是 如果以后在国外执行任务的时候 注意一下 因为当初事情开始的时候 有点理亏 所以这份资料 移交CIA的意义 本身只是存档罢了 让CIA知道 有这么一个人 CIA已经动起来了 开始调查 所有可能操纵这个事件的国家 发动自己的线人 以及已经策反的那些官员 来调查这件事情 到底是谁做的 然后 CIA就只需要给予精准的打击就好了 一般情况来说 利用黑客手段 并且提前铺垫反极权主义情绪 来完成曝光棱镜计划的人 不是一个不友好的国家 就是一个恐怖组织 或者是哪些强大的个体 做这样的事情 一定为了某个目的 有利益 却有线索 世界很大 却又很小 CIA很自信 自己能够找到这个组织 然而 一周的时间过去了 对方竟然好像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般 毫无踪迹可逊 没人能够想到 人和只是一个普通人 身边有一个具有顶尖黑客技术的许诺 两个人就把这件事情给办了 而目的仅仅是报复而已 并没有什么政治利益 他们从来没有告诉杨夕以外的人 也拒绝和政府部门有交集 就连那个硬盘都是无人机送进大使馆的 结果就导致全世界都没人知道 这件事情是谁干的 这就让中央情报局很没面子了 他们甚至派了一个作战小组 入侵了某个嫌疑最大的恐怖分子基地 劫持了对方的首领之一 来逼问这件事 却仍旧一无所获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无发黑猫 第二百三十二集 对方只是用了一个晚上 便颠覆了美国政府 大半的公信力 自己却找不到对方的半点踪迹 这他瞄得真是日了狗了 马克佩恩表现得很平静 既然这件事情在他手中 迟早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 因为他手里的任务 从来还没有失败过呢 哪怕是当初 带队进入伊朗谈判的时候 也同样没有失败 这两天 许诺一直都在津津有味的 观看棱镜计划曝光后 局势走向 每次看到有人赞赏那位黑客的时候 他心里都会得到极大的满足 因为他就是那位黑客 在这段时间以来 所有人都忽视了 黑客这种网络暴力手段 更在意的 反而是这位黑客 敢于揭露这样的黑幕 一瞬间 这位黑客 眼人成了大家心目中的 民主战士 刺激成民主战士了 许诺沾沾自喜地想着 这词还挺洋气的 仁和要回京都了 他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 大仇得报的感觉 让他身心愉悦 终于没啥心结了 走的时候 仁和专门提醒许诺 千万不要为了一点点虚荣心 就暴露自己身份 更加不要在黑客世界 立上自己名号 仁和觉得 这都是很傻的人 才会干的事 为了一份虚名 却造成自己许多的安全隐患 没那个必要 不过 仁和也在想 自己因为有过歧视 这样的盛民 所以对于民生这种事情 已经不在乎了 但是 许诺还没有经历过 被无数人吹捧的感觉 跑不齐啊 他真会做什么傻事 这就像是 有钱人只觉得 钱指数字 但穷人却觉得 那是生活的保障 层次不同 想法就不同 有空了 还得经常提醒他 仁和回到刘海 胡同四合院的时候 杨夕正和王婶学做菜 他以前是会做饭的 不过做得很粗糙 大抵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使用 例如桂皮 鲍鱼汁 生抽 花椒之类的东西 都是不会用的 想做人和最爱吃的鱼香肉丝 就得先学习怎么调制酱量 两勺醋 一勺生抽 一勺淀粉 三勺糖 一勺料酒 三勺水 这基本是配置鱼香肉丝酱料的 基本调配比了 中国的饮食博大精深 做一顿饭 可能要用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鉴于仁和爱吃 四合院的厨房 反倒是整个院子里 配备设施最齐全的屋子 方叔王婶 对这些新设备也琢磨了很久 现在对他们是爱不释手 知道仁和今天要回来了 杨夕早早地 就在厨房准备做这道鱼香肉丝了 仁和看着这份 色香味俱全的菜肴也有些感慨 不知道是专一还是单调 这么多年了 他喜欢鱼香肉丝的性格 倒是从来没变过 然而是还是第一次 有人亲自特意做鱼香肉丝给他 重要的不是味道 而是心意 这个家终于有点像个家了 虽然17岁成家有点早 不过仁和的心理年纪又不是17岁 所以他还是觉得挺温馨的 仁和认为 自己这一世最幸运的事情 也不是遇到了天罚系统 而是遇到了杨夕 必然天罚系统经常坑他 实在谈不上幸运 两个人吃饭的时候 杨夕小声说道 方叔说 他家闺女 还有两年 就从清华毕业了 一直向我打听 清和集团怎么样 能不能进去工作 方叔说呀 你人那么好 公司也一定不会差 成和愣了一下 这种朴素的世界观还真少见 人好 公司就一定好嘛 会必吧 不过 听见别人认可自己 还是挺开心的 至于方叔他们家女儿 以后到底去不去清和 就等方叔找他开口了再说吧 想要特殊待遇是不可能的 毕竟 清和内部的人才培养模式 已经成型 并不是清华的高材生 进去就会有优待 清和现在人才济济 一个清华毕业生放进去 实在不算显眼 一个行业的领跑者 总是能够吸引更多人才 清和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不过说起来 人和好像从来没有见过 方叔他们家那位女儿 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方一点不嫌弃 自己农民身份 并且愿意用汗水换取自己生活 但是对方却一次都没来过 这个四合院 杨夕倒是问过方叔 怎么不见那位姐姐过来玩呢 甚至可以住这里 这里条件多好 方叔苦笑 鬼女说了 别人的生活终究是别人的 她还不想那么早享受自己 不该享受的东西 这种说法倒是挺新奇的 事实上 方叔王婶在这里干活 干得特别自在 东家人好 活又少 工资又高 东家身边来往的人 甚至有一大部分 是他们经常在电视上能看见的 电视剧里 夏宇亭 就住在隔壁 时不时地过来看看 东家的女朋友 又是国内天后 连文坛泰岛和大老演张明都过来 这种感觉 让他们这种老实芭蕉的农民 有种做梦一样的感觉 不过 他们还记着崔强的话 不该说的不要说 所以就连女儿也不太清楚 这个院子的主人到底是谁 这也是仁和对他们最满意的地方 最近一段时间 恩寺已经问过仁和 近期有没有极限运动方面的计划 毕竟TK官网上挂着敬请期待 已经挂了两个多月了 这也没什么动静出现 粉丝们还以为骑士出现意外了 所有人都在官网上问 骑士是不是受伤了 现在在哪家医院呢 确实 自己虽然还是在玩命 但是极限运动 确实很久没玩过了 而是在玩更刺激的东西 粉丝们不会知道 他们眼中这个骑士 就是纽约掀起 惊涛骇浪的人 他们两个多月 没有更新官网内容 完全是因为客观因素 导致没法更新 之前 安四劝说他 一场大的挑战之后 一定要养精蓄锐 调整身心 他总觉得不以为然 然而 现在不一样了 仁和现在很清楚 之前他没有那种感觉 完全是因为 那些运动还没有达到他的极限 而此时此刻 仁和更希望的是 再好好地享受一下 安静的生活 更何况 TK官网恐怕很长一段时间 都要停止更新骑士视频了 因为就算仁和做了挑战 也不能把视频放出去 不然 人妈估计会 重新杀到京都 所以 仁和给安四说了一下 自己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他没说具体原因 只说 清和还有很多事物需要处理 仁和又用了三天时间 终于把灵飞经也写出来了 然后交付给周老 周老早就习惯于仁和的高产 别人写一部小说 说不定得打磨一年多 甚至两年多 甚至好多年 神和写 简直分分钟就写出来一样 还不耽误质量 周老早就习惯了 就在灵飞经写完的时候 天罚系统的新任务也来了 神和是一直不想面对 天罚系统的新任务 实在是这段时间以来 天罚系统压根没有发布 一个正经任务 任务 检测到宿主六百米外 一位身无分文的老太太 请宿主将她送回家中 限期一周 未完成 惩罚宿主 一个月内必须与杨夕保持三百米距离 女妹啊 保持三百米距离还能愉快地玩耍吗 你看我过上幸福的日子 忌妒了吧 五百米 天罚系统 语气平淡地修改了惩罚措施 神和当时脸就黑了 什么情况 这个天罚系统 怎么越来越人性化了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 天罚系统临时修改条件呢 可是 你这么轻描淡写地提高惩罚 又是怎么回事 你能不能不搞事情了呀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这个任务简直不用猜都能想到 必然是这位老太太 压根就不想回家 结果 天罚系统硬是要自己 把对方送回家才行 同样的招式 不要对圣斗士使用两次 你懂不懂啊 仁和俨然是一副 置诸在握的表情 这种任务虽然恶心人 但好在 只要自己不要脸 这种任务 肯定能够完成的 扛着小朋友 还可能被认为 拐卖儿童的人贩子 但你见过 谁拐卖老太太的 虽然扛着一个老太太 让人和感觉 更加别扭一些 不管怎么说 先把任务给完成掉 不知道 能不能存到 第二个完美奖励 人和出门 就去六百米外 找那位老太太 事实是 这位老太太非常好找 就站在路边 愁眉苦脸的 不知道想什么 眼神有些茫然 哼 肯定是不想回家的 也许人家就是要到附近 什么地方 结果天罚系统 给自己发布 这么个任务 连老人家都不放过 春日太过分了 人和早上前去 问老太太 开门见山的说道 您好 您想不想回家呀 他也就是 例行地问一下 甚至都已经准备 扛起老太太了 结果 想啊 我想回家 老太太看到热心的人和 眼睛一亮 人和愣了一下 不是 什么情况 怎么和剧本里 写的不太一样啊 这怎么是个 想回家的 啊 难得天罚系统 正经了一次 终于体谅自己 最近心情 比较低落了嘛 人和下意识问他 啊 那您家在哪啊 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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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和当时脸就黑了 你妈 这么远啊 天罚系统 你在逗我吗 因为惯性思维 人和已经以为 天罚系统要他 不要脸了 结果这次 他以为天罚系统 正经了一次 却没想到 是个如此 蛋疼的任务 在人和看来 送回家这种任务 你总得是京都市的家 才算正常吧 撑死了 也就是京都郊区 这都够远了 结果 蹦出来一黑龙江的 没有一点点防备啊 咋办 这他喵的 只能给人家送回 黑龙江了呗 人和这时候 才意识到一个问题 在这次天罚系统任务里 限期完成时间是一周 而且与上次送小朋友 回家不一样 这次任务里 并没有发布 老太太的家庭住址 所以一开始就意味着 这个任务 和上一次性质不一样 只是 人和自己的惯性思维 没有反应过来 这你TM坑啊 人和感觉自己 蛋都要碎了 这莫名其妙的 要出当远门 这才刚刚回到京都 不到一周时间啊 天罚系统 你可以的 花样真多啊 不过 这么远的路途 可不是人和想送就能送的 人家老太太也要怀疑 人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个社会 还真能有活雷锋一样的人 老太太是不幸的 于是 人和没有直接带老太太 去火车站 而是陪着她去了派出所 和民警说明了些情况 这位老太太身无分文 自己愿意出所有路费 希望民警能够陪同 或者开车 把老太太送回家里 迟到这时啊 老太太才明白 自己是冤枉了一个好人 也是这个时候 人和听了老太太和民警解释 才明白老太太为什么 会身无分文地站在街头 老太太年轻的时候 丈夫就离开人世了 自己含辛茹苦地把孩子养大 送出去上学 孩子也争气 最终考上了北京市的重点大学 毕业后进入了一家外企 薪水很高 孩子结婚了 在京都也买了房子 于是这个时候 老太太就想过来看看 能不能跟着儿子想想福 儿子倒是特别欢迎 但是儿媳妇就不乐意了 儿子整天早出晚归 儿媳妇和老太太两个人 在家里矛盾日渐产生 最终又导致夫妻俩 因为她总是吵架 今天又吵架了 老太太心想 既然这里待不住 那就回去吧 结果出了门才发现 没有带钱 神河点了点头 全来是这么回事 这种家事 还真是没人能说得清的 她也就不评判了 先把老太太 完完整整地 送回黑龙江再说吧 民警也是热心 他们表示 可以直接把老太太送回 不用人和掏钱 也不用人和亲自跑一趟 但人和却非常坚决地要求 必须陪同 而且钱必须他出 开玩笑 任务失败了 你能陪我呀 前世里 前几年也不知道 谁带下节奏 总在网络上黑警察 这不好那不好的 总有挑不完的刺 可是 人和接触到的一些警察 虽然不敢说 他们就一定是 尽职尽责的好警察 但是 坏 真的谈不上 那个时候 遇到一切麻烦了 都可以拨打110 商家纠纷可以打 迷路了可以打 只要打了 对方基本会在 五分钟之内出警 也许是制度变好了 让他们的工作效率提高了 但是 对方的工作 也确实不容易 警察叔叔还在纳闷 这个少年 为什么会如此热情 可是架不住 任何实在太热情了 只好带着他 一起送老太太回家 任何对待任务的态度 还是很认真的 这种任务 只要处理好了 就是稳妥的完美级奖励 多花点钱 多花点耐心 来提高评价等级 这是他完全能够 接受的程度 甚至如果说 当场给老太太 一个两万元 就能换取一个 完美奖励的话 任何绝对不会吝啬 平静的生活里 就这么忽然出现了一个 小小的意外 杨夕都没搞明白 任何这是发什么疯呢 怎么忽然要送一个 老太太回家呢 而且老太太家 还在黑龙江 疯了吧 任何很清楚 不是他疯了 是天罚系统疯了 你也别叫天罚系统了 你应该叫 妖鹅子 任何和民警叔叔 费了好大功夫 耗时一天多 才把老太太送回家里 任何看着老太太家里 家徒四壁的样子 还专门取了一万块钱 留给老太太 老太太不肯要 任何就塞到她被子下面 既然有钱了 就做点能做的事吧 说起来 任何也并不觉得 自己有多么无私 只是为了让自己开心一点 有能力帮助别人 本身就是一件 值得开心的事情 老太太不知道这个事 民警却知道 民警叔叔 简直要把任何夸上天了 什么祖国动粮之类的话 跟不要钱似的往外洒 嘿 又是一个完美机奖励到手 任何只希望 天罚系统以后啊 能稍微靠谱点 你嘛 只要稍微靠谱一点点 就行了 事实上 任何一直很担心一个问题 再去黑龙江的路上 她又担心 万一天罚系统说 送老太太回家 应该是回到京都的家里 而不是黑龙江 那谭苗该怎么办 把老太太重新扛回去吗 警察叔叔会怎么想 任何自己 他苗有的不好意思 不过 万幸的是 当老太太进入家门的时候 天罚系统就发布奖励了 依旧是完美机 圣河终于松了口气 所有需要做的事情 终于告一段落了 他也可以安心地等待开学了 可以带着杨夕玩玩刀塔 也可以跟进一下清河游戏 关于刺客信条的制作 杨夕的刀塔水平 称得上任何有点不忍直视 他倒不会因为胜负这件小事 就埋怨杨夕 实际上很多时候 情况是另一种方向 让人和有点意外的是 杨夕进步很快 因为他确实还挺喜欢这个游戏的 在刀塔经过美公布的妹子们改良之后 画面色彩和英雄造型都有一定改善 不再像以前那么英语 还很萌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舞八黑猫 第二百三十三集 杨夕非常想玩好这个游戏 一开始他只愿觉得 这是人和喜欢的东西 因为要提高两个人的共同兴趣点 所以才想去了解一下 结果玩着玩着 自己有点上瘾了 每天下午练完情 都会主动喊人和 带他玩 在游戏里杀人了 就会很高兴 被虐得太惨了 就会可怜巴巴的 在旁边看着人和 那个眼神 人和还从来没有见过 杨夕那么委屈过 啊 王颖少女啊 人和莫名在心里 叹了口气 以往 杨夕的性格都是 独立坚强的 帮人和宁女要平盖 那都是家常便饭一样的事情 然而让人和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会在玩游戏的时候 有这么丰富的情绪变化 人和不知道的是 虽然杨夕依旧独立 却因为人和的存在 释放出了一些自己柔软的部分 这不是矫情 而是他在这个年纪必有的东西 就连男孩都会有 可是 在他遇到人和的前十六年中 即便是对别人展露这一面 也毫无意义 在战区的时候 杨恩每天已经够忙了 所以杨夕就必须很懂事地坚强起来 让杨恩的工作 没什么后顾之忧 在苏如清面前 他也不能表现出这一面 因为如果苏如清觉得杨夕跟着杨恩生活并不好 一定会再次和杨恩发生争吵 只有在人和面前 无论他喜怒哀乐 杨夕都不用担心额外的事情发生 开心就是开心 难过就是难过 在那个人面前自己什么都不用保留 因为一切他都懂 两个人的感情已经足够轰轰烈烈了 而杨夕觉得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遇见一个 能够无条件敞开心扉 并且不会被辜负的人 是多么幸运 同样的 仁和也不用伪装自己 其实他也很庆幸 自己竟然遇到了一个 能够和自己玩刀塔的女孩 前世里女孩们对英雄联盟和刀塔 有什么想法 除了少数的网瘾少女以外 那就是有她没我 有我没她 仁和手把手 教指杨夕如何去玩这个游戏 他坐在杨夕身后 指点杨夕如何走位 如何控制事业 如何计算技能CD 如何计算血量 如何技能衔接 补刀好难啊 杨夕感慨道 有没有补刀的诀窍啊 仁和看着电脑屏幕里 杨夕十来分钟十来个补刀 沉默了好半天 对方 就是传说中的缘分补刀法嘛 能不能补刀 全他们要靠缘分的 他沉吟了一下说的 补刀的诀窍 首先你要知道 补刀有哪几种 像震补 反补 还有 没有补刀 杨夕笑得前仰后合 他知道 仁和这纯粹就是在瞎扯淡 补刀哪有什么诀窍啊 这只是基本功了 仁和也不知道该教杨夕什么 反正游戏嘛 多玩玩就熟练了 他才不指望 让杨夕开人机去单独练习呢 仁和又不指望杨夕去打职业 一个暑假的时间 杨夕的进步非常大 甚至有时候能够自己没事开一局 而不是必须要仁和带着玩了 一开始的时候 仁和还得费劲给他解释好多事情 比如 杨夕就一直纳闷 为什么自己每次进游戏之后 上一局打过的装备都没了 这不是网游吗 仁和愣了半天 都不知道怎么解释 为什么女孩玩游戏 总会这么坎坷呢 不过现在好了 该明白的他都全明白了 刺客信条这个游戏 制作也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 大型3D游戏的制作周期 确实要比2D长了太多 光是建模 就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而且 仁和对这个游戏也比较上心 经常会提出一些私人建议 比如中国直线剧情怎么融合 比如自己亲身经历过纽约大战的 有没有可能在游戏里隐约的体现 游戏策划们 这段时间非常烦躁 自己家这位大老板 莫名其妙地开始关注游戏开发的过程 而且经常提出一些 他们很难解决的问题 你是大老板好吗 数钱就行了 干嘛参与这么细节的事情啊 一开始啊 游戏策划们还在思考 是不是自己做的游戏 让大老板不太满意 是不是自己工作做的有问题 后来他们发现了 这位大老板 纯粹就是喜欢玩游戏 有这么一个大老板 游戏策划们都不知道 这到底是福还是货 他们是经常有机会 和大老板一起玩Dota的 关于更新版本的意见 关于游戏体验的意见 自己家这位大老板 总能提出一些很有建设性的意见 一方面 能够和大老板拉近关系 一方面也能得到很好的建议 只是 大老板有时候一见异样 他们就得连夜的加班修改 正是痛病快乐着 他们也不大清楚 这段时间 大老板不知道了为什么 非常喜欢找他们一起玩刀腾 而且玩的菜还会被嫌弃 最后就是 好几个清河内部的高手 每天陪着大老板打刀腾 在平台上都打出名了 简直和一只正式战队一样 这让他们对自己的工作 争论产生了一丝迷茫 成河倒是没想那么多 他就是想多找几个高手 带着杨夕玩罢了 等到后来安门游戏策划知道真相之后 简直是一脸懵逼 在带着杨夕玩刀塔的同时 人和也开始着手清河派系的整体布局 这个布局 不是关于清河派系未来的业务走向 纯粹是 立足于整个社会 进行一定的资源掌控 当下社会里 什么资源是最重要的 媒体资源 不管是以前的纸质媒体 还是现在的新媒体 在每个时间段里 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人可很清楚的一点就是 前世里不管是阿里巴巴还是腾讯 一直在不停地治理于 如何入股媒体企业 也就是那些社会喉舌中 有自己的力量 试想一下 阿里巴巴前世投资入股的媒体 就有足足30多家 还都是一些主流媒体 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负面报道都会被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 这也就是为什么 前世里京东卖假货 被炒得天翻地覆 阿里巴巴却可以 好整以暇地调整自己的内部业务 最终不了了之 淘宝依旧是大部分人购物的首选 舆论的重要性众所周知 哪怕仁和不需要舆论的支持 杨夕以后也需要 大部分的明星都没有财力 去控制什么媒体风向 杨夕也没那个闲钱 但是仁和有 这个事情 根本不用仁和去出面商议 只是说了一下这个想法 自然会有人去执行的 清和集团现在 一个月只是总部 就有十多亿的资金入账 分公司现在 也没要求他们向总部输送利益 把自己那摊事玩好就得了 年终的时候再说 资金充足的情况下 仅仅只用了一个月时间 清和就不计成本地 入股了37家主流媒体 这场谈判很艰难 但是清和依旧拿下了 因为清和里 现在人才的确多 多的是可以拿出去 独当一面的 事实上 清和派系已经又一次拥有了 可以开枝散叶的机会了 人才有了 钱也在手里握着 思路都在人和脑子里 钱是里的互联网项目 可不仅仅有18个 只是 人和担心步子卖得太大了 会扯着弹 所以在路股媒体之后 清和开始了自身的业务方向调整 往更精细的管理方向发展 成和有耐心等他成长为参天大树 虽然是在与时间赛跑 但是不能跑得太快 导致自己的身体跟不上节奏 清和在媒体行业的大动作 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 可是在大动作之后 清和又彻底地沉寂了下去 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终于 人和和杨夕要开学了 两个人对于上学还是很有期待的 尤其是人和 校园生活永远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哪怕只是和室友打打刀的 大一新生的报道时间在9月1号 入学之后将会有为期两周的军训 9月1号一大早 人和就开着车 先把杨夕送到了中央音乐学院 他把车停在校门口500米 杨夕就下车了 两个人都比较担心 杨夕的身份会被人发现 就会被无数人围观 他的车牌号又跑不了 注册的就是他的名字 到时候 自己骑士的身份也就彻底公开了 杨夕下车前 坐在车上拧着眉头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中系的美女很多 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非礼物是 非礼物听 你放心 人和乐呵呵的笑道 其实他挺喜欢看杨夕吃素的 临近开学的一个星期 杨夕都一直似有似无的提醒 人和千万不要在花丛中迷了眼睛 人和都觉得好笑 也不知道杨夕这从哪听来的 后来才知道 是杨夕的闺蜜一直提醒他 像骑士那么优秀的男人 一定会被无数女人诱惑 既然两人感情那么好 就一定要守住 不过 人和不认同这个观点 能被诱惑走的 事实上都不是相伴一生的良配 如果一个人背叛了你 那就让他走吧 总会有更好的出现 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好男人 能守住欲望的也比比皆是 神河反过来笑道 别光说我啊 你也要小心 中央音乐学院里 帅哥也很多啊 杨夕整了整头发 跳下人和的大皮卡 一边关车门 一边从容地说道 全世界都知道 我是骑士的女朋友 你这才是真正的瞎操心呢 确实 杨夕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全世界都知道 她是骑士的女朋友 这段时间 杨夕在京都待着 也和初中同学聚会了几次 以前暗恋她的男孩 原本在高中的时候 还在蠢蠢欲动 结果 这几次聚餐 压根就没有旧式重提的勇气 骑士这个名字 就像压在他们每个人心上的石头 那简直是一个普通男人 都无法超越的巅峰 仁和开车前往中系 他也很想知道 自己将要和哪些人 共度接下来的四年时光 当初 张导让她在中系的时候 并没有告诉她是什么学院 什么系 也是昨天才知道 张导让她去的 竟然是表演系 抽劳笑称 这是张导想用仁和当男主角的 贼心不死 不过 仁和并不在乎 自己将要学些什么 表演技巧 她已经是专精级的了 两个完美级奖励在手 分分钟就是大师级 只要天罚系统 不闹什么幺蛾子就成 然而 她并不打算拍电影 拍电视剧 学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学生活 她要在校园里尽情回忆 自己曾经放肆的青春 前世里 仁和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 最希望的 就是自己能够梦回校园 那里的操场 操掌音飞 楼下的女同学 有着长长的头发 和开朗的笑声 忽然回首 那段回忆里的一切 就像是一片光的海 太过绚烂 那会儿 停电的时候 同学们会一起唱歌 宿舍里会一起斗地主 那时候 他们很穷 一把斗地主也不过是 盈益根烟 但是却很快乐 打开水的时候 会经过女生宿舍 所有男生 都会刻意地昂首挺胸 吃饭的时候 虽然食堂的饭很难吃 但是 大家还是很认真地 选出了一家最好吃的 并且试图和食堂大妈 搞好关系 那是最懵懂无知的年代与青春 没有利益纠缠 谁也不求着谁 大家的生活有差别 也差不到哪去 都很穷 那时候 大家都还有理想 神河是愈发地期待了 中系校园 占地25.37亩 建筑面积 近3万平方米 基础设施完备 拥有一座建筑面积 5111平方米 700多个座位 设备先进的实验剧场 为学院的戏剧影视 艺术实践和专业教学 提供了有利条件 学院图书馆 建筑面积1700平方米 拥有十余种数据库管理软件 基本上实现了信息管理自动化 搜索文献网络化 目前藏书超过了37万册 中文戏剧类图书馆藏之丰富 为国内之最 这就是人和要待上四年的中系了 之前他听杨夕念叨过 中系的面试在京都 也是出了名的严格 一个系招说的学生 也就五十多个 结果面试的有几千 简直和千军万马过读木桥一样 别的学生 走完高考的读木桥就行了 中系北影的学生 走完一遍还得再走一遍 不过好处就是 总会有一些知名导演 带着优秀的本子来学校里选角 不光是表演戏可以上去 全校都可以 这就是娱乐行业对这些名校的优待 其他人是没有这个科班出身 那就只能去走片场 辛辛苦苦的熬龙套 等待哪一天有一个移步登天的机会 而这些学校的学生 本身就在天上站着了 仿佛天生高人一等 所以如果说四中本身是一个英才聚集的地方 在那里自身光环暗淡一点的学生都会被边缘化 那么中系就是把这种情况更加扩大的地方 来到这里的人都是有表演欲望的 没有表演欲望谁来这里 而且来到这里的人都是有演技的 不然也通过不了面试 俗话说 人生如洗全靠演技 人和之前还担心呢 来这里上学 大家每天都要虚情假意 毕竟人家也没演 你也看不出来呀 但事实是他多虑了 这些孩子演技虽然有 但是性格还在那里放着 很少有人臣府特身的整天都演 中系大门 通向里面的是一条灵鹰大道 路边红旗迎风招展着 一棵棵树上都挂着横幅 上面写着表演戏 导演戏 舞蹈美术戏 戏剧文学戏 每个横幅下面 都站着好几个学长学姐样子的人 精神抖擞地迎接新生 迎新的老生一般是大二的 这时候上大学的热情基本还没消散 喜欢活动 喜欢社交 喜欢玩 到了大三大四 要么出去找工作 拍点电视剧 运气好的直接火了 运气不好的也得熬着 要么就是在宿舍里打牌打麻将 看电影玩游戏 个别人竟然敢把电动麻将桌 给弄到宿舍里 站在门口看着人来人往的人和 现在就一个感觉 中系的美女帅哥确实多呀 哦当然 帅哥他不感兴趣 美女倒是一大把 一般情况下 大一新生的女孩还不会化妆呢 也不太会打扮 所以有人总说 大一的女生就是一颗青苹果 好吃的不好看 然而中系不一样 中系大一的女生一个个的 有祸国殃民的潜质了 难怪杨夕对她最近是严守紧盯 看来杨夕也知道 中系是个什么情况 小姑娘昨天在四合院里 忍痛给自己打了四盘辅助 人和还纳闷 这小姑娘性子改了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无疤黑猫 第二百三十四集 杨夕这姑娘 性格要强 打辅助不是她的习惯 现在慢慢地会玩了 特别地喜欢中单 没事了 就喜欢出去和人打架 结果 昨天杨夕打了四盘辅助 目的就是为了 让人和心甘情愿地给她保证 在大学里 绝对不受任何诱惑 这下给人和乐的 她当即又答应下来 感受到杨夕在意自己的心情 也是暖暖的 有人在意 总比没有要强 而且 这辈子她已经认定了杨夕这个人 就不会再更改 他们之间的感情 经历了太多坎坷 来之不易 相对于这里 增然慢慢起步的学生 杨夕都已经是天后了 而且 人也漂亮 身材也好 这要是再出馆 就好像放弃自己家的阿斯顿马 叮不开 偏要开出了一辆 物美价廉的大众一样 迎新活动 已经拉开序幕 人和眼瞅人那些学长 看到美女 就两眼放光的样子 一种已经告别单身 并且情感生活非常好的优越感 油然而生 这些学长们瞅见美女 甭管是不是自己戏的 先上去搭讪再说 一个戏剧文学系的学长 硬生生地拉着一个表演戏的小美女 一路帮忙搞定了所有报道流程 简直就是先下走围墙的手段 搞得表演戏的学长 一个个儿地咬牙切齿 人和一边走 一边找着表演戏的横幅 他站在横幅下面的时候 有些意外 表演戏的大姨新生是吧 来 表哥填一下 夏雨婷坐在树荫下面 顾盼生辉的浅笑着 今天的夏雨婷很素 但依然很惊艳 惊艳的感觉就好像心里在说 这样的女孩就应该走到屏幕上面 被所有人看见 神河没想到 夏雨婷会出现在这里 还装作一副不认识她的样子 就仿佛对方知道自己在校园里想要低调一般的善解人意 她以为夏雨婷会很忙 毕竟她现在戏约多到了数不清 档期一直都排得满满的 只要是足够优秀的本子 她都会借 结果 却在这里相遇了 表演戏旁边一个男学长 对人和笑道 哈 终于又看到一位男同胞啊 还挺帅气的 赶紧填表吧 等会儿我带你交学费去 哦 还得买生活用品 办理宿舍入住的事情 我带她去吧 夏雨婷笑着站起来 整了整自己作者的裙摆 这话一出 旁边的学长学姐都愣了一下 恨道理说 夏雨婷今天出现在这里 就已经有点诡异了 因为夏雨婷是大三的 并不需要接心 而且她又那么忙 所以学长们一个个高兴的不行 国内影视小天后啊 竟然和他们一起迎接新生 这也太难得了 之前接待学生的时候 夏雨婷连站都没站起来 他们也不太好意思 让自己这位天后学姐 去顶着太阳 安排新生入学 结果 夏雨婷竟然主动要带一位新生 小子 你有福气啊 一位学长感叹道 哎 知道这位是谁吧 而仁和则是一脸激动 你能给我签个名吗 我是您的粉丝呢 演戏 自然要演全套的 既然夏雨婷装作不认识她的样子 那一个大一新生 见到小天后 应该是个什么反应 要签名啊 夏雨婷似笑非笑地看着仁和 她最清楚 仁和的女朋友 就是一个实至名归的天后 仁和自己的名声 也绝对不比世界上 任何一个名星差 自己代言的费用加起来 现在也不够仁和一个TK代言的 更不用说那些抢账仁和代言的公司了 尤其是一家巧克力品牌商家 因为仁和总是喜欢吃巧克力的事情 广为流传 甚至为骑士开出了天价 就说资产吧 仁和也是国内首屈一指的 互联网公司大老板 身价的上个月已经过百亿了 往后怎么样 谁也不知道 在场的学长们都在笑 这个新学弟啊 跟他们的反应一样 夏雨婷回到学校后 他们第一件事情 也是让夏雨婷给他们签名 和影留念 原本大家还想着 仁和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让夏雨婷如此青睐 现在看来并不是 事实上 上大学的时候 谁会想那么多事情 夏雨婷忽然出现 也就忽然出现了 谁的思维也不会往其他地方想 这个时候 大家还是那么单纯 也同样以为 大家和自己一样单纯 在中系这个环境里 大众的知名度 就等于一个人 在学校里的受欢迎程度 夏雨婷 此时在校学生中 无疑是知名度最高的那一个 所以 所有人都知道 表演戏06级 出了一个小天后级别的女神 夏雨婷 众星捧月一般的存在 夏雨婷 有没有男朋友 有没有可能追到夏雨婷 夏雨婷 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这是中系最近最热门的问题 男生们都想在学校期间 静水楼台先得月 不过 有些和夏雨婷 走得近的人 就发现一些事情 夏雨婷 好像有喜欢的人了 夏雨婷的摄友 也知道夏雨婷 有喜欢的人了 可是 这个人是谁 却不得而知 他们甚至知道 夏雨婷 其实是在 单相思 这就让他们 有点疑惑了 按照夏雨婷 这样的条件 什么样的男人 找不到呢 竟然还单相思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可是 对于夏雨婷 自己来说 他很清楚 自己的感情 是什么时候开始 也知道 自己喜欢对方什么 甚至明白双方 之间的不可能 他搬到刘爱胡同的时候 就没有太多 非分之想 因为那个人 已经有女朋友了 还是一个 比自己 更加出色的女孩 可是 他只是想 离那个人近一些 夏雨婷 不少 在夜深人静 独处的时候 都会笑话自己 没有骨气 可是 他就是想 距离那个人 静一些 就好像 只要离他近了 世界都会变得 更加精彩 对方是一条长街 而自己 则是长街上的 千堆雪 长街会经历 春夏秋冬 而雪花 只会在冬季 某一天 一味在长街之上 她是一个 对精神世界 有追求的女孩 她不认为 喜欢就一定要 天长地久的厮守 也许自己某一天 终究会放弃 这个感情 就像冰雪 总会融化一样 但是 在冰雪 真正融化之前 她要好好珍惜 这段时光 而那个人 现在 正站在自己面前 这种感觉 让夏雨婷 有些恍然 就好像两个人 第一次见面一样 一切 还有可能 夏雨婷笑道 光鲜名哪够啊 还得合照 来 赵旭 你帮我给这位学弟 一起拍张照片 用我的手机 也拍一张 哎 好嘞 名叫赵旭的学长 接过夏雨婷的手机 他们这个时候 还没反应过来 学姐竟然 主动要和心声合影了 这一次 夏雨婷 离人河很近 人河甚至能够闻到 夏雨婷身上的香水气息 淡淡的 却 倾人心疲 这是夏雨婷 第一次离人河这么近 也是第一次 进入到一个相框 她的心里 欢呼雀跃着 即便不可能发生任何事情 她也需要留下一些纪念 今天终于有了这个机会 旁边的人都觉得 人河是占了天大的便宜 持有夏雨婷认为 占便宜的是自己 人河没有拒绝 拍张合影并不算什么 而且 对方把这一切安排的 都是理所当然 自己拒绝 就会变得非常突兀 而且她觉得 一个人也不能自作多情的 认为随便一个人 都会喜欢自己 那也太自恋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两个人实际上很熟 夏雨婷平日里 和她就像是好朋友 她为数不多的 好朋友之一 现在发生的一切 就像是两个人配合起来 在演一场 欺骗了其他所有人的戏一样 神河也没想到 自己刚进中戏 就演了一场戏 对手还是国内小天后 有点意思 夏雨婷带着人和 去办后面的手续 凳子需要买 五十块钱一把 在毕业的时候可以退钱 学杂费加起来 一学期总共才四千多块钱 这种学费对于人和来说 半点负担都算不上 她最近还给杨夕买了一块表 光一块表都一百多万了 杨夕开开心心地表示 自己这辈子 还没戴过那么贵的表呢 神河也是想着 自己家这位天后 以后要出席活动了 要是连一块像样的表都没有 那可就太尴尬了 杨夕不考虑这种事情 自己要考虑 结果趁着杨夕开心的时候 仍和想要亲杨夕一口 却还是被杨夕翻个白眼 给躲开了 回归之后 杨夕就矜持了许多 远不像在国外二人世界的时候 两个人日常亲密一下的情况 还是很正常的 杨夕现在的理由是 见过人妈了 在她看来 人妈是比较保守的 她不能让人妈觉得 她太随便了 仍和觉得这个理由 简直没道理啊 人妈现在抱孙子的愿望 都有了好吗 身边的人 简直一个比一个反常 搞得仁和差点 开始怀疑人生了 你不是挺忙的吗 怎么还有空接心啊 仁和跟着夏雨婷走在路上 路过的学生 第一反应就是 看夏雨婷 然后就是 一脸惊异地看着她 给仁和看的 有些不自在 咱们这老朋友关系 谁不接也得接你啊 夏雨婷根本没有掩饰 自己就是专门来接仁和的意思 大大方方 坦坦荡荡 却只字不提 喜欢对方的心思 就在仁和与夏雨婷 刚走还没多久 学校里某些范围就开始流传 今天小天后夏雨婷 亲自接了一个新生 还是个男的 两个人原本不认识 纯粹就是缘分 事实上 正常人上大学的时候 不会有什么消息流传的很广 也不会有某个人 特别有影响力 学生会主席的影响力 大部分也只局限于学生会里面 普通学生 谁认识你是谁啊 我只管在宿舍里玩倒塌 你还能管我呢 而到了中系这样的地方 本身就是培养明星的 学校里出名的 也必然是某个虽然没毕业 但已经成名的明星 平日里在电视荧幕上 就经常见到 到了学校 自然有一种兴起感 这个时候 与其说是觉得某个同学 比较优秀 所以多加关注 还不如说是一种 另类的追星方式 只不过是关注同学而已 在中系里 简直是人人都可以当狗仔 夏雨婷身上发生的什么 去世被人传得很广 也很正常 就好像当初杨夕在寺中上学的时候 她要是多和哪个男生相处一段时间 立马就是寺中人静皆知的大新闻 这有个前提 就是杨夕本身的影响力 已经足够大了 夏雨婷带着人和在中系的校园里 参观了一个多小时 图书馆在哪 大剧院在哪 食堂在哪 男生宿舍在哪 女生宿舍在哪 都给人和交代的清清楚楚 你对中系还真熟悉啊 人和笑道 她上大学的那会儿 到毕业了 都不知道学校里某些建筑 到底是干嘛用的 夏雨婷整了整头发 笑着点点头 而人和不知道的是 夏雨婷为了今天接她入学 专门找到了学校介绍的官方地图 其实在今天之前 有些地方是干什么用的 她也不太清楚 毕竟她在学校的时间也不算太多 对了 你住校吗 夏雨婷偏过头问道 这里离四合院也不近啊 住一段吧 和室友们刚好关系啊 不然上完学了 连舍友是谁都不知道 神河说道 这件事是跟杨夕讨论过的 杨夕也赞成 两个人先住住学校 大学一开学地外面住的话 影响也不好 到时候 舍友们和自己的关系 也就会慢慢淡掉 而两个人上大学最主要的 还是多沾沾人气 别让自己和社会与人气脱节 那样不好 夏雨婷想了想说道 嗯 我明天就要飞南面拍戏了 不过一个月就回来 到时候有事了 你可以找我 那个时候 我应该经常在学校了 仍河也没多想 实在是 也对夏雨婷平日的日常不太了解 在今天仍和来到中系之前 夏雨婷已经有半年没回过中系了 要是让她室友闺蜜知道 夏雨婷下半学期 打算在学校里当个好学生 估计会非常惊讶 走到宿舍楼 这次的街星也就到此为止了 仍和笑着挥别夏雨婷 一个人提着日常用品 上楼去了 她的宿舍在313 也不知道室友们都到了没有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她是六人间的宿舍 她将会有五名室友 今天仍和穿得很普通 一身运动装 还都是TK当初送她一大堆 量身定做的衣服 她作为TK现在唯一的一位代言人 并且拥有全球级的影响力 TK是恨不得 连她内裤都穿TK的 哦 袜子也是 TK的自行车领域是贵族品牌 不过 借由骑士的影响力 向着整个运动领域进军口 从近乎奢侈品的层次 变成了中高端的产品 毕竟 自行车一辆虽然贵一些 但是可以骑好多年 但衣服就不一样了 虽然奢侈品也有市场 但是TK做运动品牌的奢侈品 还是有些底气不足 按仍和来看 也差不多是前世阿迪奈克这样的品牌 这种品牌平时是没有问题的 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在充系这样的地方 仍和刚才一路上 就看到了好几条几千的皮带 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他不关心这些 这个世界除了那些运动品牌 其他的他都还没认全呢 他知道那个皮带价钱 完全是因为杨夕给他买过一条一样的 还在四合院里扔着呢 仍和找到313 这个宿舍外 走廊不知特别明亮 还能听到隔壁厕所的水声 说起来 这里的住宿条件 可比四合院差太多了 不过 仍和前世的宿舍 说实话还不如这呢 也不知道 杨夕在中央音乐学院 能不能习惯那里的生活 自己晚上开车 找他吃个饭 聊聊今天的见闻 顺便问问 杨夕有没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 杨夕推门而入 这间宿舍看样子并不算小了 一建就能有二十多个平方 房间里还有个小小的厕所 还有个淋浴 房间正对面的是一个小小的阳台 看起来这个阳台还是比较不错的 此时宿舍里只有一个人站在阳台 双手插兜的 落寞的看着楼下 这不会是在中央 看到自己前女友了吧 背影都那么落寞 虽然仍和来中央的时候 已经做好准备 接受奇葩室友 奇葩同学 结果这一推门 还是给了他一个意外 仍和走到对方旁边 向下望去 除了来来往往的帅哥美女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哎 兄弟 看啥呢 仍和好奇的 这算是他和新同学的打招呼方式 看着落寞的人间 对方落寞地回答道 仍和一下就惊了 这他喵的不会是个抑郁症患者吧 自己大学第一位同学 竟然是这个尿性 仍和还是低估了中系的学生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舞吧黑猫 第二百三十五集 不过他想了想 也站在旁边 开始往楼下看 足足看了二十多分钟 两个人谁也不理谁 最后 仍和旁边的人忍不住了 你又在看什么 看镇的江山 仍和说完就去整理东西了 留下他旁边那个货 在阳台上愣了好半天 两个人 新同学见面半小时 总共说了四句话 一个比一个装逼 这要有人旁观的话 估计会想打他们 阳台上的人 一改刚才落寞的神情 乐呵呵地走进去 笑着说道 有点意思 我叫李帅震 在三部戏里演过配角了 你呢 啊 人和 普通人 像李帅震这样的学生 上中戏之前 就拍过好几部电视剧 虽然没红 但是在行业里 一点都不算新手的 比比皆是 二十年前 中戏这样的学生 还太少 但是现在却很多 实在是因为 二十年前 观众们看的都是演技 演技不好 分分钟出戏了 那个时候 老戏谷们要么 本来从事话剧戏剧的 反正从事的 都是演艺事业 例如 前世李仁和 非常喜欢的一位老戏谷 后来大火的 达康书记 潜伏里 演过孙洪雷的对手戏 大魔术师李 演过刘青云 和梁朝伟的对手戏 这样的人 就是从剧团里面出来的 自带一身 炉火纯青的演技 演什么像什么 没毛病 不过 现在观众的品位 慢慢的开始向 小鲜肉靠拢了 甭款有没有演技 好看就成了 所以这也就导致了 一大批艺人 还没高中毕业呢 就已经成名了 比如 TF Boy 林妙可 关小彤等明星 在高考考学校的时候 就已经引起了 广泛的关注 还没入学就成名 杨夕应该也算一个 不过 他是凭借自己的 钢琴水平 被特招进去的 本身能够进入 朱利亚音乐学院 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李帅震说 自己拍过几部戏的配角 连生平都介绍了 任何也就顺口说了一句 自己是普通人 他确实没拍过什么戏 以后也不打算拍 不过投资几部戏 倒是一件很不错的选择 前世里 他就非常讨厌 烂片横行的娱乐行业 也不知道那些烂片 是怎么拍出来的 如果他现在有钱的时候 像是能够遇见 无人屈 疯狂的石头 这样的电影 他是一定会投资的 任何觉得 电影导演 首先得有良心 一方面 是别忽悠投资方的钱 另一方面 是不要辜负观众的钱 别动不动 什么电影都弄成3D的 无聊不无聊 是不是看不起戴眼镜的人呢 这辈子 任何是没戴眼镜 还有超强视觉 但他前世里是戴眼镜的 看个3D电影 简直省烦 当然 有些3D电影 看得也很爽 任何提倡的 只是那些 没必要做成3D 却偏偏 硬要做成3D的电影 还是别那么干得好 所以如果 真的要遇见良心导演了 他也一定会投资的 反正也不是很差钱呢 对于李帅政来说 任何的解释就很通俗易懂 哦 娱乐圈的一枚新人 那 自己就是前辈啊 这样一想 顿时就有一种 隐隐的爽感了 自己这叫 赢在了起跑线上 不过 李帅政也在想 不知道今年戏里 还有几个人和他一样 入学之前 就算是小有名气的 大腕是肯定没有了 不然 新闻早就报道了 就是不知道 有没有比他拍戏分量 还多的小明星存在 一开始那种 落寞的感觉 也不过是上一部戏里 一个穷酸书生配角的情绪 说起来 李帅政 还是有一定演技实力的 可以说 这是他人生中 最最自信的东西 少年人 有了一技之长 总想炫耀一下 这是不可避免的 谁又能做到 十七八岁 就稳重如山的 陈和都做不到 不过 仁和是来学校 过校园生活的 身份背景 并不能给他 更多的帮助 陈和发现 李帅政这货 如果刚才没有那一处 还是挺正常的 甚至还有点逗逼 两个人在等 剩下室友的时候 仁和就听李帅政 说起自己 以前在恒店的经历 在恒店呢 几万人报名演一场戒 轻日帅都是男的 女的其实很少很少 在那个地方 只要你演杂一场两场的 基本上 大家都不带你玩了 李帅政以前辈的身份 居高临下的 给仁和介绍了自己的经验 颇有些指点江山的意思 别看咱们上了中戏啊 有些上了中戏北影的 一样混不住角色 太正常了 我就认识一个 从北影毕业的大哥 个子太低了 拍的戏还没我多呢 嘿 在那个地方啊 身高就是第一个门槛 低于175的 那就是标准群演 一天也就是 40到80吧 刚刚能顾住自己生活 拮据得很 身高175以上的 俗称群特 系路比较多 一天能有个80到200的 有些习武的 在那里比较占便宜 演武生搞不好 一天能有500 呃 还有一些角色 比如我 工资很高 跟着剧组跑 跟剧组的工作人员 都比较熟 我们这已经属于特权阶级了 在整个横店 也不到1%呢 李率正说起 这件事的时候啊 还说得津津有味 在说到工资很高的时候 还特意拔告了声调 明显对这个 还是很得意的 陈和一边铺着床 一边笑着附和 工资有多高啊 你觉得我要去了 能混出来吗 说着 他放下了被子 还撩起T恤 露出了自己一身上 匀称的肌肉 他倒是对高工资 听了没什么概念 他现在也不拿工资 自己赚钱自己花 而且对什么几万几十万的 都已经失去了概念 给史蒂夫一次性 都是给500万美金 在洛城 清河还有一片自己的地 现在员工住宅的三期工程 都已经开始了 现在 这块地儿还不值钱 以后将会是一个天价 不管谁提起清河集团 竟然拿这块地 只是作为员工住宅开发 都会觉得浪费 可是 仁和不觉得浪费 所以 别人和仁和提钱 仁和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就是所谓的 我交朋友不看有钱没钱 反正 都没我有钱的境界吧 你这 李帅正看了一眼 仁和的身材 就惊了一下 他敢保证 哪怕是在恒店的五行里 也没见过那么好的身材 这身材 几乎已经让人看了 就觉得会印象深刻的程度 可以啊兄弟 有本钱呢 180以上的身高 还有这一身肉 我觉得 你混个角色出来 绝对没问题 不过混得好不好 还得看演技了 李帅正 最后着重说了一下演技 毕竟 论身材 他是比不过人和了 可是演戏 还是要靠演技的 他就有一些演技 好多导演称赞过 不然 也混不起来啊 李帅正开始转移话题 他拿出手机 晾给人和看了一下 看到没 这个人是谁 是张明大导演的剧组理副导演 我们关系贼数 什么时候联系上张明大导演 说不定 爷们就一步登天了 人和看了一眼他的手机 这个副导演的电话 他还真没有 但是 他有张明的 说起 恒电这个地方 神河还真没去过 许多人都向往那个地方 因为 在那里 能够成名 不管一起拼杀的群演 有多少 总是有一夜成名的传说 在恒电的天空 飘荡着 现在听 李帅正讲讲 在恒电的经历 还是挺有趣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说完自己的光辉事迹之后 终于又可以 一苦思甜的角度 去炫耀一下 自己成功有多么不容易了 按照李帅正的说法就是 恒电这个地方吧 一年死的鬼子 可以绕地球八圈 一天几十场抗日剧 都在这里开拍 那个时候我刚去 真苦啊 一天到晚的 竟然鬼子了 连个党员都混不上 有一天 我们辛辛苦苦地拍完 结果有个孙子 他角色死了之后 就蹲在战壕里 开手机视频拍镜头 结果全程都被 主摄像机给录进去了 重拍 气死我们了 还有一次 早上凌晨四点干场 我没涂隔离 就直接上了 结果去了 让我演死鬼子 给我脸上涂黑粉 晚上回去之后 死活洗不干净 脸他妈的黑了一个礼拜 裙头还说呢 我专上省了化妆了 省他妹啊 不过 恒电的房租不算贵 一个屋子六百五 可以让两个人住 一个月 加上水电费 大概一人四百块 当一个失败者 诉苦的时候 是一种示弱 可是当一个成功者 诉苦的时候 其实是一种炫耀 在李率正自己眼里 他是一个成功者 李率正现在 非常喜欢人和这个同学 因为这个同学 听了整整一整场的 诉苦加炫耀 让他身心都非常舒畅 他转头问道 哎 你一场戏都没演过 想过自己戏录没有 任何听了后 笑着摇摇头 没演过 我这演技还管什么戏录啊 能演就不错了 反正任何是不准拍电影的 他就对投资电影有想法 沈和仔细想了想 自己成立一家影视公司 好像确实挺靠谱的呀 自己又有钱 又有剧本 现在在中戏里 连导演资源都好找 他还没自达到 自己可以当导演的地步 事实上 人们总说 导演可以是团队里 唯一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 但是一个好的导演 可不仅仅是那么简单 李帅正一边给任何介绍自己的经验 神何却没听进去 他在思考着自己成立影视公司的可能 串钱倒是其次 前世里啊 他也喜欢看电影 结果烂片一大堆 现在自己有本子 能够把它们重新拍出来 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而且最最重要的是 人妈的落合集团手里 有着全国排名第三的院线 别的导演 还得求着院线 给自己更高的排片率 自己家 简直就是自己说了算呢 手里掌握着一条一流的院线 电影一拍完 铺天盖地的电影院 排的都是自家电影 只要电影的质量好 想赔钱都难 人何 人何 李帅正喊他 啊 人何回过神来 发现是李帅正在叫他 这货 也没把自己名字 和那位清河大老板 联想在一起 全国同名同姓的多了 本来就和自己生活没关系的人 就算这个名字 出现在自己生活里 也没法很快联想到 那个最出名的人 除非是一直都在关注他的 之前李帅正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说道 这么重要的经验分享你 你竟然都不听啊 神何乐了 他已经知道了 这个李帅正表演欲望是真的强 难怪会走上演员这条路子 不过 这人倒是不坏 虽然以炫耀为主 但是挺热心肠的 这个时候 外面又走进来两个学生 两人进来的时候 看到仁何他们展颜笑的 你们也三一三的呀 对啊 我们也是三一三的 仁何回道 你好你好 大家入同一个寝室 以后相互照顾了 我叫张锦铃 瘦高的同学说的 他旁边的孩子 还稍微有些腼腆 白白净净的 他自我介绍的 我叫杨润润 李帅任瞅了他们一眼 哎 你们俩演过戏吗 没有 杨润润和张锦铃 面面相续 绳河差点就捂住自己额头了 唉 这货又开始了 他不想再听一遍了 干脆直接开车 去中央音乐学院 找杨西德了 不过在出门的时候 杨润润忽然问道 哎 你们玩刀榻吗 玩得怎么样呢 都说大水醒事里 一起玩刀榻很爽 杨润听了 倒是眼前一亮 同道中人 他回答 啊 我有在玩 还有一个固定队友呢 最后就是张锦铃 杨润润 杨润三个人 都玩刀榻 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对于仁和来说 简直太完美了 他上大学为了什么 为了演戏吗 想要出名 直接亮出骑士名号就得了 国内天王巨星都要靠边站 他最希望的 就是有一群玩刀塔的兄弟 然后一起在学校里 搞点事情 李帅正忽然发现 就他一个儿不玩 对方也不想听 他介绍自己经验 简直像是被冷落了一样 不过 他也没说什么冷话 只是耐心地劝说 你们可别玩物丧志啊 由此可见 李帅正这个人 还是有些好脾气的 然而 聊起刀榻的人 哪还听得尽劝呢 当初有人说 网游穷三代 刀塔毁一声 仁和听了之后 赶紧打了盘刀塔压压惊 当天聊到快傍晚的时候 都没在等来新的摄影 他们竟然是表演戏 最后一个男生宿舍 正好是四个人一个宿舍 李帅正都没想过 这聊着聊着 日子过着过着 他这个担心设有三兄弟玩物丧志的人 最终也要沦陷进刀塔里 仁和也是有心拉他下水 因为加上他和杨夕 这刚好是五人黑队啊 不能再聊了 今天是第一天开学 仁和和杨夕商量好了 今晚还是回家住 聊一聊今天的同学 主要还是杨夕想要知道 仁和有没有被女同学勾搭 或者仁和的女同学里 有没有那种妖艳见惑 成和闪人了 李帅正总觉得 仁和这块材料 没有远达志向绝对可惜了 论长相 论身材 论身高 李帅正都必须承认 自己不如仁和 对方身上还有一种莫名的魅力 玩物丧志啊 玩刀塔玩刀塔 玩四年刀塔 毕业以后吃什么呢 中系这么一个地方 很小 应该算是全京都市大学面积 倒数第一的学校了 很多人从中系毕业以后会觉得 这也就是一个普通的艺术类院校 并没有什么好神话的 许多同学来这里 并不是因为很擅长表演 而是因为高考成绩又不好 在艺术方面又是有点一技之长 在这里 表演戏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大部分都是关于戏剧的一些专业 它并不是特别种族商业化的一所学校 所以对于北影来说 中系出的影视类大咖 或者是领军人物相对少一些 因为中系更加注重的 还是一些舞台戏剧 这个学校在同学们的印象中 要相对于阳春白雪了一些 这主要是指学校的气氛 中央戏剧学院 别名中央放假学院 放养管理居多 这也是下雨停到二就跑出去 一个劲的接篇的原因 孩子们的这里面 也就是简简单单的清运和酝酿 反倒比很多外人要纯洁纯粹的多 这里没有利益之争 传说中电影学院 戏剧学院 多小三的情况 这里也相对少一些 孩子们经常能够为了戏剧流派争论到凌晨 甚至老师们分别支持斯坦尼斯拉夫体系 和布莱西特体系 并分为两党彼此轻扎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无疤黑猫 第二百三十六集 斯坦尼斯拉夫体系 讲究的是戏剧的真实性 演员沉浸其中的感情 以真实来表达戏剧的张力 而布莱西特体系 则讲究的是脱离现实 它的基本含义是 利用艺术方法 把平常的事物变得不平常 揭示事物的因果关系 暴露事物的矛盾性质 使人们改变现实的可能性 但就表演方法而言 建立方法要求演员与角色 保持一定距离 不要把二者融合为一 演员要高于角色 驾驭角色 表演角色 前者要求演员融入角色 后者要求演员高于角色 这两个派系互掐起来 能让两个同学 甚至两个老师 在剧院里打上一枪 这让人和觉得不解 这有什么争论的 是昆仑不好玩 还是刀塔不好玩 如果你觉得都不好玩 那我就赶紧再出一个刺客信条 综上 中系其实是娱乐圈 这个大染缸里 相对于单纯的一个地方 充满了理念和信念之争 却杜绝了利益和金钱 这也让学生们非常苦恼 大家明明比电影学院那些人 基本功更扎实 可是偏偏就是没人家赚钱 一般情况来讲 商业大电影 倾向于找北影的学生 文艺电影 倾向于找中系的学生 这里是一个传统 严肃 学术性强的地方 高富帅和美女如云 有些学生在本科阶段 就有强大的社会资源和影响力 同学们相互交流的时候 都会有所体现 但大部分主流思维认为 还是自身的素养高于一切 他们都不大看得上野鹿子 这里的竞争关系非常厉害 就是单纯的看演技 老师会安排大家拍大戏 你能演就上 不能演就下 只要你排得不好 连上场见观众的机会都没有 中系本质上是极其朴实 充满理想主义的一个学校 这也是仁和当初了解过中系之后 坚定了自己想要来到这里的原因 张铭想要仁和来这里 也是想看看能不能把这位 网络帝国的掌舵人给带跑偏了 让这里浓重的学术气氛 以及同学们之间的理想碰撞 带着仁和奔向演绎的道路上 事实上张导都没想过 万一仁和把其他学生给带跑偏了 咋整呢 比如现在 313这个宿舍里 压根就不讨论什么戏剧 什么流派 别人都在讨论 演员到底是要融入角色 还是要高预角色 到底是要运用感情 还是摒弃感情 而313的另外三个人 已经都被仁和同化了 聊得全他瞄的是刀弹 仁和和杨润润 张景凌弯倒塌的时候 李帅镇就在旁边碎碎念 中西是个好地方 你们要在这里 扎实自己的基本功 来这个学校来之不易 以后 你们都是要走向大樱幕的人 杨润润突然有些好奇 其实我觉得 你去北影更好啊 为什么来中西了 那里好像更容易拍电影啊 李帅镇当时脸都憋红了 憋了足足两分钟才说的 没考上 嗨 仁和当时就乐了 他搂着李帅镇的肩膀安慰的 别灰心啊 不上北影啊 一样能拍电影 事实上 仁和就已经发现了 李帅镇这位同学 虽然相对虚荣一些 但这些都是少年人的正常心理 没有虚荣 就没有野心与上进心 但他也很热心 仁和能够看出来 李帅镇是真的很热心 当自己带着杨润润 张锦铃窝在宿舍打刀塔的时候 他是真的痛心疾首 哎 要不这样吧 你跟我们玩刀塔 我们就跟你一起排练 嗯 怎么样 仁和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中西这个地方 仁和还是很看重的 既然来到这里 要是不搞点事情出来 那还真是有些 对不起这四年了 但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想法 又缺不了这些同学 首先 他们要有惊人的演技 才能架得起自己想拍的电影 所以 仁和也想让他们 更多的专注于自己的学业 自己也要真实的去体验一下 中西的学习生活 折中一下就是 李帅镇跟着他们玩刀塔 他们跟着李帅镇去学表演 说起来 仁和都替李帅镇觉得委屈 这简直就是自己的热心 被人利用了 但仁和也没什么好愧疚的 他翻了一下 李帅镇演过的电影和电视剧 发现这货 竟然还是个实力派的胚子 自己心里 也有对他的角色设定的想法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 送他一条成名路 也不是不可以 而在李帅镇眼里 自己就是在拯救失足同学 神情是尤其的悲壮 在他看来 自己这三位同学 家庭条件也就一般 上大学 一定要掌握一门 安身立命的本事 不然 以后还怎么在社会上立足 所以 李帅镇开始玩刀的 仁和他们也开始跟着李帅镇 学习如何表演 每天安安兴兴地上课 然后下课了 宿舍里就是四人黑 外加一个阳西 刚好五个人 军训过后 正式开学还不到一星期呢 三一三宿舍 就已经成了一个异类 在中系这么一个 学习氛围极度浓厚的地方 大家正讨论 今天学到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就听到 三一三里面有人怒喊 二塔不要了 守高地 不要下去送了 就在高地上面打 谁下去谁这狗啊 三一三旁边一堆寝室都迷了 这他们有什么情况啊 大学的很多时刻 男生宿舍是不关门的 每个路过的人都能看到 寝室里四个人 正一人坐在一台电脑面前 玩着游戏 一个个的都异常激动 不少人现在也都知道 三一三宿舍没啥特殊的 就是李帅镇一个人 看上去有点小家底 演过十多部小角色演员 另外三个都没什么根底 而且三一三宿舍的人啊 还都不是特别的热爱学习 简直是中戏里的异端 所以李帅镇每一次玩过 刀塔之后都会有一种 奇怪的负罪感 玩物丧志啊 三个人当中 只有仁和是有女朋友的 每天晚上准时上线 和大家一起玩刀塔 而且玩得还不错 大家也问过人和女朋友是哪的 人和就说 女朋友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 和自己同级 李帅镇还以此劝说人和 人家上的也是名校 你想想 你玩刀塔的时候 人家要进步 到时候毕业了 你们两个人距离越来越远 人家步入上流社会 你呢 继续玩刀塔 你先啊 是不是很有道理 你玩刀塔的时间 人家在人生道路上一路狂奔呢 神和想了半天 诧异的反问 不是 他不是跟咱们一起打刀塔吗 他是在刀塔这条路上狂奔的 你嘛 李帅镇才想起来这件事情 神和的女朋友 每天都在和大家一起玩刀塔呀 自己还说什么 人家在人生道路上狂奔 狂奔狗蛋呢 唉 这是一对网瘾少年少女 鉴定完毕 不过说实话 在上课的时候 关于专业课这个东西 人和还是很认真的 并且还连带地肩负起了 督促杨润润和张景玲的认真的责任 学习就是学习 玩就是玩 分得很清楚 这倒是让李帅镇比较欣慰 而且越是接触多了 李帅镇就越觉得 人和是一个适合演戏的材料 只不过胸无大智 表演戏的第一节 最重要的课是什么 是表演的基础理论吗 不是 是表演的历史之类的东西吗 不是 是戏剧流派吗 也不是 而是解放天性这节课 什么是解放天性 通常意义上讲 就是大家 众所周知的模仿动物之类的 但具体来讲 上课当中 还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 解放天性是为了什么 演员在表演的时候 要注重内心的信念感 在孩童时期 人的思维和行为 无拘无束 但是在长期的生活中 就会受到很多的约束 导致表演时不自然 放不开等问题 所以才有了 解放天性这一刻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所有观众 应该都见过一些烂片里 演员说话会非常生硬 没有合适的情绪 没有合适的表情 就好像 他演的不是这个人物 而是一个旁观者一样 观众们 也会因此 分分钟的出戏 所以一个老戏骨的演技 大家通常怎么评价 演什么像什么 就是很高的肯定了 解放天性 就是让学生 先从自我中解脱出来 抛弃一切的成见 去完成剧本里 应该用的东西 并且让观众觉得 那就是真实的 教人和他们解放天性的老师 是一个严肃的方脸男教授 叫做陈达 四十岁上下 整个人非常严肃 正好符合中系严肃 智学的特征 上的第一节课 就是让大家学小动物 学猫学狗 这可不是单纯的学叫声了 而是要学动作 学神态 这个时候 仁和的专精级演技 就发挥作用了 他身边这些同学 相对于等级而言 也就是基础级的 而仁和早就因为 天罚系统的缘故 提升到了专精级了 所以他表演猫狗的时候 还真有几分相像 尤其是狗抬腿撒尿 这个动作 他直接把李帅镇 当成一棵大树 表演了这一场动作 陈达辰教授 看到这里的时候 还眼睛一亮 这一届学生里 竟然还出了一个 这么有天赋的学生啊 想要表演的像 可不只是 观察动物的举止那么简单 还得特别的不要脸 你想想 拍戏的时候 两个人深情接吻 结果身边茫茫多的人 光是摄像机都有四五个 工作人员 更不用多说 稍微要点脸的 估计都要尴尬一下 如果吻戏克服了 那床戏呢 许多人都觉得 男演员拍床戏 是一种享受 然而 在十几个人面前拍床戏呢 除了尴尬 还是尴尬 要是硬了 那就更尴尬了 所以 得脱离自己的思维 进入角色 嗯 也可以高于角色 去驾驭这一切 唯独要在意的一点就是 不能要脸 神和就是一个不要脸的人 杨夕经常那么说 所以陈达就觉得 全场下来 也就是人和和另外几个 有过表演经验的学生能看 其他的都不合格 这就是李帅正觉得 人和适合演戏的原因 他觉得 这是一种天赋 对于李帅正来说 他非常清楚 自己能有现在这演技 那也是一天一夜的磨练出来的 拍过那么多戏了 怎么着 也得有点演技吧 但是人和呢 人和什么戏都没拍过 这些表演技术都是信手拈来 不得不说 当初天法系统奖励的 专经级演技 让人和减了个大便宜 有些同学也有些不服气 凭什么一个天天玩 刀塔的选手 表演功底比他们都强 全是不讲道理啊 不过没关系啊 这样的人 就是在浪费自己的天赋 自己早晚有一天会追上他 并且超越他 殊不知 人和对当演员这样的事情 没有什么兴趣 戏剧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通常来讲 国内一些知名的电影大咖 也都想在戏剧行业里 受到认可 仿佛戏剧本身是一个 比电影更加耀眼的履历一般 这属于娱乐圈内部 一个潜意识高层次的认知 所以后来总是有导演喜欢 从戏剧演员那里挖掘潜力 他们始终认为 戏剧演员的功底 更加具有张力 慢慢的 除了晚上以外的事件 仁和 杨润润 张景林 李帅任这四个人 讨论的都是和戏剧有关的事情 仁和也仿佛沉迷在 这个戏剧的国度里 对于仁和来说 这就像是自己人生当中 有一个光怪陆离的人生体验 很有意思 这让李帅震悲感欣慰 他觉得这都是自己 牺牲了自己努力的结果 能够挽救三个 失足同学的成就感太棒了 如果这三个人里 能出一个大咖 这件事他能吹一辈子 不过慢慢的 他也觉得 刀挞还是挺好玩的 今天晚上 他还要选剑胜 上了解放天性的课以后 所有同学都见识到了 那位叫做陈达的教授 有多么可怕 上着课呢 忽然让大家 一起在教室的地板上打滚 那是想一出是一出啊 压根就没有商量的余地 许多同学 心里都有些埋怨 洗衣服多不容易啊 昨晚上刚换上的衣服 今天就脏了 中午去食堂吃饭的时候 整个大衣表演戏的学生 身上都灰扑扑的 如果衣服耐脏还好 有些同学就喜欢穿白色的 这一节课下来 还能看吗 所以还没过一星期呢 所有同学都学乖了 全部都换上了 超级耐脏的衣服 就在这个过程里 所有人的心态变得十分麻木 让滚就滚 绝不含糊 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按照陈达所说的 这就是演员的职业素养 剧本里剧情很好 你也喜欢 就是有一点 有一场戏 你得在冰水里拍 还是冬天 你是下去呢 还是不下去 陈达在台上冷言道 现在的媒体一动不动 就说哪个演员 又下冰水了 好敬意 上我说 这都是扯淡 这只是演员的 最基本的职业素养而已 希望你们以后 都能吃得了这个苦 放飞天性这种事情 仁和早就自己完成了 当初赶回京都看雪 到后来画出倔强那幅油画 仁和的自我 一直在无声地蜕变着 直到现在 心境已经近乎圆满 这也是 他经历纽约一战之后 仍旧能保持本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仁和而言 替上打滚算什么 当初 他是直接合一 睡在下水道里的 闻着臭味 身上沾满了污垢 暗无天日 那样的日子 他都闯过来了 地上打滚 也不过是小儿科吧 因为之前模仿动物的课程里 仁和表现比较亮眼 所以 陈达一直有在关注 仁和的表现 结果他就发现 这个学生非常有意思 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他脸上一点犹豫的神情都没有 中午食堂吃饭的时候 陈达看见 仁和虽然满身灰尘 都拍不干净 却是一点都不在意 这些外表东西 是个苗子 陈达在内心里期许的 虽然陈达授课的时候 非常严厉 但是 现在许多明星都很感谢他 当初上学的时候 在陈达手里吃过的苦 等进了演艺圈 都是让他们授意 匪浅的东西 一个老师当到这份上 已经算是合格了 这就是一个学校的底蕴 在学校里 你痛恨他 离开之后 你怀念他 这就是最好的时光 苦难 通常会折磨人的身体 与意志的同时 赠予人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戏有三个局长 一个北剧场 一个实验剧场 一个黑匣子剧场 前两个比较大 黑匣子相对小一些 不过 黑匣子里 倒是每周都有固定的戏剧表演 这些都是研究生们和老师在演 所以经常会有同学们过去观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舞发黑猫 第二百三十七集 这些研究生老师 本身就是戏剧行业里的大师 也不为过 在中戏的舞台里 能上台演出给观众看的 本身说明他是优秀的 不优秀的人 压根就上不去 李帅阵周末的时候 拉着仁和他们三个 要去看小剧场的师兄和老师们演出 结果仁和拒绝了 这都周末了 得去陪杨夕啊 就算两个人哪怕是窝在四合院里打叨他 也比跟着一群单身狗去看剧场强点吧 仁和的思维就这个层次 没办法 他和杨夕两个人现在都住校了 相当于一周都没见面 小别盛新婚 仁和正是迫不及待的时候呢 李帅阵又是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你怎么能够为了一个女人 放弃自己的誓言呢 现在正是我们看看别人炉火纯青的演技 来打磨自己的时候 你怎么沉迷在谈情说爱的事情上 仁和愣了一下 不是 帅阵 你不会初恋还没谈过吧 谈什么恋爱啊 李帅阵满脸通红 我要为了一说现身 现身个狗屁 平时讨论美女的时候 就她最起敬了 这都是借口 李帅阵这种直男癌啊 估计也找不到女朋友了 仁和乐呵呵的说道 是是是 你现身那你就继续现身吧 说着仁和就走了 回四个院去 等仁和走了 李帅阵还一个劲地叹气 哎哟 仁和这个条件 明明自己只要足够努力 以后必然能成为影视行业的领军人物 当年那些明星不就是那么出来的吗 为什么他一点都不珍惜呢 等成了明星 赚钱和玩一样 想要什么生活不行 就算自己不追求物质生活 总得想想父母怎么养老吧 其实 李帅阵的家庭条件并不好 以前之所以会在寒暑假的时候 去横店当群点 完全是因为横店离家境 又适合他去赚钱补贴家里 他父母都是下岗工人 赚来的钱基本都给家里了 所以他现在身上虽然穿着名牌 也不过是中上的那样子 这还是因为要顾及一些面子的问题 是必不可少的投资 别人混到他这个随便演都是角色 并且有台词的地步 生活就已经很过得去了 中系的学费 是他自己赚来的 平日里日常生活的开销 也是他攒出来的 来中系了 就不能随时拍戏了 要好好地钻研学业 这样也就没了经济来源 全要靠吃老本 他不想一辈子都演小角色 所以一定要在中系混出个名堂来 事实上他没谈恋爱 不是因为他不敢谈恋爱 而是因为他钱不高 找借口也是无奈 可是没办法呀 生活在这个世上 总要有取舍 他觉得 等自己赚钱成明星了 家里的日子也就能好起来 他还能把父母给接到京都来住 要是人和知道这些 估计还会对他再次刮目相看 李帅镇觉得人和不珍惜自己的条件 可人和本身就没打算走上大阴幕 当一个有名的制片人 倒是人和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只能说 两个人的梦想有所偏差 而人和的梦想并不是金钱与名利 李帅镇这个时候还在嘟囊 学生实习谈肯定要分担 与其投入那么多时间金钱 还不如不担 等人和成了明星 找天后小天后当女朋友都可以 现在这些都是浮云 他现在找的女朋友 难道还能比天后更漂亮 更好啊 此时 正在走出中央音乐学院的杨夕 忽然打了个喷嚏 这喷嚏来的 有点莫名其妙 仍合在中系里低调地上学 而杨夕是想低调都低调不了 中央音乐学院不再像是四中那样 有老校长这样的人撑着一片天 让自己的学生在这边干净的天空下 安安兴兴地学习 对于其他学校来说 他们更希望 有更好的曝光率 这样还会有更加优秀的声援 杨夕报道的当天 就被全国人民知道了 不想知道都不行 铺天盖地的报道 都在讨论这事 之前很多人都知道 杨夕去了 朱利亚音乐学院学习钢琴 然后和其事完成了 北美专辑的制作 这张专辑是第一张在国外畅销火爆 在国内也能匹第一线巨星的专辑 大概是因为这是第一张 中国人卖得那么好的 纯英文专辑了 在美国的时候 专辑没有发行 还是后来 苏如青接手后发行的 杨夕都没有操心过 不过所有人都觉得 这张专辑就是 骑士与杨夕两个人的里程碑 两个人是通过这张专辑 让全世界认识到 他们两个人的合作 有多么完美 专辑之后 就鲜少有过他的新闻 因为杨夕实在太过于低调了 有记者专门去美国 蹲守在朱利亚音乐学院门口 想要找杨夕的新闻 美国也有一大堆记者 想要找杨夕 结果蹲了一段时间后发现 杨夕好像消失了一半 直到现在他们才知道 原来杨夕回到了国内 并且选择在中央音乐学院就学 有人夸张地表示 这是杨夕觉得 朱利亚音乐学院的教学水平 不如中央音乐学院吗 说这话的人 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态 但仁和和杨夕不太认可 朱利亚音乐学院 哪怕没有仁和 也依然很强 人家本身就是世界排名前三的音乐学校 和中央音乐学院比起来 各有各的长处 不能随便否定那一个 杨夕在国内重新上学的事情 上了报纸 上了电视 无数粉丝都在关注着 一大群粉丝在微博留言问他 骑士是否也回了中国 骑士现在在哪 杨夕随口答道 骑士回洛城玩去了 既然仁和不想暴露身份 作为女朋友的她 当然要帮忙打掩护了 杨夕军训的照片有人拍 吃饭的照片也有人拍 中央音乐学院 大概也是第一次迎来 如此强势的新生 学校领导还关注了这件事情 如果需要的话 对杨夕的管理可以适当宽松 但原则问题不能妥协 违纪的话一样要处理 不能在这个学校里 因为社会能量作为手段 拉帮结派 也不能搞个人崇拜 既然来了学校 就好好上学 这意思就是 杨夕的课呀 分数什么的 要宽容一些 但一定要控制好影响 不能让杨夕带来了 一些坏的影响 然而 事实是 他们多虑了 就这么一段时间课上下来 所有老师都惊讶地发现 杨夕这个女孩 竟然和他们认识的所有明星 都有点不一样 竟然低调到 难以置信 一些明星上学 是个什么样 上个学军训 都有团队跟拍摆拍 搞得学校和摄影棚一样 动不动就请假了 还一点都不尊重老师 一个老师 很勤恳地讲课 讲着讲着 那位明星 就在台下打电话 老师用眼神示意之后 就大摇大摆地走出教室 继续在班级外面 大声地打着电话 这种情况 各个知名艺术列院校 简直不要见得太多了 但是杨夕呢 上课的时候 就端坐在那里 安安静静地听讲 练琴的时候 让练什么曲子 就练什么曲子 从来都不会上课接电话 这让老师们都很满意 有一次 一位老师在食堂 遇见杨夕和室友们 在吃饭 有人过来 找杨夕签名合影 杨夕很正式地告诉对方 自己在学校里 就是一名普通学生 不是艺人 也不是明星 只想好好地上学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这件事情 通过这位老师 在教师群体里传开了 大家都对这位女孩 青睐有加 事实上 人们都喜欢这样的女孩 不浮夸 不张扬 而且钢琴系的教授 也发现了一个事情 杨夕的钢琴水平 虽然不算什么演奏家的水平 更谈不上什么大师 但是在同级学生里 已经是出类拔萃的了 明显有过 名师的指导 一首小小的练习曲弹下来 每个句子的处理 都如同诗歌一般 一扬顿措 一点都不枯燥 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了 教杨夕钢琴的教授 有一次忍不住问道 你的老师是谁啊 是朱利亚音乐学院 那位诗一样的小教授 杨夕甜静地笑着回答 这位不太关注 八卦新闻的老教授 这才想起来 对啊 杨夕在朱利亚音乐学院 学习过一年 那位诗一样的小教授 现在在古典音乐领域里 如日中天 几首曲子做出来 大家一时惊为天人 老教授自己最喜欢那一首 《至爱丽丝》 平时没事的时候 自己也会静静地弹上一曲 真的非常棒 而且对方提出的理论 就像捅破了一层窗户纸一样 明明大家都是一样的 在处理轻重音 长短音 对方的高度 却像站在了云端 前一段时间 还听出对方 办的个人独奏音乐会 直接爆满了 票价比现在的大师 都高出了好几倍 让老教授 倍感唏嘘 听说 那位小教授 还非常的年轻 他忽然问道 那 他现实中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朱利亚音乐学院 看中他们 他有没有可能 回国任教 或者 有没有新的作品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 问得杨夕有点反应不过来 他笑着回答 应该没有新作品吧 他有新作品 不都直接发表了吗 回国任教 大概不太可能了 我觉得 他就是一只咸云野鹤 恐怕 不会喜欢被束缚 至于 现实生活中 是什么样的人 我也说不清楚 就感觉 待在身边 很舒服 老教授点了点头 现在 很多人都如他一样 希望小教授 还能带出来 什么新的作品 不过 他总觉得 自己这位学生杨夕 在提到那位小教授的时候 语气怎么那么甜蜜呢 其实在杨夕上学的过程中 最先接触到杨夕 并且感受到杨夕为人的 还是他的室友 现在杨夕的收入 都在苏如青那里 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找过苏如青要 苏如青之前 倒是想过给他张卡 以后的收入 都固定打入这张卡里 不再对他的经济 做出任何管制 但那时候 正好是杨夕刚刚从美国回来 仁和还生死未卜的时候 这种情况下 杨夕连苏如青的面都不见 当然 也就没有去拿那张卡 今年骑士的代言费用 几千万美元 都被仁和交给杨夕 当作零花钱了 杨夕是一点都不缺钱 搞不好 比他自己唱歌还赚得多 而杨夕一点也没矫情 拿着就花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反正人和有钱 中央音乐学院比较不错的一点是 进入学校之后 可以自己选择什么标准的住宿 和中系那个小地方不一样 中央音乐学院 整体校园比中系大了一倍还多 校舍见得也很精致 所以有两人间 单间 四人间 六人间 可供选择 六人间太多太杂 仁和建议他选择的就是四人间 一个标准一个价钱 杨夕不差钱 但是跟仁和的想法一样 想要遇见更多的朋友 最好能有一两个志同道合的志友 连杨夕的舍友都没想到 杨夕会选择这么一个四人宿舍 按道理来说 住单人间才符合身份呢 他们也都有听杨夕的歌曲 喜欢的不行 现在总算看到真人了 还有点小激动 女孩的心思比较难猜 也比较复杂 事实上 在学生时代 男生虽然打架 但是男生的友谊 总要比女生来得更铁 有什么就说出来 说得不对了就打上一架 绝对不藏着掖着 但很多女生不这样 甚至女生之间的关系 复杂到让人头疼 可是杨夕进入宿舍后 似乎事情又往另一个极端发展了 当一个人跟自己差不多水平的时候 还一点点的可能会让人妒忌 但是好太多了 多得都不像一个世界的人士 妒忌也就荡然无存了 剩下三个人七嘴八舌地问了一大堆问题 每一个人问怎么当明星的 全是在问杨夕和骑士的八卦 但是杨夕也不能说得太具体 两个人一起发生的事情 可以大致地说一些 但还要防备 对方能够从他言语里 找到关于人和的线索 不过 只是说一点点事情 就让三个女孩羡慕得不行 哪个女孩不喜欢 轰轰烈烈的爱情呢 让杨夕有点遗憾的是 只是那么点小事 在室友眼中 就已经算得上是轰轰烈烈了 那其他不能说的事情呢 对方为自己能够安全离开美国 一个人孤身返回战场 哪怕是电影里 也很少这么演的 那才是轰轰烈烈的 杨夕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她只愿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以后 两个人的感情能够天长地久 因为这个世界上 恐怕再也没有人会这么对她了 她很想告诉世人 那个人有多么的好 可是她现在还不能说 杨夕把一些零零星星的事情 写在了通讯软件里说说里 只对自己可见 如果哪一天真相大白 仍和终于能够公开自己的身份 自己就要让全世界的人 都羡慕一次 室友三个女孩人都很好 一个叫露露 一个叫许颖 一个叫侯雪岩 都是很漂亮的女孩 尤其是露露 长着一副祸国殃民的样子 杨夕都得承认 露露比自己好看很多 属于典型的东方美女 美起来非常梦幻 侯雪岩已经有了男友 现在正拿齐氏与杨夕的事情 打电话说给男友听 杨夕偶然才知道 齐恒竟然还是中戏导演戏的一个新生 这倒是让杨夕有些意外 她和侯雪岩 这算是巧了呀 男朋友都在中戏 听侯雪岩说话的意思是 齐恒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少年 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拍摄小电影了 还在网上受到网友好评 而侯雪岩本身就是齐恒的女主演 被齐恒一直夸赞演技好 潜在夸成了女朋友 大街就笑称侯雪岩是被齐恒 潜规则的女演员 侯雪岩则一脸娇羞地点了点头 然后一点都不矜持地笑道 对 我就是被打潜规则的 璐璐旺性比较大 脾气还不好 有人搭讪就会一口回绝 但是人还不错 许影像一个邻家大姐姐 偶尔冒出一两个京剧 幽默感十足 强细觉得 自己听任何地继续上学 并且选择了四人间 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人嘛 是社会性的动物 就是身边的一个个人 构筑起了自己的生活 没有朋友的人生 是可悲和孤独的 杨夕不想那样 周末的时候 杨夕给室友说了一声 就准备回四合院了 说是要去见男朋友 另外三个人眼睛亮亮的 能不能带我们进入骑士 嗯 那我先问问他吧 他不太喜欢交集 杨夕笑着解释道 周末是他和人和的私人空间 说实话 他不想被人打扰 人和说好了 要在玩刀塔的时候 给他打两盘辅助呢 条件是 杨夕要亲人和一口 这种小条件 就像是两个人之间的 小小游戏一样 并且乐此不疲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无发黑猫 第二百三十八集 遇到了错的人 时间就成了一种煎熬 而遇到了对的人 一辈子 扎眼也就过去了 让杨夕室友们 比较意外的是 这才开学不到多久 他们就知道 杨夕是一个 网瘾少女了 每天晚上 都要和骑士 玩一会儿刀塔 甚至还把玩刀塔的视频 发到微博上 ID是公开的 只不过设置了 拒绝接受好友 有人翻了翻杨夕的战绩 竟然发现 杨夕还有几个固定队友 只是 这游戏ID的名字 却有点蛋疼了 人和的中文ID是 不听不听 飞鞋点睛 飞鞋是可以 飞全地图打钱 点睛手 则是一个前期 非常昂贵的打钱道具 却对战斗无异 杨润润的ID是 不管不管 红杖升满 红杖 是指向性 伤害顺发道具 抢人头专用 张锦玲的ID是 带球带球 谁是毒瘤 这是 不管队友 只带线 李帅震的ID是 不要不要 见圣挥要 这他喵 是四个毒瘤啊 而杨夕的ID则是 没我没我 这波没我 你说你一个天后妹子 就这种ID真的合适吗 然而不得不说 这五个人的ID啊 辨识度极高 还极其的押韵 有人看过杨夕的战绩 很快就发现 其实杨夕在几个月前 还是一名非常菜的选手 而现在已经算是一个挺不错的中单了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 那时候杨夕身边只有一个ID 不听不听 非血点睛 杨夕虽然菜 但这个不听不听 非血点睛 很有意思 几乎局局都能杀穿全场 不管用什么都是这样 这种选手 在杨夕他们这样的队伍里 一开始就是一神戴四腿 其余四个人 喊666就好了 Dota这个游戏 虽然出来已经有一年多了 但事实上 大家对于这个游戏的理解 还没有人和这个老玩家强 而且人和前世本身就还玩得不错 在普通的局里 杀穿全场 确实很容易 Dota这个游戏 对新手不太友好 就是因为高手总能有一万种办法 来碾压新手 发视频 是人和让杨夕发的 这样能够依靠杨夕带动 国内的Dota市场 现在国外的Dota发展 如前世一样十分迅速 然而国内也和前世一样 发展的前两年 虽然也比其他游戏强一些 但还是太慢了 杨夕打电话的时候问过人和 这样发视频 虽然可以给Dota带来很多人气 但是人和的事友 肯定会知道他身份 陈和就直接告诉他 这是自己考虑过的事情 李帅镇 杨润润 张锦玲这三个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 感觉还是非常可靠的 军训的半个月 就已经看出来了 当时 李帅镇有个非常重要的戏约 要去横店补拍三个镜头 他也是被逼无奈 去处理这些后遗症 毕竟是小角色 以后还想在圈里混 肯定是要去的 结果 没说生病 没说请假就走了 后来 辅导员查到这事 任和杨润润 张锦玲几个人 就非常靠谱的 不管怎么逼问都咬定 李帅镇 就是生病住院了 事实上 请示李四个人的友谊 就是从那个时候 真正开始的 李帅镇回来之后 咬牙请人和他们 吃了一顿好的 以示感谢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 才让李帅镇觉得 自己有必要拯救一下 自己的失足同学 任和不介意他们 知道自己的身份 因为以前最大的问题 就是人妈 那个时候 任和担心 人妈知道了 会打死自己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自己 差点死在美国 人妈本来以为 已经失去儿子了 结果 失而复得 对于极限运动的事情 也忽然看淡了一些 不是说 人妈就同意她玩 实在是 极限运动拿出来 与纽约那场战斗相比 实在是平淡了一些 就好像 吃完糖之后 再吃橘子 橘子就没了甜味 任和这也算是 因祸得福吧 虽然人妈还是不同意 但怒火起码 不会像之前想象中 那样猛烈 所以 就算曝光骑士的身份 又怎么样 无所谓的事情 只是不想 被那么多人注意罢了 任和并不想 过上明星一样的生活 杨夕也赞同这一点 她现在又挺烦恼的了 所以没有告诉 自己的室友们 身边知道 任和骑士身份的人 挺多了 任和现在的计划里 未来想要拍摄出来 自己一些前世里 最喜欢的电影 那必然要借助 身边的力量 自己带着人家 打掏袋浪费时间 总得送人家一场富贵吧 室友四年 兄弟一场 送一场富贵 并不为过 这段时间 上课的时候 李帅震都不苦口婆心了 因为 任和督促他们 练好演技的积极态度 比李帅震当初 还要夸张 实在是 任和已经想好 要拍什么电影了 这个电影 没有演技可不行 以后 身份迟早要被知道了 不然这些室友 凭什么相信 他能够投资拍电影呢 人家凭什么信任你 这就是任和 最近在考虑的事情 不过任和觉得 这件事情又挺有意思的 他也没有亲口告诉李帅震他们 但任和知道 这件事情迟早会被他们知道 就得看是什么时候了 任和又过周末去了 李帅震他们住在中系里 家又太远 所以没有离开 任和离开之后 他们有一天没完刀腾了 没了任和之后 他们怕上去被虐 结果 到了第二天晚上 三个人有点忍不住了 原本最排斥 倒塌的李帅震 带头上线 刚上线 三个人就集体懵逼了 申请好友的消息 999条到达上线 三个人齐齐 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的天 这他妈怎么回事 李帅震 嘴里念叨着 别慌别慌 我加一个看看 点击接手好友 对面披头盖脸的 就开始提问 你和杨夕什么关系 你和骑士什么关系 杨夕 骑士 这他瞄得哪个哪啊 三个人以头雾水 李帅震觉得不对劲 他们三个人 肯定和杨夕扯上了什么 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关系 上清河搜索啊 看看杨夕有没有什么新闻呗 杨润润第一时间反应过来了 她打开网页搜索 新闻第一条就是 杨夕竟然也在玩Dota 还发了自己的游戏视频 视频 什么视频 现在看来 他们和杨夕的关系 好像只是都玩Dota而已 为什么那么多人加自己啊 李帅震忽然想到一个可能 他有点手抖的 点开了视频 看到了那个熟悉的ID 还有 自己的ID 那一场比赛里 自己表现还不错 所以他还记得 三个人坐在那五分钟 都在面面相续 感觉好像发生了什么 重大新闻一样 你们说 这可能吗 李帅震犹豫地问他 我突然感觉 自己像是生活在梦里 他竟然是 杨润润麻木地说的 不是 我有点头晕 我以前最喜欢看他的视频了 我的天 张景震扶着脑袋 无力地说的 这个时候 李帅震看到网页上第二条新闻 杨夕入学中央音乐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称 杨夕非常低调 是一个好学生 这个新闻好像出现的正是适合 只有一个视频 会让李帅震觉得 他们非常不真实 而这条新闻 有点像是 佐证了他们的猜想 那位好像有说过 自己的女朋友 是在中央音乐学院 读大一 女朋友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大一 自己队友 有一个人和杨夕的ID一模一样 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家自己好友 已经没什么悬念了 人和就是他们想象中的 那个人 中系的班级里 有社会能量比李帅震还强的 一个名叫孙渝的同学 家里资产过亿 本身家中与娱乐圈交集也比较多 算是一个不错的传媒公司了 来到中系以后和不少老师都数 除了陈达对他爱答不理的 其他老师都对他青睐有加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按说 李帅震的资历在同学之间 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毕竟也算是拍过十几场 有角色有台词的戏了 认识的人也很多 但是和孙渝一比 他就有些逊色了 上中系之前的孙渝 就已经演了两个商业大电影的主角的 少年时代角色 可以说是伟男一也不为过 演技也是受到了大家的认可的 李帅震 家里比较穷 要不然当初也不会高中还没毕业 就利用寒暑假 跑去恒店当群演了 他本来以为 到了中系以后 他的履历拿出来 应该算是最好的 结果遇到了孙渝 更加讨老师们的喜欢 有时候 他还会有点小小的不舒服 孙渝因为跟老师关系好 当上了班长 寝室就在他们隔壁 有时候 他们玩DOT的时候 孙渝偶尔闲着没事 还会过来串串门 孙渝是不玩DOT的 他觉得很浪费时间 他来313宿舍 纯粹就是想随口嘲讽一下 哟 要不完成作业 还玩游戏 哎 杨渝渝 你今儿上课表现不怎么样啊 得好好努力啊 李帅震是个很单纯的 他就想在中系好好学习以后 混出个名堂来 没有那么多贼心思 另外有些小虚荣罢了 现在 大家都是一个寝室的兄弟了 当初自己逃军训的时候 也是他们帮忙打的掩护 孙渝那么说杨热热的时候 他就有点不能忍了 结果 还没等他说话呢 仁和就在一边 刀塔里边杀着人 一边对孙渝说道 行了吧 管好你自己的事 要是让李帅震说 他有点顾虑 担心孙渝去老师那告状 毕竟是班长 李老师还是很近的 结果仁和说出来了 他感觉倍儿爽 以前李帅震觉得 仁和有点特别 但是具体哪里特别 却说不上来 这个少年 好像对自己的演艺前途 并不是特别关心 老师夸了也不会高兴 老师批评了 也从来没有放在心上过 有时候导演来学校里选角色 老师的推荐是很重要的 但是仁和丝毫没有想跟老师 打好关系的打算 李帅震还纳闷呢 你是不是不想学表演 结果家里人逼你来学的 不是啊 仁和愣了一下 我就自己想学 干嘛那么问呢 哦 没事 李帅震想了半天 也反驳不出来 对方确实在好好学习 而且跟寝室大哥一样 带着大家一起学 但你呀 对演戏方面的事情 一点不上心啊 合着 你学习演技 就是为了演给自己看的 李帅震那时候 已经无语了 他哪知道 仁和来学演戏啊 就是为了交交朋友 过过大学生活 来体验体验人生 压根就没想过演戏 那个时候 孙瑜天天看不惯 三一三这四个异类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李帅震每次想到 都会觉得有点憋屈 然而现在 这种感觉瞬间没有了 忽然知道了 仁和的身份 他也很清楚 对方这简直是 摆明了车马 直接告诉他的 不然 杨夕不发游戏视频 根本就不会有 那么一茬事 全世界都找不到的骑士 竟然被自己找到了 这是对方的失误吗 李帅震很清楚 肯定不是 他忽然有种感动的感觉 就像是 被很重要的人 信任了一样 对方能把身份 暴露给自己 不就是一种信任吗 李帅震也终于明白 仁和为什么 对于演戏的事情 那么上心了 那可是歧视啊 一部戏都没演过 一首完整的歌 都没唱过 单凭极限运动 就成了国际 超级巨星的人 还差演一两部戏嘛 对方就是陪着 杨夕回国 然后游戏人生来了 这是真正的大玩家 人家玩的是整个人生 仁和对演戏不上心 完全是因为 他压根就不用演戏 等等 神和这个名字 我听起来好好说啊 杨润润愣了一下说道 以前没有往那方面想过 现在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李帅震这个时候 还没反应过来呢 他好奇的 不是 这个名字怎么了 哎哟 有个跟杨夕有关的人 就叫人和 他们两个还是初中同学 也是家在落城 想起来了吗 杨润润悠悠地说道 卧槽 他们俩 原来从初中开始 就谈恋爱了 李帅震正惊地说道 杨润润都迷了 你他喵是不是傻呀 反应迟钝还是怎么的 大家关注点 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啊 事实上呢 这还真不怪李帅震 他实在是没有时间 去关注网络上的一些事情 所以对于清和也不是特别熟悉 昆仑和刀打这两个游戏 他以前从来没玩过呀 昌警灵看不下去了 平静地解释道 神和 清和集团董事长 是清和派系 真正意义上的幕后大老板 我们现在玩耳刀塔 还有网游领域最火的昆仑 都是清和做出来的 包括我们现在手机里的 清和支付 清和TQ 清和携程 清和搜索 清和 这些都是清和派系的产物 这是一个真正的互联网帝国的雏形 而他们的大老板 就叫仁和 而且还是杨夕的同学 如果说清和你不了解 但派和你总知道吧 派和集团的董事长如明有个独生子 是派和集团的法定唯一继承人 也叫仁和 也是杨夕的同学 上个月市值好像过千亿了吧 李帅阵的脑子蒙了一下 不是吧 你说呢 杨润润打开了清和搜索 搜了一下人和的关键词 都是和清和有关的新闻 还有和洛和有关的新闻 李帅阵彻底蒙了 脑子里嗡嗡的响 是不是今天中午睡的一觉 还没醒过来呢 一个平时自己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同学 一个平时对于演戏前途 根本不上心的同学 一个平时身上连名牌标志都不出现的同学 忽然摇身一变 成为了互联网帝国的掌舵人 房地产巨头的继承人 全球巨星 这他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李帅阵觉得 自己那点自裂 放到对方眼前一笔 简直太弱了 甚至双方就不应该放在一起比较 不然只会自取其辱 他没跟谁说过 骑士也是他的偶像 从自行车飘移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现在他没事了 还每天上TK官网 看看骑士的视频有没有更新 这都敬请期待两个月了 大家都在纳闷呢 骑士是不是受伤了 现在李帅阵才知道 原来骑士没有受伤 只是因为跟随杨夕回国读书 中断了计划而已 他想到 人和当初那一身匀称的肌肉 却有些恍惚 难怪人和身材那么好 那可是骑士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无发黑猫 第二百三十九集 好像 所有事情到了李帅阵这里 都可以用骑士这两个字 来解释了 直到今天下午的时候 李帅阵还在想 自己一定要多帮助 寝室的几位同学 让他们以后走出校门了 也能经常接到片约 现在想想 真是替自己脸红 可是 李帅阵现在 并没有太多的负面情绪 他不愁富 只是想让自己 尽快地富起来 所以此时此刻 他心里有的是更多的情绪 是亢奋 你们记不记得 人和前几天 问过咱们什么 李帅阵兴奋地问他 张景英诧异了 前天他们大概好像讨论的是 电影有关的事情 313宿舍都更加偏爱 电影和电视剧 而不知戏剧 在中戏这么一个地方 其实是有些跑偏的 但这也并不耽误什么 前天大家说了好多话 但人和说的更多 甚至很多东西 让他们感觉耳目一新 但具体说要回忆起那句话 他们也有点记不清了 他问咱们 学校里有没有比较优秀 比较有思想的 学生导演潜力股 记起来了吗 李帅阵提醒了一下 记起来了呀 怎么了 杨润润耸耸耸肩膀 这没什么吧 咱们三个又不是学导演的 他还给咱们说 一定要好好学习 好好打磨演技 以后说不定 会去大电影里 演重要角色呢 记得吗 李帅阵继续说的 记得呀 你们说 会不会哪一天 他忽然成立一个清河影视 李帅阵说出了自己最想说的话 事实上 现在知道真相以后再去回首 人和的话语 那就太有指向性了 对方对于演戏是一点都不上心 那是因为 对方从一开始有打算 自己投资拍电影了 这样的人需要去讨好老师吗 这样的人需要去讨好投资方吗 这样的人需要去跟什么导演搞好关系吗 在这个资本的时代 现今为王 而且李帅阵很快就想明白了一个关键点 那就是洛河集团 洛河集团是干什么的 大型商业综合体 洛河集团靠什么起家的 电影院线 这样一头巨恶 一头扎紧娱乐圈 谁能挡得住呢 只要选好本子 选好演员 选好导演 别去拍烂片 想赔钱都难 仁和也非常清楚这一点 因为前世里有一个非常相像的公司 比如万达影业 在2016年 当年的收益 就大概达到了10亿美元 根本没有亏本的可能 而且 现在清和派系李人才忌计 最不缺的就是管理人才 一直的开疆拓土 才是清和现在最需要去做的事情 国内企业一直在讲 怎么样才能把企业文化给做好了 但实际上 能够做到具备企业文化的公司 还不足3% 其他公司 跟着瞎胡闹 也就没啥区别了 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 这一个一直是高端的话题 显得很上档次 可是这样一个东西 清和就偏偏做得很好 文化是有传承的 新员工进来之后 能够接受文化就留下来 接受不了 就会觉得不舒服 自己走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两年培养一批基层骨干力量 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李率正此时 已经难掩自己心中的兴奋 以前在行业里混的时候 老前辈都曾和他开玩笑说 咱们这一行 想要出人头地 光是有演技恐怕还远远不够 你呀 得有贵人相助来 那时候 李率正还很懵懂 什么是贵人 慧眼石珠的导演 能变千里马的伯乐 关系 交好的制片人 家财万贯的大款 这些啊 都可以是贵人 老前辈笑道 你没见 这个圈子那么多人 都去认干地干妈了 不认不行啊 也就从那个时候 李率正才明白 光有演技是不行的 现在 贵人就在自己身边 整个中戏 已经没有比仁和 还贵的贵人了吧 以前李率正还觉得 自己老在孙瑜那受气 现在他一点都不气了 甚至还有些期待 如果哪一天 孙瑜知道了仁和的身份 会是什么表情 要知道 之前仁和怼过孙瑜之后 孙瑜话语里 还是一直有些针对仁和的 精彩 太精彩了 这人生就是一出戏啊 李率正有些唏嘘 相对于仁和的身家来说 前者与后者 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孙瑜是几个亿的家事 而仁和家里 现在简直有些 难以直视的感觉 落合集团千亿 清和集团百亿 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 而且落合集团的影视院线排片 是没有任何一个 做电影的人可以放弃的 放弃他 就等于放弃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市场 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当初冯小刚微博上 应对王健林是为什么 不就是因为 万达影业给 我不是潘金莲 这部电影的排片实在太少了 少到可怜 少到冯小刚 根本就没法和制片人 和投资风交代了 所以 破釜沉舟了 而且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在于 孙瑜家里能量再大 那也是他父母的能量 并不是他自己的 而清河集团 却完完全全的属于人和 李帅震 忽然觉得自己今天晚上 做梦都能孝心 他现在 最期待的就是 人和明天返校 好好地端详一下 这位骑士先生 李帅震到底是要比杨润润 和张锦玲要老练一些 他虽然挺单纯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不通事故 既然仁和能够 给予他们这份信任 那就要把握住机会 咱们可别把这事说出去啊 哪怕是做兄弟的角度 帮兄弟保守这一份秘密 也是应该的 李帅震对其他两位 寝室的兄弟交代他 其余两人当然是点头了 现在他们的好友申请 多的是拒绝都拒绝不完 三个人干脆商量着 把好友申请给关了 现在 关于他们五个人的逗逼ID 在网络上 传得是沸沸扬扬的 先不说杨夕的缘故 这五个名字 在DOTA玩家眼里 也是足够经典的 也不知道 仁和是怎么想出来的 不过 话说既然是 仁和是清和集团的董事长 那给兄弟们 弄点皮肤饰品什么的 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吧 杨润润他们的思维 很快转变到 如何让仁和给他们 弄点好装备的道路上 这让李帅震感觉 自己很孤独 你们都不考虑前途的问题吗 让仁和给自己弄一套 健身至宝 好像也不错 李帅震心里暗暗想到 此时 孙渝忽然出现在寝室门口 灿烂地笑着 呀 今天没玩游戏呢 要是放以前啊 李帅震绝对忍不了他 但是想到 自己寝室里还有一位隐藏boss 李帅震安静了下来 正眼都没看孙渝一眼 这有底气和没底气 心境到底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天 他们讨论电影的时候 李帅震就发现 仁和内心里无比厌恶那些烂片 觉得这样的导演很没良心 他还发现 仁和十分推崇 小成本电影 以剧情取胜 这个小成本 是相对于商业大片而言的 他并不提倡 随意地使用特效来增加成本 一切都让影片更好的目的为之 多余的一点都不做 李帅震也是赞同这个观点的 往往是剧情优秀的电影 总是能够在票房上 获得巨大的丰收 如果自己能够在这样的电影里 展现出精彩的演技来 想必也是能够名利双丰收的 李帅震有些期待那一天 就算是最终没有实现也没关系 毕竟之前 他也不知道仁和的身份 却依然把他当作兄弟来看 周日晚上 仁和回到寝室的时候 杨润润他们三个 都在寝室里玩着刀塔 仁和放下一大堆零食 哎 这是有咱们未来一周的干粮了 玩刀塔的时候没有零食 那绝对是一局不完美的刀塔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李帅震没有动 张景玲也没动 持有杨润润这个吃货 先是去那小沾一堆的零食旁边 巴拉巴拉 看看都有些什么 李帅震 忽然不知道 话题该从何说起 他们知情这件事情 必然是要挑破的 仁和也在等着他们问自己 毕竟挑破了之后 自己才好完成以后的计划呀 他对戏剧也很有兴趣 甚至想要拿前世的戏剧 来排练一场 让别人看看 但他更加想要拍电影 这种想法在中戏里 有点像是一个异端 是一种浮夸的代表 中戏里的主流思想 本来就是戏剧高人一等 电影什么的东西 有点滑而不实 演员的演技在电影里 并不能够像戏剧里 那样有底蕴 仁和的这种想法不做评价 也管不了别人是怎么想的 他只想知道 他想拍一些 前世里深爱的电影出来 但是作为异端 就得有一端的觉悟 自己拉人拍电影 必然会遭到同学 甚至老师的反对 所以仁和需要一些自己人 出来撑场面 他也没打算 搞什么大动作出来 也没打算 借助别人的力量 拍摄团队方面 仁和都想好了 直接带着刘二宝 做一次新的尝试 但是其余岗位的人选 还差很多 想要拍一部电影 那可不是有了导演演员 摄像就完事了 事还多着呢 所以与其拉别人 先不如把室友们 给拉住了 李帅震 斟酌了一下问道 最近那个叫杨夕的天后 去中央音乐学院上学了 诶 这是上新闻了 你看了吗 人和挑了挑眉毛笑的 看了呀 他好像也是上的大一 你女朋友不是也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大一 对吧 对啊 是在上大一啊 李帅震咬了咬牙问道 当初我还说 你女朋友能比天后好吗 然后我昨天才发现 杨夕玩刀塔的ID好像和你女朋友的ID一样 据我所知杨夕的男朋友是骑士 人和坐在床上 开了一瓶矿泉水 喝了一个 杨润润此时也不拔了零食了 寝室里的每个人都在看着人和 好像等待着什么非常重要的答案 每天跟咱们一起玩刀塔 还最爱玩中单的 确实是杨夕 是我女朋友 我呢 也确实其事 人和看着他们说的 我去 李帅震还是觉得 这个世界有点不真实 他们一直在等这个答案 好像只要人和说出这个答案之后 就会出现七彩祥云 或者天崩地裂之类的异象一样 毕竟是一个那么传奇的人物 坐在自己对面 可是 终于得到这么一个答案 好像 世界又根本没什么改变 人和还在那里 没有三头六臂 也没有七彩祥云 对方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 普通的室友 普通的学生 普通的兄弟 还是这样的人和 让大家觉得更加舒服一些 李帅震心里输了口气 人和也输了口气 他是真的有点担心 因为身份问题 导致大家的友谊 会出现什么隔阂 行了 甭就为这个了 有事以后再说 我会有计划的 现在赶紧上线完刀铛 回去要路上杨夕已经催我了 人和招呼大家 开始完刀铛 人和也有些无奈 自己家那个网瘾少女 现在正是刚刚接触刀铛 有点上进的时候 比他的瘾还大 而且 这伙从来不打辅助 专门完中单 平时看着与世无争的样子 结果到了游记里和疯子一样 打得异常凶悍 甭管自己会不会死 自己身上挨一刀 一定要还回去才行 用杨夕的话讲 最重要的是气势 李帅镇坐在电脑面前 心里有许多话想讲 但觉得这个时候 什么都不说更好 是的 自己寝室的兄弟很牛逼 牛逼的全世界都在仰望 然而他还是像一个普通人一样 跟我们一起在玩了刀腾 生活好像要重归平静 三一三宿舍里 兄弟们都下意识 接手了人和的新身份 又学会了如何去无视 他的新身份 如果换做别人 恐怕他们只会记住 清和派系大老板的身份吧 或者是骑士的身份 毕竟这两个身份都太过耀眼了 可是人和在身份暴露之后 依旧和从前一样 甚至比他们还要像是一个普通人 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让人和的身份 并没有成为他们之间的隔阂 对于人和而言 如果暴露身份之后 得到的不是信任 而是隔阂 那就太得不偿失了 拍电影的计划 还要漫长的一段时间 毕竟李帅震 杨润润 张景英他们的演技 并没有打磨好 打磨演技 是非常花费时间的事情 要去揣磨揣磨之后 还需要验证 没有哪个含金量高的演技 是一蹴而就的 那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好在 这些人身处中戏里 有名师的指导 其实演戏和钢琴 是一个道理 别看那么多草根明星成名 但是一旦上了大荧幕 总会觉得 他们和老戏鼓的差距很大 而老戏鼓 大部分都是科班出身 要么学的戏剧 要么学的影视表演 老话说得好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现在观众们 对于演技的要求不是很高了 但是还没有十年打磨 也得有两三年吧 这还是李帅镇 杨润润 张景英他们 本身就是很有天赋 能考进中戏的前提条件在 所以啊 这一切都不急 他们就连解放天性 这第一课的大关 还没过去呢 确定了目标之后 仁和上课的时候 就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了 现在学的基础 对他来说 有些太过基础了 而想要不依靠天罚系统的奖励 就把演技给自己提升的大师级 又有一些痴人说梦 那不是四年能完成的 他最近 开始尝试着复刻自己的记忆 把一两个剧本给写出来 甚至可以利用自己大师级的绘画技巧 把画面都复合出来 这样 以后拍起电影来 不管导演怎么想 起码他自己的感觉定下来了 以后再怎么样 再怎么说 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导演 都是两码事 他现在还没有看见 能跟他合作拍出心中那些电影的人选 别人在认真听课 并且认真表演的时候 仁和就在旁边写写画画 李帅镇肩负着带着兄弟们 好好打磨演技的重任 313 已经彻底地成为了一个小团体 仁和在普通中系表演系学生里 有了一点另类的感觉 就好像整个画面里 就属他的画风 有些不太对劲了 而这个时刻 仁和自己的心情是沉静的 犹如当初在老理查的办公室里 画那些油画一样 他觉得自己有一颗搞艺术的心 每当玩这些东西的时候 心里就会变得宁静起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舞发黑猫 第二百四十集 极限运动时的惊心动魄 波涛汹涌 是他所追求的 而此时的宁静 也是他所追求的 仁和觉得 这一点都不矛盾 一动一静 劳逸结合 事实上 现在每次生死徘徊之后 仁和总要休养生息 调整自己的心态 现在正是时候 等下一次再去经历生死的时候 生命一定比上一次更加壮困 一开始 大家都不太习惯 仁和那么不务正业 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 哪个班上 还没有几个怪人不是 唯独陈达的课 仁和不能不务正业 这个长相凶悍的老师 有着丰富的演艺经验 算是一个特警演员了 也是上个月仁和才知道 这个陈达竟然还是表演戏的戏主任 他的课程是非常严厉的 解放天性的课程 现在就是他在教授 到了现在 上课的过程中 大家在地上打个滚 都成了小事 各种奇葩的要求 都会被他提出来 大家上他的表演课 正上着呢 陈达非要让全体同学倒立 这他瞄的 正是初秋的季节 女孩们很多还穿着裙子呢 这倒立一下不都全都漏了 他们表演戏 就是女多男少 英盛阳衰 四十多个女同学 十多个男同学 据李帅任说 高年级也是这么一个比例 大一的时候还不太明显 等到大二的时候 女同学们开窍了 这么少一点男同学 和人生果一样 本来可以坦荡 接受解放天性课的女同学 有点犹豫了 这个要求太过分了吧 旁边男同学眼睛亮亮的 简直和狼一样 李帅任发现 身边的人和眼睛也是亮亮的 他的嘴巴抽了一下 这货就跟普通人 没什么区别嘛 全班除了他们 三一三的三个兄弟 被坦然告知身份以外 谁还能从人和平时的 生活习惯里和生活作风里 看出对方是一个 互联网帝国的掌舵人呢 完全看不出来好吗 陈达冷着脸 这次就不让你们倒立了 但是回去都给我把裙子换成裤子 才刚刚大一 还不是你们暧昧的时候 把演技给我打磨好了 想怎么美就怎么美 这话说的有点不讲道理了 暧昧是人的天性 怎么连裙子都不让穿了 未免有些太独裁了一点 可仁和也没法反驳 对方说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首先 陈达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虽然严厉 但不能否定 所有人在上过他的课之后 都受益飞险 本来班里都是争奇斗艳的 初秋季节穿短裙的 哪都有 那小腿直直的白白的 让班里男生看了都直流口水 这下子让陈达一脚合 班里的男生什么都看不见了 仁和咋巴咋巴嘴 感觉有点可惜 不过反正他也不是单身狗 回去看阳西的就好了 陈达也发现 这个陈达系主任虽然严厉 但是好就好在 他一切都是为学生着想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陈达 好像对仁和有点重点针对的意思 好几次单独点名 解放天性表演的时候 点的都是仁和 陈达觉得 这个陈达是不是自己有意见呢 李率阵昨天还给他说 最近孙瑜老是往陈达办公室跑 该不会是告了313宿舍的状确了吧 毕竟313现在业余时间不务正业的事情 全班都知道 这伙当初被仁和怼了一次 他那样子也不是什么心胸宽广的 仁和倒是无所谓 该干嘛干嘛 他有时候觉得解放天性表演 还是挺有意思的 事实上 陈达的课也有点有意思的事情是 可以看别人解放天性表演 尤其是寝室的兄弟表演 那些梗啊 简直可以说上一年 杨润润被要求表演一个擦鞋匠 给一个女孩擦鞋 结果女孩太漂亮 这孩子 腼腆了半天 也不好接近人家半米之内 最后还是女孩自己凑过去的 搞得陈达非常不满意 下课了之后 陈达批评了杨润润二十多分钟 在戏里 你还是你吗 你有你自己的角色 去给他擦皮鞋的 是这个角色去擦 不是你 如果你不能融入这个角色里 怎么演戏 演员最重要的 就是演什么像什么 而不是演什么 都像你自己 放下你的廉耻 进了这个圈子以后 你什么都得经历 单从这一段话 任何就明白 陈达在中系的流派之争中 站的是哪一边了 人和他们非常清楚 中系的流派之争 是非常严重的 一队人坚持演员 要融入角色 表达感情 一队人坚持 演员要高于角色 要无情 要纯粹地靠着身体的副语言 来驾驭感情的诠释 陈达明显是站前者的 在这个地方 艺术显然更加纯粹 一个站前者流派的学生 别想让另一个流派的导师 和自己好好说话 所以日后选择自己的导师 也是中系的一个重头戏 也是中系一年一度的大戏 而任何自己 对于这种流派之争 没有太多的感同身受 让他觉得 只要自己以后选的演员 把角色演好了 比什么都强 管他什么流派不流派的 演不好了 天王老子来了都没用 陈达训完杨润润 就开始训李帅政 李帅政是完全因为 演技太过粗糙 让他和一个女同学 演一对夫妻 他倒是没有不好意思 就是表情稍微有些浮夸 陈达这火眼晶晶 一下就看出了一些端倪 开口就训致的 戏剧能和电视剧一样吗 电视剧的一些特写镜头 能够让你自己的表情 表现得更明显 戏剧的观众 都在台下坐着 距离你的 最起码也有五米以上 他能看到的 就是你的肢体表现 回去自己 好好琢磨琢磨 人家大师的电视剧里 也演得好 到别的种类里 也能演好 这叫灵活运用 别让电视剧那一点东西 把你给毁了 让自己的演技 再扎实一点 轮到张锦铃的时候 张锦铃就低眉顺眼地 站在那 反正兄弟们 已经都有前车之鉴了 自己一起挨批 谁也别笑话谁了 结果 陈达倒是没有批评张锦铃 反倒夸了一声 眼神用得好 以后多多努力 这下子 给其他313的人羡慕的 到了人和 其他三个人 都在期待陈达痛批他一顿 这祸是个大财主 整个人放到中戏里 说是猛龙过疆的角色 也不为过 这样的兄弟 能被老师痛批一顿 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结果 陈达平时点人和表演的时候最多 却在一句评论都没有给 直接绕过人和去评论其他人了 全班一个没少的 全都挨了一遍 唯独 人和和张锦铃两个人信念 陈达在学院里 有一个外号 叫做陈一刀 据说 当初成名是因为网界有一个学生 这位陈达觉得学生 连一个靠谱的都没有 直接给一刀切了 所有人 那一年的考试都没过 全都得补考 当时 表演戏淡碎了一地 一群人同病相连的哭了抱了一起 那场面 简直不敢想 仁和在班里已经够一类了 结果 让陈达那么一搞 全班所有人都有评论 就他没有 立马把他衬托得更加一类了 不会是这伙因为不务正义 被老师知道了 刻意孤立他吧 想一想 还真有这个可能啊 平时陈达不就老着看人和不顺眼吗 所以才经常点他出来表演 大家都很清楚 都是上了十多年学的人 老师一般看不惯谁 不就专门挑对方跑神的时候 点名提问吗 孙瑜站在同学中啊 不知道想些什么 平时 自己不是没和陈达汇报过 313的问题 当时 陈达也没正面回应他什么 一开始 孙瑜还以为 陈达是不在意这种事情呢 现在想想看 陈达好像一直都看人和不顺眼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等到陈达把所有人点评了一遍之后 孙瑜忽然一声提醒道 老师 人和同学的演技 您还没点名呢 班里忽然安静了下来 孙瑜这个时候统一到 就有点不得人心了 大家都是同学 就算明争暗斗的 也不至于这时候落井下石吧 不过 也有人幸灾乐祸 许多人 天生就见不得别人和他们不一样 犹如中世纪 把异端放在火形架上一般 没有那么严重 但总有些不顺眼 313这四个人 交着六个人的宿舍费用 结果住的是个四人间 平时大家讨论戏剧的时候 这几个人 就在旁边大声地讨论刀台 此时 开学以来的种种不满 都汇聚在心头 他们现在就想看看 既然孙瑜已经开了这个头 陈达没道理不接话 陈达会怎么批评人和 有点意思 李帅镇 杨润润张景林三个人 听了孙瑜的话后心里一紧 虽然总想看到 陈达恶心人和 但是让孙瑜这么一说 就不想看了 自家兄弟只有自己人才能嘲讽 没有让别人落井下石的道理 李帅镇冷冷地看着孙瑜 孙瑜却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似的 天真烂漫的表情 真是把戏演得十足了 以孙瑜的家庭条件 完全不用考虑他们这样的小角色 陈达先是看了人和一眼 然后目光转到了孙瑜脸上 既然你们想让我平 那我就平一平 人和 是你们中间最优秀的那一个 该放得开的时候放得开 让地上打滚的时候 眼睛都不眨一下 眼睛到位 表情 肢体语言 甚至声音的高低 他都掌握得很好 放在你们这个年纪 他已经不用再去挑剔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 陈达忽然画风一转说道 来到了中夕以后 我不管你们的业余生活是什么样的 只要你能把眼睛打磨好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但 中夕是一个严肃学习的地方 把你们那点小心思都给我收起来 在中夕里 勾心斗角 不能帮助你获得好角色 孙瑜的表情顿舌僵住了 他笑不出来了 因为他很清楚 最后一句话 就是针对他的 倒是人和有点意外 他还以为陈达是对自己不满呢 结果竟然给了那么好的评价 这个专精级演技 还真是不亏啊 说实话 陈达自己都有一点想不通 网界里 像是人和这样拥有成熟演技的学生 不是没有 但是都是一些有根底的人 那是从小到大都在演戏 家里就有两位老戏骨 这样的学生 有演技很正常 但是人和呢 没有这方面的经历 陈达想了半天 也只能用天赋异禀来形容了 他点人和来表演 不是为了刁难人和 陈达这样的人 越是看好哪个学生 就越是会对这个学生重点关注 这是他的性格使然 不过 这个学生好像特别爱玩游戏 还听其他老师反应过 这个学生确实有点不务正业 陈达觉得这不行 既然有天赋 那就应该珍惜啊 好好的一个苗子浪费了怎么成 下课的时候 那些原本等着看人和笑话的学生 一个个灰头土脸的 孙瑜更是一言不发地走了 中系和北英两个学校 都属于比较松散的学风 老师管得不是特别严 更甚至在某个暑假 放假足足放了123天 这还是李帅正告诉人和的 让人和震惊不已 平时上课的时候 每天也就半天课 要么上午要么下午 其余的时间自行分配 好学生们会利用课余时间 去学习更多的理论知识 或者参加一些兴趣小组 或者社团 看看有没有在学校里演出的机会 不过 这些学生自发组织的小剧场戏剧 仍和实在是没有那个兴趣去看 和黑匣子剧场的学长和老师一比 差远了 个别老师的戏剧团队很出名 甚至让每个中系表演系的学生 都想参加进去 可是 这些戏剧团队的选人条件 又很严格 只要是不达标准的 找天王老子也进不去 有些中系学生 在导师队伍里面混着 还没毕业呢 就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这不是普遍观众之间的知名度 而是在演艺圈子里的 在那些知名导演圈子里的 这样的话 以后系路也会多一些 陈达觉得 人和这个学生很好 如果必要的情况下 自己尽量能把对方 拉回正轨上来 玩游戏 能玩出什么名堂来 李帅镇如果知道 陈达想法之后 就会感到震惊 这他喵 不是和自己当初的想法 有些像吗 陈达下课的功夫 就单独把人和教导一边 我的团队里 最近有个角色 可能要空出来了 我觉得你各方面条件 都比较契合 明天晚上 黑侠的剧场里 有场演出 你过来看看 然后呢 就跟着团队排练吧 人和倒是想要拒绝 因为他觉得 还是自己搞出来的事情 比较有意思 而在他眼里 去参加表演这种事情 完全不算是搞事情 陈达就发现 在自己说完邀请之后 对方竟然没有 半分的情绪变化 难道是对方不知道 自己在演艺圈的影响力 如果你演好了 未来的前途无量 不少导演 不是直接来选角的 而是直接到 黑侠的剧场里 看中谁 挑走谁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陈达觉得 自己已经说得足够明白了 然而 人和的表情 还是无动于衷 只是简单的 点了点头 说了声好 对于人和来说 这毕竟是去 给老师帮忙的 对方角色空缺了 让自己去帮帮忙 这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陈达忽然觉得 怎么好像邀请人和了 演角色 自己反倒欠了别人 一个人情似的 莫名其妙 实验剧场 一一七教室 这是排练地址 你今天晚上 可以先来看看 你学长学姐们 怎么排练的 陈达撂下这句话 就走了 他现在 有点不太想搭理 自己这个学生 陈达琢磨着 自己专精级演技 好像很给力的样子 只是专精级 就能获得陈达 这样以严厉出名的 老师认可 那 大师级得是个什么样子 哎 陈达找你说啥呢 陈达刚一走 三一三的人 就围了过来 李帅震 率先问他 啊 他说他自己的校团队里 有个角色要空出来 让我去试试 陈达解释道 结果 陈达就发现 李帅震的嘴巴 张得老大 好像一脸震惊的样子 不是 你知道吗 陈达团队 在整个中系里 都很出名的 去年刚刚拿过 荷兰一个国际性的 赛事奖项 李帅震震惊的原因 很简单 陈达的团队 一直就以门槛 特别高著称 这个戏剧团队 可不是谁想进就能进了 陈达从来都不接受 主动报名的方式 向来都是 谁家在表演 他看中了 哪个团队的演员 只要表示出 自己招揽的异想 对方就心甘情愿地 被挖过来了 其他老师 也很少说什么 因为陈达的戏剧团队 也是整个中系的脸面 一直都是一个 哪怕在国际上 也很耀眼的存在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舞吧黑猫 第二百四十一集 孙瑜为什么一直想要和陈达高好关系 实际上 陈达是唯一一个 知道他家庭背景 还不假颜色的老师 其他的老师 也不会因此就对他多好 起码会稍微照顾一下 孙瑜一直觉得 自己来中系表演戏里 算是静水楼台先得月了 毕竟总在陈达面前晃悠 只要演技过关 肯定迟早能够被选进陈达的团队里 结果 孙瑜忙活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却被仁和得到了这个机会 而最最重要的是 仁和还有点不领情 觉得自己搞点事情 才更有意思 不过仁和也反过来想了想 去瞅瞅也好 毕竟以后 要是真的自己想搞点事情了 自己这也算是 有更加的丰富的经验 公欲善其事 必先礼其器 距离自己搞事情的计划 还有一段时间呢 仁和觉得 自己可以先去学习学习 李帅正看着人和一脸 人就不知特别在意的表情 就有点诧异 这么重要的机会 竟然还没法打通他吗 然后再转念想想 对方的身份也就释然了 是啊 毕竟是骑士嘛 他忽然想起来一个事情 面色忽然复杂了起来 哎 你知道陈达团队里 是哪个角色空出来了吗 哪个角色 仁和愣了一下 他心里有种预感 一定是很重要的角色 不然李帅正 也不必如此郑重其事了 男主角 是男主角空出来了 原本的男主 明年就毕业了 上个月刚被张明选去剧组了 据说是要拍昆仑的后续武侠连续剧 这事还是个中戏的大新闻 所以你很有可能要接替的是 男主角的角色 如果说先前 仁和还有些不以为意的话 那么 现在仁和就已经有点压力了 不是说他因为要接替主角就看中这个机会 认真对待是必须的 不管是不是主角吧 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情 是一种人生信条 但如果是去当配角的话 自己的压力也不用那么大呀 这就像是 李帅正感动于仁和能够信任自己交付身份一样 仁和忽然也有些莫名的感动 这个陈达要把主角交给自己一眼 他觉得 在陈达的团队里 应该有不少人并不比自己差吧 专精级演技 现在在班里看起来好像是最牛逼的一个 但陈达那里搞不好 已经有接近大师级的人物了 仁和决定 今晚先去实验剧场117看看情况 这要万一自己胜任不了 也别耽误人家整个团队 毕竟他不可能把所有时间都放在戏剧上 他现在很悠闲 但也很忙 他有自己的事情想要去做 剧本没写完 分镜头也没画完 导演没找到 合适的场务等等也没找到 如果他想拍出几部能看的电影 那么以后的路还很长 就算拍戏剧也是他自己拍 自己找演员 自己出剧本 这样才算是有点意思 只是单纯的给别人当演员的话 他觉得没啥意思 戏剧的基础 其实不是一个个演员 也不是哪个不错的舞台布景 而是语言 戏剧的冲突 要比电影和电视剧都强烈得多 因为它的节奏很快 所以演员必须把剧情里的冲突 给完美地呈现出来 这样才能给观众带来足够的震撼 然而 仅仅只有语言上的表现力是不够的 还要有足够的肢体语言 来完善整部戏剧的剧情张力 戏剧里面是绝对不能出现 你吃饭了吗 哦 吃了 这样毫无用处的台词 也不能出现毫无用处的动作 每个动作每句话 都得引导着整个故事的走向 而且因为 一台戏里的剧情是在不断推进的 所以很多戏里的主角性格 也是在不断变换的 例如前世里的白鹿猿 里面的人物性格 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下 一直都在变化着 随波逐流 想要把这些东西给演出来 让观众看懂 并且演得精彩 那就是要看演员自身的演技了 难也就难在这里 你能说中戏的一些学长们 没有演技吗 那为什么 还有那么多人不被导师看好 连一场戏都排不上呢 连见观众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戏剧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 绝对不是抗日神剧里那样 糊弄一下就能糊弄过去的 嗯 如果硬要对比 拿戏剧的难度和交响乐团对比 应该是可以的 在交响乐团里 哪怕是一个小提琴慢了半拍 那可都是瑕疵了 晚上到了117 里面已经有20多个人化好妆 准备排练了 当任何刚刚走进去的时候 所有人都转头 看着门口的他 神和惊了一下 都看着我干嘛呢 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孩走过来笑道 啊 你是那位要接替我角色的小师弟吗 你好 我叫正义 未来的半年 我会好好待你的 半年之后 我就要进剧组了 哦 还有半年才走 挺好的 原来这群人 已经接到陈达的通知了 知道自己要接替谁的角色 所以自己一进门 就会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 这个眼神里 更多的是省事 因为他们这群人在一起 配合的时间久了 彼此间的水平 大家都一清二楚 配合起来也很舒服 而正义饰演的角色 又是最重要的那个 现在正义要离开了 他们也在担心 新来的队友 是不是能够融入这个团队 对方的演技 能不能撑起 这个团队里 最重要的戏份 还有人在想 正义走了之后 自己是不是能 接替正义的位置 这是不少人的念想 毕竟他们最熟悉 这个剧本 然而 今天陈达告诉他们 即将接替正义的 竟然是一个 大一刚上学 一个多月的新生 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他们都清楚 陈达绝对不会在这种事情上 开后门 那么是何方神圣 竟然能够直接在演技上 让陈达觉得 对方能够在演技上 胜任这个角色呢 所以 他们看人和的时候 审视意味居多 身材 长相 气质 嗯 过关了 甚至感觉 比正义的条件 还要好一些 就是不知道 演技怎么样 陈达心里想着 难怪他觉得 有些奇怪呢 沧海的拍摄 应该没那么快 别人不知道 他还能不知道吗 上个月啊 张明还邀请他 参与选角的事情 当时大家还在说 沧海的拍摄 要过一段时间 毕竟现在实体书的市场 还在预热阶段 等到整个市场都热了 才能对得起 张明身后那些投资商吗 当时 仁和还开玩笑说 他也想投资 张明也开玩笑 只要钱到位 只要仁和能包下 他以后的剧本 给仁和打工都没关系 仁和当然不过 承诺这种事情 玩笑终究只是玩笑 毕竟他还想 梦想完成后 提前养老 当个富贵贤人呢 让我还是少接的好 就在他想着的时候 郑义也在审视着 这个接替他的心声 现在还看不出来 陈达老师到底看上 这个心声哪里了 不过既然对方来了 总有机会知道的 此时仁和又转念一想 如果自己去参加了选角 现在和这位郑义见面 又会是另外一番成绩 对方估计下巴 都要惊到地上了 还好没却 不然仁和都不知道 郑义应该怎么面对自己 真是替对方捏了一把冷汗 不过这些人可能 还是不了解仁和 陈达也不了解仁和 所以压根就不明白 这么一个中系 每位学生都想争取的机会 对于仁和来说 那是可有可无的 他到这里 就是先把自己该做的事情 给尽心尽力做好了 然后吸收这里的一切经验 为将来的计划 做好准备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郑义交给仁和一个 A4纸定成的资料 啊 这是剧本 里面还有根据 陈达老师教授的东西 做的笔记 主要是关于 这个人物性格的变化 以及每个冲突点的把握 你先看看吧 等会儿的咱们再聊 仁和翻开剧本 看到密密麻麻的笔记后 透吸一口冷气 仅仅是从笔记就能看出 对方对于这份事业的热爱 与重视 想必 陈达挑选的每一个人 此时在场的每一位 都是如此态度 自己啊 确实是需要全力以赴了 这和自己喜不喜欢没关系 他选择全力以赴 是因为要对得起别人的努力 选择定向奖励 演技方向 仁和在心里默默地说道 宿主已选择 演技方向定向奖励 奖励宿主 大师级演技 天法系统 在仁和脑中平静地说道 不知道 大师级演技在这个团队里 能不能发光 甚至 耀眼 原本就剩两个完美级奖励 现在 仁和耗费一个 来完成自己演技的大师级晋级 纯粹是对于戏剧这门艺术的尊重 让他演电影啊 他是肯定不敢的 因为那样一来 跟自己不做明星的初衷也就违背了 但是 戏剧 他倒是可以演 毕竟 这玩意爆光度很低 就算演了 也不用担心 会有粉丝围住自己 所以 他对这个事情 尤其的感兴趣 眼前这群学生 排练很有意思 一般情况下 排练都会穿便服 结果这群人 就连排练 都会把妆化好 用他们的话讲就是 互相之间看到 对方穿的便服 很容易出戏 陈达要求就是 演员能够融入到角色之中 拒绝演员 不用感情演戏 所以啊 一旦化好妆 换好演出服 这样 有利于大家平时 对于戏剧的掌握 台上什么样 台下就什么样 仁和觉得这话说的很有道理 也就越发觉得 这群人有意思了 不过他总觉得 有几位男演员排练的时候 会时不时地瞅自己一眼 正在旁观的人和觉得 中间可能有点事情 他们排练这个戏啊 是一个现代戏 故事讲的是 一个穷人小伙子 来到京都后 发生了奇遇 偶然间 获得了一张 一千万人民币的支票 这个支票啊 他自己去对不了 却意外地因为这张支票 被所有人追捧 每个人都想从小伙子那里 得到金钱 小伙子最终依靠这张 无用的支票 他获得了一个漂亮的妻子 一份好的工作 整部戏 只有一个人在金钱与爱情面前 选择了爱情 这个人啊 还是一个最缺钱的 双腿残废的乞丐 可以说 整部戏 以幽默与讽刺的方式 描写了社会各个阶层 在面对金钱时的丑态 矛盾冲突 非常的强 也非常的荒诞 神河有点意外的是 这个剧本其实非常不错 据说 这个东西 还是出自 陈达之手 这倒是让人和 对那位标形壮汉般的老师 有了另一种印象 就在大家排练完议程 正义准备 带人和进戏的时候 陈达又来了 还没等人和反应过来 就有一个学生忽然出声 问陈达道 老师 我也想演正义的角色 这个角色让新人演 还不如让我演呢 这位小师弟刚进团队 恐怕还没法适应 就让他先接替我的角色吧 在中戏这个地方 想要在戏里露脸 是需要争取的 而演什么角色 对于每个人的未来 都是至关重要的 比如说现在 整个团队里 这次也只有正义 被张明看中了 其他人都没有这个机会 实在是因为 其他人的戏份跟正义相比 远远的不如 中戏这个地方 一直都是一个鼓励 合理竞争的地方 只要你自身有这个资格 只要你有合理的理由 你就能去争取 想要争取的东西 而自身不过硬的同学 当然要靠边站了 这种情况啊 在本科还好点 在研究生史 会体现得更加明显一些 陈达沉盈着 没有说话 最终 他饶有兴致地 看向人和 嗯 你怎么看呢 他的意思 就是想让人和野来争一下 在陈达眼里 这个小子 实在有些背了 说不定积一下 还能积出什么潜力来 对于陈达而言 他要考虑的 就是如何让团队的力量 更加巨大 他是从宏观的角度 去考虑的 结果 没击到人和 人和反而耸耸肩膀说道 啊 我没一下 人和这个反应 让所有人都很意外 因为陈达本来就给他的是 主角的角色 如果这样一换 人和就成了 这部戏剧里面 唯一的那个乞丐 角色差异太大了 换了正常人啊 估计都接受不了 不过 人和和他们想的 有点不一样 这个要与他换角色的人 刚才一直都在 偷偷地瞅自己 想必 在得知正义要走的时候 就已经盯上这个角色了 结果 被自己横插一杠 这种换角色的事情啊 对于这些人来说 可能会是一种竞争 大家都会以为 人和是非常在乎这个机会的 所有人都以为 人和与他们是一样 普通学生事 人和却给了所有人 一个惊讶的选择 实在是因为 人和本身就和他们层次不同 来参演戏剧 就是一种人生体验而已 演一个被金钱 迷失了双眼的年轻人 在人和眼里 还不如演一个 为爱情 放弃金钱的乞丐 他自己 就是这样一个人呢 人和觉得 自己为了杨夕 放弃生命都可以 到时候 戏牌好了 还能让杨夕来看看 自己演出 演出完了 还能得意洋洋地 告诉杨夕 这个呀 是自己的本色出演 多有意思啊 他也不需要 通过这么一场戏 来获得自己的 净身资本 演一个小角色 也能方便他 随时地离开 毕竟 他自己的计划说不准 什么时候就开始了呢 陈达深深地 看了人和一眼 没人知道 陈达这眼神里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陈达 他对所有人说的 嗯 那就那么定了 换衣服吧 顺便让这位新同学 熟悉一下乞丐的戏份 别到时候 台上连台词都忘了 开玩笑 人和现在觉得自己最大的优势 就是超强的记忆力 刚才他们演过一遍之后 彭说乞丐了 每个角色的台词都在他脑子里 让他演哪个男性角色 都没什么问题 当人和具备大师级演技之后 莫名对演戏这种事情 有了极大的自信 人和很清楚 天伐系统的大师级奖励 不管是哪种奖励都非常神奇 大师级演技也不例外 到了这个时候 团队里所有人看人和的眼神 都有些奇怪 有同情他的 毕竟刚来就被抢了角色 也有心理不屑的 因为在这么一个环境里 自己不争取 也别怪别人 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给抢走了 人和慢条思理的 换上自己的乞丐戏服 旁边一个师姐 给他简单的化了点妆 无非就是脸涂黑点 头发弄乱点 看起来像是一个乞丐 这个乞丐的角色也很特殊 因为他始终是在舞台上 趴着乞讨的 所有场景都在他身边发生 没有乞丐戏的时候 这个乞丐就像是一个背景 戏准备开始了 人和得先去舞台上 学乞丐一样趴着 结果人和走上舞台 刚刚找到合适的位置趴下 陈达就倒吸了一口冷气 眼里有着很大的不解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 巨舞吧黑猫 第二百四十三集 李帅顺这个时候 歇了个气 诶 陈达真的是让你参加排练的 接的角色是男主角吗 嗯 是让我接男主来着 不过我和那个乞丐的角色换了换 人和平静的喝了一口水说道 然后开始熟练的登陆自己Dota账号 每天忙碌完之后 能够玩一两局刀台 真是人生幸事 李帅顺迷茫了一下 别 跟乞丐换了一下角色 陈达让你换的 差别太大了 哦 我自己要换的 哎不是 你们接邀请啊 人和开始指点江山了 你们三个现在还都挺菜的 先别选那些爱秀的英雄 选点肉啊 控啊 比啥都强 别打差 你自己换的角色 你傻呀 主角和乞丐能一样吗 李帅正是一脸的痛心疾首 结果 就在他继续说什么的时候 忽然想到人和的身份 得了 啥都别说了 身边这伙 压根的不差这个角色 和自己不一样 嘿 甭操那么多闲心了 还是先把Dota玩好吧 陈达的剧团 是每周四周五排练 一般情况下 这两天是绝对不能请假的 但陈达也没有占用大家两天周末的时间 这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今天周四是仁和第一次去排练 所以第二天还得再去一趟 学姐们见到仁和来了呀 就痴痴的笑 仁和躲进更衣室 换好服装 自己化了点妆 就往排练舞台去了 整个实验剧场里啊 都会有很多这样的小剧场 平时没事的时候啊 一般会给各个剧团排练有 这本来就是建设实验剧场的目的 仁和昨天才知道 117就是陈达的专属排练剧场 别的老师还得去后勤部排队 但陈达不用 每天大家来这里就行了 场部呢一直没变过 就是他们现在排这部戏的场部 学姐们啊 本来还想帮仁和化妆来着 结果一看 仁和出来的时候啊 是已经化好的 大家就有点失望了 仁和也闹明白了 这些学姐呢 纯属闲着没事逗乐子 她才不愿意被这些妇女挑起 赶紧走上舞台 大家还在忙碌呢 一个个的要准备好几套衣服 还得临时再看上一眼台词 省得到台上了 把台词给忘了 要是真在舞台上犯这种低级错误 等于直接在陈达那里扣印象分了 这扣上两次就得滚出团队 用陈达的话说 一个演员要是连自己的台词都记不住 那是道德问题 因为背台词 这是一个演员的基本素养 稍微敬业一点的 都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不过 现在的电影电视剧行业 可没陈达愿望的那么干净 陈达之所以不当演员了 也是因为有一次被弃着了 现在的小鲜肉嘛 一个个都太不敬业了 找替身的找替身 有些演员 自己有三十场戏 能到十五场的话 导演就得烧香拜佛的感谢佛祖了 其余的 用的全是替身 甚至 有些露脸的戏 自己都不是上的 一个替身演员 戴着绿色或是蓝色面罩 方便后期抠图 直接把正主的脸放到替身上 这就算是完事了 还有的小鲜肉呢 更夸张 演戏的时候 还得看提词器 完完全全的念台词 压根就不入戏 陈达就非常痛恨这种 没有职业素质的人 但呢 现在资本市场 就买他们的账 没办法 此时此刻 所有人都在忙碌着 只有人和悠闲悠闲的 跑到舞台上 找了个合适的地方一趴 诶 这就算是完事了 甭管别人走来走去 也甭管别人 换多少套衣服 它就是 誓词与背景融为一体 能不说话就不说话 能不动弹就不动弹 自己是一残疾人呢 不对 自己演的是一个残疾人 以前啊 大家还没什么感觉 这周看到人和乐呵呵地 看着他们 再想到 昨天人和说 自己是为了偷懒 他们忽然觉得 人和可能真的就是 为了不麻烦 才选的这个角色 还他瞄得真有这样的人呢 简直神了 这没有对比就没有感觉 一有人和这个对比 大家都感觉 自己好累啊 陈达也发现端倪了 指着人和破口大骂 人和 你给我正经点 哦 人和不再幸灾乐祸地 看着其他人了 虽然筹备的时候啊 他最省事 但排练的时候 还是该怎么演 就怎么演 认真无比 搞得陈达都有点难兴了 按道理说 演员好好演 他应该高兴才是 但陈达明白一个道理 一个笑容啊 哪怕再真诚 你让他笑一百次 笑容啊 也会显得 真诚的有点假 因为笑得人麻木了 戏剧和电影不一样 电影里演出一个精彩的来 观众是从画面里 一遍一遍地重播 不管多少遍 都一个样 可戏剧不一样啊 戏剧都是演员们 当场演出来的 观众们看他们一百次 就意味着 他们演了一百次 人嘛 总会疲惫的 不疲惫 也会对某个动作 某个表情 产生麻木的感觉 千篇一律的表演 哪里还有灵魂可言呢 然而 陈达是很了解这个道理 他又是对戏剧灵魂 很重视的人 所以 他不想这种事情 发生在人和身上 坏了这么一个好苗子 陈达找到人和 小声地说道 嗯 你能在演出的时候 保持这两个状态吗 能啊 人和诧异的 他不知道 陈达为什么要问这个 能保持就行 那你平时演出 也不用尽全力了 举重若轻 举轻若重 你得自己掌握分寸 不知道为啥 陈达就觉得 很信任人和 在演技方面的事情了 就连这个少年的水平 已经不是同龄人 可以比拟的 就连研究生都不行 恐怕 自己上去演那个乞丐 还不如人和呢 旁边的学生都震惊了 他们还是第一次 见陈达对团里的某个人说 平时排练呢 不用尽全力这种话 这还是陈达吗 原本 大家还对人和 趴那里就能演完一场戏剧 没什么感觉 毕竟 这个角色就是这样啊 而且 人和在演技爆发的那一刻 是绝对震撼人心的 跟这样的队友演对手戏啊 是一种非常检验功底的事情 一旦队友没有跟上 主角也可能被一个乞丐 给压住了光环 事实上 上一场演出的时候 就已经压不住了 整部戏剧 合计一个小时28分钟 在前一个小时20分钟的时候 人和这个角色 都只是一个幽默点 和背景一样的存在 然而 到了最后8分钟 竟然没有人 能够盖住他的光环 但 这也是陈达想要的结果 对他而言 正常戏剧升华的部分 只有这8分钟 完美 现在不一样 人和是拿了上方宝剑 一上台啊 就往台上一趴 台词的确是好好说的 结果总感觉 哪里不对 只要一看到人和 就立马出戏 仔细想想 人和也没什么特殊的动作 对方还是像往常一样 只是松散了一点 是的 就是松散 就是这种松散的感觉 让大家都出戏了 搞得陈达发现这个问题后 差点是一口老血吐出来 周六晚上 就是陈达剧团在黑匣子演出的时候 晚上七点半开场 九点结束 人和还以为没他什么事呢 毕竟 郑义现在还没进剧组 所以大家照常演出就可以了 结果 陈达大手一挥 郑义啊 你去好好熟悉熟悉 沧海的剧本吧 张导选中了你 你就好好表现 咱们这次呢 就按照之前排练的来 这什么意思 说实话 大家都很懵 虽然人和已经上手了 但没人想到 陈达竟然会 这么快让他上舞台 当初大家进来带起角色的时候 哪个不是熟悉了半个月 甚至半年才上台的 这几个月 甚至半年的周期 已经成为他们默认的观念了 在他们想来啊 应该是郑义彻底走后 才会让人和上台的 毕竟 原本严启丐那位学长 还没有彻底进入角色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郑义倒是无所谓 他现在急于攻克 刚刚拿到手的剧本 能够从剧团里脱离出来 也是一件好事 这事啊 还是他主动给陈达提出的申请呢 人和倒是无所谓 他都准备邀请杨夕 来看自己演出了 也不知道杨夕 看完自己演的乞丐后 会是什么反应 他还是比较期待的 其他演员无所谓 谁演不是演呢 只是啊 苦了原本演乞丐的那位 虽然主角台词 他都熟悉 可是 要想进入角色 那绝对不只是 记得台词 那么简单的事情 人和先生回请室 给李帅政他们说了一声 明天自己啊 就要第一次登台了 邀请他们去看看 请室的兄弟们 一个个张大嘴巴 这他喵的 你这才去排练两次 就能去黑匣子剧场演出了 李帅政震惊了 黑匣子是个什么地方 他虽然是中戏里 最小的一个正式剧场 可是能够每周上节目的团队 都是中戏里面最强的 整个中戏啊 有12个老师组织的剧团 能够进入黑匣子演出 其中11个是研究生和导师的团队 只有一个是成达的本科队伍 而且黑匣子的观众也不一般 一周一次 通常情况下呢 都会有许多官员 富商 明星 这可不是小明星来凑数的 而是那些从中戏走出去的大咖们 回来看看学弟学妹们的演出 张导也是其中之一 他是老学长了 只要没什么特别要紧的事情 张导都会回中戏的黑匣子里 看看演出 雷打不动 还有一些其他地方的明星来看 因为圈子里许多人都觉得 戏剧要更加专业 更加具有艺术性 不少明星向别人介绍自己履历的时候 都会刻意强调一下 自己演出过什么戏剧 这也是大家为什么想要挤破头 冲进黑匣子的原因 谁知道自己会被哪位看上呢 可是 黑匣子剧场 也算是中戏里最神圣的地方了 稍微有点瑕疵的东西都上不去台面 然而 就是这么一个中戏大部分学生 都求之不得的机会 仍和在刚刚大一入学两个月的时候 就已经得到了 消孽啊 仍和是乐呵呵地笑着 嗨 运气运气 其实我还打算 喊杨夕来看看我第一次当台表演呢 你们几个记得保密啊 见到她的时候 假装不认识就行了 杨夕来看 313宿舍里其他人 倒吸一口冷气 明天算是 真的要见到大家 那位DOTA队友了 虽然平时玩DOTA的时候 已经很熟悉了 但现实里还没见过 那可是国际天后 天后前面 一旦加上国际两个字 就显得有些高大胜了 均不见国内大部分明星去了国外 还得用钱去买个走红毯的机会吗 仍和给杨夕说这事的时候 杨夕得知 仍和要演的是一个乞丐 就笑得前仰后合 你演乞丐 不行不行 我觉得你演那个爆发户 应该会不错 本色出演 神和有点牙疼 嗯 我是爆发户我骄傲啊 小看谁演技呢 给个痛快 来不来吧 肯定去啊 看看你演乞丐是个什么样 端的不会是金饭碗吧 阳夕乐呵的调侃道 他们俩现在说话 都是以调侃为主 氛围相当轻松 彼此都知道 对方喜欢哪种玩笑 或者不喜欢哪种玩笑 关系其实非常好 来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你墨镜和口罩 都在四合院的衣橱 右边第三个柜子里 小星来了中喜 引起围观啊 人和笑着提醒 知道了知道了 快上线 玩刀子 神和脸都黑了 他现在真有点后悔 带着个王颖少女玩刀的 竟然比自己还上瘾 挂了电话以后啊 杨夕坐在电脑面前 忽然开始发呆 那个人 终于还是走上舞台了 虽然杨夕很清楚 这样的事情只是短暂的一瞬 因为对方治不在此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这大概是第一次作为观众 看对方演出吧 杨夕一直觉得 对方实际上 要比自己耀眼太多了 但是对方却把自己的光芒 给遮住了 现在能够看到对方登台演出 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话说 自己要不要在他表演之后 去送一束花呢 自己会不会被认出来 啊 到底要不要送啊 还是晚上回家来再送呢 到了周六下午的时候 一辆辆豪车 就从中系校门外开了进来 其实平时 中系也有这样的豪车 进来接女学生 有人说 中系的环境更加干净一些 事实上 这种情况啊 哪都会有 有些女孩呢 也不是直接给别人当小三了 许多富二代们 都是合理追求到的 事实上 富二代嘛 也不全是玩弄女性的人 这事怎么说呢 不能全盘否定 得见仁见智 不过 今天是周六 许多学生们都知道 这些车 可不是来接女学生的 而是来看 黑匣子剧场的表演的 不少学生 将羡慕的目光 投向中系里 那个最小的剧场 他们知道 如果今晚 有人表现出彩的话 恐怕又会被 哪个哪个导演盯上了 哪个哪个 明星工作室看中 然后就是一条 比一般同学 更加耀眼的路途 摆在他们面前 哎 张导的车 张导今天也来了 有些有经验的学生 连谁的车是什么样 都给记住了 仁和看着 一辆一辆豪车 从身边路过 他还真在一辆车里 看到了张导的声音 不过 他也没打招呼 对方来之前 也没给自己打电话 不是 那就别往上凑了呗 不是说啊 张导不给他打电话 就是不重视的 这个世界上啊 每个人 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事情 人家来黑匣子 看戏剧 兴许就是为了放松 不想有什么交际 也说不好 就在豪车门 往校园里开的时候 仁和匆匆忙忙的 赶到校门口 到了门口之后啊 正好看见杨夕 戴着个墨镜和口罩 站在门口 手里拿着两杯奶茶 还有一大堆零食 甚至 还有一个鞋盒 杨夕笑意盈盈的 把东西一股脑的 塞给人和 蠢死了 奶茶是刚刚路上买的 我还回家换了一身衣服 方叔王婶还问 晚上我们回不回去 哦对了 我给他们说了回去 让他们帮忙准备夜宵 不过咱们要是 十一点之后 还没到家的话 他们就不用等了 这双鞋 是我在路上看到的 你现在的鞋 都是去年的了 我看到喜欢的 就给你买了 对了 戏剧什么时候开始 你演那个乞丐 是什么时候上场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大玩家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演播剧五八黑猫 杨夕嘟噜噜的说了一大堆 兴许啊 是好些天没见人和了 有点想往人和身上腻歪 神和拉着他啊 就往学校里边走 先带你参观参观我们学校 你给我买的鞋啊 咱们四合院的衣橱都快放不下了 你也得多给自己买点东西啊 杨夕苦恼的歪着头 我自己不知道买什么呀 好像什么都不需要 行吧 哎 待会儿台下看我演出的时候 不要笑场啊 人和交代道 等我演完啊 咱们一起回家 我那个角色嘛 全程都在场上 全程 杨夕愣了一下 你开玩笑的吧 戏剧是这样的吗 其他人也是 哦 只有我是 人和都不知道怎么解释 自己就是一个背景乞丐啊 走在路上的时候啊 杨夕非要拉着人和一起拍照 两个人就像是一对普通的大学情侣一样 只是杨夕戴着墨镜和口罩 也没人把杨夕往唱歌的那个杨夕身上联想 刚刚过去那么多豪车 谁敢相信杨夕就是那么平易近人的走进来的呢 正好 人和带着杨夕在校园里面闲逛的时候啊 张明已经被学校领导给领进黑匣子了 他们一行人呢 也没去办公室 直接坐在黑匣子剧场 观众棋的最前排聊着天呢 哎 张导 新的电视剧什么时候排啊 陈达和张明是老熟人了 当初啊 陈达也是在张明的电视剧里成名的 哼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老周嘛 前两天呢 刚去陕北处理事情了 他现在是制片人嘛 推等他回来 啊 张明笑呵呵的说道 对了 没给你添麻烦吧 把你的主角给挖走了 话说 你找到替补的吗 今天的主演 还是任意吧 好 今天正意识不上了 我让他专门准备 你给他的剧本 现在主演是一个大三的学生 演技还挺不错的 是他们那一届的佼佼者 以前是演那个乞丐的那位 陈达解释道 哦 那我就知道了 不过 他好像撑不起乞丐那个角色呀 张明诧异道 张明这种行家 一眼就能看出来 陈达这部戏剧的博弱环节 本身 这部戏剧 就是借着金钱 讽刺社会各个阶层 面对金钱时的丑态 无人例外 只有那个乞丐 有点骨骑 最后的戏份中 如果那个乞丐能够演出彩来 一定是画龙点睛之笔 可惜了 陈达没有找到 这样能够撑起角色的演员 所以 整部戏里 虽然已经足够精彩 但也 还是差了那么点意思 也正是张明 一直关注这个角色 所以 也知道 这个学生的水平 今晚这部戏啊 好看归好看 但 他还没打算挖谁 说白了 没有人 值得他去挖 结果 陈达是神秘一笑说的 张导啊 今天晚上 就让你看点不一样的 主角换了 咱们的戏里啊 乞丐也换了 以前是主角演技比乞丐好 这 纯属无奈 但今晚 可是乞丐比主角好 你看之后啊 可先别忙着挖人 我下个月 要带队出国 巡回表演了 回来之前啊 他必须还在我团队里 陈达这是打算啊 先给张明打打预防针 因为他知道 这个乞丐的演技 是绝对能够 进入张明的法眼 可是 他团队里 现在又不能缺 那么一个人 所以是有必要啊 和张明提前说说 呦 张明笑呵呵的 看了旁人一样 你们看看啊 这陈达呀 腾出在我手底下的时候 可不敢跟我那么说话呢 哎 现在硬去了啊 我倒是要看看 这乞丐 有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合着你就觉得 我看了这部戏 就一定会挖它呢 呵 你看看就知道了 陈达说完之后 就保持笑而不语的神色 纯属想要装逼的尿性 手底下出了 那么个优秀的人才 自己脸上也有面子 张明也不追问了 是骡子是马 拉出来溜溜 就知道了 他转念一问 对了 你们表演戏 今天有个新生 叫做人和的 你知道吧 他表现怎么样呢 张明这个时候 还点击人和呢 结果 陈达恶人了 他愣了一些说的 神和 就是 今天晚上的乞丐 陈达神秘了半天 就是藏着这个乞丐角色 想要给张明一个惊喜 而张明开口问的 就是人和 这时候啊 陈达才意识到 原来 张明早就认识人和了 人和是个什么背景啊 陈达原本以为 他没啥背景 衣服 除了比较顺年以外 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不像一些中系的学生啊 恨不得把几千块钱的皮带扣子 给绑到脑门上招摇过世 而且孙瑜也曾经和他提过一次 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根底的新生 但是现在看来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一个没有根底的学生 能让张明过问 张明的身份在中系 可大可小 但是从来就没有人敢怠慢过他 荣誉校长啊 陈达现在 陪着张明聊天 说好听点 那是两个人思消甚好 说不好听一点 他也就是个 选出来陪同校领导的 别看陈达的戏剧啊 在国外也能拿奖 但是到张明面前 压根就不算什么 张明在整个圈子的能量 也不是他能够想象的 一般情况下 导演大多数们 要么专注于电视剧 要么专注于电影 很少跨界 毕竟说起来都是大荧幕 但是互相之间的差别 还是很大的 可是张明不一样啊 人家是电视剧 电影 都拍 而且拍一个 火一个 不然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学生 想要往张明的剧组钻了 不过陈达有点不懂 张明为什么和人和 会有什么联系呢 张明啊 很多事情都不和陈达戏说 他知道的东西 他自己知道就行了 在陈达眼里 他是大导演 在圈子里面啊 令海神针 可问题是 圈子和圈子啊 是不一样的 人和的身份 远不是剧本原著作者 那么简单 这个少年呢 还是洛河集团的 唯一法定继承人 国内三分之一的院线啊 偷在人家手里 张明倒不至于 为了那么点事情 去巴结人和 他呢 也早就过了 为五斗米蛇妖的年纪 就算是票房惨淡 也一样能够过得很好 只是 人和这个少年呢 也很对他脾气 所以 有意清静清静 现在听闻陈达说呀 这个少年 竟然就是陈达晚上 准备让自己眼前一亮的 那个乞丐角色时 张明略微有了 一丝期待感 当初啊 自己只是看着 人和的形象 比较适合演昆仑的主角 但人和到底是个 什么样的演技 他却不清楚 推荐人和来中喜 也是想看看 能不能把他诱惑到 这条路上来 想起来 也是一件 很有意思的事情 然而现在看 陈达的意思是 对方的演技很好 他演得很好嘛 称明 饶有兴致的问道 陈达沉硬了一下 嗯 反正呢 不比我差 好 那 真是很不错了 称明点点头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是 大玩家 他 才上大一两个月 怎么就有那么好的演技呢 不过 让我比较意外的是 他竟然愿意在你的剧团里 演这么一个角色 张明想起来这事 还有点乐 人和这样的身份 演一个乞丐 那可真是天壤之别 据张明的了解 现在互联网企业里 好像真的还没有能够和清和派系 匹敌的对手 对方之所以市值还不高 完全是因为时代问题 整体的互联网体量还不够大 用户还不够多 事实嘛 也正是如此 人和手里的清和集团 现在外面市值是刚刚过百亿 但是 在人和的想象中 并不是这样 不过这个估值啊 也没啥毛病 因为清和支付 清和搜索等等项目 还属于起步阶段 虽然发展形势 异常喜人 但事实就是事实 他们能够带来的收益 现在还不如一个刀腾 张明知道情况 所以说了这些话 但听到陈达的耳朵里 就显得有点诡异了 陈达是纳闷地问道 他竟然愿意 张道 您那么说是 你不知道 当初啊 我让他来演昆仑的男一号 他竟然 给毫不犹豫地给否了 称明笑着解释的 没有再提人和的其他事情 陈达是倒吸一口冷气 竟然拒绝了张明的邀请 还是男一号 自己这个学生 到底有多么逆天 先不说张明是怎么认识人和的 也不说张明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下 对人和发出的邀请 问题就在于 人和竟然还拒绝啊 人和的身份 就在陈达心中啊 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似乎 这下就能解释 为什么人和好像对演戏 并不是特别热衷的原因了 富豪之子 演艺圈 哪位大佬的后辈吗 这些啊 都是陈达的猜想 他呀 还不太敢把人和往富豪本身的身份上猜 毕竟啊 人和实在是太年轻了 正在陈达沉思的时候 张明已经拿起手机 拨给人和 开口就调侃 喂 听说啊 你今天晚上第一次登台演出啊 嘿 我是不是开给你送树花呀 神河听见对面的声音笑道 嗨哟 您可别拿我开玩笑了 火车算什么呀 送花就免了 省得以后你们再拿这事笑话吧 我今晚可是很认真的演的 您看完了 也给指点指点呗 能听到你嘴里说出指点这两个字 真是难得 等散场了 吃个饭 张明笑道 吃饭啊 这样吧 晚上还得陪女朋友 要不等散场了 您直接来院子里呗 我让方叔王陕 做您喜欢吃的烙饼 人和想了想 直接邀请张明 去四合院里吃饭 自己那个四合院 用来招待客人 可是一点都不寒算 比市面上打着私房菜名头 却难吃无比的地方 那可是不知道好到哪儿去了 张明笑着答应了 行了 你那么一说 我还真有点想吃了 就去你那儿 陈达在旁边听着 心里有点不适滋味 这世界是怎么了 一个老师面对学生的时候 会有某种心理优势 结果不知怎么的 现在这个学生 搞得好像能和张明平起平坐一样 电话里 人和意志用敬语 可是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看出来 张明是拿对方当作身份等同的人物来对待的 张明是什么人 一个是圈内大佬 知名的大导演 一个是17岁的少年 这样的世界观啊 简直有点崩塌 陈达感觉 自己有点没法直视自己这个学生了 陈达 向来是不管学生有什么背景 刚正不阿的典型 可是 对方到了能够和张明平起平坐的时候 自己 还能什么都不管吗 张明在一旁啊 看了一眼 还在低头沉思的陈达 想起 当初陈达刚刚进剧组的时候 是那么单纯 多么年轻啊 这一谎言 二十多年过去了 陈达也因为圈里的现状 退出娱乐圈 来到了中系教书 对方是闭口不谈电影电视和娱乐圈 只是专心做着戏剧 而这次陈达排出来的戏剧 其实很有影视开发的潜力 毕竟 剧本的本身就很有意思 可是现在 却没有人愿意给陈达投资 当初啊 他得罪了一大批娱乐圈的人 现在就算是张明 也不能帮他更多 毕竟啊 都是圈子里的 但是 张明不忍心看着这么一个好材料被浪费了 他沉吟了片刻说道 如果你还想回来玩电影 那么 这个学生啊 就很可能 是你的一个机会 至于是什么样的机会 张明没有明说 周老当初千叮咛万嘱咐的事情 他可不会忘记 这是朋友之间的承诺 而陈达则在细想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机会呢 这个少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竟然让张明觉得 对方能够帮助自己 重新回到电影行业 内心里说实话 他的确想要回去 容不得多想 这聊着聊着 时间就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后台已经准备妥当 观众们 也是陆陆续续的 坐在了观众席里 黑匣子剧场啊 其实是一种代名词 所谓的黑匣子剧场 就是指观众与演员 没有明显的席位之分 大家坐在 阶梯教室式的观众席 而舞台并非是高高在上的 它就是一块平地 整个黑匣子剧场很小 小到只能容纳四百多人 它在中细的历史特别悠久 所以固定在地面上的影院椅 都显得有些破旧了 但这不耽误它 在众人心中的神圣地位 能够在这里演出的剧团 拿到全国去 也都是排得上号的 这要是拉出去巡演一圈 能有一大票的戏剧爱好者的 观众买单 在这里啊 不分身份档子 谁找到哪个座位 就坐在哪 不会说谁的腕打 就会被留作位 就连张鸣啊 也是早早的就过来抢位置了 在这里啊 他们就是观众 起码中细对他们的定义 就是简单的观众 一点都不惯着谁 但莫名其妙的是 这些大腕来了之后 越没什么特殊待遇 反而越觉得这里越神圣 不得不说 神啊 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 陈达收拾了一下心情 西装革履地走上台去 致开场词 说的话很简单 也比较符合他一贯的风格 说完之后 演出就正式开始了 灯光熄灭下去 整个黑匣子剧场伸手不见五指 等灯光再亮起来的时候 台上多了一些移动的 可以随时撤下来更换的场布 还有一个趴在地上的乞丐 这个乞丐出现得很突兀 按道理说 所有演员应该都是在灯光亮了之后 以剧情的方式出场的 结果 这个乞丐直接出现在舞台上 就好像 他是舞台的某种背景一样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